这个世界的人挂机就能变强 唯一要做的就是走出家门 可敢走出家门的人却寥寥无几 只因七百年前末世降临 一种名为恶朵的怪物占领的世界 人类生死存亡之际一座高塔突然出现 成为了这末世最后的安全港湾 而只要走出高塔范围 哪怕生存一秒都能获得非凡力量 但相应的就要面对各种诡异与扭曲 而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 高塔内人们被分为了三六九等 上层人会肆意捕捉下层人丢到塔外 用他的生存时常下注赌博换取娱乐资本 而白雾就是一个被取乐的乞丐 当他醒来就已到了这个极其炎热的室外 但比起自己在哪他更好奇的是天空 因为在凝视天空的时候 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对话框 对话框提醒他此地气温六十度 且以每分钟零点二度的速度上升 白雾看到后坐了起来 背后有着非常严重的烫伤 眼中的对话框依然在喋喋不休 但现在白雾已经在思考其他事情 当他看向某处相对完好的建筑约三秒后 对话框也发生了变化 一处七百年没有人使用的公共厕所 危险指数为三星半 里头的恶多中度激变 服务态度非常热情 随即他又看了看其他的废墟残骸 几次试验后 他确信自己能够看到某种信息 只要目光停留在某个物体两三秒 就会弹出风格欠奏的对话框 最后他把目光转向手腕处 我这是穿越了 为何会戴着手铐 这一世我变成了罪犯吗 白雾上遗失的记忆里 最后的动静是一声枪响 来自一起凶杀案的真凶 而他是某行针大队的特径 有着绝佳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解密能力 而且他从小异于常人 是个负面情绪绝缘体的体质 他父亲去世白雾都未曾掉过一滴眼泪 这时对话框中的话将他拉回了现实 有些手铐不正经 表面是手铐 背地里却是四层贵族们的监视器 但最好不要毁掉他 现在还是找自然要紧 再晚你就考交了 白雾走在街头快速思考着 看起来我穿越到了很奇怪的世界 而且我应该处境很不妙 人体在71度环境中能坚持一个小时 在82度时能坚持49分钟 他的时间不多了 另外还有监视室吗 想到这白雾似有感应地抬头望去 这一幕也同步出现在了贵族取乐的大厅内 这些达官显贵们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不是说蓝色区域都是急温事件吗 他怎么还没死 庄家不会找一个天赋者假扮奴隶吧 白雾很快长嘘一口气后 继续向前走去 他心中默默回忆着这具身体远主的记忆 七百年 高塔 恶朵 贵族 手铐 环境 所以这是一场关乎生存时间的赌局吗 白雾心中只有一丝明了 因为他继承的记忆非常少 而且现在气温估计已经70度 当雾之急是找到一片阴凉地 这时一阵水声突然传来 白雾立刻转头看去 塔外世界的规则果然离谱 这种天气下还能遇见水源 亚里士多德的棺材板块压不住 白雾没有理会对化矿的废话 高温下 水竟是冰凉的 白雾越发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 既然如此 那么至少在下水道里气温也不会这么变弹 而水流能喷到这附近也就是说 通往地下的入口不会太远 道路边缘白雾很快找到了前往地下的入口 井盖早已被撬开 白雾没有细想 这具身体已经快要到极限 而且真正的破局方法是找到回到高塔的路 不过在进入地下前他还想做一件事 为了向上面的人表明自己与赌毒不共带田 但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人是用哪种语言 大概表达一个意思吧 与此同时高塔四层贵族空间内 众多贵族再次陷入了沸腾 他们不理解 这个没有天赋序列的乞丐怎么还不死 而白雾没有猜错 国际首饰即便到了异世界也依然通用 同样在贵宾看台上一名红衣贵妇拿起了电话 视责着下属没有认真检查货源 电话另一边负责这次赌局的人也很惶恐 冷汉已经爬满了脸颊 挂了电话后 立刻向旁边身穿台甲的男人吩咐道 蓝色区域的恶朵十分强大 你最好控制好你的情绪 这些怪物但凡嗅到一丝负面情绪 就会发了风一般攻击 不过你也要记住 即便是你生死 也绝不能让它活着 此刻白雾已经来到了下水道 令人惊奇的是下水道的水晶波光零零 水面上倒映出了它的脸颊 对话框再次开始吐槽 一个高塔底层的小乞丐 居然有一张颜值九分的脸 不公平这很是不公平 我要和你激见 白雾有些无语 起身继续观察着四周 前世的经验告诉他 既然设了赌局总会要控盘的 自己现在不在监控范围内 必然会有人来找他才对 他需要找到解决来人的办法 片刻后他停下了脚步 也恰好在此时 他听到了另外的脚步声 找我的人来了 白雾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微笑 顺着若隐若现的脚步声 白雾的视线聚焦于 远处黑暗中的来人身上 半生之力二阶四段 天赋序列755钢铁武装 实力大概能和精锐及恶朵 打上一个回合 堪称上将攀奉 当然你这个行道容也不要得意 要掀开你的头盖骨 还是轻而易举 白雾还不清楚天赋序列是什么 但他知道对方想要杀他 可并非轻而易举 下一秒白雾躲在暗处 直接开口 我的老伙计你可算来了 这磨磨蹭蹭的速度 简直比土拨鼠还要慢 来人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白雾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听懂 但看这反应应该八九不离十 下水道的黑暗 让来人无法分辨他在哪 白雾继续嘴顿 二阶四段还拥有钢铁武装的人 就这速度 你用的该不会是印度时间吧 好奇我为什么会知道 你的天赋序列是吗 你不会真的以为 一个底层小乞丐 可以在这里活这么久吧 真是天真可爱 很多人都想看我死 所以老板派你来解决我 你怎么确信 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呢 一个底层的乞丐 非但没死 还嘲弄了所有人 节目效果拉满不是吗 而这个时候老板安排 你这个可怜鬼过来 大家也都期待着你能撕碎我 可你知道吗 真正的剧本中 你永远无法撕碎我 而且你还必然会留在这里 但我却将踩着你的尸体 继续嘲弄这些贵族 说话间白雾与来人已经面对面 届时庄家会开启新的赌局 赌客们会变得更加疯狂 那么现在你准备好 接受这份终极大力吗 此刻白雾的头顶 出现了一只诡异生物 来人的脚步也停了下来 下一秒恶朵竟直朝来人扑去 犀利的惨叫和吞噬血肉的声音 充满整个地底 原来白雾找到的解决办法 就是这个世界独有的恶朵怪物 先前他从对话框和原主记忆碎片中得知 恶朵是靠负面情绪锁定人类的 而他白雾恰恰是个 生不起负面情绪的怪人 刚才靠言语一步步诱导来人 生起惊慌情绪 而在蓝色区域 哪怕很细小的恐惧也是致命的 白雾等待恶朵离去后 蹚入了水中 摸索一番后 他找到了一枚黑铁材质 手掌大小的圆盘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回程装置 很简单扭动它 你就能打哪来滚哪去 对话框依然给力 当白雾拧动圆盘后 手铐掉了下去 对话框也再次变化 当前区域探索度4.5% 恶朵胜于35只 该区域拼图碎片尚未获得 我的评价是走个过场 白雾看着对话框再次泛起威笑 他心中还有非常多的问题 希望塔内能有趣一点 他是末世中最废物的乞丐 贵族各军队却拼命争抢求他加入 只因他不仅在末世最危险区域存活了两个小时 还轻松反杀了贵族派去的精英杀手 可白雾对此却并不感冒 他更希望自己能加入难民军团 因为他杀掉杀手回到高塔后 通过塔内审讯组的科普知道了这世界的规则 比如杀手信息中半生之力二阶四段 就说的是人类基础能力的等级 而想要提升半生之力的等级 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塔 在塔外待的时间越久 半生之力的增幅就越高 物品在塔外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 这里的人将其称之为纪灵 另外杀手的天赋序列755钢铁武装 则说的是一种强大的超能力 目前统计天赋序列一共有1024种 并且越靠前的序列越罕见同时也越强大 但这个也是在半生之力的基础上觉醒 半生之力越强 则一旦天赋觉醒也越靠前 而贵族军团说的是高塔镇域军团 主要是不出塔的贵族子弟组成 难民军团是塔外调查军团 干的就是探索塔外寻求物资的物 虽然一样都是有五层统治阶层成立的编制 但白武认为这世界的规则是鼓励人出塔 自己面对恶毒不会有情绪上的威胁 而且自己是乞丐 就算混进贵族也不过是鱼肉而已 而塔外调查军团对他也很感兴趣 军团7队队长五九和13队队长刘牧 正在听着审讯组的汇报 当听到审讯组不但没问出白武的秘密 还被白武反向套了一堆情报时 13队队长刘牧当场就笑出了声 还好丢人的不是他们队的审讯组 而五九对此也并未生气 毕竟白武问的都是些三岁小儿都知道的问题 但这也让两个队长对白武更感兴趣 白武到他们手中是一个贵族女人的手柄 他们不知道看不起调查军团的贵族为何证定 可他们也查出了白武先前的牛叉经历 白武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塔外调查者 擅长审讯的刘牧听到这战起了身 他要亲自去会会这个神仙 这里虽然是五九团队的地盘 但在塔外蓝区独自生存24天的五九可不擅长这里 半生之力都巴结得他更擅长将恶夺一分为二 片刻后刘牧来到审讯室将其他人打发了出去 可还没等他对白武说一句话 白武立刻表示自己愿意加入调查军团 但他不会去刘牧的队伍 他要留在这个审讯组所属的队伍 刘牧猛逼自己的最终目的好像已经完成了 可好像自己什么都没做 白武则继续说道 你们没有处理掉我 说明你们和把我扔去塔外的不是一伙人 而从刚才审讯组人的反应来看 说明你的出现不合理 显然你并不是他们分队的对折 这时白武瞥了一眼刘牧的右手手腕 你的腕关节处是凹陷下去的 说明你的惯用武器是盾牌 因为用盾的人受力点便是腕关节 正常人腕关节处是凸起的 而手腕骨下移三厘米处有一到八 说明盾牌必然处于损毁状态 因为你既然是塔外调查军团的分队者 半生之力等级自然不会低 用盾还被留下巴说明盾破 并且抬起盾护住脸的时候 恶多的爪子刚好就会击中手腕下移三厘米处 刘牧此刻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白武眼见忽悠成功 立刻提出要求 我需要一份完整的天赋序列周期表 如果你能帮我弄来的话 他话还没说完 刘牧已经跑得不见踪影 现在的刘牧只在意一件事 这样的人才怎样才能弄去自己的十三对 十五分钟后刘牧风风火火的岗位 他看着快速翻着天赋表的白武有些不解 白武似乎对高塔的认知非常缺失 白武当然不可能说自己是穿越着 只说自己大概是失忆了 可能是之前抓他丢塔外的人动了手脚 好吧 刘牧也没纠结这个不太重要的事 坐定后也顺着白武的翻看讲起了常识 他说整个塔内下三层中 序列最靠前的便是五九 天赋是256号的吉野 更靠前的已经许久不曾出现 而前一百在刘牧眼里是神之领域 只听说二十多年前的一名矿工 觉醒了天赋序列76的绝对溶解 看来那个人下场不太好 白武文言直接说出了结论 刘牧张了张嘴但还是点头 那人直接消失了 事情也很快被强行压了下来 我们猜测他被更高层的组织带走了 可能是统治者层及第五层甚至是第六层 白武没有说话 关于高塔目前已知只有六层这件事他已经知道 而且他现在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天赋序列24普雷尔之眼 能在视线聚焦处 看到风格合乎自己性格隐藏面的备注解释 白武确定自己的能力就是这个 但天赋序列表上并没有前五是天赋的其他实验 显然这些都关乎着某个极为重要的信息 不过备注的风格说是合乎自己性格的隐藏面 自己的隐藏面有这么见吗 这具身体原主为何有如此靠前的序列 他并不清楚 半生之力如此弱小 也说明身体确实是第一次出他 看来自己这具身体的秘密也不小 想到这他立刻询问刘牧 这里的机构会强制检测天赋序列吗 刘牧表示天赋序列都是个人私有的 个人不说就不会有人专门检查 而且天赋序列一个人只能拥有一种 但按照第六层传下来的说法 也可以靠击杀极为强大的恶毒获得额外序列 不过这种恶毒还是七道别遇到的好 白武也明白自己的普雷尔之眼并不适合战斗 可如果想要自保 就必须想办法出塔梦些别的天赋 这时刘牧忽然咳嗽了一声 好像准备谈什么正事 白武瞄懂了他的意思 序列表往他胸口一按 对不起刘哥你是个好人 但我选择第七队 第七队在十六个分队里出塔最为频繁 刘牧文言更不解了 这难道不是一个劝退的理由吗 但他还是很快表示自己可以把白武放在先锋组 其他一切要求都可以提 白武摇头继续说道 刘哥你肯定还是单身吧 刘牧猛了个大逼 白武继续道 记住一定要选择对你先天有好感的 如果看上了某个人一定不要客场作战 你输在吃了后下手遭殃的亏 而且 十三这个数字不吉利 白武说完出门加关门溜之大吉 刘牧已经实话当场 我干 而第七队队长吴九已经在外等候多时 他说自己已经给白武弄好了底层功名身份 之前白武没有功名ID并不是什么大事 此刻普雷尔之言也跳了出来 你懂的 你在玩游戏时 往往会在新手村遇到一个强大的后期NPC 这个身高只有一米吴九的小矮子 大概就是这样的定位 他身上藏着第六层也很感兴趣的秘密 吴九不知道自己身高的秘密已经爆了 只说他叫谷清玉 让白武叫他谷对就好 好的吴九 白武文言立刻叫了他一声 也许这是白武隐藏面在作祟吧 吴九脸色铁青的看了一眼身后审讯组二人 好在外号被人叫多了 吴九自己也不甚在意 这是白武竖起手指继续说的 我要提一个要求 吴九也秒懂 如果你不想去塔外也可以去审讯组 正好最近积累了非常多的案子 白武嘴角微笑在起 并不是这个 而是我想明天救出他 他只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企业 贵族军队确证相求他加入 并且他加入的要求也不是金钱美女 而是将自己带到危险的末世中去 军团队长对此也十分不解 他半天前才好不容易从塔外私立逃生 现在却又这么着急出去是什么意思 但队长吴九也不是什么正常上司 转头就答应了白武的要求 只是告诫白武他的半生之力不过一接三段 出塔后跟好不要拖别人后退 让白武明天跟自己一组出塔去白色区域 白武并未理会吴九的告诫 他知道自己的半生之力 是之前在蓝色区域活了两小时得到的 可他还不知道这些颜色区域是怎么划分的 便直接把话头跳到了这个问题上 一时间众人都更无语了 啥都不知道还总想着跑出去 吴九没有理会白武的弱智问题 直接离开帮白武办理其他手续去 审讯组的薛慈和云书只好接替了接待白武的工作 他们告诉白武塔外区域分为白蓝紫金红黑六种 大概就是越往后越恐怖的意思 随后先帮白武换了身衣服后 待他熟悉起了高塔一层的环境 片刻后众人来到了下层区的简陋港中 但他们一进港中就被一块巨大屏幕吸引了注意 屏幕里穿着调查军团做战俘的人正在叫卖 就差把手中的铲子吹上天了 白武的普雷尔之眼见白武看得入神 马上跳出来开始吐槽 让白武赶紧挪开狗眼找美少女看看 好家伙自己喷自己可还行 此时一边的云书却一脸愤怒 显然屏幕里的人绝对不是调查兵团的人 转头就要找五九队掌断了人家老巢 薛慈连忙将准备给白武的东西丢来去追云书 毕竟塔内势力混乱 可不能让云书不顾后果的胡闹 白武倒是没什么所谓 兜兜转转间停在了一家名为橙子宝贝库的店前 半小时后他拖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家中 这是五九帮他低价租的房子 但他一进门就看到了五九给他留的箱子 箱子内的各种物资都能看出五九的星星 除此之外还有一份出塔的注意事项宣导手册 白武没有拖大狂妄 认认真真的拿起手册看了看 新人出塔会配备情绪检测万表 当佩戴者情绪波动达到七十五便会出发警报 所有调查军团成员必须遵守规则 在手环报警的第一时间里启动传送轮盘 毕竟人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否处在情绪失控状态 能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化标准会减少很多麻烦 但这东西对你来说完全就是废品 普雷尔之言表达了白武的心神 不过箱子里面的另一样东西你肯定有兴趣 非意志性情绪镇定剂 当距离恶朵足够近 且表盘只是即将进入危险区域时可以注射磁 会短暂地让人进入平静状态 效力在五分钟左右 意志效力结束后情绪会进入亢奋状态 任何负面情绪都会放大 不到万不得已尽可能不要用 情绪弹簧原理嘛 白武看到这里拿起一只就冲自己扎了一针 随后便默默地数着数字 等待着五分钟后的情绪反弹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悲伤或恐惧等情绪 三百秒转瞬即逝 到了时间后白武回忆着过往的一些经历 依旧没有丝毫感触 五九不会拿些假货来开玩笑 但如今自己确实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抗互 甚至有点想睡觉 算了本来就不该有什么期待 次日清晨 白武准时来到了出发去外面的地方 他赋予了这些石碑打通空间的力量 但石碑的用处其实是堵住高塔顶端的那个家伙 普雷尔之眼事实被主 这时五九一行人也走了过来 另外四个人白武都不认识 不过他们四个也并未装什么十三 都主动跟白武打起了招呼 王氏 一个生于高塔三层的富家子弟 却总想着追求鲜血和刺激 身为一个猛男 他自然也爱搜集芭比娃娃 林无柔 来自二层 长得比女人还好看的娘娘腔 说话毒蛇还热衷之解 要不你试一试收服他 林无柔的衬衣看起来都是黑丝的 白武见此也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小妹妹真好看 商小影 一个实打实的怪胎 表面上一副小奶狗模样 打起来却是这几个里面最疯癫的 经常因为杀的上头被矮子强制拉回高塔 白武知道普雷尔之眼说的矮子是吴槿 伸出手想跟商小影握手 可突然商小影被最后一名女队员撞开 女孩接替商小影握上了白武的手 引霜 和上队的唯一妹子 她是一个复仇者 和那个小矮子一样 身体里同样藏着第六层也感兴趣的秘密 是几个人里最像正常人的那个 六层感兴趣的秘密是什么 莫非是稀有序列 普雷尔之眼不是系统 白武的疑问得不到回答 不过面前这一组的画风 给白武的感觉大概就是全员恶人 五九告诉白武组内第六名队友已经死了 现在白武就是第六位了 随后便独自往出塔入口走去 这时白色石碑上的光芒亮起 后勤人员注意 准备接应返程人员 确认先前调查班安全反馈 白武看到这一幕也理解了塔内资源的来目 人类前往高塔外的世界是随机的 所以需要有调查军团的人 先负责区域排查工作 清理完成后再安排底层人去劳作开垮 石碑上的数字编号应该就是他们探索的目标位置 而白武一行人自然不用排队 这些底层的调查军团成员 没有人不认识五九这个大老 而且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不是开垮可比的 在五九的首处碰到白色石碑的瞬间 宫格上方立即有一串数字编号生成 白光也瞬间将五九的身影吞没 眼见五九已经离开 众人也纷纷上前输入五九离开时的编号 一个个消失在高塔之内 可到了影霜的时候他停了下来 影霜又把一些注意事项对着白武讲了一遍 告诉白武编号输入暗横列递增 让他先操作一遍进入传送 白武答谢一声 心想被注果然没错 明明影霜看起来才是最为冰冷的一个 但相比前面几个人他是最接近正常人的内容 白武输入的编号是一串七位数的数字 见此他不由想到 这是否意味着高塔时代的七百年龄 人们已经探索了百万计的区域 这个世界的人七百年不敢走出家门 因为只要他们走出家门 就会逐渐一变为只会黑黑黑的恶务 不过相应的只要存活时间越久 就能获得超越常人的力量 白武开局就被贵族扔在了88度急温世界 为了探索真相和拥有自保之力 第二天就加入调查军团向塔外赶去 可白武一行人传送完成后却有些诧异 第九精神病院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最低等的白色区域 五九看着眼前的景象也有些奇怪 这次为了照顾白武他特地选了白色石碑 此时白武的普雷尔只眼跳了出来 如果不进入这间医院探索难度会与预期相符 但只要进去就说不准了 谁知道精神病人会有多重的负面情绪 这里简直就是孕育恶朵的温床 但里面藏着只有你能解开的谜题 白武望着医院招牌来的些兴趣 只有我能解开的谜题 是之前未曾获得的末日拼图碎片吗 这是伤小乙一脸被吓到的样子 说里面有很多恶朵他有点害怕 白武瞥了一眼看似害怕的伤小乙 万表波动为零 这人不仅是个变态还是个影帝 影霜也没有理会这个变态 观察了一下四周出生说道 周围没有矿藏和资源 应该是靠近城市的区域 而且背后也只有这么一条公路和白羊 王氏文言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这种场景一般都是蓝色区域才有 身为队长的五九倒是颇为稳重 气温大概在46度还算舒适 但不排除会急速变化的可能性 好吧也是个怪胎 普雷尔只眼说出了白武心中所想 他只能告诫众人小心为上 这句话倒是让一直沉默的林无柔比翼出生 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现在就回去 可别吸引出恶度拖我们后腿 五九文言赶紧打断了林无柔 自己的几个队员什么德行他也清楚 随即不再犹豫 上前轻缓拉开了精神病院的大门 但众人禁愿观察一周才发现 这里一共有四栋医用楼 每栋都大概有19层 而且除了第一栋 其他楼栋下层完全封死 根本没有入口 想去第二栋就得前往19楼 从空中走廊过去 任何违反常理的设计必然都有原因 白武大概猜到或许医院的主人 并不希望有人前往第二栋 他将自己的想法 与此地规律总结后告诉了众人 林无柔文言冷哼了一声 也不知道是真不满还是性格是然 商小宜此刻手微微颤抖 说第一栋楼就有17只恶朵 他现在非常害怕 白武再次看向商小宜 一副竭力压制亢奋的作态 不用他观察普雷尔之眼 就已经开始吐槽 片刻后一行人走进了第一栋大楼 楼内的景象脏乱差不足以形容 其中一些墙面上还图有诡异的血红色文案 众人谨慎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玩闹归玩闹 面对塔湾世界的诡异可马虎不得 让白武好奇的是这些血迹与文案 血迹成暗红色看来留下的时间不长 只是普雷尔之眼显然不太喜欢这个 让白武不要试图去揣测精神病的内心 不过能看出来这些血迹和病例是这两天弄出来 是掩盖还是要指引就不知道了 王氏搜寻了一番出声询问吴九下一步怎么做 原方你怎么看白武直言一间间搜或许能得到一些信息 不过最深处的秘密必然在第四栋 林无柔似乎跟白武杠上了 一见白武说话就要跳出来讥讽两句 白武也没有在意 只是说他只解释一次 下次再问就请直接相信他的话 影霜看了半天戏倒是意外发现 白武居然还有点小霸道 吴九连忙再次阻止了林无柔 让白武顺着思维继续分析 白武也没有装枪做事 就如一开始说的 这四栋楼只有第一栋是有出入口的 如果第四栋的病人需要急救 那么他得从底层前往十九层 再经过第三栋第二栋来到第一栋 最后再从第一栋的十九层到达某一层景 这个时间病人基本能物色好投胎对象 因此从逻辑上说 这里的构造比起医院更像是个监狱 而犯人逃跑的线路只有一条 就可以很容易地把控住 既然是监狱 那么最深处的必然是第四栋 就是整座医院最核心秘密的地方 说到这王氏首先表示了认同 反正他从来也不需要动这个脑子 可就在这时 伤小已打断了众人的讨论 指着旁边让大家停下 只见旁边电梯门的上方 原本黑着的电梯忽然亮起了一个数字 五九立刻让队员们开始警戒 这是作为队长应有的职责 然而伤小已却兴奋地捋了捋锈法 看来我们不用一层层地爬楼梯了 白雾更是干脆扯开了话题 表示他现在非常好奇 照理来说塔外七百年没有人居住 这些城市医院都早该坍塌崩毁了 但为何一些设施还能正常运作 就比如说他一开始遇到的那个消防栓 五九面色也没有丝毫慌乱 表示他们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比如游乐场里面时不时会启动一些道具 塔外的某些规则很奇怪 似乎变动的不仅仅是空间 白雾文言点点头 也就是目前的信息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只能暂且将其归类为设定 交谈间电梯已经顺利到达了一楼 电梯里必然藏着恶朵 六个人都已经看出来了 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直不知该怎么形容的恶朵闪亮登场 这是场精神病与变态的游戏 苍蝇头病人扒开电梯朝变态扑去 小变态却捋了铝头发即将失敬 大变态打个响只想要转手为攻 中变态觉得这家伙一看就不好吃 纠级变态白雾看着滚落的苍蝇头有些无语 果然精神病人与变态势不两立 白雾的目光随即转向中变态五九的武器 恶朵必须死 物品纪灵等级19天 能够再触碰到恶朵的瞬间附加破防和虚弱的力气 五九十分淡定地收起了刀 二级即变的恶朵不足为惧 走吧现在前往这栋楼的19楼 白雾没有理会五九的装十三 他想起五九在塔外有一次存活了24天 看来这把刀也是那时候祭灵的 这时大变态王室和小变态商小已从他身边走过 嘴里嘟囔着自己还没爽到恶朵就无了 让白雾也赶紧跟上 可白雾却俯下身子捡起了苍蝇头 来到病人的身边拼接了起来 病人除了脑袋长出了苍蝇口气壮物体 身体与人类的区别不是特别大 看来二级即变意味着对方与人类还有些许相似 而且对方没了生殖器官 似乎是把没有必要存在的东西进化掉了 白雾一边分析一边在病人身上摸索起来 很快从病人口袋中掏出了一页日记 大致内容就是这个病人的执念 以及提到了十一楼还有个特殊的女孩 日记指张边角有撕裂痕迹与褶皱 应该当初藏匿的时候还与人发生了争执 而日记的落款日期是2026年 也不知道距离如今的高塔纪元704年有多久 并且日记也如同电梯般700年丝毫未贬 其中可能涉及的规则让白雾陷入了沉思 这时跟他不对付的林乌柔出声催促起门 白雾这才收回心神走进了电梯 告诉众人后面的危险程度可能会超乎预捕 并且十一楼就有个有趣的存在 随后也不等众人搭话 他便自顾自的按了十一层 当然也没忘调侃一下催促自己的林乌柔 让林妹妹之后可要小心点 白雾话音刚落 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就忽然响起 不过伤小已却再次面色潮红起来 显然变态是不能被人们理解的 十一层很快到了 这一层的构造基本全是用来囚禁病人的屋子 奇怪的是大楼内并没有任何窗户 就镜头有两间医生的办公室 声音也是从镜头的这间屋子传来的 带着渴望与气愿的一语营绕在白雾耳边 仿佛两种不同年龄和情绪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 就在这时一滴黑色液体滴落在影霜肩上 下一秒天花板上忽然渗出了一只漆黑的手臂 直接抓向了毫无准备的影霜 刀光在闪 五九出刀非常迅速 瞬间挡在影霜面前斩断了这条手臂 五九心之手臂的出现是有人情绪产生了波动 他立刻让队友平复一下情绪 但事情并没有如五九预料的那般平息 天花板更多恶惰之手迅速探出 林无柔一边吐槽一边出手还击 他的情绪万表数值已经达到了十一 王氏大鹤出生猛难力爆破 不过他的情绪万表数值只有九 而伤小已兴奋地跟苍蝇见到了十 让众人不要再跟他抢这些玩具 但他的情绪万表数值目前只有七 队伍里唯一的正常人影霜妹子快速躲避 可他的情绪万表数值达到了二十一 堂把子五九瞥了一眼自己的万表 冷静出声让大家速战速决 他的情绪万表数值只有三 而白雾现在寂寞地站在走王中央 看着五九等人斩杀手臂 情绪万表数值永远只会是零的他 现在无聊的都已经犯困了 不过他也知道队友都是正常范围的数值 距离危险线还很远 只是变故来得快他们应付的有些仓促吧 这时五九似乎心中有些烦躁 猛然发力身体拉出了一串虚蝇 下一秒刀光瞬间布满了整个十一层肠狼 所有恶垛之手尽数消散 然而这些手似乎怎么也斩不完 天花板更多更粗壮的手臂再次探出 这所医院倒闭了七百多年 可其中的电梯却还能正常工作 还时不时地跳出些病人交流感情 但这诡异的一幕却挡不住变态的好奇 白雾一行到达医院第一栋十一楼后 很快就陷入了恶垛之手的苦战中 因为这些手斩断就会立刻重生 只有白雾没有负面情绪不曾遭受攻击 这次遇到的恶垛似乎是很罕见 只要稍有情绪波动 他就能感知猎物的存在 而往往这种恶垛也都极为强大 这时林无柔诧异地看了一眼白雾疑惑到 为什么他那里没受到攻击 白雾打个哈欠柔柔眼 我甚至有点犯困 倒是尹双知道为什么队长会让白雾做第六人了 这人胆子大得离谱 伤小已百忙之中也回头看一眼 他的数值居然是林真是个怪物 而后继续在恶垛身上开始耕耳 白雾也懒得继续待在这看人打工 表示让大家先忙着自己去前面探探 无久的身影模糊刀法极快 让白雾就在那里别动自己这边马上就好 白雾不以为意 他看出来在众人情绪数值彻底平复前 这些恶垛之手是不会停止攻击的 所以直接挥了挥手 静止朝着走廊镜头的房间走去 王氏是典型的肌肉物理流派 他靠着怪力就能将这些手直接撑破 但他对白雾的表现也十分好奇 询问无久是从哪找的白雾这一怪胎 无久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只是说如果白雾的情绪波动是个位数的话 那或许的确是他天生胆气过人 但如果是零 那要么就是情绪检测器出了问题 要么就是他有问题 白雾则没在理会深厚的交流 静止推开了房门 这是一间比白雾想象中要大不少的屋子 地面同样脏乱不堪 屋里还有一座颇为精致的铁路 普雷尔之眼告诉他这是一座寄灵的狗 他完美地履行了身为囚龙的使命 从头到尾那个可怜的小家伙都没有挣脱开囚龙 直到最后小家伙被人放了出去 生而为龙他很抱歉 同样这条锁链也是寄灵物品 不过以捆绑盔的规格来说他确实中了点 但如果是镣铐的话那就刚好合适 这一地散落的针管里头 装过各种镇静剂和一些奇怪物体的血清 一针下去神清气爽 两针下去强身健体 三针下去反老环童 摄像头 像素挺高但没什么好说的 建议你在影霜家里装一个 他喜欢裹睡 白雾有点无语 王把视线转向了别处 不用看了这屋子里的文档已经被销毁 屋子的主人也被可怜的小家伙给童话 曾经这两间屋子有不少信息 但现在你最好将注意力放在桌子上 白雾再次环顾四周 确定没有遗漏后来到了桌子旁 基于是小可怜视线里为数不多的布景 他没有被毁掉 而是成了给后来者的一个选择 这三样物品会使你获得三种东西 天赋序列 小可怜的友谊 小可怜的憎恶 你必须谨慎选择 因为选了其中一样 另外两样便会消失 白雾皱起眉头看向了那本日记模样的档案 我翻开档案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哦拿错台词了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这是一本档案 里头有着很多你和小矮子想知道的细节 不过小可怜见到他时会给你增物友谊或者天赋 这可给你自己琢磨 白雾当然不会认为这恰好就是高塔时代前的历史书 档案里记载着自己和五九都感兴趣的东西 这里头或许有一部分历史真相的线索 他随后看向旁边的物品 这把钥匙并不是笼子的钥匙 他可以解开某个关键地方的损 这或许是洁净又或许是深渊 白雾挠挠头现在的心情很不美丽 因为没有一些情绪的感应 他整个人感觉空荡荡的 毕竟前世他是个十足的全存档搜集孔 而最后一件物品梳子没有任何信息 他并不清楚选择其中一样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三个选项里 上上千世见到恶朵后会赋予自己天赋序列 中上千世恶朵的好感度 而下下千世被恶朵仇视 虽然他应该是天然就仇视人类 与此同时 屋子外面五九一行人的情绪也平静了下来 恶朵手臂也慢慢不在身处 可就在他们准备进屋找白雾时 白雾房间的房门突然猛然关闭 这是一场没有幸存者的游戏 游戏中各种怪物袭击玩家 但玩家却不能有半点情绪波动 否则怪物将源源不断不死不灭 直至参与者尽数死亡 而白雾由于前世他老爹的变态折磨 失去了所有负面情绪的体会 这也让他能先对有一步探索其中的有利信息 现在白雾面临着三个不同的选择 如果选错他也终将万劫不服 由于房门不知为何突然关闭 房外对有声音也变得焦急起来 开始砸门呼喊白雾的名字 可就在他们试图打开房门进入屋子时 恶朵手臂开始疯狂从四周的墙壁上引出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的情绪都开始波动 好不容易归零的万表数值又开始急速增长 即便他们能够应付眼前的局面 但越发浓烈的怨气也让一行员内心开始不安 而白雾并不知道在他即将做出选择时 整个十一层的怨气也变得极为浓烈 自顾自地开始对目前已知的信息分析起来 凭借前世行真经验他大致能确定 过到尽头的这两间屋子应该是一个实验室 除却现在见到的 实验室里原本应该还有不少道具 但都已被销毁 实验对象平日被关在笼子里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而实验的过程便是注射某种试剂观察反应 这种事迹或许和恶朵有关 并且这个过程里实验对象曾经被人探访过 或者说他的意念接触过其他人 当时他的意念应该还不是怨念 白雾推断的依据是一楼的那只恶朵所留下的信息 一楼死去的恶朵在变为恶朵之前应该没有见过他 至少院方是不可能让这些怪物见面的 他或许是通过意念与其他人交流 这是一个他和其他实验体的秘密 毕竟是院方的话肯定也不希望实验体之间私下交流 而底楼的恶朵曾经担心他会被转移去第二栋 事实证明他也的确被转移走了 可见他的能力被发现了 也或许是有其他接触过他意念的实验体告明 由此可以推断 第二栋的恶朵实力比第一栋的更强 至少能够进行怨念攻击 或者说实验体具备了某种超能力后 就会被集体转移去第二栋 但为什么会有一把梳子 而且白雾的普雷尔之眼也没等得出任何信息 从一楼恶朵纸条上的字眼上看实验体是女性 只是这样的环境又怎么会用到梳子 白雾再次催动了自己的眼睛 然而得到的依旧只有吐槽 白雾脑海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推测 如果他的共情能力是健全的 他此时便会涌现出负面情绪的某一种 可惜他的情绪万表素质依然是零 与此同时 门外的林乌柔有些惊慌 他不清楚白雾到底在干嘛为何没有回应 王氏则不断地对怨气发起冲锋 表示难道是白雾在屋子里遇到了恶朵本体吗 唯一能够感知恶朵存在的便是桑小义 但走廊上回荡着桑小义癫狂的笑声 恶朵怨气虽然浓烈 可他的面容因兴奋而扭曲得比恶朵还恶朵 眼下根本指望不上 尹霜作为队伍中最正常的人类 面对突然暴涨的恶朵之手有些吃力 并不是他的实力不行 而是他万表数值已经到了72 距离危险线75就差一点了 好在有王氏一直在旁接应 这大块头还是蛮有安全感的 五九的一对丹凤眼眯成了一条鞋 原本就极为夸张的速度 竟还能再次提升 刀光剑影充斥着整个11楼长廊 没有到临界点 众人并不打算放弃白雾 就在这石门把手转动的声音响起 白雾手里拿着一把牛角树 一脸平静地走不出来 所有的怨气在瞬间荡然无存 嘴醉毒的林无柔将绝活憋了回去 一脸不爽地问白雾怎么还没死 白雾通过伤小一脸上还未退去的狂热 也大概猜到了方才走廊上发生的事情 五九则用询问的目光看向白雾 如果不是怨气的主人被解决 为何方才浓烈的怨气会瞬间消失 但白雾没有解释什么 比如里头的情形 以及为何选择了那把梳子 只是说算是暂时压制了源头 不过稍后应该还会遇到的 说话间他走在了队伍最前面 往电梯口走去 一组的成员们神色怪异 尤其是林无柔 他一甩长发冷哼一声 内心有种装逼 没装过这个新人的感觉 见队友梅氏王氏倒是很恶 只有伤小已显得意犹未尽 脸上的红韵久久不猛散去 影霜没有理会众人慢慢地调整呼吸 尽可能将万表数值降了下去 但无久此刻却陷入了沉思 他看到白雾万表手上的数值依然是零 这其中的猫腻让他心中有了一丝阴霾 这里的所有人挂机就能变强 唯一要做的就是走出家门 但只要来到外界就会面临各种诡异 死了七百年的精神病 有生无形的恶垛之手 三选一选错必死的选择题 还好白雾上辈子是个刑警脑子灵光 当他选择了唯一没有备注的梳子后 房间外的恶垛之手也消失不见 可探索死亡的游戏还得继续 白雾一行人再次乘上了电梯 电梯缓缓上升 不带众人提问白雾首先向队长五九问道 恶垛是不是由人变成的 是不是一直待在塔外我们也会变成恶垛 五九沉没了两秒后平静回复 看到你手上的万表了吗 危险线是七十五上线则是三百 数值在七十五前表盘颜色是绿色 七十五过后表盘颜色是橙色 这个数值下整个区域的恶垛都能嗅到气味 而一百七十五的时候表盘的颜色便是红色 这时电梯门突然开启 十九层到了 五九没有继续再说 但白雾已经知道了答案 红色数值是在一百七十五到三百 这个区间想必就是人类恶垛化的开始 简而言之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就能和恶垛一概论 电梯门外依旧是漆黑一片 五九先行一步走出电梯打开了探照灯 十九层和之前的楼层构造略有不同 首先看到的就是被改造成用餐区的大厅 此时伤小以切声声地说道 门外面有六只恶垛 等级应该比五九砍死的那只精神病要更高 说罢他就再次面色潮红起来 可惜五九知道他是个什么屌样 点头的同时抬手阻止了他 随即拔出配刀推开了用餐区后侧的门 门后的恶垛立刻将目光对准了闯入主 各个骑行怪状倒是啥样的都有 而五九也没犹豫 单枪匹马走了进去 门外的白雾则与王氏攀谈起来 队长他一直都这样的忙 王氏面色轻松并不意外 表示虽然他才是队伍里的先锋 但队长五九总是会冲在最前面 不过也不用担心 到现在为止的确见过队长对付不了的恶毒 但他总能全身而退 白雾的普雷尔之眼在赶叹 他的思绪则联想到了半生之力上 随即询问王氏 是不是每个人的半生之力成长方向都不一样 王氏表示是一样的 但每次升阶都会获得额外的能力 可以用于扩展个人的强项 这个过程他也形容不来 不过等白雾从一阶九段突破到二阶时就能明白 此时普雷尔之眼给了白雾答案 不就是游戏的技能点吗 五九毫无疑问是偏科型选手 全部点了速度集中一点登峰造极 王氏应该侧重于攻击力和生命力 与他肌肉猛男的形象倒是契合 林无柔则是攻击力与速度各占一部分 算是有点团队战士的身份 只是有五九这个大哥大显得没用吧 伤小已是感知和攻击力 他多次准确判断恶朵数量及强弱就能看出来 令人奇怪的是 尹双的属性普雷尔之眼也看不出来 只能确定他该是全队最弱 并且可以确定不是生存属性 白雾也算是看明白了 合着这队伍除了王氏 全员都是只要输出不要命的风狗 这也太不稳健了 哪有下副本不带奶的 此时五九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让众人赶紧跟上 恶朵什么的已经躺在地上横竖不一 白雾眼看身边跟着个满级大佬 便将注意力落到了恶朵身体上 三级恶朵 即便磁条斩体 镰刀状的手臂可以斩断寻常金属 他们生是第九病院的保安 此时第九病院的死保安 在院长被吃掉后 他们只听令于小可念 白雾心领神会 看来这六个是第二栋的守门人了 此时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于是先出声叫住了 要前往第二栋的五九 随后表示 既然第一栋的恶朵 不是五九的对手 只要大家控制住情绪 第二栋的恶朵就感应不到我们 而在塔外连续生存时间越久 半生之力就成长越快 那为什么大家不选择在第一栋挂机 林无柔文言传来的久违的吃小 菜鸟就是菜鸟 连这都不知道 塔外的世界是排斥人类的 每拨四小时身体 就会附加一些阻碍 白雾并不喜欢速通游戏 在他看来除了炫技毫无意义 但林无柔说的设定 他确实不止 五九并未停下脚不多久 不过嘴里还是解释到 比如速度减缓 五感降低 情绪波动倍增 看见幻觉攻击力下降 恶朵抗性降低 又或者未光未暗等 而且每次出塔 遇到的阻碍顺序都是随机的 白雾懂了 就是每四个小时都会产生debuff 这样一来确实没办法挂机练机 他有些明白五九为什么强大 五九以前独自在蓝色区域存活24天 这以为他身上挂着一百多种检疫状态 还能和恶朵抗争 说话间众人已经走进了医院第二栋楼 黑暗中 包括人形雷达伤小蚁在内的所有人都没发现 此行的大boss就在他们头顶 这所精神病院从不收容病人 可药物使用量却是全是第一 毕竟谁会相信精神病说的话 当白雾一行人抵达病院第二栋楼时 发现这里的黑暗探灯也无法照亮 五九随即掏出了一盏寄灵挂灯 附加石化减速效果的美度杀之灯 所有被灯光照射的非人类都会被减速 而这一动作 也让他们身后的恶朵没有第一时间出手 仿佛他也拥有人类的智慧一般 此时隐霜出生提议 既然病动的空中走廊在最顶层 那不如大家不必再探索直接去后面网好了 但白雾却直接反驳了这个提议 告诉众人第三栋的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他的普雷尔之眼在进第二栋时就弹出了提示 告诉他不要试图绕开第二栋 只有前往第二栋的最底层拿到钥匙 才可以通过走廊抵达第三栋楼 而钥匙被一只淘气的小东西给吞了 虽然可以通过伍九暴力通关 但建议最好活用刚得到的那把梳子 他会触发更丰厚的奖励 王室有些不解 这可不是凭脑子就能推断的 这是伍九替白雾回答的问题 他一把按在第三栋楼的门上 表示这个门拥有场景无法破坏规则 这下倒是换白雾这个开挂的不解了 吴九诧异地瞥了他一眼说道 一般来说寻常的场景是可以损毁的 但如果是关键场所 便是半生之力再高也无法暴力拆除 所以他认为白雾说的第三栋的关键是存在的 而白雾不想暴露普雷尔之眼没在说话 队友们也不想逃根问你 一行人便来到了通往下一层的入口处 可伤小已却发现这第二栋的电梯不能使用 白雾凑近看了一眼 这不是十九而是零 这栋楼很傲娇 本来就没有电梯 但他假装自己有电梯 在你们下面的层级是负一层 这照应了十八层地域的格局 而你要找的目标就在地域最深处 一层层走这就意味着加大了探索时间 当众人抵达下一层也发现了问题 而且眼前并没有通往下层的楼梯 显然这栋楼的楼梯布局是G字形的 只有像贪吃蛇一样绕路才能顺利通行 但是已至此他们也不再多言 在五九的带领下开始往下一层走去 一路上恶朵的尸体越来越多 而且还都七零八落的全室都见不到几个 光线能照亮的地方也越来越少 仿佛有什么在一直侵蚀着光明 众人抵达负十六层时 发现病房的墙壁早被打穿 可见这里曾发生过极其惨烈的战斗 此时人形雷达伤小蚁终于发现了不对 他总感觉有一只恶毒 离大家越来越近 伤小蚁这次是真的在害怕 至少他情绪波动万表的数值到了十四 王氏倒是对此地的场景更感兴趣 他认为这里必然做过疯狂的实验 这时白雾突然停了下来 拿过五九的美度纱织灯照向了旁边 因为他眼中突然跳出了一具 没头没尾的背中 在这使用相机可以看到更精致的画面 白雾略意琢磨猛然想起 自己在出发前去过一家高塔的商店 与那里的老板达成了一场 帮忙寄灵物品的交易 其中就有一台充满故事的相机 林无柔眼见白雾翻了半天拿出个相机 不由出声调侃让他少带这些垃圾 白雾没有搭理他 将目光落在相机上 备注的信息变了 虽然他寄灵的方向和我们预期的不一样 但他一样能够帮到你 心里默念以下数字对准12号求是看看 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2027年7月2号14时15分25秒 白雾猜测着数字的含义暗动了快门 相机的闪光让众人疑乐 所有科技物品在塔外都是失效的 除非是寄灵物品 作为相机的主人白雾也得到了寄灵信息 相机默念时间就能拍到过去的影像 不过他7天内只能使用两次 照片中是一名少年 表情癫狂地在屋子中央望着镜头 白雾看着照片向五九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队长高等级的恶朵会具备智慧吗 五九表示恶朵畸形化是必然的 但少数恶朵会保留着人类时期的语言等特性 而极少数恶朵 与其说他们是恶朵不如说他们是进化者 白雾闻眼点点头算是回忆 随后举着照片说道 这个照片里的少年应该就是这栋楼的镇守者 按照队长的说法 他恐怕是等级极高的恶朵 之前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恶朵 大概率就是被这个小家伙给 话音未落 所有人都听到了来自头顶的声音 一只庞大的恶朵已然出现在眼前 五九的手按在了恶朵必须死上 神色从容地让大家准备战斗 自己则直接一跃而起挥刀砍出 可这一击攻击却并未能够命中 恶朵也不再掩饰自己癫狂的笑声 只是轻轻挥动手臂就将地板砸了个窟窿 本就离他最近的白雾来不及逃开 音声向楼下跌去 五九立刻放弃进攻一个踏步向白雾抓去 可白雾本身半生之力很低 根本无法借力翻身 二人一同向深处坠去 这所精神病院没有一个医生 可所有病人都能在此得到治疗 谁说治病非得要医生呢 当白雾一行抵达第二病动负食六层时 无边的黑暗将每度杀之灯的光芒侵蚀到了最低 盘踞于此的恶朵立刻现身一击挥出 五九未救白雾二人一同向下坠去 还好下方的层级也不算特别深 白雾醒来时就发现五九在探索这片区域了 他没有理会普雷尔之眼的吐槽 马上起身询问他们这是到了哪 五九告诉白雾他们现在应该在最下层 这一层没有任何病房且混乱不堪 预估至少有超过十种恶朵曾在此战斗 唯一值得考量的是这面墙上的数字12 因为此前所有的战斗都没有波及他 这是一个认死里的家伙 他号称第十二号门徒所以一直偏爱这个数字 白雾看着这个数字有些不解 普雷尔之眼被注门徒那自然就有导师 可这个跟精神病院怎么看都不搭杠 这时白雾两人身后突然掉下一个东西 两人立刻上前查看 副十七层十二号病房房门 吞噬了十六层那个蜘蛛女后 我不仅是最强大的完全体 还有了二十三个听话的奴仆 他们都是我的底牌 二十三张牌你能瞄我 白雾有些无语 看来卢老爷在一世界后继有人了 后续战斗结果估计是十分悲惨 不过被注标明的显然并不是病房房门的信息 而是住在那间病房恶朵当时的内心想法 副十七层十二号病房 那应该就是照片里的那个小淘气吧 想到这里白雾闭眼开始拼接信息 这第二栋楼一路走来 虽然没有遇到除了小淘气之外的恶毒 但每一层它都能在第十二间屋子的门上 看到略有价值的被注 从最初得到的日记来看 精神病院的事情发生在2026年 也就是说那时候人类还没有进入高塔 这个精神病院是恶朵逐渐一变的场 副一层十二号房门 这所病院既是监牢也是禁忌场 这里的怪物一些是被制造出来的 有一些则是被城市里某个面具怪人送来 他们厮杀后最强大的怪物才能前往下一层 这段被注算是印证了白雾的猜测 既然有部分恶朵是被人送来的 那这座医院应该是处于高塔时代到来的前几年 副三层十二号房 我吃掉了格罗 他的死亡预感对我很有用 希望第四层能碰到有趣的家伙 副四层十二号房 我不会死的 我避开了预感到的所有死亡 但这一层的食物一点也不好吃 这些家伙甚至没有被我吃掉的价值 副六层十二号房 终于遇到了一个有趣点的对手 出于尊重我以利亚会把他吃得一点不胜 看来普雷尔之眼说的小淘气就是以利亚 这些都是他一路向下征服的历程 副九层十二号房 我能够预感到已经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但我会很温顺 我会假装屈服他们 直到我吞噬了所有的怪物 副十三层十二号房 我离光明越来越远 但距离老师所说的真理越来越紧 我就快要成为完全体 等到我出去 我会成为老师最强的兵器 把那座塔给劈开 白雾直觉这座塔应该不是高塔 这个时候应该还没高塔的存在 副十四层十二号房 我怎么可能会说 它只是一个来自一栋的废物 怎么可能和本天才相比 副十四层的时候 白雾看到了转折 这些话意味着 之前第一栋十一楼没找到的小可怜 在过去就曾被转移到了第二栋 而这个第十二门徒以利亚 一路过关斩将来到十四层 结果被从第一栋转移来的小可怜给终结了 白雾在第一栋得到了一把梳子 而梳子就是终结怨气所化恶朵之手的关键 单单只有一缕怨气就如此强大 而之前路过副十四层时 那里墙壁并没怎么损坏 也就说小可怜轻松垂扁了小淘气以利亚 以利亚如此不甘怕是被打自毙了 那小可怜就该是第四栋的终极爆发吧 副十五层十二号房 一只手两只手 此处省略八千字 不是我弱 只是我还没有吞噬到足够多的食物 十六层里原来有这么多有趣的食材 有了这些家伙我一定能够打败他 因为我的痛苦在他之上 看来以利亚年纪不大还有中二病 结合刚刚副十七层十二号房门备注来看 这个可怜的第十二门徒以利亚应该又输了 毕竟卢老爷的旗帜不是谁都能立的 在之后他被留在了第二栋 打败他的小可怜就被移动到更深处了 以利亚也没能向那个未知的老师证明自己 想到这白雾睁开了眼睛 告诉五九自己已经弄清了十二的含义 并将自己的推断告诉了五九 医院第二栋楼是制造高级恶朵的场所 数字十二指的是第十二只恶朵以利亚 这里至少制造出来过十二只高级恶朵 五九文言有些交集 要知道王氏等四人可还在上面 让他们应对高级恶朵还是差点火候的 白雾没有回答 因为他眼中弹出了不同意义的备注 是以利亚所狂热崇拜的那位老师手下 至少有十二只高度激变的恶朵 而不是这里 就在这时 白雾二人面前突然睁开了无数眼睛 王氏四人已经败了吗 这个世界的人挂机就能变强 唯一要做的就是走出家门 可敢走出家门的人却寥寥无几 只因七百年前末世降临 一种名为恶朵的怪物占领了世界 人类生死存亡之际一座高塔突然出现 成为了这末世最后的安全港湾 而只要走出高塔范围 哪怕生存一秒都能获得非凡力量 但相应的就要面对各种诡异与扭曲 而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 高塔内人们被分为了三六九等 上层人会肆意捕捉下层人丢到塔外 用他的生存时常下注赌博换取娱乐资本 而白雾就是一个被取乐的乞丐 当他醒来就已到了这个极其炎热的室外 但比起自己在哪 他更好奇的是天空 因为在凝视天空的时候 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对话框 对话框提醒他此地气温六十度 且以每分钟零点二度的速度上升 白雾看到后坐了起来 背后有着非常严重的烫伤 眼中的对话框依然在喋喋不休 但现在白雾已经在思考其他事情 当他看向某处相对完好的建筑约三秒后 对话框也发生了变化 一处七百年没有人使用的公共厕所 危险指数为三星半 里头的恶朵中度激变 服务态度非常热情 随即他又看了看其他的废墟残海 几次试验后 他确信自己能够看到某种信息 只要目光停留在某个物体两三秒 就会弹出风格欠奏的对话框 最后他把目光转向手腕处 我这是穿越了 为何会戴着手铐 这一世我变成了罪犯吗 白雾上遗失的记忆里 最后的动静是一声枪响 来自一起凶杀案的真凶 而他是某行针大队的特警 有着绝佳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解密能力 而且他从小异于常人 是个负面情绪绝缘体的体质 他父亲去世白雾都未曾掉过一滴眼泪 这时对话框中的话将他拉回了现实 有些手铐不正经 表面是手铐 背地里却是四层贵族们的监视器 但最好不要毁掉他 现在还是找自然要紧 再晚你就考交了 白雾走在街头快速思考着 看起来我穿越到了很奇怪的世界 而且我应该处境很无妙 人体在71度环境中能坚持一个小时 在82度时能坚持49分钟 他的时间不多了 另外还有监视室吗 想到这白雾似有感应的抬头望去 这一幕也同步出现在了贵族取乐的大厅内 这些达官显贵们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不是说蓝色区域都是急温事件吗 他怎么还没死 庄家不会找了一个天赋者假扮奴隶吧 白雾很快长须一口气候 继续向前走去 他心中默默回忆着这具身体远主的记忆 700年 高塔 恶朵 贵族 手铐 环境 所以这是一场关乎生存时间的赌局吗 白雾心中只有一丝明了 因为他继承的记忆非常少 而且现在气温估计已经70多 当务之急是找到一片阴凉地 这时一阵水声突然传来 白雾立刻转头看去 塔外世界的规则果然离谱 这种天气下还能遇见水源 亚里士多德的棺材板块压不住 白雾没有理会对花矿的废话 转身来到消防栓旁 700年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居然还有设备能用 而且在如此高温下 水竟是冰凉的 白雾越发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 既然如此 那么至少在下水道里气温也不会这么变态 而水流能喷到这附近也就是说 通往地下的入口不会太远 道路边缘白雾很快找到了前往地下的入口 警戒早已被撬开 白雾没有细想 这具身体已经快要到极限 而且真正的破局方法是找到回到高塔的路 不过在进入地下前他还想做一件事 为了向上面的人表明自己与赌毒不共戴田 但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人是用哪种语言 大概表达一个意思吧 与此同时 高塔四层贵族空间内 众多贵族再次陷入了沸腾 他们不理解 这个没有天赋序列的乞丐怎么还不死 而白雾没有猜错 国际首饰即便到了异世界也依然通用 同样在贵宾看台上一名红衣贵妇拿起了电话 斥责着下属没有认真检查货源 电话另一边负责这次赌局的人也很惶恐 冷汉已经爬满了脸颊 挂了电话后 立刻向旁边身穿铠甲的男人吩咐道 蓝色区域的恶朵十分强大 你最好控制好你的情绪 这些怪物但凡嗅到一丝负面情绪 就会发了风一般攻击 不过你也要记住 即便是你生死 也绝不能让他活着 此刻白雾已经来到了下水道 令人惊奇的是下水道的水晶波光灵灵 水面上倒映出了他的脸颊 对话框再次开始吐槽 一个高塔底层的小乞丐 居然有一张颜值九分的脸 不公平这很是不公平 我要和你记见 白雾有些无语 起身继续观察着四周 前世的经验告诉他 既然设了赌局总归要控盘的 自己现在不在监控范围内 必然会有人来找他才对 他需要找到解决来人的办法 片刻后他停下了脚步 也恰好在此时他听到了另外的脚步声 找我的人来了 白雾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微笑 顺着若隐若现的脚步声 白雾的视线聚焦于远处黑暗中的来人身上 半生之力二阶四段 天赋序列755钢铁武装 实力大概能和精锐及恶朵打上一个回合 堪称上将攀奉 当然你这个行道容也不要得意 要掀开你的头盖骨还是轻而易举 白雾还不清楚天赋序列是什么 但他知道对方想要杀他可并非轻而易举 下一秒白雾躲在暗处直接开口 我的老伙计你可算来了 这磨磨蹭蹭的速度简直比土拨鼠还要慢 来人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白雾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听懂 但看这反应应该八九不离时 下水道的黑暗让来人无法分辨他在哪 白雾继续嘴顿 二阶四段还拥有钢铁武装的人就这速度 你用的该不会是印度时间吧 好奇我为什么会知道你的天赋序列是吗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个底层小乞丐 可以在这里活这么久吧 真是天真可爱 很多人都想看我死 所以老板派你来解决我 你怎么确信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呢 一个底层的乞丐非但没死 还嘲弄了所有人 节目效果拉满不是吗 而这个时候老板安排你这个可怜鬼过来 大家也都期待着你能撕碎我 可你知道吗 真正的剧本中你永远无法撕碎我 而且你还必然会留在这里 但我却将踩着你的尸体继续嘲弄这些贵族 说话间白雾与来人已经面对面 届时庄家会开启新的赌局 赌客们会变得更加疯狂 那么现在你准备好接受这份终极大礼了吗 此刻白雾的头顶出现了一只诡异生物 来人的脚步也停了下来 下一秒恶朵竟直吵来人扑去 凄厉的惨叫和吞噬血肉的声音充满整个地底 原来白雾找到的解决办法 就是这个世界独有的恶朵怪物 先前他从对话矿和原主记忆碎片中得知 恶朵是靠负面情绪锁定人类的 而他白雾恰恰是个生不起负面情绪的怪人 刚才靠言语一步步诱导来人生起惊慌情绪 而在蓝色区域 哪怕很细小的恐惧也是致命的 白雾等待恶朵离去后蹚入了水中 摸索一番后 他找到了一枚黑铁材质手掌大小的圆盘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回程装置 很简单扭动它 你就能打哪来滚哪去 对话矿依然给力 当白雾拧动圆盘后手铐掉了下去 对话矿也再次变化 当前区域探索度4.5% 恶朵胜于35只 该区域拼图碎片尚未获得 我的评价是走个过场 白雾看着对话矿再次泛起微笑 他心中还有非常多的问题 希望塔内能有趣一点 他是末世中最废物的乞丐 贵族各军队却拼命争抢求他加入 只因他不仅在末世最危险区域存活了两个小时 还轻松反杀了贵族派去的精英杀手 可白雾对此却并不感冒 他更希望自己能加入难民军团 因为他杀掉杀手回到高塔后 通过塔内审讯组的科普 知道了这世界的规则 比如杀手信息中半生之力二阶四段 就说的是人类基础能力的等级 而想要提升半生之力的等级 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塔 在塔外待的时间越久 半生之力的增幅就越高 物品在塔外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 这里的人将其称之为纪灵 另外杀手的天赋序列755钢铁武装 则说的是一种强大的超能力 目前统计天赋序列一共有1024种 并且越靠前的序列越罕见 同时也越强大 但这个也是在半生之力的基础上觉醒 半生之力越强 则一旦天赋觉醒也越靠前 而贵族军团说的是高塔镇域军团 主要是不出塔的贵族子弟组成 难民军团是塔外调查军团 干的就是探索塔外寻求物资的物 虽然一样都是由五层统治阶层成立的编制 但白武认为这世界的规则是鼓励人出塔 自己面对恶毒不会有情绪上的威胁 而且自己是乞丐 就算混进贵族也不过是鱼肉而已 而塔外调查军团对他也很感兴趣 军团七队队长五九和十三队队长刘牧 正在听着审讯组的汇报 当听到审讯组不但没问出白武的秘密 还被白武反向套了一堆情报时 十三队队长刘牧当场就笑出了声 还好丢人的不是他们队的审讯组 而五九对此也并未生气 毕竟白武问的都是些三岁小儿都知道的问题 但这也让两个队长对白武更感兴趣 白武到他们手中是一个贵族女人的手柄 他们不知道看不起调查军团的贵族为何证据 可他们也查出了白武先前的牛叉经历 白武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塔外调查者 擅长审讯的刘牧听到这战起了身 他要亲自去会会这个神仙 这里虽然是五九团队的地盘 但在塔外蓝区独自生存24天的五九可不擅长这里 半生之力都巴结得他更擅长将恶朵一分为二 片刻后刘牧来到审讯室将其他人打发了出去 可还没等他对白武说一句话 白武立刻表示自己愿意加入调查军团 但他不会去刘牧的队伍 他要留在这个审讯组所属的队伍 刘牧猛逼自己的最终目的好像已经完成了 可好像自己什么都没做 白武则继续说道 你们没有处理掉我 说明你们和把我扔去塔外的不是一伙人 而从刚才审讯组人的反应来看 说明你的出现不合理 显然你并不是他们分队的对折 这时白武瞥了一眼刘牧的右手手腕 你的腕关节处是凹陷下去的 说明你的惯用武器是盾牌 因为用盾的人受力点便是腕关节 正常人腕关节处是凸起的 而手腕骨下移三厘米处有一刀疤 说明盾牌必然处于损毁状态 因为你既然是塔外调查军团的分队者 半生之力等级自然不会低 用盾还被刘下巴说明盾破 并且抬起盾护住脸的时候 恶多的爪子刚好就会击中手腕下移三厘米处 刘牧此刻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白武眼见忽悠成功 立刻提出要求 我需要一份完整的天赋序列周期表 如果你能帮我弄来的话 他话还没说完 刘牧已经跑得不见踪影 现在的刘牧只在意一件事 这样的人才怎样才能弄去自己的十三队 十五分钟后 刘牧风风火火地赶回 他看着快速翻着天赋表的白武有些不解 白武似乎对高塔的认知非常缺失 白武当然不可能说自己是穿越着 只说自己大概是失忆了 可能是之前抓他丢塔外的人动了手脚 好吧 刘牧也没纠结这个不太重要的事 坐定后也顺着白武的翻看讲起了常识 他说整个塔内下三层中 序列最靠前的便是五九 天赋是256号的吉印 更靠前的已经许久不曾出现 而前一百在刘牧眼里是神之领域 只听说二十多年前的一名矿工 觉醒了天赋序列76的绝对容紧 看来那个人下场不太好 白武文言直接说出了结论 刘牧张了张嘴但还是点头 那人直接消失了 事情也很快被强行压了下来 我们猜测他被更高层的组织带走了 可能是统治者层及第五层甚至是第六层 白武没有说话 关于高塔目前已知只有六层这件事他已经知道 而且他现在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天赋序列24普雷尔之眼 能在视线聚焦处 看到风格合乎自己性格隐藏面的备注解释 白武确定自己的能力就是这个 但天赋序列表上并没有前五是天赋的其他实影 显然这些都关乎着某个极为重要的信息 不过备注的风格说是合乎自己性格的隐藏面 自己的隐藏面有这么见吗 这具身体原主为何有如此靠前的序列 他并不清楚 半生之力如此弱小 也说明身体确实是第一次出他 看来自己这具身体的秘密也不小 想到这他立刻询问刘木 这里的机构会强制检测天赋序列吗 刘木表示天赋序列都是个人私有的 个人不说就不会有人专门检查 而且天赋序列一个人只能拥有一种 但按照第六层传下来的说法 也可以靠击杀极为强大的恶毒获得额外序列 不过这种恶毒还是祈祷别遇到的好 白武也明白自己的普雷尔之眼并不适合战斗 可如果想要自保 就必须想办法出塔弄些别的天赋 这时刘木忽然咳嗽了一声 好像准备谈什么证实 白武瞄懂了他的意思 序列表往他胸口一按 对不起刘哥你是个好人 但我选择第七队 刘木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人拒绝了 白武则边起身向外走去边说道 在之前的审问里我得知 第七队在十六个分队里出塔最为频繁 刘木文言更不解了 这难道不是一个劝退的理由吗 但他还是很快表示自己可以把白武放在先锋中 其他一切要求都可以提 白武摇头继续说道 刘哥你肯定还是单身吧 刘木猛了的大逼 白武继续道 记住 一定要选择对你先天有好感的 如果看上了某个人一定不要客场作战 你输在吃了后下手遭殃的亏 而且 十三这个数字不吉利 白武说完出门加关门溜之大吉 刘木已经实话当场 我蛋 而第七队队长五九已经在外等候多时了 他说自己已经给白武弄好了底层功名身份 之前白武没有功名ID并不是什么大事 此刻普雷尔之言也跳了出来 你懂的 你在玩游戏时 往往会在新手村遇到一个强大的后期NPC 这个身高只有一米五九的小矮子 大概就是这样的定位 他身上藏着第六层也很感兴趣的秘密 五九不知道自己身高的秘密已经暴了 只说他叫谷清韵 让白武叫他谷对就好 好的五九 白武文言立刻叫了他一声 也许这是白武隐藏面在作祟吧 五九脸色铁青的看了一眼身后审讯组二人 好在外号被人叫多了 五九自己也不甚在意 这是白武竖起手指继续说的 我要提一个要求 五九也秒懂 如果你不想去塔外也可以去审讯 正好最近积累了非常多的案子 白武嘴角微笑在起 并不是这个 而是我想明天就出塔 军团队长对此也十分不解 他半天前才好不容易从塔外私立逃生 现在却又这么着急出去是什么意思 但队长五九也不是什么正常上司 转头就答应了白武的要求 只是告诫白武他的半生之力不过一接三段 出塔后跟好不要拖别人后退 让白武明天跟自己一组出塔去白色区域 白武并未理会五九的告诫 他知道自己的半生之力 是之前在蓝色区域活了两小时得到 可他还不知道这些颜色区域是怎么划分的 便直接把话头跳到了这个问题上 一时间众人都更无语了 啥都不知道还总想着跑出去 五九没有理会白武的弱智问题 直接离开帮白武办理其他手续去 审讯组的薛慈和云书只好接替了接待白武的工作 他们告诉白武塔外区域分为白蓝紫金红黑六种 大概就是越往后越恐怖的意思 随后先帮白武换了身衣服后 待他熟悉起了高塔一层的环境 片刻后众人来到了下层区的简陋港中 但他们一进港中就被一块巨大屏幕吸引了注意 屏幕里穿着调查军团做战俘的人正在叫卖 就差把手中的铲子吹上天了 白武的普雷尔之眼见白武看得入神 马上跳出来开始吐槽 让白武赶紧挪开狗眼找美少女看看 好家伙自己喷自己可还行 此时一边的云书却一点愤怒 显然屏幕里的人绝对不是调查兵团的人 转头就要找五九队长端了人家老巢 薛慈连忙将准备给白武的东西丢来去追云书 毕竟塔内势力混乱 可不能让云书不顾后果的胡骂 白武倒是没什么所谓 兜兜转转间停在了一家名为橙子宝贝库的店前 半小时后他拖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家中 这是五九帮他低价租的房子 但他一进门就看到了五九给他留的箱子 箱子内的各种物资都能看出五九的星星 除此之外还有一份出塔的注意事项宣导手册 白武没有拖大狂妄 认认真真的拿起手册看了看 新人出塔会配备情绪检测万表 当佩戴者情绪波动达到七十五便会触发警报 所有调查军团成员必须遵守规则 在手环报警的第一时间里启动传送轮盘 毕竟人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否处在情绪失控状态 能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化标准会减少很多麻烦 但这东西对你来说完全就是废品 普雷尔之言表达了白武的心神 不过箱子里面的另一样东西你肯定有兴趣 非意志性情绪镇定计 当距离恶朵足够近 且表盘只是即将进入危险区域时可以注射此物 会短暂地让人进入平静状态 效力在五分钟左右 意志效力结束后情绪会进入亢奋状态 任何负面情绪都会放大 不到万不得已尽可能不要用 情绪弹簧原理嘛 白武看到这里拿起一只就冲自己扎了一针 随后便默默地数着数字 等待着五分钟后的情绪反弹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悲伤或恐惧等情绪了 三百秒转瞬即逝 到了时间后白武回忆者过往的一些经历 依旧没有丝毫感触 五九不会拿些假货来开玩笑 但如今自己确实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抗论 甚至有点想睡觉 算了本来就不该有什么期待的 次日清晨 白武准时来到了出发去外面的地方 他赋予了这些石碑打通空间的力量 但石碑的用处其实是堵住高塔顶端的那个家伙 普雷尔之眼事事被主 这时五九一行人也走了过来 另外四个人白武都不认识 不过他们四个也并未装什么十三 都主动跟白武打起了招呼 王氏 一个生于高塔三层的富家子弟 却总想着追求鲜血和刺激 身为一个猛男 他自然也爱搜集芭比娃娃 林无柔 来自二层 长得比女人还好看的娘娘腔 说话毒蛇还热衷之解 要不你试一试收复他 林无柔的衬衣看起来都是黑丝的 白武见此也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小妹妹真好看 伤小瘾 一个实打实的怪胎 表面上一副小奶狗模样 打起来却是这几个里面最疯癫的 经常因为杀的上头被矮子强制拉回高塔 白武知道普雷尔之眼说的矮子是无角 伸出手想跟伤小瘾握手 可突然伤小瘾被最后一名女队员撞开 女孩接替伤小瘾握上了白武的手 尹霜 和尚队的唯一妹子 她是一个复仇者 和那个小矮子一样 身体里同样藏着第六层也感兴趣的秘密 是几个人里最像正常人的那个 六层感兴趣的秘密是什么 莫非是稀有序恋 普雷尔之眼不是系统 白武的疑问得不到回答 不过面前这一组的画风 给白武的感觉大概就是全员恶人 五九告诉白武组内第六名队友已经死了 现在白武就是第六位了 随后便独自往出塔入口走去 这时白色石碑上的光芒亮起 后勤人员注意 准备接应返程人员 确认先前调查班安全防卫 白武看到这一幕也理解了塔内资源的来目 人类前往高塔外的世界是随机的 所以需要有调查军团的人先负责区域排查工作 清理完成后再安排底层人去劳作开垫 石碑上的数字编号应该就是他们探索的目标位置 而白武一行人自然不用排队 这些底层的调查军团成员 没有人不认识五九这个大老 而且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不是开垫可比的 在五九的首处碰到白色石碑的瞬间 宫格上方立即有一串数字编号生成 白光也瞬间将五九的身影吞没 眼见五九已经离开 众人也纷纷上前输入五九离开时的编号 一个个消失在高塔之内 可到了影霜的时候他停了下来 影霜又把一些注意事项对着白武讲了一遍 告诉白武编号输入暗横列递增 让他先操作一遍进入传送 白武答谢一声 心想被注果然没错 明明影霜看起来才是最为冰冷的一个 但相比前面几个人 他是最接近正常人的内容 白武输入的编号是一串七位数的数字 见此他不由想到 这是否意味着高塔时代的七百年龄 人们已经探索了百万计的区域 第九精神病院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最低等的白色区域 五九看着眼前的景象也有些奇怪 这次为了照顾白武 他特地选了白色石碑 此时白武的普雷尔只眼跳了出来 如果不进入这间医院探索难度 会与预期相符 但只要进去就说不准了 谁知道精神病人会有多重的负面情绪 这里简直就是孕育恶朵的温宠 但里面藏着只有你能解开的谜题 白武望着医院招牌来的些兴趣 只有我能解开的谜题 是之前未曾获得的末日拼图碎片吗 这是伤小乙一脸被吓到的样子 说里面有很多恶朵他有点害怕 白武瞥了一眼看似害怕的伤小乙 万表波动为零 这人不仅是个变态还是个影帝 影霜也没有理会这个变态 观察了一下四周出声说道 周围没有矿藏和资源 应该是靠近城市的区域 而且背后也只有这么一条公路和白羊 王氏文言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这种场景一般都是蓝色区域才有 身为队长的五九倒是颇为稳重 气温大概在四十六度还算舒适 但不排除会急速变化的可能性 好吧也是个怪胎 普雷尔之眼说出了白雾心中所想 他只能告诫众人小心为上 这句话倒是让一直沉默的林无柔比翼出声 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现在就回去 可别吸引出恶多拖我们后腿 五九文言赶紧打断了林无柔 自己的几个队员什么德行他也清楚 随即不再犹豫 上前轻缓拉开了精神病院的大门 但众人禁院观察一周才发现 这里一共有四栋医用楼 每栋都大概有十九层 而且除了第一栋 其他楼栋下层完全封死 根本没有入口 想去第二栋就得前往十九楼 从空中走廊过去 任何违反常理的设计必然都有原因 白雾大概猜到或许医院的主人 并不希望有人前往第二栋 他将自己的想法与此地规律总结后 告诉了众人 林无柔文言冷哼了一声 也不知道是真不满还是性格实然 商小仪此刻手微微颤抖 说第一栋楼就有十七只恶朵 他现在非常害怕 白雾再次看向商小仪 一副竭力压制亢奋的作态 不用他观察普雷尔之眼 就已经开始吐槽 片刻后一行人走进了第一栋大楼 楼内的景象脏乱差不足以形容 其中一些墙面上 还涂有诡异的血红色文案 众人谨慎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玩闹归玩闹 面对塔湾世界的诡异可马虎不得 让白雾好奇的是这些血迹与文案 血迹成暗红色看来留下的时间不长 只是普雷尔之眼显然不太喜欢这个 让白雾不要试图去揣测精神病的内心 不过能看出来这些血迹和病历史这两天弄出来 是掩盖还是要指引就不知道了 王氏搜寻了一番出声 询问五九下一步怎么做 毕竟这里的房间太多了 可五九却直接扭头看向了白雾 原方你怎么看 白雾直言一间间搜或许能得到一些信息 不过最深处的秘密必然在第四栋 林无柔似乎跟白雾杠上了 一见白雾说话就要跳出来讥讽两句 白雾也没有在意 只是说他只解释一次 下次再问就请直接相信他的话 影霜看了半天戏倒是意外发现 白雾居然还有点小霸道 五九连忙再次阻止了林无柔 让白雾顺着思维继续分析 白雾也没有装腔做事 就如一开始说的 这四栋楼只有第一栋是有出入口的 如果第四栋的病人需要急救 那么他得从底层前往19层 再经过第三栋第二栋来到第一栋 最后再从第一栋的19层到达某一层景 这个时间病人基本能物色好投胎对象 因此从逻辑上说 这里的构造比起医院更像是个监狱 而犯人逃跑的线路只有一条 就可以很容易地把控住 既然是监狱 那么最深处的必然是第四栋 就是整座医院最核心秘密的地方 说到这王氏首先表示了认同 反正他从来也不需要动这个脑子 可就在这时商小已打断了众人的讨论 指着旁边让大家停下 只见旁边电梯门的上方 原本黑着的电梯忽然亮起了一个数字 五九立刻让队员们开始警戒 这是作为队长应有的职责 然而商小已却兴奋地捋了旅秀法 看来我们不用一层层的爬楼梯了 白雾更是干脆扯开了话题 表示他现在非常好奇 照理来说塔外七百年没有人居住 这些城市医院都早该坍塌崩毁了 但为何一些设施还能正常运作 就比如说他一开始遇到的那个消防栓 五九面色也没有丝毫慌乱 表示他们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比如游乐场里面时不时会启动一些道具 塔外的某些规则很奇怪 似乎变动的不仅仅是空间 白雾文言点点头 也就是目前的信息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只能暂且将其归类为设定 交谈间电梯已经顺利到达了一楼 电梯里必然藏着恶朵 六个人都已经看出来了 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直不知该怎么形容的恶朵闪亮登场 这是场精神病与变态的游戏 苍蝇头病人扒开电梯朝变态扑去 小变态却捋了铝头发即将失敬 大变态打个响只想要转手围攻 中变态觉得这家伙一看就不好吃 纠集变态白雾看着滚落的苍蝇头有些无语 果然精神病人与变态势不两立 白雾的目光随即转向中变态五九的武器 恶朵必须死 物品纪灵等级19天 能够再触控到恶朵的瞬间附加破防和虚弱的力气 五九十分淡定地收起了刀 二级即变的恶朵不足为惧 走吧现在前往这栋楼的19楼 白雾没有理会五九的装十三 他想起五九在塔外有一次存活了24天 看来这把刀也是那时候机灵的 这时大变态王室和小变态商小已从他身边走过 嘴里嘟囔着自己还没爽到恶朵就无了 让白雾也赶紧跟上 可白雾却俯下身子捡起了苍蝇头 来到病人的身边拼接了起来 病人除了脑袋长出了苍蝇口气壮物体 身体与人类的区别不是特别大 看来二级即变意味着对方与人类还有些许相似 而且对方没了生殖器官 似乎是把没有必要存在的东西进化掉了 白雾一边分析一边在病人身上摸索起来 很快从病人口袋中掏出了一页日记 大致内容就是这个病人的执念 以及提到了十一楼还有个特殊的女孩 日记指张边角有撕裂痕迹与褶皱 应该当初藏匿的时候还与人发生了争执 而日记的落款日期是2026年 也不知道距离如今的高塔纪元704年有多久 并且日记也如同电梯般700年丝毫未变 其中可能涉及的规则让白雾陷入了沉思 这时跟他不对付的林乌柔出声催促起来 白雾这才收回心神走进了电梯 告诉众人后面的危险程度可能会超乎预捕 并且十一楼就有个有趣的存在 随后也不等众人搭话 他便自顾自地按了十一层 当然也没忘调侃一下催促自己的林乌柔 让林妹妹之后可要小心点 白雾话音刚落 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就忽然响起 不过伤小已却再次面色潮红起来 显然变态是不能被人们理解的 十一层很快到了 这一层的构造基本全是用来囚禁病人的屋子 奇怪的是大楼内并没有任何窗户 就镜头有两间医生的办公室 声音也是从镜头的这间屋子传来的 带着渴望与气愿的一语营绕在白雾耳边 仿佛两种不同年龄和情绪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 就在这时一滴黑色液体滴落在影霜肩上 下一秒天花板上忽然渗出了一只漆黑的手臂 直接抓向了毫无准备的影霜 人情绪产生了波动 他立刻让队友平复一下情绪 但事情并没有如无久预料的那般平息 天花板更多恶惰之手迅速探出 林无柔一边吐槽一边出手还击 他的情绪万表数值已经达到了十一 王氏大鹤出生猛难力爆棚 不过他的情绪万表数值只有九 而伤小已兴奋的跟苍蝇见到了十 让众人不要再跟他抢这些玩具 但他的情绪万表数值目前只有七 队伍里唯一的正常人引双妹子快速躲避 可他的情绪万表数值达到了二十一 杭霸子吴九瞥了一眼自己的万表 冷静出声让大家速战速决 他的情绪万表数值只有三 而白雾现在寂寞地站在走王中央 看着吴九等人斩杀手臂 情绪万表数值永远只会是零的他 现在无聊的都已经犯困了 不过他也知道队友都是正常范围的数值 距离危险线还很远 只是变故来得快他们应付的有些仓促吧 这时吴九似乎心中有些烦躁 猛然发力身体拉出了一串虚意 似乎怎么也展不完 天花板更多更粗壮的手臂再次探出 这次遇到的恶朵似乎是很罕见 只要稍有情绪波动 他就能感知猎物的存在 而往往这种恶朵也都极为强大 这时林无柔诧异地看了一眼白雾疑惑道 为什么他那里没受到攻击 白雾打得哈欠柔柔眼 我甚至有点犯困 倒是尹双知道为什么队长会让白雾做第六人了 这人胆子大的离谱 伤小已百忙之中也回头看一眼 他的数值居然是林真是个怪物 而后继续在恶朵身上开始耕耘 白雾也懒得继续待在这看人打工 表示让大家先忙着自己去前面探探 五九的身影模糊刀法极快 让白雾就在那里别动自己这边马上就好 白雾不以为意 他看出来在众人情绪数值彻底平复前 这些恶朵之手是不会停止攻击的 所以直接挥了挥手 静止朝着走廊镜头的房间走去 王氏是典型的肌肉物理流派 他靠着怪力就能将这些手直接撑破 但他对白雾的表现也十分好奇 询问五九是从哪找的白雾这一怪胎 五九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只是说如果白雾的情绪波动是个为数的话 那或许的确是他天生胆气过人 但如果是零 那要么就是情绪检测器出了问题 要么就是他有问题 白雾则没在理会深厚的交流 静止推开了房门 这是一间比白雾想象中要大不少的屋子 地面同样脏乱不堪 屋里还有一座颇为精致的铁路 普雷尔之眼告诉他这是一座寄灵的狗 他完美地履行了身为囚龙的使命 从头到尾那个可怜的小家伙都没有挣脱开囚龙 直到最后小家伙被人放了出去 生而为龙他很抱歉 同样这条锁链也是寄灵物品 不过以捆绑推的规格来说他确实重了点 但如果是镣铐的话那就刚好合适 这一地散落的针管里头 装过各种镇静剂和一些奇怪物体的血清 一针下去神清气爽 两针下去强身剑体 三针下去烦恼还童 摄像头 像素挺高但没什么好说的 建议你在影霜家里装一个 他喜欢裹睡 白雾有点无语 忙把视线转向了别处 不用看了这屋子里的文档已经被销毁 屋子的主人也被可怜的小家伙给通话 曾经这两间屋子有不少信息 但现在你最好将注意力放在桌子上 白雾再次环顾四周 确定没有遗漏后来到了桌子旁 基于是小可怜视线里为数不多的布景 他没有被毁掉 而是成了给后来者的一个选择 这三样物品会使你获得三种东西 天赋序列 小可怜的友谊 小可怜的憎恶 你必须谨慎选择 因为选了其中一样 另外两样便会消失 白雾皱起眉头看向了那本日记模样的档案 我翻开档案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哦拿错台词了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这是一本档案 里头有着很多你和小矮子想知道的细节 不过小可怜见到他是会给你憎恶友谊或者天赋 这可得你自己琢磨 白雾当然不会认为这恰好就是高塔时代前的历史书 档案里记载着自己和五九都感兴趣的东西 这里头或许有一部分历史真相的线索 他随后看向旁边的物品 这把钥匙并不是笼子的钥匙 它可以解开某个关键地方的锁 这或许是洁净又或许是深渊 白雾挠挠头现在的心情很不美丽 因为没有一些情绪的感应 他整个人感觉空荡荡的 毕竟前世他是个十足的全存档搜集孔 而最后一件物品梳子没有任何信息 他并不清楚选择其中一样会带来怎样的厚务 三个选项里 上上千是见到恶朵后会赋予自己天赋序列 中上千是恶朵的好感度 而下下千是被恶朵仇视 虽然他应该是天然就仇视人类 与此同时 屋子外面五九一行人的情绪也平静了下来 恶朵手臂也慢慢不在身处 可就在他们准备进屋找白雾时 白雾房间的房门突然猛然关闭 房外队友声音也变得焦急起来 开始砸门呼喊白雾的名字 可就在他们试图打开房门进入屋子时 恶朵手臂开始疯狂从四周的墙壁上拧出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的情绪都开始波动 好不容易归零的万表数值又开始急速增长 即便他们能够应付眼前的局面 但越发浓烈的怨气也让一行人内心开始不安 而白雾并不知道在他即将做出选择时 整个十一层的怨气也变得极为浓烈 自顾自地开始对目前已知的信息分析起来 凭借前世行真经验他大致能确定 过到尽头的这两间屋子应该是一个实验室 除缺现在见到的 实验室里原本应该还有不少道具 但都已被销毁 实验对象平日被关在笼子里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而实验的过程便是注射某种试剂观察反应 这种试剂或许和恶朵有关 并且这个过程里实验对象曾经被人探访过 或者说他的意念接触过其他人 当时他的意念应该还不是怨念 白雾推断的依据是一楼的那只恶朵所留下的信息 一楼死去的恶朵在变为恶朵之前应该没有见过他 至少院方是不可能让这些怪物见面的 他或许是通过意念与其他人交流 这是一个他和其他实验体的秘密 毕竟是院方的话肯定也不希望实验体之间私下交流 而底楼的恶朵曾经担心他会被转移去第二栋 事实证明他也的确被转移走了 可见他的能力被发现了 也或许是有其他接触过他意念的实验体告明 由此可以推断 就会被集体转移去第二栋 但为什么会有一把梳子 而且白雾的普雷尔之眼也没等给出任何信息 从一楼恶朵纸条上的字眼上看实验体是女性 只是这样的环境又怎么会用到梳子 白雾再次催动了自己的眼睛 然而得到的依旧只有吐槽 白雾脑海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推测 如果他的共情能力是健全的 他此时便会涌现出负面情绪的某一种 可惜他的情绪万表素质依然是零 与此同时 门外的林无柔有些惊慌 他不清楚白雾到底在干嘛 为何没有回应 王氏则不断地对怨气发起冲锋 表示难道是白雾在屋子里遇到了恶朵本体吗 唯一能够感知恶朵存在的便是商小女 但走廊上回荡着商小女癫狂的笑声 恶朵怨气虽然浓烈 可他的面容因兴奋而扭曲得比恶朵还恶朵 眼下根本指望不上 尹霜作为队伍中最正常的人类 面对突然暴涨的恶朵之手有些吃力 并不是他的实力不行 而是他万表数值已经到了72 距离危险线75就差一点了 好在有王氏一直在旁接应 这大块头还是蛮有安全感的 无久的一对丹凤眼眯成了一条鞋 原本就极为夸张的速度竟还能再次提升 刀光剑影充斥着整个11楼长廊 没有到临界点众人并不打算放弃白雾 就在这石门把手转动的声音响起 白雾手里拿着一把牛角树一脸平静地走了出来 所有的怨气在瞬间荡然无存 嘴醉毒的林无柔将绝活憋了回去 一脸不爽地问白雾怎么还没死 白雾通过伤小一脸上还未退去的狂热 也大概猜到了方才走廊上发生的事情 无久则用询问的目光看向白雾 如果不是怨气的主人被解决 为何方才浓烈的怨气会瞬间消失 但白雾没有解释什么 比如里头的情形以及为何选择了那把梳子 只是说算是暂时压制了源头 不过稍后应该还会遇到的 说话间他走在了队伍最前面往电梯口走去 一组的成员们神色怪异 尤其是林无柔 他一甩长发冷哼一声 内心有种装逼没装过这个新人的感觉 见队友没事王氏倒是很恶 只有伤小已显得意犹未尽 脸上的红韵久久不猛散去 影霜没有理会众人慢慢地调整呼吸 尽可能将万表数值降了下去 白雾一行人再次乘上了电梯 电梯缓缓上升 不待众人提问白雾首先向队长五九问道 恶朵是不是由人变成的 是不是一直待在塔外我们也会变成恶朵 五九沉没了两秒后平静恢复 看到你手上的万表了吗 十五过后表盘颜色是橙色 这个数值下整个区域的恶朵都能嗅到气味 而一百七十五的时候表盘的颜色便是红色 这时电梯门突然开启 十九层到了 五九没有继续再说 但白雾已经知道了答案 红色数值是在一百七十五到三百 这个区间想必就是人类恶朵化的开始 简而言之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就能和恶朵一概而论 电梯门外依旧是漆黑一片 五九先行一步走出电梯打开了探照灯 十九层和之前的楼层构造略有不同 首先看到的就是被改造成用餐区的大厅 此时伤小以切生生地说道 门外面有六只恶朵 等级应该比五九砍死的那只精神病要更高 说罢他就再次面色朝红起来 可惜五九知道他是个什么屌样 点头的同时抬手阻止了他 随即拔出佩刀推开了用餐区后侧的门 门后的恶朵立刻将目光对准了闯入中 各个奇形怪状倒是啥样的都有 而五九也没犹豫 单枪匹马走了进去 门外的白雾则与王氏攀谈起来 队长他一直都这样的吗 王氏面色轻松并不意外 表示虽然他才是队伍里的先锋 但队长五九总是会冲在最前面 不过也不用担心 到现在为止的确见过队长对付不了的恶德 但他总能全身而退 白雾的普雷尔之眼在感叹 他的思绪则联想到了半生之力上 随即询问王氏 是不是每个人的半生之力成长方向都不一样 王氏表示是一样的 但每次升阶都会获得额外的能力 可以用于扩展个人的强项 这个过程他也形容不来 不过等白雾从一阶九段突破到二阶时就能明白 此时普雷尔之眼给了白雾答案 不就是游戏的技能点吗 五九毫无疑问是偏科型选手 全部点了速度集中一点登峰造极 王氏应该侧重于攻击力和生命力 与他肌肉猛男的形象倒是契合 林无柔则是攻击力与速度各占一部分 算是有点团队战士的身份 只是有五九这个大哥大显得没用吧 伤小已是胆汁和攻击力 只能确定他该是全队罪入 并且可以确定不是生存属性 白雾也算是看明白了 合着这队伍除了王氏 全员都是只要输出不要命的风斗 这也太不稳健了 哪有下副本不带奶的 此时五九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让众人赶紧跟上 恶朵什么的已经躺在地上横竖不一 白雾眼看身边跟着个满级大佬 便将注意力落到了恶朵身体上 三级恶朵 即便此条斩体 镰刀状的手臂可以斩断寻常金属 他们生是第九病院的保安 死是第九病院的死保安 在院长被吃掉后 他们只听令于小可年 白雾心领神会 看来这六个是第二栋的守门人了 此时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于是先出声叫住了 要前往第二栋的五九 随后表示 既然第一栋的恶朵不是五九的对手 只要大家控制住情绪 第二栋的恶朵就感应不到我们 而在塔外连续生存时间越久 半生之力就成长越快 那为什么大家不选择在第一栋挂机 林无柔文言传来了久违的吃小 菜鸟就是菜鸟连这都不知道 塔外的世界是排斥人类的 每过四小时身体就会附加一些阻碍 白雾并不喜欢速通游戏 在他看来除了炫技毫无意义 但林无柔说的设定他确实不止 五九并未停下脚步多久 不过嘴里还是解释到 比如速度减缓 五感降低 情绪波动倍增 看见幻觉攻击力下降 恶朵抗性降低又或者未光未暗等 而且每次出塔遇到的阻碍顺序都是随机的 白雾懂了 就是每四个小时都会产生debuff 这样一来确实没办法挂机练机 他有些明白五九为什么强大 五九以前独自在蓝色区域存活24天 这意味他身上挂着一百多种简易状态 还能和恶斗抗争 说话间众人已经走进了医院第二栋楼 黑暗中 包括人形雷达伤小蚁在内的所有人都没发现 此行的大boss就在他们头顶 当白雾一行人抵达病院第二栋楼时 发现这里的黑暗探灯也无法照样 五九随即掏出了一盏寄灵挂灯 附加石化减速效果的美度杀之灯 所有被灯光照射的非人类都会被减速 而这一动作 也让他们身后的恶朵没有第一时间出手 仿佛他也拥有人类的智慧一般 此时隐霜出生提议 既然病动的空中走廊在最顶层 那不如大家不必再探索直接去后面楼好了 但白雾却直接反驳了这个提议 告诉众人第三栋的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他的普雷尔之眼在进第二栋时就弹出了提示 告诉他不要试图绕开第二栋 只有前往第二栋的最底层拿到钥匙 才可以通过走廊抵达第三栋楼 而钥匙被一只淘气的小东西给吞了 虽然可以通过五九暴力通关 但建议最好活用刚得到的那把梳子 他会触发更丰厚的奖励 王室有些不解 这可不是凭脑子就能推断的 这是五九替白雾回答的问题 他一把摁在第三栋楼的门上 表示这个门拥有场景无法破坏规则 这下倒是换白雾这个开挂的不解了 五九诧异地瞥了他一眼说道 一般来说寻常的场景是可以损毁的 但如果是关键场所 便是半生之力再高也无法暴力拆除 所以他认为白雾说的第三栋的关键是存在的 而白雾不想暴露普雷尔之眼没在说话 队友们也不想逃根问题 一行人便来到了通往下一层的入口处 可伤小已却发现这第二栋的电梯不能使用 白雾凑近看了一眼 这不是十九而是零 这栋楼很傲娇 本来就没有电梯 但他假装自己有电梯 在你们下面的层级是负一层 这照应了十八层地域的格局 而你要找的目标就在地域最深处 一层层走这就意味着加大了探索时间 当众人抵达下一层也发现了问题 而且眼前并没有通往下层的楼梯 显然这栋楼的楼梯布局是Z字型的 只有像贪吃蛇一样绕路才能顺利通行 但是已至此他们也不再多言 在五九的带领下开始往下一层走去 一路上恶朵的尸体越来越多 而且还都七零八落的全室都见不到几个 光线能照亮的地方也越来越少 仿佛有什么在一直侵蚀着光明 众人抵达负十六层时 发现病房的墙壁早被打穿 可见这里曾发生过极其惨烈的战斗 此时人形雷达伤小蚁终于发现了不对 他总感觉有一只恶朵 离大家越来越近 伤小蚁这次是真的在害怕 至少他情绪波动万表的数值到了十四 王氏倒是对此地的场景更感兴趣 他认为这里必然做过疯狂的实验 这时白雾突然停了下来 拿过五九的美度纱织灯照向了旁边 因为他眼中突然跳出了一具 没头没尾的备注 在这使用相机可以看到更精致的画面 白雾略意琢磨猛然想起 自己在出发前去过一家高塔的商店 与那里的老板达成了一场 帮忙寄灵物品的交易 其中就有一台充满故事的相机 林无柔眼见白雾翻了半天拿出个相机 不由出声调侃让他少带这些垃圾 白雾没有搭理他 将目光落在相机上 备注的信息变了 虽然他寄灵的方向和我们预期的不一样 但他一样能够帮到你 心里默念以下数字对准12号求是看看 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2027年7月2号14时15分25秒 白雾猜测着数字的含义暗动了快门 相机的闪光让众人疑愣 所有科技物品在塔外都是失效的 除非是寄灵物品 作为相机的主人白雾也得到了寄灵信息 相机默念时间就能拍到过去的影像 不过他7天内只能使用两次 照片中是一名少年 表情癫狂地在屋子中央望着镜头 白雾看着照片向五九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队长高等级的恶朵会具备智慧吗 五九表示恶朵畸形化是必然的 但少数恶朵会保留着人类时期的语言等特性 而极少数恶朵 与其说他们是恶朵不如说他们是进化者 白雾闻眼点点头算是回忆 随后举着照片说道 这个照片里的少年应该就是这栋楼的镇守者 按照队长的说法 他恐怕是等级极高的恶朵 之前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恶朵 大概率就是被这个小家伙给 话音未落 所有人都听到了来自头顶的声音 一只庞大的恶朵已然出现在眼前 五九的手按在了恶朵必须死上 神色从容地让大家准备战斗 自己则直接一跃而起挥刀砍出 可这一击攻击却并未能够命中 恶朵也不再掩饰自己癫狂的笑声 只是轻轻挥动手臂就将地板砸了个窟窿 本就离他最近的白雾来不及逃开 音声向楼下跌去 五九立刻放弃进攻一个踏步向白雾抓去 可白雾本身半生之力很低 根本无法借力翻身 二人一同向深处坠去 排好下方的层级也不算特别深 白雾醒来时就发现五九在探索这片区域了 他没有理会普雷尔之眼的吐槽 马上起身询问他们这是到了哪 五九告诉白雾他们现在应该在最下层 这一层没有任何病房且混乱不堪 预估至少有超过十种恶朵曾在此战斗 唯一值得考量的是这面墙上的数字12 因为此前所有的战斗都没有波及他 这是一个认识力的家伙 他号称第十二号门徒 所以一直偏爱这个数字 白雾看着这个数字有些不解 普雷尔之眼被注门徒那自然就有导师 可这个跟精神病院怎么看都不搭杠 这时白雾两人身后突然掉下一个东西 两人立刻上前查看 副十七层十二号病房房门 吞噬了十六层那个蜘蛛女红 我不仅是最强大的完全体 还有了二十三个听话的奴仆 他们都是我的底牌 二十三张牌你能瞄我 白雾有些无语 看来卢老爷在一世界后继有人了 后续战斗结果估计是十分悲惨 不过被注标明的显然并不是病房房门的信息 而是住在那间病房恶夺当时的内心想法 副十七层十二号病房 那应该就是照片里的那个小淘气吧 想到这里白雾闭眼开始拼接信息 这第二栋楼一路走来 虽然没有遇到除了小淘气之外的恶毒 但每一层他都能在第十二间屋子的门上 看到略有价值的被注 从最初得到的日记来看 精神病院的事情发生在2026年 也就是说那时候人类还没有进入高塔 这个精神病院是恶毒逐渐一变的场 副一层十二号房门 这所病院既是监牢也是禁忌场 这里的怪物一些是被制造出来的 有一些则是被城市里某个面具怪人送来 他们厮杀后最强大的怪物才能前往下一层 这段被注算是印证了白雾的猜测 既然有部分恶毒是被人送来的 那这座医院应该是处于高塔时代到来的前几年 副三层十二号房 我吃掉了格罗 他的死亡预感对我很有用 希望第四层能碰到有趣的家伙 副四层十二号房 我不会死的 我避开了预感到的所有死亡 但这一层的食物一点也不好吃 这些家伙甚至没有被我吃掉的价值 副六层十二号房 终于遇到了一个有趣点的对手 出于尊重我以利亚会把他吃得一点不胜 看来普雷尔之眼说的小淘气就是以利亚 这些都是他一路向下征服的立场 副九层十二号房 我能够预感到已经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但我会很温顺 我会假装屈服他们 直到我吞噬了所有的怪物 副十三层十二号房 我离光明越来越远 但距离老师所说的真理越来越近 我就快要成为完全体 等到我出去 我会成为老师最强的兵器 把那座塔给劈开 白雾直觉这座塔应该不是高塔 这个时候应该还没高塔的存在 副十四层十二号房 我怎么可能会说 它只是一个来自一栋的废物 怎么可能和本天才相比 副十四层的时候 白雾看到了转折 这些话意味着 之前第一栋十一楼没找到的小可怜 在过去就曾被转移到了第二栋 而这个第十二门徒以利亚 一路过关斩将来到十四层 结果被从第一栋转移来的小可怜给终结了 白雾在第一栋得到了一把梳子 而梳子就是终结怨气所化恶朵之手的关键 单单只有一缕怨气就如此强大 而之前路过副十四层时 那里墙壁并没怎么损坏 也就说小可怜轻松垂扁了小淘气以利亚 以利亚如此不甘怕是被打字毙了 那小可怜就该是第四栋的终极爆发吧 负十五层十二号房 一只手两只手 此处省略八千字 小可怜的怨气就是化为手臂攻击 这也印证了以利亚是真字毙了 负十六层十二号房 不是我弱 只是我还没有吞噬到足够多的食物 十六层里原来有这么多有趣的食材 有了这些家伙我一定能够打败他 因为我的痛苦在他之上 看来以利亚年纪不大还有中二病 结合刚刚负十七层十二号房门备注来看 这个可怜的第十二门徒以利亚应该又输了 毕竟卢老爷的旗帜不是谁都能立的 在之后他被留在了第二栋 打败他的小可怜就被移动到更深处了 以利亚也没能向那个未知的老师证明自己 想到这白雾睁开了眼睛 告诉五九自己已经弄清了十二的含义 并将自己的推断告诉了五九 医院第二栋楼是制造高级恶朵的场所 数字十二指的是第十二只恶朵以利亚 这里至少制造出来过十二只高级恶朵 五九文言有些焦急 要知道王氏等四人可还在上面 让他们应对高级恶朵还是差点活好的 白雾没有回答 因为他眼中弹出了不同意义的背中 是以利亚所狂热崇拜的那位老师手下 至少有十二只高度激变的恶朵 而不是这里 就在这时 白雾二人面前突然睁开了无数眼睛 王氏四人已经败了吗 假如你被关进这所精神病院 如何证明你自己没有病 答案是无需证明 因为这里其实是一座竞技场 打输了就地吃喜 打赢了近身为病院的看门狗 当白雾将线索碎片贯通后 也明白了这座精神病院的意义 显然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病院本身 可当他和五九准备回去找队友时 他们的面前突然睁开了无数眼睛 五九立刻挡在了白雾面前 毕竟现在的白雾脑子虽然好使 但他本身的实力只有一接三段 能做的只有用美度杀之灯打辅助 不过这对面前的大家伙 管不管用就难说了 下一秒对面的恶朵已经杀了过来 普通机变瓷条硬滑 机变瓷条是独属于恶朵的诡异能力 而五九也没惯着 只是一刀就斩断了对方的手臂 天赋序列256号机翼 就是能高速移动到足以产生分身效果的能力 显然这个对手虽是高级恶朵 但也称不上是让五九认真的对手 一时间白雾倒是有点清闲 能有一条大腿抱着就是爽 可白雾的普雷尔之眼却提醒他注意点 这几个和杂鱼可不一样 也就是说这样的恶朵不是一个事吗 被五九砍下的恶朵碎块正慢慢融化 现在他们不过是中二病的召唤兽 比起根据情绪波动反击 更像是只能简单脊椎反射的自动人偶 他们连身体都本不应存在 只是由那家伙复现出来的怪物 在场的召唤兽总共有三只 并建议立刻回避 白雾看着被住心中有了一丝明雾 不过他的动作并未迟缓 立刻闪身先躲开了这一记偷袭 同时转身将美杜莎之灯挡在了身前 可来袭的恶朵只是微微一顿 美杜莎之灯的实化能力无效 白雾也是无奈 道具没用的话自己就只能跑了 这时那恶朵突然停下了动作 诡异的气息迅速收缩 下一秒便如受惊的蜘蛛般向后跃去 五九的刀光已经斩在了原处 稀有即便磁条危险感知 这似乎是负三层十二号防格罗的能力 稀有即便磁条前行 看起来是一种可以藏于黑暗穿透实体的能力 五九对自己没能砍中也有些差异 显然这种幽灵般的能力他也觉得难缠 可白雾此刻却让五九去专心对付其他恶朵 表示自己有对付这个恶朵的办法 不然换作旁边的那个庞然大雾 他这手无腹机之力的家伙可没办法硬 然而这只恶朵也没给白雾二人商量的时间 他最上层的眼睛已经开始聚集能量 稀有即便磁条空间转移 顾名思义具有打通空间的能力 上方出现覆盖性范围攻击 推荐迅速回避 白雾的眼睛刚弹出提示 五九就已经察觉危险将他拽走了 而恶朵那硕大的拳头也在此刻落下 但白雾的脸上却并没有什么慌乱 负面情绪的缺失让他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容思考 另一边的恶朵眼见偷袭未尝 周身马上出现了更多空间传送门 五九为了不让白雾被攻击 立刻架刀朝恶朵本体冲去 而这只恶朵明显不是第一只可比的 攻击不但诡异且更加密集 但他面对五九这种极其夸张的速度 还是显得多少力不从心 可当五九贴身来到恶朵面前时 这只恶朵竟没有丝毫要躲避的意思 面对这种情况 五九心中也产生了一丝疑虑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乏 他手中的恶朵必须死 瞬间将其一分为二 可那恶朵只是眼睛闭合几下 伤口就瞬间恢复了原样 稀有即便磁条流性肉体 弱点是位于其最中心的眼睛 观战的白雾眼里弹出了提示 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出声提醒五九 因为那只前行的恶朵就在他的身边 警告 身后即将出现攻击判定 推荐侧身回避 白雾看到提示立刻闪身躲避 心中在不断分析着这只恶朵的吸血 对方会无视五九直接对自己发起攻击 看来自己身上有某样东西会让他应激 而作为一只隐藏于黑暗中的前行者 似乎会害怕的东西也没有第二个选项 美度杀枝灯嘛 对方的攻击方式也挺单一的 白雾想通了其中的缘由 立刻出声提醒陷入胶着的五九 告诉五九那只恶朵的弱点是眼睛 并将自己手中的美度杀枝灯扔了过去 五九看着飞来的灯有点懵 打这只三层楼那么高的恶朵还需要灯吗 如果你手中的宝物被敌人寄予怎么办 那自然是死到有不死频道 白雾发现前行恶朵是在鸡蛋美度杀枝灯后 立刻将灯丢给了还在激战的五九 五九虽然不解他要干嘛 但出于信任还是直接一刀将灯劈碎 刹那间灯光照亮了整个副十八层 这是寄灵物品消亡前最后的闪烁 而此刻五九的身后也出现了大面积阴影 前行恶朵直接抛弃了白雾朝他扑去 白雾挡着刺眼光芒暗道果然没错 前行恶朵最怕的东西就是光 先前是自己照亮了五九所在的方向 才让恶朵抛弃强敌骚扰自己 现在被包围的五九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但现在还不是骂娘的时候 五九再次发动自己的天赋序列机翼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谁包围谁还不一定 下一秒他已经出现在前行恶朵身后 之前说他难缠只是找不到在哪里 然后五九又将目光看向空间恶朵 刚白雾说的中间眼就是这一只吧 面积于此五九瞬间消失 在出现时长刀已经刺入了那只眼睛 这一幕白雾的普雷尔之眼也有些唏嘘 这般实力的小矮子都敢算计 确实够狠 五九此刻将刀收起对白雾说道 刚才那下如果不是我的话 其他人可不一定能反应得过来 白雾嘴角扯开一点弧度 我知道正因为是你我才这么做 五九无语 但他也没有因此找白雾麻烦的意思 将话头带到了刚杀死的几只恶朵身上 他也发觉了这些恶朵的不同寻常 一般恶朵死亡后可不会就地消散 这个问题先前白雾在普雷尔之眼的背注中 已经得知了答案 不过他不能直接告诉五九 否则总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他将问题所在指向了地上的蛛丝 这些是恶朵消散后留下的产物 五九身为塔外调查军团最强小队的队长 马上明白了白雾话中的含义 看来这几只恶朵并不是真正的恶朵 而是刚刚楼上的那只蜘蛛型恶朵的能力对吧 白雾没有搭话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返回上层 与王室灵无柔几人会合 召唤物都有这种强度 那本体肯定不是灵无柔他们能应付的 而在十分钟前 蜘蛛恶朵以利亚将白雾五九击落底层后 立刻与伤小义引双几人开始交战 王室作为团队先锋 首先一步跨出挡在了众人面前 见了恶朵就无法控制情绪的伤小义 马上鼓起头发冲了上去 看似柔弱的引双妹子此刻也并未退缩 兴许没了队长五九才能看出众人的真正实力 可当冲锋最快的伤小义对着以利亚一箭劈下时 以利亚的手臂瞬间展开一道坚硬伯膜 无论伤小义怎么挥砍 带起的都只有片片火星 而以利亚可不是那种浑浑噩噩的恶朵 伯膜吓得她似乎等的就是众人冲上前来 下一秒期庞大身躯转换到了前方 腹部蛛丝如天罗地网般喷出 躲避不及的引双直接一头撞了上去 更多蛛丝仿佛具有思维般迅速缠绕 好在林无柔战斗经验丰富一些 先前一直观察的她此刻出手救下了引双 一转瞬间就到了林无柔身后 先前未被波及的王室马上上前 也只有她这种主生命力的家伙能扛几下了 不过整个小队可没有单一发展的人 同样点了攻击的王室右手之虎赞武 随即一拳轰出 直接将以利亚的手臂砸断了惊 然而这一举动似乎仅是激怒了以利亚 她一边口中表达着对众人的哭泄 一边微微韵立胳膊就已恢复如初 随后手臂更是猛地伸长 将在她身前的王室击飞数十米 林无柔剑词马上将手中长鞭挥出 同时招呼王室一起配合 王室心领神会 一把抓住了以利亚身长的手臂 林无柔则顺势拉住手臂猛地一转 伤小蚁和影霜迅速上前 各自挥动武器将手臂斩成了竖节 这般完美的配合也让林无柔心中一喜 招呼众人再接再厉 可话没说完她就瞪大了双眼 只见以利亚的手臂迅速缩回 一秒没过就已经完成了再生 本体气息还没有丝毫减弱 而以利亚似乎也对着无趣的战斗感到了厌烦 她背后的猪囊部分迅速张开 树莓不知何用的肉块积舍而出 还口吐人言说众人蹦打得真好 可她更喜欢新鲜的血肉 林无柔也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等级的恶朵绝不是他们能周选的 即使团队配合再好也是虚妄 而那些肉块也很快露出了真面目 每只肉块中都钻出了一头高级恶朵 一时间医院的走廊显得十分拥挤 众人现在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队长和白雾到底去哪了 下副本可以没有奶妈或法师 但绝对不能没有大年 五九代白雾斩杀赴十八层的高级恶朵后 正想着如何返回上层与王室几人会合 突然白雾的普雷尔之眼发出警告 上方六级恶朵正迅速接近 白雾下意识地抬头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伤小尹 一脸的兴奋哪还有当初出见识的腼腆 上方则是王室尹双林无柔三人 自由落体的同时还在与恶朵不断交战 很快他们也发现了下方的白雾和五九 马上提醒二人共有四只恶朵 再看下方的白雾二人 白雾一脸的从容五九则已经消失不见 现在的他已横跨恶朵必须死越至半空 随即开口喊了一声林无柔和王室的名字 林无柔见此心领神会 手中长鞭直接甩向五九 五九抓住长鞭借力继续向上 林无柔则将其甩向了王室 王室马上伸出手臂垫在五九脚下 再猛然发力将五九抬向追击的恶朵 而上方追击最近的是四只以利亚召唤出的恶朵 他们都算不上五九的一盒之地 但五九并未就此大意 为避免夜长梦多他直接全力发动天赋极异 刹那间五九仿佛一分为四 四道鸿芒借力掉落十块杀向恶朵 而王室林无柔几人已经全部安全落地 显然他们也对五九的实力毫不怀疑 伤小已更是干脆当起了拉拉队 仿佛之前逃窜的并不是他们一般 原来王室几人与以利亚交战片刻后 以利亚觉得他们几个实力太弱 干脆放出几个小弟恶朵准备吃了了事 王室几人心知自己实力不足 便循着白武和五九掉落的位置找不下来 而此刻五九的战斗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五九全力之下 这些恶朵连发挥即便词条的机会都没有 打完收工的五九落在了负识七层断层上 观战的白武此刻脸上也挂上了一点笑容 毫无疑问这只小队的配合堪称天衣无缝 这时五九的身边几缕蛛缓缓飘落 下一秒以利亚突然出现在了五九身后 他也察觉了五九才是一行人中最强的 五九连忙再次挥刀横走 可这一击并未命中以利亚 而以利亚已经彻底陷入癫狂 剑烈欣喜的他立刻转手围攻杀向五九 王室见此则马上出声提醒五九 表示以利亚拥有五阶恶朵的实力 显然王室几人根本没有让以利亚全力出手 这才对其实力产生了误判 而白武在最开始的备注中已经得知 以利亚是实打实的六阶恶朵 并且以利亚的鸡变词条绝不普通 他曾经重复一层一直打到负十八层 除了在负十四层败给小可怜外 其余层级的恶朵都被他吞噬了 恶朵每吞噬一名其他恶朵 都有可能获得对方的鸡变词条 比如负三层格罗的死亡预感 亦或是他现在拥有的庞大蜘蛛身躯 是取自负十六层的蜘蛛女 以及现在白武普雷尔之言给出的新辈主 鸡变词条展体 酸性腐蚀 这意味着以利亚甚至可能强过其他六届恶 不过白武也知道这对于五九来说并不是难题 他在刚进入病院第二栋十倍主也已提示 五九是有着暴力通关的能力的 现在普雷尔之言就是重弹 并且提醒白武如果利用五九以外的办法解决以利亚 那么就会掉落一个他不怎么喜欢的天赋序列 这让白武有点犹豫 思考着其中的利害关系 就在此时五九和以利亚也短暂奋出了圣门 以利亚虽然依旧癫狂无比 但其飞剑的断肢还是彰显着他的推势 而五九甚至大气都没喘上几声 只是淡定的招呼其他队员离远点 可就在五九正要继续上前时 白武突然出声叫住了五九 很快他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下 脸上依旧挂着笑意走到了五九前面 队长 接下来就让我来对付他吧 T.O.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三句话让大胞会下喊你爹 当五九与以利亚激战两秒半短暂分开后 白武突然上前拦住了还想出手的五九 声称要单独面对六阶恶朵以利亚 其他队员都懵了 一阶三段挑战六阶是不是出门没带脑子 五九也觉得白武大抵是病了 斜架长刀挡住了白武 可白武却按下刀尖让五九放心 还转头让其他队友待会不要说话 参考五九平时的表情装个高冷的样子 王氏几人虽然不知道他要干嘛 但还是下意识地回忆起了五九往常的样子 五九顿时感觉自己风平被害 第一次觉得队友的目光也能如狼似物 好在他的队长威严还在 其他几人都不敢明目张胆地盯着魔法 而白武也没再浪费时间 留下一句在恶多出手前 不要出手后向前走去 以利亚先前被五九斩断的肢体已经悉数恢复 他也有些不解怎么还换了一个对手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 在他看来谁来都一样是食物 以利亚暗淡的紫色瞳孔涌现出兴奋 下一秒两条前置猛然抬起向白武戳去 但他并未正对白武下手 碾碎的食物吃起来口感可不行 而是准备利用前肢挡住白武退理 再使用即便磁条肢体拉伸将其缠住慢用 可白武此刻的笑容却更加温和 仿佛长辈见到了不成器的孙子 随即冷漠出口 以利亚我的好孩子 我可不是你口中的食物 原本准备撕裂白武的手臂忽然停住 以利亚抖然睁大了双眼 不记得了吗 你是我最宝贵的完全体 也是我所有孩子里最听话的一个 以利亚紫色的瞳孔里涌现出困惑与惊疑 她没有前进或后退 但还是下意识地收回了手臂 开玩笑的别当真 你只是一件失败品 我本就不对你有期望 甚至我都快要忘记了你的存在 以利亚惊骇地看着白武 想要从对方的眼睛里找到 食物该有的情绪 可白武依旧淡然冷漠 看来岁月并没有让你变得更本 算是你为数不多的优点了 以利亚作为顶级恶朵 她可以感受到白武身后几人 身上散发的淡淡恐惧 哪怕他们藏得再生 可面对白武 她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惊恐 对方眼神的深处只有玩味与失望 以利亚情绪逐渐崩溃 她真的是老师吗 不老师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如果老师一直活着 为什么不来看我 而以利亚并不是最困惑的 五九与灵无肉等人 才是真的一头雾水 两句话让顶级恶朵精神崩溃 这是什么操作 五九倒是心底有一丝明雾 她猜到这该是白武 在一栋十一层掌握的信息 不过白武这股浓浓的幕后 黑手机试探又是怎么回事 她愈加感觉看不透白武 而白武此刻已经走到了 以利亚身前 真可怜 你以为我死了才不来看你 或许我是应该来看看你 这样就能提醒我自己 我比医院的人更失败 他们创造了一件 相对完好的半成体 而你则是一件 比半成体还不如的失败品 以利亚我真的很难受 我无法接受 我完美的生涯里 有你这样的污点 这几句话和以利亚内心的信息 完全拼接上了 她庞大的身躯 已经在止不住的颤抖 她下意识地辩驳着 声称自己才是白武最完美的作品 完全忘了自己 可以轻易将眼前人碾碎 而白武脸上的笑容早已收敛 此次针对以利亚内心痛楚的攻心 基本结束 好了以利亚 你这个样子也太难看了些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放在这里吗 因为这里有着能够打磨你的存在 但你让我很失望 你对第四栋的那个小丫头太恐惧了 最后只能由我亲自出手 废物也就算了还竟给我添麻烦 白武的话再次让以利亚陷入折磨 林无柔几人已经彻底放弃理解了 白武真是和我们一样 第一次探索这个区域吗 大家伙拿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剧 不过这还没有到白武揭开谜底的时候 他进一步摧残着以利亚 这么多年中你的失败让我备受打击 现在那座高塔依然耸立 我创造了不少和你一样的孩子 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我的要求 12号使徒以利亚 你始终是我的污点 以利亚此刻失声痛哭 求着白武再给他一次机会 当然在以利亚眼中 白武就是他记忆中的老师 有一点白武必须承认 自己运气还算不错 他参考的幕后黑手的性格口吻以及神态 都是模仿的自己父亲 而狂妄 自卑 忠选 虚爱 这是白武从备注里提取到关于以利亚的标签 之前在第九层的备注和第十三层的备注中 都提到了院方和老师两个示例 其中以利亚对院方假意屈从 对老师却是狂热崇拜 甚至要成为她的兵器 这个老师安排以利亚来到这里 显然是希望以利亚烈士其他恶都变得强大 只可惜院方制造出了一个更可怕的怪物 也就是那个来自一栋十一楼的小女孩 小女孩多次以碾压的方式打败了以利亚 而以利亚是彻底被女孩捶跪下 面对将老师视作神明的她 只要误导她以为见到了老师 这场游戏就基本赢了 白武明白或许自己很快就会和这个老师交手 那才是一个真正邪恶的存在 不过现在首先得结束目前的事情 白武掏出了自己在一栋得到的梳子 看来老师是真的杀了她 以利亚见到梳子后在无半点置疑 伸长自己的躯干向着白武这边爬来 她之前对小女孩有多畏惧 现在对老师就有多狂热崇拜 何况她本身就对老师视若神明 白武则再次露出温和的效果 因为你完全体的计划失败了 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你看我不是来找你了吗 我想你不会让我第二次失望吧 制造完全体你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现在想赋予你一种别样的永恒 这样可以让你越发接近完全体 我也希望你能变成我的一部分 永远地和我在一起 白武嘴角温和的微笑 配合眼神深处的冰冷 让以利亚惶恐又急切地 开始表达自己的忠诚 我不会再让您失望的 我一定会完成您的任务 老师我该怎么做 白武凑到了他的耳边 轻声地给出了解释 假如吃掉你的好兄弟 就能继承他的长度高度或花呗 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当白武向被PUA的以利亚解释后 以利亚眸中的狂热慢慢散去 随后身体缩回了自己的身躯 他背后的手臂瞬间变得庞大 下一秒猛然向着自己说去 满怀不甘意或解脱的笑声不断回荡 以利亚死 就在五九一行人不解的目光下 缓不离开的白武眼中也弹出了被主 获得天赋序列76号陶铁 能够通过吞噬对手获取对手的部分特性 通往病院第三栋的钥匙在恶肚腹中 可惜白武对恶肚的肉毫无兴趣 他就算饿死祸从19楼跳下去 也绝不会吃一口恶肚 而当白武走到众人身前 林无柔因为惊讶而张大的嘴巴还没合上 他不解地询问着白武原因 五九也很想知道 这光凭一张嘴就除掉一头六斤恶肚 来自普雷尔之眼 只能百万让队友相信他 王氏对此倒是不怎么在乎 乐呵地说他还是第一次见恶肚自杀的 商小已则对恶肚的智慧产生了好奇 不过他还是提醒众人千万不能把恶肚当人砍 这是七百年来无数次出塔调查总结的教训 白武见众人没有逼问自己 转头告诉王氏要是在伊利亚肚子里 希望他这猛男辛苦跑一趟 王氏却一把拉过了林无柔 表示扑施这活有更合适的人选 林无柔冷哼一声走向恶肚尸体 千万不要以为有个电锯就行了 除非你喜欢血浆喷射 这排刀具能够让你像吃法师料理一样 精致的肢解尸体 白武看着备注思绪万千 果然整个队伍只有自己和尹双是正常人 不过接下来的备注又将他拉回了现实 对啊 为什么门必须要用钥匙才能进呢 高塔时代前后 塔外的世界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时了 五九曾说过场景不可被破坏 看来塔外世界的规则远强于人类或是恶朵 这栋医院过去了七百年 里头的恶朵依旧无法摧毁他 所以门中的一部分也是无法强行进入的 必须得找到钥匙 这是灵无柔的声音打断了白武的思考 以利亚身上的零件已经被他摆放得整整齐齐 灵无柔则勾着一把钥匙 开心地向着十八岁的少女 片刻后 众人来到病院二三洞之间的空中走廊 白武走在众人身后思考了什么 他并未将自己获得序列七十六掏剔的事说出 毕竟十三队队长刘牧曾说过一件事 序列七十五的拥有者被带去高塔第六层后人间蒸发 他体内还有序列二十四的普雷尔之眼 一旦暴露恐怕凶多几手 白武也还有其他几处一点没有解开 比如这些恶度为何都不选择离开这栋楼 这时五九发现了白武的反常 白武便干脆将问题说了出来 五九只说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 只能暂时理解成一种特有的束缚 白武陷入沉思 所以场景不可被破坏 场景里的生物也无法轻易转换场景 这倒是跟一些游戏规则很像 但这种束缚既然没有找到支撑他的原理 就不能将其看作铁律 这时走在最前的伤小一感应一番后 表示第三栋楼并没有恶夺 有前车之间的五九没有急着行动 转头征寻起了白武的意见 白武望着第三栋入口 之前的推断得到了验证 病院的四栋楼里只有这一栋是人住的地方 不过人都已经死光了 他们留下了很多无趣的记录 但小可怜已经开始注意你了 他在第三栋里留了一些小谜题 你已经拿到了一个序列可以选择适时离开 这样起码不会死 无法脱身 况且小可怜极大概率是无法离开第四栋的 于是直接选择让林无柔开门 空中走廊的笔端立着一块牌子 写着禁止进入 整个环境也变得整洁起来 可白武的普雷尔之眼却在疯狂弹出背注 似乎真的对白武闯入第三栋打到头疼 绕过长长的走廊和用餐区 白武一行来到了电梯口 小可怜留给你的第一个选择来了 这栋楼里充满了他的怨气 千万别以为是第一栋的小打小呢 另外看好你的小伙伴们 这一层迷路的话可就回不去了 普雷尔之眼不再警告 泄气般地告诉白武应该先前往第三层 白武没有犹豫 走进电梯直接按了电梯的三层 通过背注透露的信息 他倒是大概能够猜到小可怜的手段 所谓回去就得使用返回轮盘 如果没有这一步动作自然就回不去了 五九见白武又坐主按了电梯 再次问询白武缘由 队友肩过度神秘只能引来猜济 他需要白武给出一个警示 白武也早就有预料到 自己会因为备注让其他人无法理解 于是干脆说道 既然队长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我就勉为其难地告诉 第一栋十一层 是大家听到了恶朵的呼唤 导致情绪波动招来了怨念 而我却寻找源头 或许是因为我的情绪波动很低 我听到的声音和诸位不一样 最终进入了角落的那间屋子 得到了一些各位不知道的信息 刚说到这队员们打断了他 你不会情绪波动一只都是零吧 五九倒是冷静得很 忙把话头拉回来问白武发现了什么 白武则笑着竖起三根手指 一个三选二的选择题 钥匙 档案 梳子 我选择了档案和梳子 没错 为了打消队友顾虑和隐瞒天赋 白武直接说自己能够选择两种物品 除了梳子之外 他把那本档案也算在了里面 借口之后的一些关键信息 都是档案中提到的 至于林无柔问为什么不选钥匙 白武也以塔外组织的东西 无论好坏 都有风险唯有搪塞了过去 至于现在那本档案在哪 当然是消失了 在白武阅读完后就消失了 反正其他队友压根没见过这些 白武觉得没有编一段悲情故事 出来是文采不够 五九听完白武的说辞 神情越发凝重 并非不相信白武 相反正是因为相信 他才越发感觉白武提到的 这只恶朵实力强大 如果法尔赛有段位 那么白武绝对榜上有名 当他假借不存在的档案 企图打消队友顾虑时 队长五九只对其中的 强大恶朵感到忧虑 可林无柔却另辟其境 质疑他怎么能那么快 记住档案的内容 白武看着林妹妹不假思索 说道 过目不忘难道不是 我们这个精锐小组的标配吗 林无柔不说话了 确切来说是整组成员集体沉默 好在三层到了 众人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走出了电梯 五九岔开话题 问白武那本档案中还有什么 白武忘得再次变得诡异的环境 没有在胡编什么 毕竟普雷尔之言也需要看到才行 但他略做停顿后 还是回头补充道 一个无死角的队伍 就应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定位 各司其直 我自己的定位是眼睛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质疑我 在彼此交托性命的队伍中 这是基础 白武心之无久等人 根本没有信任他的理由 但为了能够顺利使用普雷尔之言 他必须让众人逐渐开始依赖他的思考 普雷尔之言是白武最大的医长 用得好就是整个队伍最后的保障 就在这时 队伍最后面的影霜停下了脚步 你来找我呀 轻柔的声音在影霜的耳边飘过 影霜转身看去 声音就像是有个 许久不曾见过的妹妹在呼喊着他 我在外面哦姐姐 我好想你啊 带着一丝蛊惑的声音再次响起 以为是错觉的影霜 顿时感到一阵恍惚 他的视觉中 整个三层长廊逐渐变得扭曲 白武无久等人也早已消失不见 蛊惑的声音还在持续回荡 无数漆黑纹路快速朝影霜身上爬去 他意识逐渐模糊 只感觉身体无法动弹 自己也快忘记了如何去呼吸 这时一只手臂自黑暗中探出 影霜清醒一点冷静下来 你的周围没有任何危险 被无久唤醒的影霜很快从恐惧中清醒 队长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没有声音 深呼吸 压下你的情绪 所有人听到任何声音立马出声 这或许是某种精神攻击 无久很快总结出了应对手段 提醒了一句其他队友 白武依旧不受影响 他倒是能确定这攻击同样来自小可怜 而且比第一动时的恶舵之手更多样化 第三层最显眼的建筑便是档案陈列士 也是白武眼中唯一有价值的地方 影霜掉队的小插曲过后 一行人便跟随白武走进房间 任何人翻阅档案 都会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实验体们遭受的痛楚 是不是觉得小可怜把能力用错了地方 万人血书 导国电影也需要这个 白武看着备注提示队友不要随意翻阅 自己则自顾自地走到了最显眼的书架前 无久看着白武的动作有些不解 只能体验痛楚的档案还有什么阅读的价值 白武表示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能够通过这些变态的实验记录 找到一些关于恶多特性的研究结果 林无柔文言顿时臭屁道 既然如此 只能是白武这个吹自己永远是个灵的人阅读呗 白武没有理会林妹妹的意有所指 他也懒得解释自己缺乏共情能力的原因 抽出了一本病历让众人站在此地不要随意走动 他去病历中买二斤橘子给大火吃 2025年4月7日 丁九和以六的血清交换实验出现了一点问题 我和刘医生决定私下寻求帮助 第一段没来得及读完 白武已经看到了幻觉 尽管院长宁令规定了不能去找那个人帮忙 但我们都知道他对恶多的研究远在我们之上 不过在这之前 我至少要让丁九变得强大一些 让那个人对我刮目相看 白武的意识瞬间进入了病床上男人的体内 他的面前有位医生正配置着某种事迹 白武发现自己并不能动 只能任由医生将事迹注射 但他也没有感受到这个男人的情绪 只是在多出的记忆中觉得男人非常痛苦 这样一来能获取的信息很有限 白武带着这道思绪继续阅读 2025年4月9日 我很想在见到那个人之前 用我自己总结的公式让丁九能够拥有丙四的嗅觉 但该死的丙四血清竟然让丁九长出了鳞片 我所有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恶多的即便根本没有规律 根本不可操控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变成恶多的 这一次白武看到自己因为长出鳞片而愤怒恐惧 一片片地拔掉自己的鳞片 白武依旧无法控制身体 于是他试着在脑海劝阻了一下 在我们国家人人都已能长出鳞片而自豪 没有鳞片的人都不配这对象 这鬼扯一般的安慰八成会让对方暴走 之所以没有暴走 是因为白武的声音鳞片的主人听不到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幻境外的白武双目无神一动不动 众人试探了几次 发现白武似乎听不到外界的动静 林无柔干脆就向五九问起了白武的来历 除了五九之外的所有队员 初见白武后就直接来了塔外 五九并没有隐瞒的意思 还记得之前的奴隶生存赌局的案件吗 他就是那名奴隶 蓝色吉文区单独生存两小时反杀贵族杀手的那个 王氏文言瞪大了眼睛 第一次出塔有这般表现多少离谱了些 林无柔也觉得难以想象 吉文区和这个破医院的情况可不一样 倒是影霜给出了客观判断 他猜到白武应该是缺乏了某些情绪 而聊得火热的众人都没发现 白武周遭的黑文不知何时迅速沸腾了起来 这里的书籍刊比赛博超梦 只需翻开阅读 就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作者的愉悦 可惜这个世界的人没看过樱花电影 而当白武翻阅书籍企图从中得到线索时 五九一行人谈论起了白武的来历 他们猜出白武是缺乏了某些情绪 但对于白武之前发生的事依旧一头雾水 包括五九也只是从一名女贵族手中得到了白武 他只能确定那个贵族来自高塔三层以上 其中关于贵族赌局和为什么把人给他这些问题 五九都没能调查出任何一点线索 而五九看中的是白武先前表现出的能力 他本身并不在乎白武到底出身何处 一众人说到这都互相调侃起来 毕竟他们这一路也见识到白武的能力了 可几人并不知道 刚才白武周遭黑武沸腾过后 白武其实已经自书籍记忆中清醒了过来 但他腹黑得很 一直维持着之前的样子 心跳乃至呼吸都不曾变过 内心深处 白武也很想知道这些人是否值得信任 这是王氏的一记助公送了上来 他询问五九 如果那个女贵族要把白武要回去该怎么办 五九身形一正 语气还是那副云淡风轻 我的人 谁也抢不走 白武闻言略点舒服 虽然这群队友都不怎么正常 但怪胎也有怪胎的可爱不是吗 随后开始轻轻加快呼吸速度 示意五九等人自己正从恶朵记忆里返回 片刻后才一把将手中档案合上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问五九他在这里看了多久档案 众人自然也发现了白武的异常 各个神情自然 仿佛方才的对话不曾发生过 告诉白武时间已经过去了40分钟 白武则表示自己已经有了一点发现 但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信息 没有找到破局的关键 说话间又从书架上拿出了一本档案 让五九几人再等等 他看看后面的档案中有没有 2027年2月6日 甲三的螺旋手臂改造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接下来便是将其投入到实验中 城市外围的那些怪物变异程度越来越高 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如果那个人的说法是对的 那么还有一年时间 这个世界就会彻底被怪物统治 白武一边阅读档案一边开始树立线索 档案最早提到的时间是2023年 这应该属于高塔前时代 那时城市内外都出现了恶毒 而这所医院想研究出可操控机变方向 且可完全掌控的恶毒 再就是总被提到的一个神秘的存在 这个人似乎为医院的人解答了不少疑惑 是以利亚的老师吗 而那时候高塔还未出现 但前面记忆主人却提到了他 所以现在的高塔和记忆中的不是同一座塔队 如今的高塔不可能凭空出现 恶毒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人类怎么抵达高塔塔内的 这一切依旧是未知 白武思索至此 正准备换一本档案继续阅读 可却突然发现自己无法退出记忆 身处记忆的他无法自由动态 但却能清晰地感受记忆中痛楚和周遭环境变化 我被盯上 此时白武记忆体的身后也浮现了一道红色身影 为什么没有灵片的人会不配找女朋友啊 红色身影问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白武无语 这是他之前在其他恶毒记忆里编的话 比迪加都假 我编的 我只是觉得他没必要因为长出灵片而感到恐慌难过 白武此刻就像是梦魇了一样 无法退出记忆更无法扭头看上一眼 但他已经猜到 来者就是整个第九病院的主宰小可怜 已在撒谎 小可怜清澈的声音传来 丝毫没有以丽娅那般的沙哑难听 我有撒谎骗你的必要吗 我叫白武你呢 白武很淡定 大boss总不至于跟曹梦德一样好梦中杀人吧 已在撒谎 小可怜语气中多了一些愤怒 重处了一句刚才的话没有理会白武的问题 白武心知小可怜看起来是个无害的小女孩 可他必定内心充满了怨怒 自己必须要找到他愤怒的原因 而要找到小可怜愤怒的原因 那么自己必须带入小可怜 对方是一个被人类频繁折磨 最终怨气滔天变成恶垛的小女孩 他说不定是无久都得全力应对的超级恶垛 想必自己真身锁在房间的档案书籍 就是因为小可怜想让后来者 感受实验体们的痛苦而造就的 念及于此白武再次开口 我没有撒谎 虽然那样并不符合医生的期望 但若面对危险 灵片或许能够让他比别人活得更久 你之前给我留了一道选择题 要是档案和梳子 我选了最后一个 但其实梳子本就不存在 对吗 话音落下 记忆里的画面忽然间开始扭曲 整个医院也有了轻微的振战 与此同时 档案陈烈士的白武真身黑武变红再次沸腾 五九一行人也察觉到了振战 他明白是白武找到了关键所在 连忙让队友别在闲聊开始警戒 为什么你会选梳子 另一边的小可怜突然缓缓向白武走去 只是直觉 钥匙或许是那件关着你的笼子的钥匙 档案则记载着医院的人 这些对你来说都会带来不好的回忆 白武撒了一个火 他是知道钥匙和那件笼子无关的 当然也不全是排除法 梳子不是刑具 材质也无法伤当 那边有着满地的针管 墙上无死角的摄像头 坚固的牢笼和锁链 梳子在那里头 就显得格格不入不适吗 相比起来他的存在太温柔了 也许他本就不存在于那间屋子 也许在你很小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你最爱的人 他温柔地给你梳着头 轻声地跟你说着话 小心翼翼地对待你疼爱你 人遇到不可避免一无法反抗的事情 就会去回想那些记忆里还算美好的东西 在新手村遇到终极暴死怎么办 自然是滑场过去跪舔跪舔或者跪舔 当白雾再次进入档案记忆后 第九病院的主宰小可怜 突然现身阻止了他的回归 白雾为了小命无奈再次开启嘴顿大 他在之前的探索中 明白那把梳子就代表着小可怜的心结 梳子出现在病院这不该出现的地方 是有八九象征着小可怜的一个执念 他不知道小可怜在七百年前经历了什么 但从之前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一定是非人的折磨 那个时候你一定很绝望吧 小可怜听着白雾的分析悄然捏紧了衣角 至少最后一句话牵动了他的内心 你怀念着那个给你梳头发的人 但他始终没有出现 这里只有怪物和比怪物更残忍的人类 你在撒谎 小可怜还是那句话 但语气明显变了 撒谎吗 你认为现在的我只是想活下来 我的内心始终是恐惧你的 刚才说的那一切都是编的对不对 人类对待恶多的态度不可能是我这样的对吗 小可怜没有回答 在他眼中白雾就像是知道自己的想法一样 而且他也的确没有察觉到白雾的任何恐惧 白雾也没有做到搭话 就像是在自顾自的自言自语 我不害怕你也不讨厌你 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只是为了调查一些真相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人类住进了塔里 塔外对我们来说难以生存 而不久前我也被人类扔出过塔外 那里的温度达到了80度 我险些死去 或许我要是死了就跟你一样 当然白雾很清楚自己之前可谈不上险些死去 即便死了 没有任何负面情绪的他也是变成恶朵的烤肉 而小可怜依旧没有搭白雾的话 但他慢慢走到了白雾身前 随着幻境逐渐燃灭 白雾看到了小可怜的样子 大概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 头发很长红裙裹着娇小的身躯 我叫白雾 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 我叫红英 小可怜说出了他本身的名字 不过说完就没有了下文 只是略感好奇地看着白雾 白雾此时倒是松了一口气 这至少意味着红英不会立刻杀死自己 但他看着红英脖子处的皱纹又多了一个疑惑 这个皱纹他见过 你脖子上的皱纹是怎么回事 我在第二栋见到了有同样皱纹的人 是吗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他吗 也想知道其他人到底怎么了 白雾僵硬地点点头 他自然是指的伊利亚 其他人则包括医生还有那些实验体 你会害怕我呢 我会证明你说的都是假的 你是在骗我 你不害怕我只是因为你没有看见真正的我 红英转身恶狠狠地看着白雾 只是那张林家小妹的脸 实在是无法表达出足够怨读的情绪 白雾见此倾笑一声 如果你是对的那我也死不足惜 白雾也清楚 真正的重头戏肯定是红英自己的记忆 红英谋中再次闪过一步 这样的回答确实出人意料 但他也并未再多说什么 恶多记忆里的画面随着他轻轻挥动的右手 再次如时光穿梭般发生了变化 而白雾只觉得一个恍惚后 他已经回到了第一栋11楼的那间屋子 满地的针管和牢笼铁链一切如旧 这些冷冰冰的东西都散发着红色的气息 唯一不同的是桌子上的档案要是梳子都没有 多了一本看起来还算崭新的病例 显然再次回到这里并不是游戏独当 而是红英针对当年的场景的一种重现 这栋医院的谜剧太多 直到现在白雾已经找出了四个谜面 那看来真正的谜底就在这里 白雾拿起病例没有犹豫直接翻开 这一刻起他的耳边听到无数的哀号 无数破碎的画面呈现在白雾视觉里 9月25日 乔叔叔又在发出痛苦的喊叫 我对医生说不要折磨乔叔叔 医生问我乔叔叔是谁 我这才想起来乔叔叔谁也不是 对于他们而言乔叔叔的名字早就不存在了 他现在被叫做医务 乔叔叔几次拉着我的衣脚向我求救 他在渴望着我带他离开 尽管声音越来越虚弱 可我听得很清楚 我舍不得他 9月27日 今天我听到了一个消息 第二栋第三层的一个病人失控了 好像彻底变成了恶朵 恶朵嘛 原来乔叔叔现在连一五这个名字也没有了 被称为了恶朵 现在我的手上长出了一块黑斑 额头上出现了一条细微的裂缝 医生不知道原因 我也不知道原因 10月4日 我又见到了小安 他蜷缩在角落里 那间我为他准备的黑色的屋子 我曾经答应过他 要给他留一间彩色的屋子 但我渐渐地快要忘记了 我的世界好像只有三种颜色 黑色 白色 红色 小安告诉我 他的骨头像是尖刺一样刺破了他的身体 他现在也是一个怪物 我看不见那个样子的小安 我多想告诉他不要害怕 姐姐会保护你的 10月5日 我又见到了小安 他是来跟我道别的 请求我带他走 他在黑色的屋子里带着明媚的笑容 我想如果我也有一个弟弟的话 就会像小安一样吧 我开始不断地流泪 我好难过 医生觉得我有些烦 给我打了镇定剂 但我还是好难过好难过 因为我答应了小安 下午的时候 我听到了医生的谈话 丁十一变成恶朵 彻底丧失了人类的理智 我手臂上的黑斑又变大了一点 额头上又多出了一道裂缝 10月14日 咕噜也不想再继续待下去 就算是和我见面 他也已经没办法说出自己的话 他每天都要和来自上面的恶朵厮杀 每次见到咕噜 他身上都会有新的伤口 我可怜的咕噜让我带你走吧 只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会很想你的 10月15日 医生们开始慌乱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实验体 忽然彻底失去了理智 咕噜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假儿 已经变成了恶朵 虽然咕噜一直觉得自己很没用 但我知道咕噜是最强的 他在第二洞里是所有人里最厉害的 我好想咕噜 他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了 手上的黑斑还在扩散 半个手臂已经变成了黑色 我的额头好疼 好像要长出一只眼睛 10月19日 10月20日 10月22日 我成了怪物 我的眼睛越来越多了 每当有一名精神病院的病人被他拯救时 他的身上就会多出一颗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睛 10月20日 10月22日 白雾继续阅读着红阴过去的病例记忆 他能体会到这些记忆都在揭露着一个信息 那就是此时病院所有的实验体 都在慢慢恶朵化 而这一切都和红阴有着关联 梦境似乎是红阴与实验体们沟通的桥梁 每一个实验体在变成纯粹的恶朵前都会来到这里 确切来说是他们早就认识了红阴 红阴应该是在他的梦境里 利用自己的能力为这些实验体制造了一个避难所 就像是一处精神乐园 是实验体们可怜生活里唯一的进度 但当时红阴所能做的终究有限 他带来的慰藉并不足以支撑实验体们活下去 痛苦与折磨仿佛无穷无尽 实验体们大多选择了放弃 到了此时红阴便会带走他们 也就是吸收他们的怨念并承受他们的痛苦 不过这也会让实验体彻底地失去自己的意志 白雾这才明白 自己之前阅读的所有病例档案都是一种铭记 是小可怜红阴在以这种方式铭记自己的朋友 而当红阴的病例到了次年8月9日 红阴已经变成了全身长满了眼睛的怪物 每一颗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睛都是一股庞大的怨念 他的记忆中并没有后悔 但他好像也要撑不下去 一直随着怨念和痛苦累积逐渐消沉 或许打败他的是冷漠无情的医生 也可能是救人者无法自救的绝望 亦或者只是那一根根掉落的头发 最终他的内心只剩下一个声音 我是怪物 一个没有人喜欢的怪物 8月10日 我是怪物 我们都是怪物 是谁制造了我们 无论是谁都无法离开 我脑海里无数的声音都在怒吼着 让我把这片空间锁死 让我杀死他们 8月11日 红英封锁了整个病院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出不去 里面医生们在不断地求救 医院外面也格外地喧嚣 而龙子鱼锁链再也困不住红英了 红英要去找他们玩 他现在最大的乐趣便是找医生们玩游戏 毕竟以前红英最爱和外婆玩捉迷藏了 现在医生们也都躲了起来 他不再有拯救别人的念头 只觉得第一次感觉到和医生们有了默契 8月15日 为什么所有见到我的人都在颤抖着哭泣嘶吼 我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而且他们哀嚎的时候身体会散发出一样的香味 我好想好想吃掉他们 8月16日 我又见到了伊利亚 她真厉害 虽然每次都输给了我 但她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里 她不想我带她走 她在等她的老师 她告诉我 就算在残酷的环境她也能熬下去 只是为了再见到老师 我好羡慕伊利亚 我也好像有个人在外面等着我 但只有外婆是爱我的 可我知道 外婆早就走了 我希望伊利亚能够等下去 所以我赐予了她我的一部分力量 可是她真的非常抗拒 好像是因为我 她的老师才不要她 对不起啊伊利亚 对不起 8月20日 此时在红英的眼中 医生身上散发的香气越发浓烈 因为绝望 他们有的人在死去 有的人正在变成恶朵的一部分 红英觉得应该去吃掉他们 因为她的脑海里所有的声音都在嘶吼着 乔叔叔 咕噜 小安 但红英终究还是没有去 红英并没有想让任何人死去 她只想和所有人一起玩游戏 可是所有人都在害怕红英 因为我是一个丑陋的怪物 是的 所有人都讨厌我这样的怪物 但是我不讨厌你们 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玩 现在白雾也明白 为什么普雷尔之眼 称红英为小可怜了 她承受了所有人的怨念痛苦 单独的痛苦 就足以让一个正常心智的人类恶朵化 那整个第九精神病院 所有的实验体加在一起 又会造就一个何等恐怖的家伙 再往后面的日志 红英已经开始神志错乱 可即便即便到了这种地步 她依旧如同一个善良的孩童 面对曾经折磨过她的医生们 红英的主观意愿 仍旧是不想杀死他们 这里人人都在恐惧着红英 人人都在帮助红英 变成如今的样子 嗨亲爱的 有没有想人家 正在闭目思考的白雾 猛然睁开了双眼 因为她的眼中 再次浮现了别样的被主 小可怜的一年压制太强 我再过一会儿又会消失 你最好趁现在多观察点东西 那么现在开始到计时 白雾来不及想这是什么情况 看着被主忙把视线 转向旁边的红英 久迹恶朵 即便词条精神历程十二 稀有即便词条怨气 结界怨气化形 完美即便词条超怨气化形 恭喜你看到了小可怜的本体 我没办法给你解释 久迹恶朵是什么概念 尤其你已经在她的攻击范围里 不要想着打赢她 不是她没有弱点 而是我只是一个可怜无助的小被主 白雾看看完 普雷尔之眼的笑力已经消失 眼里的对话框也瞬间被抹去 塔外第九精神病院 第三栋第三层档案是 白雾进入一种入定状态 已经很久 林无柔看着白雾略急躁 因为高塔外世界的危险 并非只有恶多一个 五九则看了看时间 提醒众人先调整一下情绪 因为现在众人距离出塔 满四小时不足一分钟了 队长队长 我看不见了 这时伤小已突然晃着手惊呼起来 塔外阻碍词条致盲 林无柔猛地跪在了地上 就像那些道理 就上好抑郁的网易云选手 悲伤此时隐一流成和 塔外阻碍词条消极思维 而王氏则感觉到手臂脱力 力气有些使不上 塔外阻碍词条攻击力削减 尹霜的腿现在跟灌了千一样 他不由抬了几次脚 试图在最短时间适应 塔外阻碍词条吃火 五九看着这一幕没有什么异常 在塔外每过四个小时 都会附加一些奇怪的负面属性 因为这个世界在排斥人类 但是林无柔的悲痛和伤小已的致盲 大多是在第三天乃至第四天才出现 他俩运气也太差了些 你俩先返回高塔 现在的你们是累赘 五九很冷静 他所承受的塔外阻碍词条叫邪恶狂热 能够加强周围恶朵的攻击速度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当然只是对五九而言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没想到我一个老队员 却比新队员更先退场 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做这一行吧 林无柔更抑郁了 伤小已连忙摸着林无柔启动了返回轮盘 这种事大家都习以为常 没有哪个队伍能够保证所有队员一起出去 又能一起同事归来 尹霜有些担忧地看向白雾 白雾就一直站在那边 没人知道他现在承受的词条是什么 无漏偏逢连夜雨 档案陈列室里的所有档案 突然都泛起了一股红雾 似乎那些曾经聚集在第二栋的恶栋 现在以怨气的形态再次来到了这座医院 五九明白大敌意志 直觉告诉他这次面对的敌人 或许是前所未有的强大 这里的每一扇门都是一次酷刑记忆 记录着一个林家少女 如何变成不可名状的过程 当白雾阅读完属于红阴的病例 他也基本了解了这座第九精神病院的真相 但属于最终爆红阴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普雷尔之眼的备注再次被红阴压制后 白雾猛然坠入了这个满是记忆之门的空间 而且眼前的一切瞬间变得模糊 像是干了一瓶八两年的福特加 塔外阻碍词条混乱 白雾意识里陡然闪过这样的字眼 他摇了摇头 意识并没有模糊 只是视线里的一切都在晃动 平静下来后 白雾很快就寻找到了晃动的规律 自己的方向认知偏离了65度 这对于白雾而言并不算问题 只要找到与之前的方向的对应关系就好 他的注意力再次回到破局上 他没有多余的选择 必须硬着头皮走进其中一个入口 然后想办法消除红阴对自己的敌意 与此同时 第三层档案式的五九尹双三人陷入了苦战 属于红阴的猛烈攻势已经展开 曾经被他吸收的那些怨念与憎恶 现在都成了他力量的一部分 王氏虽然因为塔外磁条双臂力量减弱 可身躯依旧坚硬强悍 尹双持缓磁条加深速度缓慢 但守在白雾身边的他也没有动的必要 倒是五九再次化身为了一道流动的光 一道道虚影轨迹收割着怨气恶朵的躯体 王氏见此不由调侃 看来队长的邪恶狂热 等于是被队友加了持缓效果 此话一出五九砍得更起劲 只是眨眼间当暗示就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带 王氏顿时菊花意景 队长不会以为自己在赖他 一会顺道连他也卡了吧 五九并没有搭理他 只是嘱咐王氏引霜保护好白雾即可 毕竟无论五九多么迅猛地消灭这些怨念体 不多时便会有更多的怨念体诞生巨核 红音的能力显然不是以利亚继承的那种半调子 五九也明白白雾是真的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他目前能做的就是相信白雾的能力 天克后王氏发现恶朵的怨气稀薄了不少 五九也不必再独自充满冲去杀进杀出 看来白雾那边取得了成果 五九的目光落在了依旧一动不动的白雾身上 另一边白雾再次来到了那间屋子 但里面没有可爱如林家小妹一般的女孩 只有全身有着无数眼睛带着怨念与惶恐的怪物 你看我没有骗你 即便到了现在我也不讨厌你不害怕 白雾拿出了那把梳子 一点一点地靠近红音 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 对于恶朵的认知与其他人不同 黑雾里的眼睛们眼神各异 多种生线的交织声音传来 你真的不怕我吗 白雾现在能做的便是尽可能唤醒红音内心的善意 他神色轻松地看向每一只充满怨念的眼睛 真的很遗憾没有人能够给你梳头 也没有人能够带你走 但世界不是只有第一栋到第四栋那么大 人心的宽泛也绝不限于医生和病理 你知道高塔的人类为什么讨厌害怕恶朵吗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人类自己的意志 可以压过恶朵对杀戮的欲望 或许伊利亚算是一个 但他却是被人用近乎变态的精神迫害所引导 而你红音是另一个 我无法想象这么多怨念汇聚在你身上的痛 但既然你还能够保留自己的意志 那就说明你还是人类 并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怪物 红音的一些眼睛渐渐闭上 像是被主人下达了命令 历史上的这一天红音挣脱牢笼医院暴斗 但现在白雾挡在了他的身前 神色前所未有的温柔 不要让自己变成怪物 第九病院外还有很多你没有见过的善良的人类 可是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 红音的声线再次变得纯粹干净 他的怨念与杀戮欲望被白雾的一番话暂时压制下去 至少在红音看来眼前人没有一丝胆怯与憎恶 我会找到让你离开的办法 只是现在还做不到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愿意等我的话 白雾的意识更加轻柔地安抚着红音 他在撒谎 他想害你 红音的耳畔还是会有这样的声音 但比起之前淡薄了不少 他原本的心性也能够掌控身躯不再被带偏 而白雾从弄清楚了红音的全部经历后 就没有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他的每一句都很诚挚 他可以表演出那些痕迹 或许会更能打动眼前这个天使般的少女 但白雾没有这么做 或许某些方面我和你一样 被抛制这个陌生世界 这里的一切都是未知 如果说每一场旅行都有着他的使命 那么解开塔外世界的种种谜团便是我的使命 恶垛高塔如何出现的 高塔有几层顶端是什么 半生之力和天赋序列怎么来的 这些都是我这场旅行的意义 在我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时 我会想办法带你走 你并不是孤独的 至少从今日起 红英此刻只剩下一双泪眼 迷蒙充满同志的双目 似乎有些不解 但更多是对眼前人的袭击 红英的善良 让他无法忽略其他病人的感受 宛如怨起黑洞般不断吸收他人的怨疑 最终承受所有痛苦变成了怪物 但他终究还是那个 渴求与他人一起玩乐的小姑娘 谢谢 不过请不要前往第四段 你和你的伙伴如果离我太近会很危险 红英清澈的声音再次传来 但他还是显得十分难过 下次你见到我也许我不会这么清醒 所以你要变得更强大一些 就像那个和我一般高的人一样 气氛忽然有点滑稽起来 就像那个和红英一样高的人 无久队长风平再次落败 好 等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叫醒你 再和你一起玩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刚开始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 直到世界各地都有恶朵侵袭人类城市 人们身边的一切也都变得扭曲怪异 于是为了找到恶朵的起源与弱点 无数如同第九精神病院一般的机构应于而生 他们裹挟大意让正常人类注射恶朵血清 试图制造一个能够不虐杀人类的恶朵 而女孩红英则是纯粹的实验意外 天使一般的她无法忽略其他实验体的感受 最终吸纳了所有人的怨气和痛苦成了怪物 但她的内心终究还是那个渴求有益的小姑娘 七百年后白武读懂了她的内心 许下沉默唤醒了这个心灵纯澈的少女 两久之后红英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 然后忽然想起了什么对白武说道 在你离开前最好去一下第一栋 两天前有个人来过这里 她在第一栋留下了一样东西 白武文言心中略惊 这是什么剧情展开 蛮不成还真成了通关打游戏 等等 之前第一栋的时候 斧雷尔之眼的确提到了墙上的血色纹路 还有地上散落的病例 都是两天前有人布置的 蛮不成是以利亚口中的那个老师吗 毕竟这也不可能是某个落单的高塔人 不过这都七百年了她还活着吗 那个人有做什么吗 她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念及于此白武向红英问了一句 不清楚 只是那个东西和你们手里返回高塔的装置很像 红英知道轮盘并不奇怪 但这有人将返回轮盘留在这栋医院 这又是什么奇怪行为 白武心底有了些许期待 随即让红英带她过去看看 红英答应一声 白武眼前的场景骤然变换 五九淡淡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 你这病例看得有点久了 原本堆满书架病例的档案是已经变了模样 和五九几人对战的恶度 以及其他东西都已消失 五九收刀看着清醒过来的白武 他知道这一瞬间的变化也是白武的杰作 我找到了第四栋实验体的病例 过程稍微复杂了点 单个的时间就比较久 第四栋最好不要去 也许队长你都不一定能对付那个实验体 白武知道五九在等他的回答 直接忽略内容过程说出了结论 五九没有说话神色依旧淡然 隐双文言则看向了王氏 果然王氏当场就不服气了 你别小觑了队长 他可是和13队的刘队长 一同被称为调查军团的剑语盾 可没什么恶度是他搞不定的 白武无奈 我只是要表明第四栋远比前面三栋危险 第四栋的恶度可不是之前的杂鱼可比的 五九也不想听人拍自己满屁 直接借过话头问白武在档案里经历了什么 一段记忆吧 我们边走边说吧 白武转过身往门外走去 对了凌无柔和伤小矣呢 白武开门没有发现两人的存在 这才有些奇怪的问道 王氏文言耸耸间 他们运气不太好 负面属性影响太大 队长让他们先回高塔 白武你的阻碍词条是什么 尹双则看着没事人一样的白武 问出他关心的问题 白武也已猜到或许是这样 看来我运气还算不错 我的词条是混乱 五九略感诧异 混乱严重到能让人连正常走路都很困难 有点好奇白武适应了多久才能这般随意 这还需要适应吗 改变一下习惯就好 白武走在前面随意回答了一句 五九选择性沉默 王氏选择性沉默 尹双倾笑一声接过话问白武 现在这是要去哪 去一栋拿一个东西 病例中提到这里有人曾经来过 遗落了一个疑似返回轮盘的物品 我们去看看然后就准备回去 白武没有向众人解释太多 五九也能感觉到第四栋里藏着一个恐怖的怪物 没有反对白武接下来的计划 毕竟他现在还带着几个实力不足的队员 而在众人前往第一栋的途中 白武也开始讲病例里经历的记忆 他没有隐瞒什么 将自己推测出的高塔时代来临前的现象 和这座精神病院当年的真相都告知了众人 王室有些不解 精神病院致力于制造恶朵是什么意思 他们不是要研究恶朵的弱点吗 或许这也算研究的一种 或许有些别的什么原因吧 白武对此也不太清楚 不过目前来看 存在一个成功的实验体和一个半成功的实验体 成功的就是之前我们在第二栋遇见的伊利亚 而半成功则是存在在第四栋里的红鹰 其他人文言都有些不解 他们知道之前档案是那些你太恶朵都是红鹰的杰作 隔了一栋楼都这般强大 为什么还说红鹰反而是半成体 白武表示尽管伊利亚根本不是红鹰的对手 但伊利亚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杀戮情绪 而且红鹰内心的善意并没有完全抹除 恶朵就是恶朵记住这一点 五九听着白武对红鹰的主观意愿打断了他 恶朵不可能是人类 他们的天性就是吃人 所以不管遭遇多可怜原本有多善良天真 只要骨子里的恶意没有抹除便永远是人类的敌人 队长说的对 我会牢记这段话 亲自带入那段记忆的白武出乎意料地认同了五九 在他看来 如果没办法从根源上让小可怜对吞噬他人感到厌恶 即便他内心多么认可小可怜 却也绝对不会将小可怜看作自己人 尤其不能就此抹除掉对恶朵本身的警惕 就在这时一道红色的身影出现在白武面前 白武一愣下意识地停住脚步 怎么了 五九被白武的举动整得莫名其妙 不解白武怎么突然停下 没事 看来只有我能看到他吗 白武文言马上反应了过来 一道怨气化作的分身 他的本体很危险 我便你三个建议 跪舔跪舔或者跪舔 离开了记忆场景普雷尔之眼就能再次使用 可白武能感觉到小姑娘有些生气 哪怕他看到的只是背影 是因为刚刚五九说的那番话 失策 渣男必须死 不过小姑娘生气归生气 本身还是老老实实带着路 很快四人一分身就来到了第一栋的第三楼 红鹰的小手指向了一间普通的后诊室 白武没有犹豫 静止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结果刚进门就看到了一枚圆盘 这位置也放得太随意了些 看来本就是想让人发现的 白武暗自想到 这不是返回轮盘 我没见过这个 五九跟来后审视着这枚圆盘 返回轮盘的来历工艺等也很神秘 但和眼前这个还是有差别的 白武拿过轮盘普雷尔之眼给出了备注 牵引轮盘 和返回轮盘一样都是一言难尽的神奇物品 但牵引轮盘的制作方法早已失传 简单来说这玩意儿只有七个 它能够让人跨越三天的规则 回到以前的场景 或者牵引你前往特定的场景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某个人给你的邀请函 翻翻地上散落的病例里 有血迹的那张会有更好的解答 看到这里白武随意地捡起最显眼的病例 很快又随手扔掉 上面的内容大概就是一个标准的邀请函 圆盘的主人给他留下了一个连环性案件 小可怜所在的这个医院只是一个开端 这个牵引轮盘算是后续的传送门 白武从来不介意生活里多些趣味 哪怕体验过程是致命的 这个东西的出现让他嘴角泛起了一抹微笑 倒是让五九更莫名其妙 白武并未收敛笑容转头向其他人提议 王室引霜对这铁盘子没兴趣 五九也不知道东西用途便默认了 既然没什么要搜查的了 我们回去吧 五九拿出返回轮盘向众人招呼 白武则转过深目光落在了别处 五九引霜王室看不见红英 但白武能够看到 我走了 我还会再来的 那边正是红英分身所在的位置 不过他也没有发出声音 他只是做出了这样的嘴型 红英知道他表达的意思 变气凝聚的幻象 突然流下了两行眼泪 白武看着不断挥舞小手的红英 再一次的有一种 无法道明的失落感 当前区域探索度百分之六十一 恶垛剩余一只 该区域末日碎片 已被转移故无法获得 我的评价马马虎虎 你的运气不错 遇到了小可怜 但嘴顿不是每次都有用的 下次最好变得更能打 这不是不拖后腿的林妹妹吗 白武刚返回高塔 就对着林无柔一阵击 他当然记得此前 在塔外林无柔的阴阳怪气 这回林无柔和商小已被迫提前返回 倒是让白武这个纯粹的新人 占了一点先机 反倒是负责记录军团出入的 记录员有点猛 他明明记得调查军团 七队一组的人员 四小时前是从白色石碑出塔 现在怎么都会从蓝色石碑返回 林无柔和商小已在返回 高塔负面词条被驱散后 就已经想明白了这个问题 毕竟白武在病院就说过 第二栋开始就属于蓝色区域 但二人也没办法立刻投入到战斗里去 因为身体在12小时内 无法承受两次石碑传送 而记录员更惊讶还不是这个 对他来说白武这个新人 第一次出塔就在塔外待了四小时以上 这怕是他这辈子都第一次见 毕竟对于调查军团的人来说 半生之力绝不是最终的战力评估标准 在塔外不受情绪影响 待的时间更长也是极重要的指标 此时五九出生打断了白武几人的打去玩 告诉白武他未来一周不会再有任务 为什么会没有任务 白武对此有些不解 五九表示今天的行动只是一个入门测试 白武已经合格了 之后办好手续他才算正式加入调查军团 白武一琢磨也没再说话 毕竟高塔是生存区域 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他以前是乞丐 该想办法搞点钱了 高塔里本没有昼夜之说 但900米高的天花板仍然会模拟昼夜 夜幕降临后 五九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着调查日志 桌案上放着五张评估表现图 是以六边形数据表的格式呈现 六种属性分别为生存能力 恶朵作战能力 分析能力 应变能力 心态 潜力 灵无柔伤小以王室 都在恶朵作战能力上极为突出 但分析能力则稍微弱了一些 尤其王室分析能力则几乎没有 至于影霜 他原本是整个团队的大猫 但这次出他影霜基本没有开口 因为他的活被某个新人全包了 而白武的分析图很奇怪 应变能力分析能力 心态潜力全部拉满 但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趋于无 五九还是第一次给出新人这样的评价 他仔细回想自己跟过的队伍带过的兵 确信没有遇到过白武这样的人 他的心底有个非常大胆的预想 如果白武能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 也许很快调查兵团就能出现第二个八阶高手 可他想到那部酒前白武逃掉的赌局 五九直觉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于是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将白武的作战分析报告给销毁 重新写了一份看起来要平庸不少的报告 尽可能将白武真实的情况隐藏起来 第二件事他打了一个电话 你好鬼推磨事务所 电话里传来清脆的女生 是我 吴清玉 幽大名鼎鼎的九爷 滚犊子 用得着人家叫人家宝贝 用不着就叫人家滚犊子 我有一个长期委托 帮我保护一个人 五九不跟女人多废话 他也从来不会叫某个女人宝贝 鬼推磨事务所是他以前待过的地方 无名思义有潜能是鬼推磨 这家事务所的宗旨便是 你钱我什么都可以 你谈恋爱了吗 电话另一头的声音陡然高了八分 我稍后将他的信息发给你 是我的队员 另外他的侦测能力很强 你们的人最好机灵点 电话那头的女孩疑惑 奇了怪了 保护人为什么不让调查军团的人负责 但五九没有详细解释 因为这件事调查军团不合适 电话那头的女孩也清楚五九的性子 心笑一声说道 说说酬劳 五九似乎心底早就有了答案 每次出他我会帮你们带一样东西 成交 女人没有半点犹豫 所有人都想找调查军团的人出他带务 毕竟万一寄零了那可就赚大发 但五九这样的大佬却从没这么做 所以电话那头的女孩很好奇 五九这次保护的人到底是谁 与此同时 白雾来到了高塔底层的简陋港口 面对恶多多向来面不改色的他 如今却停在这家橙子宝贝铺前犹豫不前 铺子的老板留橙子此刻双眼含泪 阿仁你听我解释 我的心里满满都是你啊 阿仁更是热泪盈眶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心里只有我一个 那你告诉我这个男人是谁 另外一个男人激进崩溃 阿诚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我每个月省吃剪拥在塔外累死累我 就是希望你能够过得好点 为什么这个人说他才是你的男朋友呢 为什么 刘橙子文言突然猛地向后道去 下一秒抽气声响彻夜空 聚光灯下刘橙子痛声大哭道 阿仁阿峰对不起 你们都太优秀了 是我对不起你们 可是我爱你们的呀 你们两个我都爱 我只是不想伤害你们才一直瞒着你们 我不想和你们分开 你们都是我的翅膀啊 阿仁阿峰刘橙子 呈现出三角站位 这应该具有稳定性 白雾站在三角形之外 面无表情地看着这撕心裂肺的荫雾 海后不愧是海后 这话杀伤力太强了 片刻后阿仁阿峰勾肩搭配欢快的离开 或许是雄性生物的自尊驱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而店内的刘橙子一秒便利 哼着欢快的曲子拿出小镜子开始补装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白雾怀着对海后的敬畏走进了店内 哎呀白雾小哥哥 着急谈事情 没有啊 只是这两个人越界了 老想着和我进一步发展 真是的 舔狗就好好舔了 非想转正 而且我最近不喜欢这种风格的鲜肉了 于是我就把他们两个都叫来 然后一起处理了 他现在这样子 让白雾一瞬间以为刚才的撕心裂肺 就像是没发生过似的 这不是翻车 这是车辆回收 对了 小哥哥找我干什么 别看我刚才那样 其实是因为最近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才这样的 是个好消息 白雾没有理会越来越近的流程子 伸手摸向自己的背包 凭空映照过去的相机 只需在心中默念某个时间 而后对着某个场景拍照 就能拍到该场景在那个时间发生的画面 当白雾告诉流程子相机寄灵的消息 流程子的眼里马上犯起了心情 毕竟这台相机真正的拥有者是属于他的 而且不说这台相机寄灵了如此实用的功能 单说物品在塔外寄灵的概率之低 就足够让人惊讶 比如白雾心心念念的一生之地电饭包 这件事还要从白雾第一次正式出塔前说起 昨晚薛慈云书带白雾抵达简陋港口后 云书被港口坑蒙拐骗的广告器的要去理论 薛慈也因为放心不下跑去阻止了 只留白雾一人在这港口闲逛起来 最终他走了大半个港口后停在了流程子的店前 还没进门白雾的普雷尔之眼就暴露出了本性 不过这普雷尔之眼 看到的是风格合乎主人性格隐藏面的备注解释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白雾的新生 好在白雾两辈子母胎单身 面对流程子这个拥有上百备胎 脚踏六只船的海后也不敢造次 他不理会喋喋不休的眼睛随意看着店铺里的东西 一个能够瞬间将水烧开的杯子 如果再将它带去塔外几天 说不定会净化成一个便携式净水器 纪灵等级两天半 一口具备纪灵前置的电饭包 如果你要带上它建议最好不要贴风条 恶斗不是比克大魔王 魔风波对他们没用 139塔斯 这价格要放以前铁钉式杂牌电饭包 不过这东西要是寄灵成功 成为一口能够转换食材生成美食的锅 那绝对是一本万里 看中什么好货了吗小帅哥 此时收银台后的流程子出声询问白雾 白雾本身无意结交这个海后 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想要这杯子和电饭包 然而流程子并不是什么弱女子 他单从白雾的选择就已经看出了端倪 眼光不错 杯子的确是好东西 可这锅没什么用 放在这就是骗傻子的 你不是傻子我也不想你是傻子 我叫流程子 小帅哥是要出塔吗 流程子边说边走向白雾 最后一语道破了白雾要做的事 白雾闻言内心赞叹一声 但没有回答流程子的问题 只问他这两件东西多少钱 刚才打五折 不过现在我该注意了 一万塔丝或免费送 你选一个呗 顺便说一句 整个底层只有我卖锅炉 白雾听着流程子话陷入沉默 高塔底层的人一日三餐都是糊糊状的营养餐 他讨厌那个东西 便想着买一口能够转换食材的锅 流程子也不管白雾在想什么继续说道 一般人不会在我明确告诉 这锅是废品后还要买 这个年代锅早就没有了用处 也从来不会有人买 除非它发生了机灵现象 而且塔内那款杯子毫无作用 除非你去的地方是塔外 流程子一边说还一边快贴到了白雾脖子上 白雾指的后退一步选择了妥协 告诉流程子自己选择免费送 毕竟万一这电饭包就变成了传说中的厨具呢 虽说免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 好嘞我帮你包起来 另一边的流程子已经笑颜如花 迅速找到一个袋子 将杯子和电饭包装了起来 但一起打包的还多了一款老旧的照相机 面对白雾的疑惑流程子笑嘻嘻的解释 放心了小帅哥 你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不小心将这款照相机 落在了你的货物里 白雾倒是不意外 但也大概了解为何流程子能做海后了 有这般抓机会的能力和观察力 能有几个小趴菜等得住 过几天你会偶然发现这相机 于是好心地还给我 但从备注来看他能猜到一些内容 一台没有胶卷却拍过不少秘密的相机 这丫头大概也是想要看到 相机曾拍到的某些画面吧 只要让人带出塔寄灵就有可能实现了 而当白雾问起假如相机没寄灵怎么说时 流程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反正电饭包和杯子是送给白雾了 小帅哥咱们重新来一次 我叫流程子 流程子见白雾收起东西俏皮 一笑再次自我介绍 我叫白雾 白雾则并未继续逗留 带着这个奇怪的委托离开了橙子宝贝铺 那么合作愉快白雾小哥哥 另一边的流程子笑得依旧甜美 但他首次见面就如此信任白雾 其中有多少是为了相机就不得而知了 时间回到现在 流程子听闻白雾对相机功能的介绍后 马上扑过来就要拿去试试 流程子知道不少秘密 也知道那些秘密诞生的时间 这让他整个人都兴奋得有些颤抖 可惜天下没有人可以白调白雾 他举着相机微微一笑 先谈谈报仇 流程子面色一僵 什么报仇 白雾哥哥人家是女生 你能不能便宜点 要不送我吗 我会记着你的好的 白雾嘴角一歪 我不喜欢女生 女生的家家 如果能当场掏出个什么来 我给你打骨折 流程子无语 但决定赋于顽抗一下 挺了挺资本靠向了白雾 白帅哥 人家实在没什么钱了 实在不行人家以身相许可以吗 白雾则平静地看着流程子 他的普雷尔之眼备注救了他一次 女孩子都爱欺骗自己 以为美颜相机里的样子 白雾看着备注在退白米 这般表现也让流程子有些损了 他拿白雾没有办法 随即气馁地说道 好吧好吧我要先咽焰火 白雾将相机递给流程子 这个你随意 具体使用方法是将年月日十分秒去掉 然后直接默念时间组成的数字 流程子摆弄几下相机 随后默念着约十分钟前的数字转向旁边 他挺想欣赏一下 刚刚两个翅膀对峙时错愕的脸 白雾看着流程子拍照的地方 大概也猜到了他要拍什么 这姑娘也算是明明白白的渣 只是想让更多小可爱感受到恋爱的甜蜜 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流程子当然知道自己很渣 面对白雾的问题显得十分俏皮 与此同时相机一审 照片缓缓滑出 里面两个男人愤怒 静一歇斯底里的模样赫然显现 流程子见此马上眼冒金光 转大发了转大发了 这机灵简直是中了头奖了 一直拍下去岂不是就能知道历史吗 白雾文言一愣 他第一时间都还没反应过来 是了 这台相机还可以这样用 只要不断地拍照 一张张相片不就能跟拼图一样 将历史拼出来了吗 这时流程子拿着相机看向白雾 这个相机怎么拍不出来 可不是我的问题哦 他突然就不吐照片了 白雾并不意外 是因为他寄零的时间只有三个小时 所以这东西的效率还很低 一周只能拍两次 在塔外我用了一次 再次使用你得等到七天后 这样啊 流程子低着头琢磨着这相机的价值 虽然这台相机使用频率 于预期远远不符 但只要用对了地方 就绝对是情报获取的力气 而且白雾这种不尽美色 且始终给人以冷静感觉的家伙 想来要讲价非常麻烦 他本打算硬着头皮试一试 却听到白雾不急不缓的语气说道 等价交换一物一物 不要试图贬低他 以此来压低他的价 这样做只会让我觉得你很掉价 你可以选择同等价值的物品情报服务 或者加在一起 我觉得合适就行 流程子被堵住 心里嘀咕着这个服务 他震惊吗 虽然直觉白雾不可能赤色 又这一套 同等价值的物品 白雾很满意地点头道 简陋港口中盘地带 那里的直播设施是怎么回事 流程子没想到白雾这么跳脱 但还是解释起来 直播带货呀 据说从塔前时代就有了 老百姓们很吃这一套 越是有威望的人做这行 越能吸引你 不过以你的眼光 不会看不出来那些是骗人的吧 白雾摇摇头 我自然知道那是骗人的 我是想问这个东西之所以存在 是一开始就是骗人的 还是塔外直播这种事情 其实有过真实 流程子很聪明 听出了白雾的真正意思 看来你是对直播感兴趣吗 如果我没猜错 这些直播不至于每次都假 因为百姓没那么傻 总该是假的几次 就有次真的混杂在其中 我想了解一些数据 流程子听到白雾承认 顿时放松了些 这算能够抵消相机部分价格的情报吗 算了 先告诉我真直播的一些细节 白雾也没有打哑泥 直接挑明 流程子来了兴趣 越过白雾向里面走去 那你可算问对人了 来跟我进屋 咱们坐着好好聊聊 人脉关系的核心是信任 而信任中最简单的玩法 就是把对方恋成男朋友 白雾返回高塔后 第一时间找到流程子 交易纪灵的相机 毕竟这一世的他 只是个穷到被人卖来卖去的乞丐 在一番不正经的讨价还价后 白雾成功被流程子 带到了隐藏的小白雾 刚一坐下流程子 就开始讲起了 底层的一些行业规则 他对白雾想了解的 塔外直播似乎兴趣极大 在他的口中 白雾也得知了一些尝试 比如生活在高塔底层的人 每天都会在调查军团的保护下出塔 日复一日地在白色区域 搜集矿源和蓝线草 但他们大多数人 对塔外的了解却很愧了 因为调查军团的人 会事先消灭这片区域的恶朵 所以真正见过恶朵的人并不多 大家都害怕恶朵 但大家又渴望见到恶朵 这也是塔外直播 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对白雾而言 倒也不算什么新奇的事 毕竟他自己刚来就被扔到了塔外 三四层的贵族 都渴望见到恶朵吃人的画面 何况是更没见识的底层平民 大卫芬奇说过 他坚信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变态 这也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白雾一脸臭屁地 对刘成子的消息做了总结 刘成子不知道大卫芬奇是谁 但他想了想 如果自己是变态 那定是变态恋爱狂 总之呢 大家很喜欢看到塔外发生的事情 喜欢看血腥刺激的东西 也渴望了解塔外那个辽阔的世界 高塔巨大 但比起塔前时代人类的辽阔疆域 高塔又显得极其渺小 对于所有不敢出塔的人来说 塔外就是一个神话之地 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 贵族还是下民 都很好奇塔外发生的事情 但要让他们前往塔外是断然不敢 刘成子说的这些话白雾也明白 巨大的感官需求 造就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而人类向来是不介意铤而走险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调查军团的人干这档子事 那是因为在调查军团中 除了军团长和16个分队长 能够发起出塔申请外 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擅自出塔 这也很好理解 调查军团是统治者的武器 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刀背 那群伤人借去用 官军要是变成私军 怕是高塔各方势力都会洗牌 某种程度来说 这也是在维护秩序 不过白雾对三四五层的 那些天龙人们没啥好感 自由活动期间 只要掩盖住自己身份就行 不被发现的老王 就依然是个好邻居 这时刘成子打断了白雾的思考 将话题拉回了 解决塔外无法使用科技物品的办法 人们也用了各种方式来想办法直播 当然方法其实就是一种 物品寄灵嘛 白雾顺着流程子的话头说出了答案 没错 只有寄灵物品可以在塔外使用 这个过程据说挺漫长的 大家携带了不少物品出塔 但具备影像记录功能的几乎没有 即便有也无法起到直播的效果 大约过了七年 某个巨谷耗费了大量财力 故人携带各种物品前往塔外后 才终于让一种手铐寄灵了 这手铐表面是手铐 实则是监视器对吧 白雾有些无语的再次接过话头 但转瞬又觉得有些好笑 看来自己当初毁掉了一个宝贝啊 他也没过多纠结这个问题 抬头继续问流程子 记录纯粹看运气 那位商人怎么保证后面的手铐也能记录呢 不能保证 不过记录那次出塔的那个人 带了不止一副手铐 因为大家的想法都比较统一 既然单件物品的记录概率很低 那就干脆带一堆物品 结果妈自然不言而喻 13副手铐全部记录了 且都是同样的能力 这种现象被称为记录扩散 就像有的人擅使用双刀 武器记录的时候两把刀都会记录 不过记录扩散现象是很难见到的 白雾大概能理解 物品记录的瞬间 有一定几率使同类物品一并记录 不过这个几率很玄学 所以后来 就有了这个能于塔内显示器 奇怪连接的手铐监视器 这么好的东西调查军团为何不用呢 白雾再次发问 因为调查军团买不到 那位巨谷并没有打算把手铐卖出去 刘成子耐心解释 这点白雾想了想也能猜出个大概 假如全世界只有自己能够直播 那垄断的利润将大得无法想象 前提是那个人得有搞垄断的实力 看来这位巨谷身份不一般啊 没错 调查军团的人名面上都不敢得罪他 有人猜测他可能来自第五层 现在两人身处小白雾 刘成子也没什么忌口直接说了出来 哄志者曾急吗 此时白雾所想的远比刘成子要复杂 从五九之前对自己当初那场赌局 表现出的态度来看 这个赌局的开设者身份不简单啊 那么到底是谁告了密让调查军团来接我呢 可以肯定对方的身份是贵族起步 但谁会为了一个乞丐得罪这位赌局老板呢 白雾心思及转不自觉皱起眉头 而且这位老板挨头不小 如果我身份暴露五九还能否保得住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要做塔外直播 会不会引起赌局人的注意 所以真正的直播必须得联系那位巨骨 你有没有办法弄到直播设备 白雾的依样没有持续几秒 抬头继续追问刘成子 倒是能联系到 我有个男朋友有门路 刘成子自信一笑 别人都是我有个朋友 他直接变成了我有个男朋友 果然海后的人脉不是常人能考量的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 这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 他是一个拥有上百倍胎脚踏六只船的海后 但是从来都是随便挑个男朋友 可如今却甘愿被母胎单身两辈子的乞丐白嫖 当白雾追问刘成子 有没办法弄到直播设备时 刘成子的一句 我有个男朋友有门路 让白雾唏嘘不已 不过这是人家的实力 白雾只能点个赞回到正体 我需要一个寄灵的 能够改变声音的面具 面具风格最好是笑脸小手之类的 如果不能改变声音 至少也要确保足够坚硬 再就是直播设备 不能以我的身份去弄 你需要帮我不被别人查到 刘成子听着白雾的要求有点无奈 白雾这家伙倒是显得信任自己 但这个甲方需求也太麻烦了些 而白雾也明白自己的问题 一台寄灵相机还不足以让别人冒险 于是很快抬高了价码 他表示那台相机一周只能使用两次 但如果自己继续戴在身上 那以后相机的寄灵等级还会提高 这样以后就能更加频繁地使用 而且如果刘成子愿意帮自己 那就相机只是一方面 将来若有其他适合寄灵的物品 白雾也会考虑帮刘成子带住他 成交 下一秒刘成子就握住了白雾的手 他确实心动 如果白雾这家伙的实力足够强 这不就是稳定的寄灵物品生产工具人吗 那岂不是比自己的男朋友们 加在一起都有价值 我帮你弄直播设备你放心 保证不会让人查到 但我得做你的经济合伙人 有我在你就可以安心地只负责直播 运营的事情我帮你搞定 刘成子能在底层繁华地段 开一间铺子且无人闹事 他的人脉关系自然比他的球要充实 白雾对此没有什么意见 直播需要一个造势 眼前炉内高潮中的刘成子的确很适合 不过比起现在相机都不用给 成功白调了直播这件事 他更关心的是最快要几天能开始直播 你很急吗 大概得三天吧 好一会儿刘成子才回答了白雾的问题 随后白雾和刘成子交谈了一番细节 离开了成子宝贝铺 回到五九先前给他安排的住所后 白雾取出那枚牵引轮盘端向起来 牵引轮盘的作用是牵引人回到以前的场景 或是某个设置好的特定场景 他在想着下一个探索的地方 是去那位挑战者安排的区域还是随机找的区域 可就在白雾计划着塔外活动时 自家的房门突然被人敲响 白雾是我 审讯组的云书 队长让我来找你 屋外传来了一个女生 白雾将牵引轮盘收起 他大概猜到了对方的来意 审讯组负责审讯掌握底层的一些情报 同时也调查一些底层案件 队长让我们来找你 说怕你太闲给你分配点试做 然后正好我们组组长觉得你能力很强 白雾刚开门 云书就说出了来意 云书穿着一身职场装 看到白雾的他脸上挂着一丝红韵 一个可有可恶的小名妹 除了能跑腿还能跑腿以及跑腿 动脑子 你看看人家沉甸甸的兄答应吗 白雾看着备注也不意外 他知道这是之前被审讯时自己的功劳 不过五九昨日还说放自己七天假 今日就来安排审讯组的工作 这么看来应该是赌装的人已经开始有动作了吧 审讯组毕竟在第二层的调查军团内部 五九此举八成是要保护一下自己 可当白雾答应医生准备先过去看看时 云书却摸着脑壳一脸尴尬 我们那里堆积的案件很多 队长的意思是你最好全部负责 七天时间恐怕都是不够用的 白雾心头一呆 队长这是算到了自己想私自出谈了 有点意思 用大量的工作压缩自己的自由时间 并且也可以将自己放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保护 我知道了 先去看看再说 白雾先行一步向外走去 这次五九队长怕是算漏 毕竟白雾也还从来没有试过用普雷尔之眼办案 大概会有种开挂的感觉吗 高塔第二层模拟的时间还是白天 调查军团分布第七队营地审讯组 白雾一路走来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没有电脑吗 那东西得第三层才有 当案堆里传出了一个声音 咱们这还没那条件 调查兵团第七队审讯组组长田巡 带路的云书指着来人向白雾介绍 白雾久仰大名 这次还要靠你帮忙 堆积了一年末泼的案子都在这里 田巡一脸沧桑地站起了身 关于这个人的备注很奇怪 一个从不在乎结果只享受过程的极致主义者 尤其是在和女人相处的时候 白雾暂时还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不过看来第三层的科技水平大概就相当于自己前世 那么第四层的科技会更高吗 第五层大概是未来风吗 跟我说说这些案子整体共同点吧 白雾稍微思虑一番就向田巡问起了案件 案件与案件不同的 又不是什么连环杀人案 田巡觉得有些奇怪 难道不该每个案子单独过问细节吗 不过这些案件还真有些共同点 这些案件其实大多都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但作案手法作案动机证据所在都还不清楚 你知道的 在底层很多时候当地人不配合你 你根本没办法取证 白雾略敢诧异 这倒是能帮他省却不少工夫 也就是说堆积了这么多案子 你们每一件都调查过 且都到了取证阶段吧 我们的确每个案子都在跟进 你得知道底层每天都有案件 16个分队的审讯组都忙得不得了 其实有些案子我们确实不想处理 但谁让我们摊上了这么一个老大呢 白雾文言有些疑惑 你是说五九吗 是啊 队长很在意这些问题 底层秩序混乱 但越是如此队长越希望我们能做出些事情 他想让底层人明白他们并没有被放弃 并不只是作为劳动工具而活着 田巡这番话说得倒是很平淡 白雾很惊讶 在前世他遇到过这些愿意为民请运的人 不少警官都将正义作为自己的信仰 可这一世不同 这里是末世 在这个充满诈骗与暴力的末世 在民众们靠着直播带来的那点虚妄活着的底层中 五九队长竟想试图去改变他 看起来五九也没有那么 这些案件上最大嫌疑的人 你们审讯组有临时逮捕的权利吗 白雾不在神游拿起了一本档案 有的 虽然咱们地位不如高塔镇玉君 但上头给了咱们不小的实权 至少在处理底层百姓时我们可以直接抓捕 且有七天取证时间 即便抓错了 七天后把人放了上头也不过问 白雾微微摇头 这不是上头信任调查军团 这是上面的人在蔑视底层百姓的人权 看来五九想要改变的事情很难 那就把所有案件涉及的嫌疑人都找来吧 审讯组人如果不够 就将其他审讯组的人叫上 白雾出来乍到难以改变什么 心思急转下决定先处理眼前的事 是时候调教一下普雷尔之眼了 用可备注万物的普雷尔之眼办案是中什么体验 大胸跑腿工具人云书表示 只是白雾的任务罢 白雾在刘成那边搞定自己的赚钱行当后 刚回家就被五九叫来 七对审讯组办理陈年旧案 不过拥有普雷尔之眼的他丝毫不慌 屁股还没坐稳 就让其他组员把确定的嫌疑人都抓来 田巡和云书以为自己听错 这上百个案件上百个人能顾得过来吗 白雾当然知道两人在顾虑什么 如果还要跟前是一样从调查一直做到结案 这么做确实就是给自己添读 但今是有了普雷尔之眼那就无所谓了 这一世破案大概就是 先生您好 我是八号技师 很高兴为您服务 于是白雾神色一正对二人说道 我在塔外的时候 队长乃至林无柔那个小妹妹都不会质疑我的话 我希望你们最好也一样 田巡二人再次愣住 林无柔他们打过交道 此人最善嘲讽而且对新人很不友好 这都能搞定的自己的确不该质疑白雾 于是乎四小时后 上百号来自底层的嫌疑人站满了整个审讯队 组员们这辈子第一次掏出了大喇发 组长田巡虽然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但是以至此手中的笔录也是做的飞起 恰好执行完任务的十三队长刘牧看着这一情形 不知道第七队的审讯组要干什么 于是直接勾搭上了队列外的田巡 什么情况 底层发生大规模泄斗了吗 半二爷 老大让交代他 田巡其实也不知道白雾到底要做什么 便寻思着继续说道 这是之前堆积案子的一番 全部被叫来了 估摸着像是要一次把案子全解了吧 刘牧听完人都傻了 一次全解 这也太荒唐了吧 伍久在断案嘛 这小子真的嫌得慌 刘牧嘴上又嘖嘖两声摇着头就回到了十三队 全当听了个笑话 片刻后 田巡走进了监控室 白雾的审讯已经开始了 云书和薛慈都被留在了监控室 白雾没有选择让任何人旁听 三人都一同看向监控 他们很好奇白雾是要怎么做 可惜调查军团的监控是听不到声音的 田巡看着屏幕中的女人倒是有点印象 他记得这是一起杀人案 死者是一范的丈夫 二者都是底层人 但女人就显得很精致 像是来自第三层 案件在伍久的调查下 发现了女人和其他男人的出轨事实 而且女人与其丈夫关系并不好 就像是田狗费尽心思追到了女神 也结婚了 但二人有名无识的那种 所以伍久很怀疑这个女人 可又找不到证据 审讯室内 白雾看着女人一言不乏 普雷尔之言给出的备注已经不需要他再动脑子了 他不是凶手而是帮凶 一个拼单为生的名员 明明是底层出生 却非要装得跟三层的贵妇一样和赌场的管理私混 每天和人拼着各种奢侈品没有半点存款 但也丝毫不影响他看不起自己老是挖矿的丈夫 最好吩咐小迷妹传唤一下这位堕落街的赌场管理 白雾基本看出了这起案子的实质 大概是联合某个奸夫害死了自己丈夫 动机便是钱 于是直接冲着监控招了招手 填寻见此心领神会 马上让云书转到审讯室一趟 在此期间白雾通过简单套话 得到了这位赌场管理的名字 不等云书敲门白雾已经走了出来 来得正好 你去将档案中我写的赌场管理带过来 将他们分开审讯 只要抓到了赌场管理 白雾从赌场管理那里又能获取新的备注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白雾让云书按照自己写的信息针对性询问 利用囚徒困境那一套 那两个嫌疑人的信任很快就会崩解 白雾说完后不理会还在猛逼的云书 静止走向下一个审讯室 这个案件他要做的已经基本完成 分钟后二号审讯室门被打开 白雾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 因为第二起案件处理得很快 案件中只缺乏了证据一个环节 简单问了几句他就佐证了凶器的存在 而他的普雷尔之眼直接告诉了凶器的位置 于是又传唤云书料理后事 好吧 大雄跑腿工具人正在任务中 让薛辞去帮忙 然后白雾开始了第三起案件 第四起 第五起 一小时后田巡冲进了审讯祖宗和办公室 老刀老王 快把你们第三队第九队审讯祖的人借我 老刀老王大眼瞪小眼 他们还不知道由于白雾的破案速度太快 七队审讯祖的跑腿工具人不够用了 五九队长找来的这个人太强了 破案速度过于快 不然我也不会找你们来借人了 眼界那两人没动静 田巡又解释了几句 过于快是有有多快 我说老田你别夸大气词啊 老刀终于反应过来凑到了田巡身边 那小子就像是看过犯罪剧本一样效力惊人 每次都极为精准地找到了各种罪证 这一个小时已经十几起案件了 不说了 这些档案我要赶紧拿过去 你们快点把人戒掉过来 田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他还得去其他队的审讯组摇人 等他回到监控室的时候 薛辞云书也在场 看着监控画面的田巡突然升起了一丝危机感 因为薛辞告诉他这已经是白雾的第十三起案件了 薛辞把监控器关了 前面的审讯录像全部消除 片刻后田巡点燃一支烟说道 他有种预感 照这个势头下去 白雾怕使能做出一日破百案的沈举动 想着十三队队长刘牧的德行 还有其他几个喜欢挖脚的分队长 田巡便鸡贼地关掉了监控器 第十三队营地队长办公室 刘牧攥着七队的借调申请有点懵 好在一旁的队员为他解开了疑惑 听说是第七队审讯组堆积已久的案件 现在都结案了 急需人手帮忙抓捕相关嫌疑犯 而且三队九队十一队审讯组的人 都已经戒掉走了 刘牧闻言有些不相信 他和五九队长关系好得很 第七队的审讯组 是什么水平自然也很清楚 堆积了这么久的案子 能结案早就结了 除非有个外援 刘牧说着说着突然想起了什么 前天五九那小矮子 找到了一个宝藏星人 那个叫白雾的小子 傲恼的情绪突然一股脑的奔涌出来 刘牧拍着桌子忽然好气好气 为什么我的队伍编号是十三啊 他现在还记得 白雾拒绝加入十三队的理由是 十三这个数字不吉利 有人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 但事实上一次让步 就会有无数次的让步 白雾接到五九安排的工作后 这一天断案接近两百起 他在第七队审讯组 百余起案件结束后 他干脆跑去其他队 把堆积的案件全解决了 好在其他队队长 不像五九那般严苛 案件加起来并不多 第七队营地监控室 田巡看着结案报告乐开了花 要知道审讯组的补助 是跟结案率挂钩的 不过他内心更担心白雾的处境 一天内出这么多风头 过于锋芒外露 这时白雾带着云书 找到了田巡靴子 他也知道事情做得太夸张 会引起一些麻烦 不过在此之前 洗上煤烧的田巡更让他好奇 面对白雾的询问 田巡耸耸耸肩 表示审讯组 只有每月交够结案报告 才能得到补助 而在五九没来调查军团前 队长们经常弄些假报告糊弄 至于现在已经没有同行敢这么做了 白雾心中了然 五九此人眼里柔布的沙子 在塔外他是个沙呸 在塔内他一样铁穴 在瞧瞧眼前可怜兮兮的削字云书 恐怕审讯组这边 很久都没任何物资补助了 田巡没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在他内心还是比较赞同五九的做法 随即问起白雾来找他干嘛 白雾文言也说起了正事 他直接表示自己并不具备破案才能 只是恰好比较善于审讯来审讯组锻炼的 在审讯完犯人后 自己会将案件细节告诉大家 这次大规模结案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自己只是恰好参与了而已 之所以能结案是队长一直在派大家案中跟进案子 大家也早就找到了线索 所以这些案子其实是早就破了 只是今日才结案而已 田巡三人听着听着都有些无语 现在这个情况就算说没有才能别人也不信嘛 白雾则表示别人或许确实会怀疑 但档案上有大家填充好的各种破案细节线索进度 到时候就算有人问大家拿出档案也能对答如流 这回田巡听懂了他的意思 自己这些人由案件结果填补破案过程 而这其中白雾只是一个最后核对作案流程的工具人 但他能理解白雾隐藏自己的打算 可照白雾这么说要等所有案子破了再结案 这不是明显耽误破案进度吗 为了引起上层的重视 白雾直接告诉了田巡答案 他的心底早就做好了准备 田巡则更不解了 这引起上层注意又是演的哪一出 白雾不是要隐藏自己吗 白雾对此倒是胸有成竹 这两天我也大概了解一下 底层就是个到处在犯罪的地方 只要不引起上面的人重视 那么下面的人还会不断作案 任何事物都应该从宏观和微观结合 微观上犯人犯罪出于道德败坏或种种细节将其逼逢 宏观上则要思考是什么样的大环境让他们频频犯罪 或者不是我们这些审讯组的小人物能左右的 要改变这种环境还得有来自上层政策的支持 当白雾说完后 田巡总觉得有些汗言 这么说来终究是自己的格局低了点 这个理由也太正 不过他也明白白雾说的并非没有道理 于是干脆也不再多思考其他问题 就按白雾说的流程让薛茨云书去开始编写报告 毕竟这可算是一项大工程 只是他们这些记录者还好就是泪点 目前犯人都陆陆续续关押了 白雾还能记得清他们的口供细节吗 白雾文言呵呵一笑 现在才是真正的装插时间 不而不忘难道不是调查军团的标配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次轮到了审讯组的田巡薛茨云书 大家都选择性沉默 数日后调查军团分布 第七兵团长办公室 五九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冷 在他面前白雾安静地像个刚挨过揍的八岁小孩 我听田巡说案件全是你破的对吗 五九头都不抬直接开口 看来你很想出他 急着便把我安排的事情被处理干净了 调查军团可不准私自出他 白雾乖乖硬了一句 所以你做事要有分寸 如果被我抓到了会严惩不待 另外要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晰认知 做死的事情最好不要去碰 白雾越发觉得队长有意思 因为五九嘴上严肃 但言外之意就是不要留下打笔 另外注意安全 案件报告我已经全部递交上去了 五九不理会白雾的反应起身继续说道 底层的治理是一件漫长的事情 这次这么多案件一起交上去 会让我们面对一些压力 但阻碍我们的人压力更大 里头不少案子涉及到他们的产业 你这次做得很不错 五九走到了白雾身前 那张总是别人欠他钱的脸 难得地扬了扬嘴角 随即又拍了拍白雾的肩膀 有功则少 你如果要出塔可以去器械组调些东西 有些东西需要权限 但你戴上这个他们就会让你通行 白雾拿过五九的腰牌看了看 调查军团常年出塔 调查当然会捡到不少好东西 不过大多数都拿去武装他们自身了 但也有不少野外的寄灵物品 不知功效存放在宝库里 有了这块牌子你可以进去捡捡漏 相信我 宝库比捡漏港口要有诚意的多 白雾看着备注顿时觉得 五九的大腿自己应该是抱稳了 队长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四天后高塔镇玉军会派一名高官过来询问细节 大概是高层对这病动内容很感兴趣 尤其是高等级保留理智的恶毒 他们会仔细询问 有些人相识两天半就知道彼此是一路人 当白雾特地把断案结果一次上交后 五九对白雾的信任也愈发犹新了 显然白雾这么做是在表明自己是支持五九的 虽然这样并不能突然改变底层人的进口 但五九很乐意为此承担来此上层的压力 而四天后 镇玉军的高官来询问第九病院的细节 就很可能会针对白雾来点别样的套餐 白雾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不过这种事他上辈子经历的多了也不怕什么 他关心的是不能让五九和林无柔他们透露出牵引轮盘 否则自己之后的计划就没法实施了 五九听了白雾的步虑有些不解 在他看来那个轮盘也就是个像返回轮盘的铁盒子 白雾虽然对五九颇有好感 但并没有告诉他真相 轮盘代表着战书 自己研究明白了再坦白不迟 而五九也并未在这件事上过多纠结 此时的他已经不像第一次出塔时那般多一白雾 答应白雾会和其他队员通气后递给了白雾一本报告 这上面详尽地记录了第九病院的探索过程 但还是有一点感 负责观察和指引众人的工作 变成了白雾和引双两人完成 白雾知道这不是在抢工 而是在保护自己 仔细翻看将其中的改动都记了下 随后告别五九向调查军团兵器科赶群 五九把腰牌都给自己了 自然是同意自己伪装后出他的 白雾离开后 五九独自在办公室内有些出神 他本身其实也很无奈 自己安排了本以为七天都干不完的活 结果白雾一天就解决干净了 而且还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惊喜 自己又得重新评估白雾的能力了 不过相比往日看不出悲喜不同 今日的五九明显心情很好 高塔二层调查兵团兵器库门前 白雾已经找到了此地负责人 兵器组金主 云叔喜欢他 但他喜欢薛慈 好家伙 原来你就是那个迎男二上的三角关系第三人 白雾拿着五九的腰牌 说明来意后金楚便将他带到了指定库房 一眼望去白雾确实发现了不少机灵物品 但很多物品都是无用的 或者说对塔外调查没用 比如这个唐某人的咖啡杯 在某个数字开头的城市废墟中 一家咖啡厅里被人找到 用它盛装咖啡可以使其永远保持最佳口感 但仅限于咖啡 又比如这个布景的变声器 能够隐去你的喉结 并且根据你的喜好 自动选择坦克音与剪音 林无柔或许会喜欢 亦或者这个百分百空手接白人手套 看来李竟穿越过来成手套了 就是不知道戴上了手套还算不算空手 这里的物品大多稀奇古怪 但片刻后白雾还是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一个画着微字笑脸的面具 无法被损毁 但会根据你的生命之损 后逐渐显露你的面貌 这个面具和白雾有一定缘分 白雾曾经在第九病院里看到过 与他相关的零星记载 我曾经见到过他相关的记载 白雾略意琢磨很快想起来 在第九精神病院里 他的确看到过一张记录 讲述于九院相邻的城市里 有个戴面具的怪人 他会抓捕恶朵后送往第九精神病院 想到这白雾顿时来的兴趣 如果这个面具真是那个面具怪人的话 那就意味着以前有人去过那座城市 这岂不是说塔外的世界虽然是随机的 但每个区域与区域间或许藏着关联 清楚望着拿着面具发呆的白雾有些疑惑 逛了半天就拿个面具吗 这是白雾也不打算透露什么 装作自己也不知道 这里的其他东西都有啥用处 相比起来面具还算有点用 清楚想了想也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不过你不再挑挑别的吗 他一抬头就看到白雾都快出去了 拿到了面具 白雾就算是解决了身份暴露问题 至于其他的还是算了吧 自己办案也已经有几天的时间过去 白雾估摸着刘成子那边 也准备好了直播相关道具 他打算收拾一下过去看看 顺便了解一个秘密 刘成子当初给的相机 到底是拍到过什么东西 一日清晨 高塔底层捡漏港口橙子宝贝铺 白雾刚进门就举起了 自己昨天调来的面具 白雾我爱你 这就是调查军团的货吗 这可太新鲜了 要不干脆借我玩几天吧 时间管理大师刘成子 也不负众望的选择身手 想也知道不行的吧 让你看看我的劳动成果而已 你那边设备与手续都弄好了吗 白雾依旧非常礼貌 刘成子文言得意地笑了笑 我谁啊 这点事还能办不好吗 如果节目效果好 他才会长期给我们用 这是最早准备用于底层直播的 总共就三幅 另外的两幅在其他直播公司里 刘成子一说起来就一句不停 直播用的手铐已经被他扳了出来 白雾拿起手铐端向几眼 和他之前戴手上的差不多 不过普雷尔之眼提醒他 画面不会传递给第三层 而是会到底层简陋港口的电视墙上 刘成子则继续说着自己的计划 你要准备好了立马就可以安排 最近安排的带火直播都是假的 因为塔外过于危险 愿意去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一年一共有六次塔外直播 但六次里有五次是直播者被恶毒撕碎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塔内塔外的场面 底层的看客们虽然害怕 但是也觉得颇为刺激 所以港口的真正金主们很期待你的手绣 末日中男人的痛苦莫过于手无腹肌之力 而女人的痛苦却仅仅只是生得太过美丽 白雾利用吴久给的腰台取得面具后 很快找到刘成子询问直播的事情 在刘成子男有力的加持下设备已经备好 而且据说港口金主还很期待白雾的手绣 不过按过往六次直播中 五次主播当场销户来看 白雾存活率也仅有在16%而已 但白雾思索一番后还是决定出发 毕竟如今的底层 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赚钱办法 他本身又是没有负面情绪的恶毒绝缘体制 实在不行原地返回也没什么人会拦着 这时刘成子又从箱子中翻出了两套衣服 让白雾直播的时候穿上装叉 白雾看着其中一身衣服有些辣眼睛 一件700年前超级英雄风格的紧身衣 我建议你拒绝因为实在是太丑了 虽然它确实是寄灵物品能够防御住一定的攻击 好吧 看在是寄灵物品的份上白雾选择接受 并决定直播时绝对不脱另一件封衣 刘成子觉得这就是男人不如女人的地方 男人要在直播行当里混出名堂的有绝活 而女人大多数只要大就行了 至于直播问题 现在还有最后一幕 白雾是不能以调查军团这个身份出谈 现在必须去注册一个雇佣兵身份 接自由雇佣兵营币 这里算是整个底层最为繁华的地方 白雾刘成子找到的是一名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出于人道主义雇佣军小队至少得六人才能注册 但是小兄弟你是知道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只需要花费五百塔斯 我可以帮你创造五个队友 白雾听完中年人的规则解释两手一摊 他自然没有队友也不需要队友 看向旁边的刘成子表示自己也没钱 刘成子无奈 自由雇佣兵是贵族通过法案提出的编制 因为是模仿调查军团六人小组制度建立的 所以这笔钱也不算是中年人瞎说的 能制造假身份已经算可以了 只能自个摸出了这笔钱 钱一到手中年人马上继续流程 按照惯例小兄弟你得编译一下 哦不 说一下你队友的姓名 代号也可以 白雾确实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便说道 我是康斯坦丁 挺酷的 第二个队员呢 中年人提笔开始记录 白条 中年人猛抬头 你确定要叫这个吗 那第三个呢 下次一定 第四个叫上次给了 中年人见过世面忍住了 刘成子在后面已经蹦不住了 第五个叫刘成之 白雾没听几秒继续说道 刘成子的笑容戛然而止 第六个叫下次也不一定 中年人抬头看向一脸淡定的白雾和暴走的刘成子 名字问题也不算难办 以前还有人起过更奇怪的 不过刘成子的名字在这堆白嫖代号中间就有意思 片刻后手续办完 刘成子一路追着白雾喋不休 他也已经意识到自己似乎一直在被白嫖 当他反应过来 时望着眼前的景象有点懵 这是到哪里了 我家 为了让你后面便于联系 我带你来认个路 白雾看着猛逼的刘成子回了一句 转眼刘成子反应了过来 鼓起塞帮子气鼓鼓地瞪着白雾说道 不管怎么说我帮你一切都打点通透了 甚至联合塔外直播的幕后金主分成利益都谈好 那个相机你至少得给我保留一次使用的机会 提起相机白雾可就不困了 这个自然吧 不过既然是合作伙伴能不能告诉 相机到底有何特殊 你为何这么在意他 他曾经拍到过什么 刘成子的面色一致有些不自然 他光顾着想之前自己被白雾套路白挑了 谁跟你说相机里有什么了 这种问题没必要 既然我认定了这相机拍到过母亲画面 那自然有判断依据 而且你的表情也出卖了你 既然是合作伙伴不如说说看吧 当然如果是不能说的你可以拒绝 白雾对这个问题已经好奇很久了 刘成子叹了口气点点头 毕竟这件事到现在还在发生 就在两年前我的两个朋友消失了 高塔曾经分明 上头的人欺负下头的人是常有的事情 三年前就有底层的女人陆陆续续失踪 大概一周一个 不同点就是长得很漂亮 底层的人去了上三层下场大多一样 男人会被安排去赌局艰难求生 女人也有一部分会 但漂亮的女人往往会先经历一些别的 至于会经历什么不用我说你也懂的 白雾点点头 社会制度落后的高塔时代 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确实很大 这些女人经历的事情恐怕远比想象残酷 上层的人消费的差不多了玩逆位了 他们也不会回来而是被安排去塔外 我听人说塔外的恶朵都是人变的 白雾你说会不会有一天你出塔调查的时候 会遇到曾经的塔里人 刘成子的情绪越发的低落 白雾一时间都没法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看来是个没法回答的问题 其实以前我还做过别的生意 我和两个好朋友合伙开的一家服装店 只在让底层的人也能穿得光鲜亮丽 厉害吧 别看我这样 我也是有过远大理想的 只是后来他们不见了 原本三个人要一起实现的目标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店铺关了门我算是逃过了一劫 也就无心再继续做以前的行吧 而要找高塔镇域军团对高层的贵族进行检举 必须掌握着切实的证据 他们要是不多管闲事就好了 刘成子想起自己的好友笑了笑又很快低沉 他并没有讲述相机怎么来的 但白雾也推理出了一个接近真相的答案 那两个女孩很可能是去调查高层拐卖底层少女的事 这不是底层人可以管的闲事 那些失踪的少女大多无依无靠 刘成子的两个好友能在底层开启一家店铺 或许也说明这三个女人都有一定的手腕和人脉 理论来说 高层的色胚们想玩女人也不会选择这样的人才对 但是他们还是去了 并且真的偷拍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可也留下了巨大的活根 相机里的胶卷最终被回去 相机的主人也下落不明 刘成子也不断结识各个身份的男人 人脉越来越广的同时也是在防范什么 今天自由雇佣兵的注册如此随意 一样是方便上头的人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还真是一个从上岸到下的高塔世界 像五九那种期盼黎明的有能力者能做的事太少 拥有伸张正义的心是好事情 但他们没有正确地预估自己的对手 白武忽然开口让刘成子愣了一下 看来你猜到了 刘成子试着压抑悲伤的情绪故作轻松 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他们早就被上头的人玩腻然后扔在塔外了吧 白武你说 假如我的朋友变成了恶毒 在塔外遇到了我他们会吃了我吗 说到这个可怕的事实 刘成子几乎有些哽咽 塔外的世界很辽阔 不曾发生的事情不用去想 不过如果我遇到了他们 我会转达你对他们的思念 刘成子听着这番话有些感动 这个问题在遇到以利亚和小可怜红音之前 白武认为大概率是会的 但现在他说不好 你出去吧 我要换衣服准备出台了 可惜刘成子还没感动 两秒就飞出了房间 片刻后房间内的白武已经戴上了面具 有些事他现在做不到 也不会去多想多承诺 那件季灵紧身衣也意外地合身 再套上那件格外拉风的棕色风衣 一个缝合型康斯坦钉就这么诞生了 而他前进的方向正是东部广场的高塔出入口 白武搞定宠妻狂魔59后 终于再次踏上了争扯 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高塔简陋港口的巨大电视墙荧幕下 早有准备的刘成子 也得到了白武即将出台的讯息 他悄然拿出对讲机说了几句 巨大荧幕上的画面骤然歇缓 全然不管上个广告商是怎么想的 而白武抵达高塔东部广场的出入口后 上次在第九病院得到的牵引轮盘 也拿在了手上 他还是决定去看看 尹利亚的老师究竟留下了什么挑战 高塔之外某片未知丛林 一处巨大树洞里 三个人脸色煞白竭力地调整的呼吸 片刻后红袍黄毛起身 回头叮嘱其余两人 让他们尽可能镇定下来 别去想前面发生的事情 可另一名蓝猫少年 却在止不住地颤抖 低落的水滴已经分不清 是汗液还是雨水 队长我害怕 我们是不是会死在这里 三爷和麻子哥都已经 前面发生的遭遇让他不得不恐惧 你要是不赶紧给我镇定下来 我就把你赶出树洞 黄毛连忙捂住了少年的嘴 那只怪物会嗅着你的气味过来 就像是睡不着的人 强迫自己睡觉 反而越来越亢奋一样 三个人连同黄毛队长在内 都没有真的平静下来 另一边的瘦血光头 更是绝望出生 老大 我们的返回轮盘都被他弄坏了 其实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等死了吧 话音落下树洞内在无声音 四小时前 他们一行五人来到了这片丛林 队伍里感知最强的 便是这个戴眼镜的光头 虽然是野鹿子的雇佣兵 却也是半生之力三阶的感知者 当他们发现这片林子里 只有一只气息微弱的恶朵时 他们有了一种 不必躲着这只恶朵将其击杀的错觉 可很快队伍中的老大黄毛 就发现自己错了 并不是光头背叛众人 想让大家去送死 也不是他对这只恶朵的感知 出现了问题 因为这只恶朵的攻击力速度防御力 甚至是他怪异高大的模样 都像是最为弱小的出街机变恶朵 可这只恶朵 无论他们怎么杀都杀不死 时间很快过去了四个小时 队伍中的老二老三相继被杀 五人小队变成了三人小队 返回轮盘也被恶朵回去 这也是让他们最为不解和绝望的 那只恶朵似乎知道轮盘的作用 这也意味着他还具有非比寻常的智力 现在想来那只恶朵 从一开始就是一若是敌 让我们中了圈套 树洞内的黄毛队长 无力地坐在中间 绝望的滋生也让众人迎来了短暂的瓶颈 现在他们身上都在承担着塔外阻碍词条 光头是堕落 黄毛队长是混乱 蓝毛少年则是迟缓 恶朵现在正在吃三哥的尸体 我们如果能够镇静下来 或许能躲过一劫吗 少年怯生生地隐隐期待着 一副真怂板伤小矣的模样 塔外世界有人能撞见我们的机会很小 最后的这点时间还是想些美好的事情吧 光头的堕落词条 让他说不出句好话来 他已经放弃了 感知俨然一副等死的样子 老四你别说话 或许我们会死 但至少不能等死 你们两个给我打起精神来 黄毛队长兵器一阵打断了光头的火 随后缓慢起身看向了树洞外 那张硬汉轮廓的脸倒是起到了一定的捕舞作用 但树洞外突然传来的脚步声 却让树洞里的三人全部抖了一下 恶朵怎么来得这么快 黄毛反应迅速侧身一堵 他虽然知道难逃一死 但没想到恶朵吃人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我说你们三个能出来让我瞧瞧吗 下次下雨是在三百秒后 想活命的话 最好现在一边探测地形一边交换情报 来人正是被牵引轮盘拉来这个区域好一会儿的白雾 三人皆是一阵 他们自然能听出这个声音属于人类 虽然听起来和蓝毛少年一样年轻 但这慵懒的声音显得颇有底气 可三人连忙从树洞里走出后 看到白雾这个全身笼罩在棕色斗篷下的面具怪胎 又是一阵面面相去 而白雾眼中的备注已经在疯狂弹出 五人小队为何只剩三人 缠弱恶度为何频频反杀 返回轮盘为何七七备伍 光头男子秃头的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心酸 若三胡硬朗的外表下 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一切的背后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欢迎来到第七门徒的世界 阁下是什么人 开口的是五人小队里的硬汉对手 杨震 半生之力三接一段 可惜好莱坞倒闭了七百年不拍金刚狼舞了 不然这么标准的硬汉形象不演戏太可惜了 我得提醒你 他有一个急性生出的小念头 他想杀了你夺走你的返回轮盘 不过他现在很混乱 白雾看着备注伸手促开枪间 他对杨震现在的想法并不感到奇怪 你已经有两个同伴死于你们的轻敌 三接一段的半生之力本就很弱 而且你看起来方向敢不怎么好 最好掂量清楚不要做出后悔的决定 杨震文言很是惊讶 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半生之力等级 莫非是四接以上的感知高手吗 此人很强 杨震最终得出结论收起了自己的枪 至少单独一个感知者也不可能 只身前来这个区域 白雾剑装插成功便看向了旁边的光头 梁玉 半生之力三接一段 他确实想过死 但现在求生欲比另外两个都高 高到可以做出任何事情 你最好记住我要说的话 因为关卡的最后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白雾看一眼备注有些无语 又是这该死的选择题 他还不知道是什么选择题便看向了第三人 秦灵 半生之力二段六接 幻想对象来自埃及 青眼白发 攻击力在2800到3500之间 种族要求是融族 他是三人里最胆小温顺也是最正常的一个 他拥有一个有趣的天赋序列 第777号悲喜轮盘 好吧 虽然看着很变态 但此人远不如伤小影 顶多是个对异性抱有奇怪幻想的二次元肥宅 白雾收回目光比了个手势 想活命的话最好收起一些小星子 你们可以叫我康斯坦丁 自己的命运和这些人绑到了一起啊 花季少年为何身体狂唱灰泪如雨 胡子猛男为何惊恐万分梨花带醒 究竟是门徒的变态还是怪物的扭曲 欢迎来到第七门徒的世界 白雾独自通过以利亚老师的牵引轮盘抵达这里后 却发现这片丛林已经有人在探索 而且普雷尔之眼还提示自己必须救下这三个人 因为三人对应着八种不同的结局 每个结局的奖励都不一样 财富 声望 情报 寄灵物品 或者一个中规中矩的序列 每一次选择都会让结果大相径庭 也就是说全活全灭两个结局 只死一人三个结局 死两人也是三个结局 这个区域的恶朵倒是有点意思 白雾看了备注后不由叹了一句 毕竟这怕是玩得最花的恶朵 这时猛男杨振上前一步打断了白雾的思考 他希望白雾将返回轮盘借给他 好自己现在返回高塔班救兵过来 但白雾还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 直言自己信不过他 虽然理论上说杨振的法子 拿到他这边也是对的 杨振很不解 自己返回再利用编号带救兵 营救是最好的办法 而且自己还有两个兄弟 在这边根本不用担心不来 他只能大声与白雾争论 毕竟没到绝路 他也不敢向白雾贸然动手 方才被一语道破实力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白雾也并未生气 只是淡然地说了句没机会 恶朵的感知能力很强 最后问他们有没想过 为什么恶朵智会轮盘不杀人 杨振被白雾的问题拉回了理智 表示自己只能推断出 这只恶朵有着一定的智力 更深的原因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在享受你们的恐惧与绝望 白雾的语气依旧轻松 对于恶朵本身来说 你们越恐惧越绝望 临死前有越多负面念头 他闻着也就越香 毁掉你们的返回轮盘 陪你们玩猫鼠游戏 为的不过是让食物变得更美味吧 这段话在白雾这略显戏谑的语气下 让三人毛骨悚然 少年秦琳更是崩溃的跪坐在了地上 这也是一件好事 你们可以不必强迫自己遮掩内心的恐惧 因为没那个必要 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这些猎物有一个跑 我可以断言他会立马抓狂将剩下的猎物吃掉 现在你还要选择搬救兵吗 白雾没有理会秦琳继续将自己的推断说了出来 可如果真这样 他感应到了你不也会担心你就走人 转而一会就吃掉我们 杨振倒是不愧为领头人 马上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他感应不到我 面对这个问题白雾更加淡然了 这个回答的意思也很简单 白雾没有恐惧 面对这只恶朵他丝毫不慌 随后他也不管杨振三人信了几分 越过他们向丛林深处走去 嘴里表示现在要做的 想办法找出这片区域里的秘密 然后除掉这只恶朵 杨振还没从白雾那句感应不到回过神 又听到白雾口口声声说要杀了那只恶朵 一时间心里生起了一股荒诞 可白雾明白时间不等人 这三个人已经挂着塔外刺条了 再挂一次自己能完成的结局 怕是就只有一种 他掏出怀表看了一眼 表示停雨的时间还剩下两分半钟 大家得先找到下一个藏身地点 你为什么会认为这里还有别的藏身地点呢 杨振看着白雾远去不由问了一句 他们之前能够找到这么一处大树洞便很奇怪 你知道一些变态趣味的狩猎者 最希望猎物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吗 并非是陷入了消极的等死 而是以为还有希望不断挣扎 换个说法 既然整个丛林只有一只恶朵 那么这几百年间他为何不把这些藏身点填不起来 或许这一切本就是他故意留下的 仔细看看周围 植物间的距离完全一致 树木树关笼罩的面积也完全相同 对于那位恶朵来说 或许这些树洞与藏身点就像是猪八戒手下的菩萨 乐趣只有他自己这个天堂元帅知道 杨振几人听到白雾的解释这才有了些恍然 结合刚才他们一行人的集体遭遇 众人对白雾也产生了一丝幸福 对了 你们刚才在碧雨是下了酸雨吗 片刻后走在前面的白雾突然问了一句 塔外世界的某些区域下酸雨并不稀奇 但对于杨振三人而言也第一次见到如此强烈的酸雨 杨振回忆着刚才的遭遇情绪有些低沉 但还是轻声解释起来 是某种腐蚀性液体 看着和雨水差不多 而且落在植物上没有任何腐蚀性 我们原本有五个人 其中一个斥后便是以为这雨和寻常雨一样准备前去探路 结果一瞬间便被这雨化去一层皮死在了外头 其他人也因此产生了情绪波动 恶朵被引来后便准备逃跑 但那只恶朵很弱 他的速度力量都不怎么强 所以你们有了一种稳住我们能赢的错觉吗 说话的时间里白雾还真找到了一个地洞一样的地方 他扒开地洞附近的一些残肢碎叶回了一句杨振 而且有趣的是这地洞就在树冠阴影下 不过他也没等杨振回答刚才的话 招呼三人赶紧跟过来 因为他眼里的备注已经给出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里面没有恶朵只是藏着一句骸骨 咱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线索 不过动作最好利索些 丹德莱尔开始寻找下一桌食物 倒计是400秒 白雾看着备注中的名字心中了然 看来这个丹德莱尔就是第七门徒了 光头你在上面守着 剩下的两个和我一起下去 白雾看到三人跟来直接开口吩咐 光头梁玉本能地想拒绝 但杨振也认为梁玉比较适合 毕竟他是队伍里感知能力最强的 于是直接迎着白雾的话认可了此事 我走最前面你们跟上 白雾则继续出声安排 俨然把自己放在了四人钟领头的位置 可这回杨振却叫住了他 转头让耸了半天都没敢说话的 秦林走在前面 还说这样更加安全 三个七代表幸运 但拥有天赋序列777杯喜轮盘的人 可不是幸运 因为他的效果是每天有七分之六的概率 遭遇寻常人77倍的厄运 如果没有轮到厄运 而是轮到了剩下的那七分之一 那么这个人的好运会是寻常时候的777倍 白雾找到地动准备下去被杨振阻止后 他还不太懂杨振为何非要让秦林先进去 但他看到普雷尔之眼 对悲喜轮盘的备注时也反应了过来 简而言之 七分之一那一天他减钱的概率 都比别人高出非常多 不过没有人会羡慕这个天赋 毕竟厄运的概率太高 倒霉起来甚至活不到幸运日降临 于是白雾对杨振的安排也没吭声 他猜到了秦林这人今天应该是幸运日 何况这个家伙今天已经献祭了两个队友 队友寄天法力无边 秦林今日会发生某种蜕变也不是不可能 地洞内并没有很黑 因为有着奇怪的红色荧光蘑菇长在墙壁 白雾跟在秦林后面看着这些蘑菇 他很奇怪自己为何会联想到血小版 不过红伞伞白杆赶试完一起躺版版 他寻思着自己还是离远一点比较好 你好我叫秦林 走在前面的秦林试着说话缓解一下恐惧 让他这么个耸小伙走前面确实太为难他了 你最好走快一点 光头很快就会遇见你 但白雾并没有安慰小孩的想法 普雷尔之言给出的提醒时间一共就六分半钟 而这地洞中如同隧道一样蜿蜒 可却并没有任何的分支 话而言之想要藏在这里就没有任何退路可周旋 结合外面莫名其妙的强烈酸语 白雾对这边丛林的环境似乎有了一丝迷雾 但他还没来得及细想 走在前面的秦林突然大叫了一声 还被什么吓得退了好几步险些没站住 白雾有之前的备注提醒并未觉得奇怪 马上扒开秦林走到了最前面 一具女人的骸骨 死了两百多年 算是丹德莱尔的收藏品之一 其余的收藏品在别的地方 这具海骨还留了一段真假难辨的遗言 那个怪物可以无限再生 无论受了多重的伤都会迅速复原 但是如果他触碰到了雨水也会很痛苦 需要一定时间才会复原 白雾蹲在海骨面前仔细观察着 他的关注点在于备注对遗言的修饰是真假难辨 这也就意味着 这遗言虽然很有可能是前人攻略这个地方组结的经验 但也许经验是错的 或者说留下这个遗言的人也是被欺骗的一方 他觉得自己的遗言是真的 说说那只恶舵吧 你们与他交手还发现了些什么 想到这里 白雾选择先问问与那恶舵战斗过的秦林二人 那恶舵有着人类的形态 但全身溃烂速度和力量也不出众 我们起先的确以为能够对付他 也的的确确压制了他一阵子 但不管他受到怎样的创伤都会第一时间复原 他所受的最重的伤 还是他在雨中抢走老二尸体的时候酸雨造成的 事已至此 杨阵面对白雾的问题也是毫无保留 白雾则听着杨阵的话大概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这只恶舵有着变态级别的再生能力 几乎所有类型的伤害都无法真正的杀死他 但或许酸雨可以 也就是说能够杀死那恶舵的东西便是他外世界本身 只要有办法将其引到酸雨覆盖的区域 并且想办法让其一直困在雨中就能够杀死他 可是要怎么才能让怪物一直在雨中呢 现在的地形白雾已经清楚 所有物体与物体的间隔区域就是酸雨覆盖区域 每个区域的大小面积一致 妥妥的搏击象棋棋盘分布 黑色区域会被酸雨袭击 白色区域躲雨 但酸雨也并非一直存在 白雾沉思良久并未能找到破局方法 很显然目前他所掌握的资料讯息还不够多 而且白雾直觉肯定哪里还出了问题 但这具海骨一眼里提取的信息 又的确和杨阵给的信息完全吻合 酸雨真的能够杀死恶舵 这时普雷尔之眼似乎知晓了白雾的困惑 海骨旁一枚戒指被他见兮兮地标了出来 前天单得来尔来灵性这具骨头的时候留下了这枚戒指 这种小细节他本不该忽略 但架不住你身边的那个小家伙运气太好了 这是一枚婚戒 戴上戒指的人会暂时爱上替他戴上戒指的人 被浓烈婚姻幸福感包围 哪怕是死物 但仅限于塔外 你脑海里是不是有画面了 等等 你该不会是想要拿去做什么色色的事情了 原来你是这种人 巧了我也是 白雾脑海里还真有画面了 尤其是这备注用到灵性这个词 这里太重口了大家自行脑补吧 就在这时地动的另一端传来的奇怪小洞 秦林和杨振听到声音皆是一阵 这是洞口的光头梁玉发出了暗号 康斯坦丁咱们得赶紧走 至少要在一个开阔地方避雨和战斗 这里太狭小了些 被堵住就是瓮中捉鳖 杨振对着白雾呼喊一声 马上带着秦林向洞口赶去 杨振也不傻 这个时候梁玉传来警报 怕是酸雨和恶惰都要到来 气氛陡然间紧张起来 白雾直接将那枚戒指揣进兜里跟了过去 他一直莫属着时间 自然也知道事情的严重 地动外酸雨降临 无色无味的液体落在了这片丛林 三人动作力所很快抵达了地动入口 梁玉见到三人都没有大碍松了一口气 他迫不及待地询问着众人洞内的情况 一旦接受了能活下来的设定 他便比任何人都渴望活着 而白雾则转头看向了云雾 如果没有之前杨振的情报也没有普雷尔之眼 白雾的确以为这就是寻常的雨水 现在他的眼里再次浮现出被主 人身上有很多液体 白色组传染色体 红色的血液 绿色的胆汁 虽然这个东西它是透明的 但我给你一个提示 这可不是唾沫 我们现在怎么办 杨振向梁玉解释过后看向白雾 因为他也已经察觉到了危险的到来 不远处的一棵巨树底下 隔着一层水 白雾也已经能够看到那位恶朵的轮廓 这是一头有着奇怪癖好的恶朵 即使这具女性骸骨已经风化两百年 他也不想放的 但他却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好人 因为他从来都不写日记 不然你就会在每一页日记上看到 治病救人几个字 于是你横书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 这才从字缝里看出自爱 完文写着的都是同样的两个字 此题答对三分答错去世 白雾自地动出来 厚望着恶朵丹德莱尔有些出神 毕竟普雷尔之言给出的备注多少有些奇怪 他知道这一切和吃有关系 但恶朵吃人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 为何丹德莱尔吃人要被特别提示 而且备注给到的丹德莱尔等级不过四级 看来不是杨震他们觉得能反杀是错觉 而是丹德莱尔真的很弱 另外对方有着畸变词条念领 完美畸变词条绝对再生他能理解 可这个病变词条速度力量大幅降低又是什么 看起来还是一种利于己方的属性 我们现在怎么办 眼见白雾站那边看着恶朵发呆 杨震忍不住再次发声询问白雾 现在在酸雨的影响下对面恶朵暂时没有动静 我们也一样目前什么都做不了 白雾这才缓过神回答了一句杨震 可惜他也想不出答案 可是雨停了他就会过来了 到时候我们 杨震话没说完突然顿住没了下文 他忽然想起来了一件事 这个康斯坦丁既然是高手 那么面对这只战斗力并不强的恶朵 岂不是完全可以轻易压制 白雾知道杨震的想法 但他可不想和恶朵过招 现在还不到自己发挥优势的时候 于是直接开口 这只恶朵的战斗能力很寻常 这个棋盘地形下他追不上我们 先和他捉迷藏救世 我们就探索藏身点 但前往藏身点的过程里 要派一个人去牵制他 白雾不想面对丹德莱尔的原因还有一个 那就是他的激变此条念领 这大概便是杨震三人的返回轮盘被毁掉的原因 而只要自己与丹德莱尔保持一定距离 丹德莱尔便完全无法感知到自己 杨震 这个人非你莫属 杨震此刻已经彻底懵了 为什么有你这个大高手在还要我去挡子弹 而且他现在还有塔外刺条混乱压在身上 可惜他没敢直接抱起质问白雾 只是提了一下自己的塔外刺条 白雾也大致明白杨震此刻的想法 他继续出声解释着自己的计划 我手里的返回轮盘是我们活着回去的希望 而你们三人任何一人持有轮盘都会引来恶朵 只有我不会 所以除非你们不想回去 否则牵制工作必须交给你们 白雾抬起手在杨震眼前挥了挥 混乱其实只是改变了你对方向的认知 所以你在你们三个人中算是最好解决的状态 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参照 弄清楚现在的方向偏离程度就好 剩下的就靠你的眼和脑去协调适应了 说着说着白雾就开始教杨震如何矫正自己的方向感 毕竟这个词条他熟门熟路 另一边的秦林和梁玉都看傻 在他们眼中白雾的身份又神秘了几分 他们总感觉白雾就好像什么都知道一般 分钟后 杨震抓起自己的面罩戴了上去 在白雾的指正下他发现自己真的找到了规律 我不知道自己能牵制他多久 只能说尽力而为 杨震持枪走向术关边缘丹德莱尔的方向 他也不是一个没担当的人 在他眼中这康斯坦丁说的话也句句在里 康斯坦丁 你确定你真的能带我们出去吗 最后他回过头来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难不成还有别的选择吗 白雾则内心对这三人没有放松警惕 至少对杨震和梁玉他一直持有戒备 贝柱的风格虽然很不正经但不会无地放逝 他还记得刚看到走出树洞的三人时 贝柱提到了光头梁玉和一脸落腮糊的杨震 尤其是之后还有一个环节 和他们三人存活有关 恐怕这二人都有着自己的小秘密 而且都代表着某种变数 雨停了 杨震大跨步走向恶朵丹德莱尔 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相信这个康斯坦丁 而丹德莱尔也没有什么犹豫 这片丛林是他的主场 对他来说猎物的反抗是他一直追寻的乐趣 杨震的身手因为混乱还有些笨拙 但比起之前连走路都很磨蹭已经好了太多 丹德莱尔则因为病变此条虚弱 身为四级恶朵却被混乱的三阶战士压制者 而白雾也没有跟杨震可逃 他不会让这几人死在这里的 与世一庭就带人以对角线方式冲向了下个避雨区域 尽可能不让自己碰到一丝一毫的酸雨 因为这有可能是胃液 他也在思考着之前备注力的话 人身体里不是唾液还具有强腐蚀性的透明液体 白雾最先想到的答案自然是胃酸 恶朵之中是否存在超巨大体积的恶朵也未可知 也许自己异形员身处未中吗 但如果这里是一个胃 那么丹德莱尔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线索拼合到这里白雾回头看了一眼 目前得到的攻略是酸雨能极大削弱这只无限再生的恶朵 但也有可能 这一切都是这位顶级的狩猎者故意留下的扩展 真相有待验证 不过这样才有趣 处在这么一座气盘分布的战场上 白雾还真有一种和那位伊利亚的老师对异的感觉 西风低手难藏醒 师到重银室建功 十分钟前 高塔底层简陋港口 原本正在贩卖伪劣的直播忽然被切换成了另一场直播 观众们一开始还有些茫然 但很快就兴奋地意识到这是一场残酷的塔外直播 可没过几分钟观众们的态度就管到了丘明山 叫骂声此起彼伏也就算了 RNM退前的口号都喊到了700年后 而阳台上偷摸观察的一代海后流成子 也很快迎来了他后生的至暗时刻 这个世界的人直播不用摄像机而是用手铐 观众们爱看的也不是恐龙抗王和小姐姐找妈妈 只有恶朵撕碎人类的画面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也只有鲜血和恐惧才能令他们沸腾 而流成子帮白雾开直播自然考虑到了观众的喜好 可他乱乱没想到白雾本身就是个恶朵绝缘体 白雾既没有负面情绪 还总凭普雷尔之眼对各种危险提前预知 自进入第七使徒的丛林后 观众们连恶朵的影子都没见着 而且由于机灵直播设备手铐的限制 这场直播是没有声音的 观众们个个都看得云里雾里 这场直播的效果就像王八上岸生动但也无趣 换台换台 为什么要看几个男人闲来逛去谈情说爱 结果自然是观众们都炸锅了 躲在人群后面偷偷观察的流成子懵了 他本身还是很期待白雾的首秀的 可现在的场面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时候的画面是三人在树洞外和白雾交谈 刘成子也不知道白雾在做什么 但这和他理想中白雾斩杀恶朵的画面截然不同 他很希望白雾没事 但又很希望这个时候忽然杀出个几十只恶朵 能把节目效果给拯救起来 毕竟在他焦急身影的背后就是看好这次直播的金主 观众们不买账也就意味着金主该找他麻烦了 在这个末日时代人情只是敲门砖 利益才是驱动一切的根本 而此时的观众里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穿着蓝绿的衣服挤进了人群 他其实来了已经有一阵子 灵动的眼睛一直观察着周遭的每一个人 不耐烦的人群是看客 失望的却又无可奈何的是主办方 少年嘴里嘟囔着自己的分析结果拼命地在人群中挤着 而最焦急的当属直播团队 终于一番折腾后 少年转头看到了阳台上的刘成子 而此时的刘成子人已经麻了 金主终于忍不住找到了他的面前 他只能一个劲地弯腰谢罪 毕竟在金主看来 这个时代的直播单个一秒都是损失 之前坑蒙拐片的营销广告有几个人信先别说 再怎么样也比现在观众们口诛比罚好得多 分钟 麻烦再给我们五分钟时间 但此刻的刘成子还不想放弃 只是他能做的也只有让金主给他的面子 一带海后的腰杆子就这么弯了 你干什么快拦住他 就在这时二人的身后传来一声怒喝 被吓一跳的两人都看了过去 只见工作人员正拦着一名疯狂往里冲的少年 大姐姐让我给直播配声音吧 我能让他们很快兴奋起来 少年还扯着嗓子朝刘成子喊着 反正现在已经很烂了 给我一个机会 能直接让主办方更换节目 说明这次的真实塔外直播 他们是很期待的 姐姐你也不想节目跑堂吧 主办方不多时就要找你商谈更换节目的事情 刘成子一愣 这小孩子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说的倒是听准 金主大爷不就在这吗 你们下去把这里交给我 刘成子随即制止了工作人员 这小孩要干嘛无所谓 反正总比一直在那边求人强得多 我叫叶卫明 大姐姐让我试试吧 不要钱 相信我 我配音之后一定能让节目变得更好看 叶卫明找准机会马上开始自我介绍 配音嘛 这倒好像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成子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 虽然有些交集和不明所以 但她很快判断出了三件事 这个小家伙眼光很独狠 会察言观色把握机会 有成为海王的前置 而这种人一般也都有些真本事 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刘成子想到这马上抓住了叶卫明 重点突出她 我明白交给我便是 得到叶卫明的保证后 刘成子便直接带着她去了后台 网场上看客们的叫骂越来越严重 他们忽然觉得以前那些骗子 主播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超喜欢的 但很快众人齐齐安静了几秒 因为一直没有声音的电视墙里 传来了虫鸣 风声 脚步声 呼吸声 恶垛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 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处藏身点 屏幕中的白雾似乎也传出了一道声音 而叶卫明的天秀才刚刚开始 根据线人的资料 这个地方藏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 直接让野外探险的环境 颇为立体地展现了出来 你们两个跟着我 我能感觉到它就在附近了 价值连城的宝贝 要是找到我们就发达了 开局一段视频 内容全靠边 配音和白雾的经历完全不同 现在这声线也跟叶卫明之前 毛遂自荐时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流程子不在乎 他的目的就是让节目效果爆炸这一条而已 捡到宝了 现在的流程子心中又升起一抹期盼 探客们的叫骂声顿时全部消失 而原本准备找流程子上一更换节目的金主 也停下了脚步 而远在塔外的白雾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不会想到自己的优势成了直播最大的烈士 也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一段声音的介入下 衍生出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眼下白雾和秦林良玉走进了另一处地洞里 洞里没有海骨蛋一样有着闪光的魔骨 当你把这片区域理解成位的时候 你就该知道树洞 这个树洞前面到头了 就有这一本鬼话符般的笔记本 梁玉手里拿着此行的唯一收获跟白雾交谈着 可惜白雾也看不懂里面的符号 看起来倒是和第九病院里墙上的有些符号类似 而备注给出的信息也出乎意料的时候 只说这是丹德莱尔的圣经 走吧 这个树洞里的信息很有限 上次白雾带走了戒指 但这次他没有带走笔记 从备注上的话来看 白雾猜测着这些藏身处有着一定的关联顺序 也许笔记就和第九病动的档案一样 得是最后的Boss对决时才能查阅的东西 最好动作快点 又该要下雨了 这片丛林每过几分钟就会下场胃酸雨 人只要触碰就会瞬间化去血肉腐蚀殆尽 哪怕是此地的主人恶舵也无法规避伤害 但这胃酸雨却完全不会破坏丛林的植物 而这也给了白雾擎凌人与恶舵周旋的机会 于是白雾指使杨震拦住恶舵后开始四处探寻 可新的藏身地洞内出了一本笔记外别无他物 倒是白雾普雷尔直言给出的背注 似乎在印证着他对此地侍卫的猜测 而就在白雾三人准备离开这处地洞时 地面上突然传出了恶朵丹德莱尔七力的叫声 懦弱却也心善的秦林有些担忧 毕竟和丹德莱尔对战的是他的队长杨震 但白雾却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他之前就看得出来杨震其实是能压制丹德莱尔的 现在更重要的是 他们必须赶在下一场雨到来前找到新的安全 而地面上的杨震也正如白雾所想的越战越雨 到了现在塔外此条混乱已经无法再影响他 另一边的丹德莱尔虽然依旧杀不死 可那个病变此条却不会因为熟悉而消散 随着丛林这片区域魏酸雨的到来 杨震毫不犹豫地把丹德莱尔向书关区域外引去 而丹德莱尔不知道是残存的意识并不多 还是根本不在乎这酸雨给他带来的那点伤害 忙着进攻的他很快就落入了树关阴影之外 魏酸雨的到来也并非是一点点加大 更像是有开关般陡然降临 酸雨也尽数落在了他的身上 而这也正是白雾几人在地洞内听到的叫声 白雾他们所处的地洞在杨震区域的隔壁 叫声对一直计算着时间的白雾来说也不算什么提示 但这也证明酸雨确实是目前意志丹德莱尔的最佳手段 也证明至少在一定时间内 杨震能够安全地为其他队友争取时间 片刻后白雾等人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藏身地点 这回到也不算是秦林的运气加成 毕竟这个挂在树上的树屋也太明显 明显到众人总觉得他就像是个招呼恶堕来的靶子 可不管怎么说总是要进去看看 白雾的念头一闪而过 马上招呼秦林跟上自己 但却吩咐光头梁玉守在下面替自己两人放风 梁玉文言也并未怀疑什么 至少在他看来树屋的存在太过明显 根本不像是个能藏身的地方 与其面对未知的危险 待在原地反而更合乎他的心思 白雾见此心底一松 放风什么的也就是随便找个理由 他就是单纯的想把梁玉和秦林两人分开 这关乎着他内心的一个重要判断 与此同时 高塔第二层调查军团分部第七队指挥士 白雾的好大爹吴久正在处理文件 这时他的电话忽然响起 一个得意洋洋的女生从中传了出来 嗨小九九 你安排的事情我给办妥了 虽然塔外保镖这种事我办不到 但这回在小叶子的帮助下 他一定会成为新的底层大明星的 吴久听到这个女生心情也瞬间放松 不过这个女人哪里都好 办事效率也高 就是太贪财也太口无遮拦了些 随即淡淡地扔了一声 还有别的事情吗 没什么事的话可以挂电话 我还很忙 哎呀你怎么能这么冷漠呢 我说小叶子可是我以后的接班人选之一 过早地暴露出来你该怎么补偿我 吴久文言闪过一丝笑意又很快恢复 他之前委托鬼推没事物所保护白雾 其实只是一方面 保护白雾的过程里 白雾虽然发现但没有抵触 吴久自然也得知了白雾所有的作为 于是他很快推断出了一件事 白雾可能打算另类创业 做真正的塔外生存直播 这个过程里吴久可操了不少心思 先是告诉金楚 不要透露白雾的面具来源 再是流程子去联系直播主办方的时候 又花大钱 暗中让鬼推没事物所打点关系 事实上单凭一个流程子 虽然可以办成此事 可还不足以在这么短时间办 接着是白雾的直播 为了不让观众们知道正确的流程 也为了不让白雾创业未办中到崩祖 他又再次联系了鬼推没的人 而这个白雾眼里的小矮子老相好 便安排了叶未明 否则哪会有什么神兵天降火速救场 白雾和流程子的直播早就完蛋 至于吴久的目的也很简单 其一在于让白雾有钱赚 其二则是底层人对白雾这类草根调查者 有很多幻想色彩 这能让康斯坦丁积累一定的人气声望 虽然吴久还不知道要如何使用这些声望 但他能够预感到 也许某一天康斯坦丁真能改变底层人的命运 说起来你对这个小子也太好了 你们才认识多久 靠你不会真的喜欢男人吧 电话那头的女人见吴久不说话 更加生气地质问起来 等到我的人回来了我会让他联系叶未明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但我的人可以将他的才华引出来 吴久不理会电话那头的胡言乱语淡定出手 一口一个你的人你的人 那我是你什么人 被捕轻欲 我发现你最近真的是 工具人 不理会电话那头的愤怒 吴久果断无情地挂电话 一副无辈凯模女儿而已的模样 至于心底是怎么想的 恐怕还得身处塔外丛林的白雾用普雷尔之眼猜了 不过现在他眼中的备注却更有意思 欢迎来到丹德莱尔明面上的房子 里面存在着通关一阶段的道具 你最好擦亮眼睛 天降未酸的丛林 蜿蜒如血管般的地洞 还有这座700年不曾腐朽的树屋 白雾探查到的越多 心底对这次出塔到达的丛林疑虑也越重 比如杨振三人为何在这里 是因为塔外随机的规则恰好被传送到了这里 还是说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就像第九病院里自己所经历的一样 而这座树屋真正的主人似乎听到了白雾的心声 当白雾推开门就看到了桌子上的三件物体 和第九病院的经历几乎相同 但又和那次有所不同 这回白雾可以把三个东西全部带走 但有两个东西会给他错误的引导 真正能够帮助他们四人摆脱困境的只有一样 针筒里是负面状态清除要紧 那把伞能够抵挡酸雨 而那个圆圆的东西是一个可以使用的返回轮盘 秦灵只能从三样东西里认出返回轮盘 而白雾的眼里则出现了下一个谜题 另外两个东西如果试图去使用它 很可能会导致三人中某一人死亡 白雾陷入沉思 三个人生生死死八种结局 备注一直在暗示着存活人数会影响后面发生的事情 那么自己将被动选择八种结局的一种 还是能够主动选择吗 这二者有很大差别 前者代表着自己努力保全三人性命 但最终因为种种失算 导致了三人中其中一人或者两人或者全部死亡 而后者则代表着自己主动选择了某个特定结局 比如不易牺牲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甚至如果觉得三人都该死 所以一个引救 假如是后者 就说明这三人里至少有一个有着极大的问题 事情越来越复杂 但白雾没有焦躁反而兴趣更大 秦灵 你想不想离开这里 念及于此 白雾对着秦灵抛出了两个问题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能够离开 其余两个人都得死在这里呢 秦灵被白雾突如其来的问题问住 他的视野与认知和白雾可大不相同 他认出了返回轮盘 但并不知道这返回轮盘能不能用 我当然是想的呀 您不是能把大家都救走吗 不过他很快想起了白雾对杨振的说辞 我也许救不了那么多人 我就直说了吧 如果我只能救一个 我会选择救你 但现在你得回答我的一些问题 白雾不认为这个青眼白龙谜地能给出有价值的建议 但今天的秦灵是欧皇 或许可以参考一下 这三样东西一个是返回轮盘 一个是负面状态清除药剂 一个是防酸雨的伞 告诉我 你觉得哪个东西最重要 康斯坦丁大人 您刚才说的那个只是是可能性对吧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很重要啊 秦灵被白雾的思维带着一阵乱跑 但想起自己的两个队友还是马上认真起来 老大中了混乱 梁哥中了情绪错位 有了药剂就能使他们都解除状态 那个怪物好像很怕雨水 我们有了伞也许可以尝试把怪物引到雨中击杀 至于返回轮盘的话 说到这里秦灵略作思索 如果轮盘有三个就好了 只有一个的话好像也不是非常重要 基本上和自己想的一样 轮盘作用最小 白雾听到这心中基本有了答案 现在整个诡异丛林的谜局只差一块关键的拼图 这个拼图他们也见过 那就是那本丹德莱尔的笔记 这是一道逻辑题 如果三样东西里只有一样能够带自己突围 且达成八种结局里的一种 那么必然不是轮盘 因为轮盘一旦启动 那恶朵绝对有把握杀死另外两个人 丹德莱尔或许本身不危险 但这片区域有可能是活的 诡异形状的巨木 红色荧光的蘑菇 以及酸雨无法腐蚀的奇特现象 这已经不是暗示而是在明示这个地方有问题 我觉得伞应该是最有用的吧 假如只能选一样最有用的那一定是伞 恰好此刻秦灵对着白雾说出了答案 这也是白雾现在的心中所想 伞必然是最有用的 但有个前提 那就是雨水真的可以杀死恶朵 丹德莱尔显然和其他低级恶朵不同 他虽然只有四级积变 但却拥有完美积变词条 这或许是以丽亚的老师创造的手笔 使得丹德莱尔与众不同且拥有制和 那么问题呢 这屋子相比之前的藏身点你觉得如何 白雾笑着张开手臂 再次向工具人秦灵抛出问题 您指什么呀 我好像感觉不出来 秦灵一脸猛地挠了挠头 他一直以来都是被当作吉祥物 队伍里的人也不怎么在意他的想法 你不觉得这间屋子异常地干净吗 恶朵全身上下都有着腐烂的气息 但这间屋子很干净 与前面的几处藏身点相比 这里仿佛他没有来过 你觉得合理吗 或许根本他不曾来过这里 那么他就完全不知道屋子里有什么 又或许这些都是个幌子 看起来最适合躲避酸雨的安全屋 他却丝毫不见 再结合他的恶趣味 喜欢慢慢享受猎物的绝望气息 白雾看似在和秦灵解释一切 实则也是在自己书里献索 他现在也已经有了答案 不过工具人的作用就在于一锤定音 听着白雾的书里 秦灵的面色也逐渐惊恐 您的意思是 酸雨根本不可能杀死他 这一切都是他刻意制造的错觉 想要让人以为他惧怕酸雨吗 白雾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毕竟答案已经如同写在纸上 这也能解释为何杨振说 丹德莱尔在雨中抢夺尸体 酸雨能够重创丹德莱尔 但丹德莱尔的再生速度 恐怕远超腐蚀速度 甚至那种痛苦 会给他一样的快胆也未可知 现在白雾思考的是另一个关键信息 秦灵刚才的话语提到的一个人一个是 梁玉 他告诉秦灵自己感染的塔外词条 似乎是情绪错位了 弗雷尔之眼说他是堕落 他为什么要撒谎 此时此刻 树屋外的梁玉神色症逐渐变得恐 上方三件物品关乎着下面三人的生死 东西都可以使用 但只有一个东西能够让他们活着走出这片丛林 而如果用错了其他两件物品 那么将直接导致三人中至少一人死亡 白雾先通过秦灵的777倍好运排除了返回轮盘 又回忆一路走来的怪语 断定雨伞不能帮他们杀死恶毒 但这没负面状态清除药剂又有什么用吗 白雾思索中突然想起秦灵刚才所说的话 老大中了混乱梁哥中了情绪错位 有了药剂就能使他们都解除状态 梁玉告诉秦灵他感染的塔外词条是情绪错位了 但普雷尔之眼说他感染的是堕落才对 白雾虽然不知道堕落的属性到底是什么 但从字面意思延伸很有可能是抑制屈服于恶毒 也就是说 如果不尽快解除梁玉身上的负面属性 三人之中或许会出现一个判斗吗 你拿上伞和轮盘 白雾一把抓起伞和轮盘丢给了秦灵 选择题已经解开 在白雾看来虽然有两个东西是错误的诱导 但反过来 自己这些人不也可以利用他们误导对方进入自己的节奏 比演技白雾可不锁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酸鱼杀不死丹德莱尔 那到底什么才能杀死他 几分钟前树屋外面 这片区域的酸鱼也准时降临 但树屋上的茂密之夜却将酸鱼彻底隔绝 树屋楼梯下的梁玉紧紧攥着斗篷 与白雾约定的放风工作早望的一干二净 他嘴唇发紫 内心似乎正在经历极其痛苦的煎熬 面朝聚木树根嘟囔着 我会死在这里的 那只恶毒根本死不了 我们回不去的 只有一个轮盘 康斯坦丁会给谁 会给杨震的吧 这该死的杨震 他害死了二哥 我和二哥都是侍候 二哥更精于谋略我 更精于感知 如果是我探路或许就不会死了 但杨震这个家伙执意要让二哥去 还有三哥 真可怜啊 不就是背后说了一句嫂子好看吗 那只恶毒袭来的时候 杨震竟然让三哥断后 不对 老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仗着运气好 一个最没用的人却活到了现在 凭什么我是堕落 他却只是侍候 凭什么呀 梁玉不可遏制的胡思乱想着 他自己的情绪波动已经到了危险值 但自由雇佣兵都是野鹿子 他们没有调查军团那种情绪万表等配置 越是与人接触我便越明白人类的可 愚蠢丑陋的人类 还有那些贵族 他们高高在上享受着我们的心血 我们却要在塔外拿命换钱 凭什么 等我回到高塔我要把他们都 疯狂地咒骂戛然而止 随着事迹注入 梁玉的大马忽然间一片空白 仿佛一瞬间失去了和外界的感应 下雨天不要胡思乱想 白雾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寡淡 他没有跟梁玉解释什么 倒是一边的秦林有些疑惑 他不知道为什么白雾会知道 药剂可以抑制负面情绪 你的负面属性已经清楚了 深呼吸 我们准备走了 白雾则已经开始出声催促 他有感觉自己几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梁玉反应过来自己的变化后 内心很是震撼 因为他的负面属性真的被清楚 他难以想象这个康斯坦丁到底有多少秘密 而且他更震惊的是这款药剂的价值 如果这药剂能够量产 恐怕可以让调查军团前往紫色区域了吧 不对 如果是传闻中调查军团的王牌 那个矮子说不定能够前往红色区域 毕竟真正阻碍人类探索的就是 塔外世界的强大规则 多谢了 我刚才险些犯下大错 这个事迹是你们在上面发现的吗 念及于此梁玉招呼秦林服役把他 如果任由那些想法蔓延 梁玉能够感觉到自己可能真的不做人了 是啊 康斯坦丁大人一眼就看出了这些东西的用处 秦林也没有梁玉心中的那些小九九 面对询问坦然说出了事实 而梁玉则瞬间错愕 一眼就看出 意思是康斯坦丁这家伙本来就知道药剂的用处 看来他以前应该见过这东西 梁玉内心开始重新评估这位神秘援军 他猜测这或许是秦林悲喜轮盘的效果 虽然损失了两个老队 但却换来了一个真大头 而白雾带人准备绝地求生的关键时刻 塔内简陋港口的直播广场中 故事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这个善于口计的少年实力诠释了什么叫企业级理解 在白雾进入第一个树洞检查女人海谷时 叶卫鸣声哽咽 是队友的孩子 好兄弟对不起 我来迟了 但我康斯坦丁堵上雇佣兵的尊严启示 我一定会手刃那只恶朵 杨振被对众人走向恶朵单得来耳时 走你们快走 我来断后 老康 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如果我能活着回去 我一定跟你们喝个痛快 结合杨振的硬汉形象还莫名的很契合 而且正好杨振还把他那个防毒面具给戴上 嘴型都不用对 观众们吃瓜吃的老开心了 杨振明明还活着 却在塔内提前领了便当 也不知道后面要是发现没死该怎么圆回来 刘成子那就更不在意 要是白雾无了他可能还挂点泪花 其他人的压根就不算事情 现在金主对这次直播越来越满意 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重新停估白雾直播带来的价值 那到时候自然是大把大把的马内和机会 现在刘成子也不担心叶卫明的能力和直播效果走向 听听他在白雾发现笔记是配的因 他的牺牲中就是有价值的 我们已经找到了最关键的线索 这是一份藏宝 有了他 我们就能够找到遗失的宝藏 我敢肯定 那绝对是无价之宝 甚至会引来贵族的觊觎 我绝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 我没有愧对你们的托付 可谓有头有尾跌宕起伏 尽管真实情况是白雾一脸淡定 但面具戴着 谁知道呢 总而言之 塔内的寻宝船已经到了高潮部分 而塔外的救援行动也到了收官阶段 解决了梁玉这个后顾之忧 白雾再次将目光转向了丛林深处 现在差得只剩一把钥匙了 他出门的第一件事便是痛击队友 可队友却只想着抱他的大腿 连自己刚吸去的二哥三哥也抛在了脑后 旁边的五弟都惊呆了 难道四哥也有成为青眼白龙娘骑士的前置 而白雾给了梁玉一针后便望向了远处 他可不在乎身后的两人在脑补什么 现在更重要的是找到下一处关键的藏身地底 目前来看这片丛林的地形已经彻底摸清了 这里就像一块对称性戏盘 而大家与恶朵玩的对抗又像是一款非对称性游戏 双方势力一边扮演着强大的怪物 另一边则扮演着弱小的求生者 先前第二个地洞那本笔记本上画着诡异的符号 而整栋第九病院也画着类似的符号 在第九病院里白雾曾进入过红阴的记忆 这或许和红阴的能力有关 可也有可能和那些皱纹有关 那本笔记应该就是一个记忆入口 但目前白雾缺一把进入记忆的钥匙 而下一处关键的藏身地点位置也不难猜测 毕竟从之前找到的藏身点来看 丹德莱尔八成是有强迫症的 每个据点都呈对角线分布 四面八方中白雾走了四个角 那就必然还有四个正方向藏有线索 念及于此 白雾走向开阔地开始矫正自己的方向 脑海里构建着几何图案计算着整个空间的大小 片刻后他抬头望向南方 那边的确有一处埋骨地血 里面藏着一具佣兵的骸骨 但你已经知道了丹德莱尔的小把戏 所以就没必要去了 看来猜测是对的 不过丹德莱尔还布置了不少假消息来源 白雾又望向东方 一个满脸落三胡的男人和一个喜欢吃人的家伙 双方正在进行亲切友好的交流 丹德莱尔发现小光头和小吉祥物的恐惧变淡 这代表肉变味 所以他很生气 即将进入二阶段 倒计时六百秒 东方是杨振和丹德莱尔对决的方向 备注没有给藏身点的信息或许是因为比较次要 看来之前觉得时间不多的预感也是对的 丹德莱尔确实藏有后手 第二阶段又是什么 白雾看着备注再次升起了一股危机感 他随即望向西方 这条路的确得走 丹德莱尔死后这个区域就会出现一个缺口 但你得先弄死他 总之目前此路不通 这段话虽然没有透露什么信息 但却验证了一件事 丹德莱尔自身和整个区域有一定关联性 甚至他们是一体的吗 最后白雾望向北方 当你看到满是皱纹的笔记本时 一定想得跟我一样 谜语人滚出歌谈试 但好在不远处的那炎洞里藏着一本你熟悉的东西 里面有着丹德莱尔的秘密 不过这个秘密可能会改变你对丹德莱尔的看法 看来就是这里了 魏酸与一听白雾便带着人直奔目的地 只剩不足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不赶紧找到丹德莱尔的弱点 那一定会发生某种不好的事情 而对于备注的最后一句话白雾并没有在意 先前在见到了红鹰的档案后 他也改变了对红鹰的看法 但人就是人恶毒就是恶毒 二者之间 五九认为有着绝对不容混淆的界限 白雾则认为 俺也一样 致病救人又吃人 白雾回忆起备注一直以来对丹德莱尔的描述 看来也是一个拥有复杂过去的存在 而此刻丛林的另一侧 杨振的处境可谓一落千丈 那具浑身腐烂身体遍布着浓血与烂肉的躯体 一次次被杨振推入了酸域之中 可那个家伙就是死不了 杨振渐渐起了疑惑 这酸域真的能杀死他吗 杀死你的不会是我 于是停住 丹德莱尔脸上腐肉被酸域腐尸后很快再次生出 此刻突然口吐人言 杨振一脸错愕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能够说话的恶毒 他此前前往的区域遇到的恶毒也有四级激变的 但从未见过有智慧的 主人等待的猎物 让我的猎物变了味道 丹德莱尔的语速不快 他没有表情 只是站在原本的酸域覆盖区 定定地看着某个方向 这也给了杨振反应理解的时间 毕竟眼前的一幕正疯狂冲刷着他脆弱的认知 他也终于明白 白雾为什么之前说自己等人只是在被戏耍了 不过没关系 被人背叛的味道更好闻 这里是一座棋盘 而我甘愿成为主人的棋子 因为他必将带领我们毁掉那座该死的塔 但你呢 另一边的丹德莱尔声音逐渐激烈 身躯也在发生着某种未知的变异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 陡然将目光对准了杨振 杨振开始疯狂地逃跑 他原本因为白雾地到来看到了生机 可如今再次感到了难以诉说的战力 而远处的丹德莱尔并没有追击 只是在不断发出圣人的笑声 那句杀死你们的不会数 也不断在笑声中夹杂着肆意飘荡 无论杨振如何逃跑 耳朵里总能听到来自丹德莱尔的嘲弄 杨振的内心逐渐崩溃 比最初他的二弟三弟生死时更加猛烈 而丹德莱尔就像是那些剧目一样变得坚硬无比 仿佛成了整个区域的一部分 逃吧逃吧 快乐地奔逃吧 杀死你们的 不会是我 避之仅有刺激但却会说人话的恶毒 一个乐于戏耍猎猎物感受恐惧的猎食者 猎物在疯狂逃跑 猎食者却慢慢与周遭的一切融为了一体 或许事实正如白雾看向西方是想到的那般 这里的整个丛林都是丹德莱尔的一部分 事实还需验证 时间还剩600秒 而正赶往最后一处藏身地的白雾三人并不知道杨振的遭遇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白雾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 虽然算不上什么负面情绪 但在他心底 从进入这个丛林开始就有一种在解谜的感觉 奇怪的棋盘又仿佛是某个巨大怪物的味 丹德莱尔身上的关于吃人和治病救人的被准 那本写满了和第九病院同样骤印的笔记 莫名其妙看似巧合般出现的人类 杨振情邻良欲这三人为何能够影响结局呢 这些迷面柔和在一起 让这个题目显得乱糟糟的 从遇到三人开始再到那具被灵性的骸骨 白雾都感觉到丹德莱尔代表着一种极为纯粹的邪恶 是那种恶毒对人类的纯粹憎恶 虽然丹德莱尔具备一定的智慧 可怜想到之前的傻子以利亚 白雾总觉得丹德莱尔不该这么的形象单独 而现在他猜到了某个可能 一切的谜底就藏在面前这间屋子里 真相和危险都已经离得不远了 诡异丛林北角 白雾思索间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藏身点 这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屋子 与其他藏身点的木屋树洞地穴不同 这个据点和丛林本身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从外面看他没有窗户也没有大门 只有一个漆黑无比洞穴般的入口 光仿佛都被吞噬了一半 一同前来的梁玉是感知形 他首先发动半生之力开始探查 可探查的结果却让他声音都有些颤抖 里面有人 而白雾闻言却没有什么异样 里头藏着你们对付不了的怪物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有什么动静在向我通报 梁玉感知不到怪物的气息 但白雾这句话还是让梁玉和秦林 对这间屋子有了抵触 如此一来白雾也才能放心地进去探查 他内心深处根本不相信这些人 秦林梁玉马上答应了下来 白雾则不再多言 声音隐没在了屋子里 而这间屋子从外看屋内是一片漆黑 但屋子里却布满烛火灯火聪明 人藏在箱子里 箱子上有着一本两天前被人安置的档案 我的建议是不要打开它 但我想你更好奇真相 白雾进入屋子后备注也谈了出来 标注的地方也正是屋内唯一的物品 不过白雾还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 从这箱子里传出 丹德莱尔 是你吗 白雾没有回答 竟直走到箱子旁 打起了那本档案 既然这些东西都是两天前布置的 那么布置者很有可能便是之前树屋的主人 也就是那位伊利亚的老师了 看来这间屋子里藏着丹德莱尔的弱点 也必将藏着那位老师最大的杀招 念及于此 白雾开始翻阅 你好调查者 当你尝试了酸语击杀发现无效的时候 我猜你一定会想到这个区域并不是什么古怪的丛林 丹德莱尔是一个很喜欢戏弄他人的孩子 他的年纪其实只比伊利亚大六个月 提及伊利亚 我本来想着应该也让你知道伊利亚的过去 但那栋医院里有着一件让我也惊叹的杰作 见到了那个小姑娘的时候 也很惊讶的 无法想象 这么一个区域里藏着精神力比我还强的存在 我才发现我的举动竟然有些多余 也许从这件艺术品身上你能够了解到更多 这是那位老师的口吻无疑了 白雾心中也在思索着真相 在白雾看来 老师应该是一个超级恶朵 也许存在于所谓的紫色区域甚至红色区域 那是人类不曾踏足的未知领域 里面的世界或许远比人们以为的塔外更加扭曲 另外这位老师对红音的评价倒是异常的高 白雾翻动第二页 笔记里的内容是丹德莱尔的救赎 通过咒印 我能够将丹德莱尔与这个孩子连接 他们本来是一体的 现在请允许我留下本次事件倒数第二个谜题 什么样的人会同时拥有两种经历呢 不过说是谜题 答案其实就在档案后面的内容里 我想看到了这些内容之后 我们之间的距离会更进一步 什么样的人会同时拥有两种经历 白雾还真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 他翻开了下一页 而与此同时 熟悉的感觉很快涌现 周遭的暗淡的景象骤然间改变 耳边传来的箱子里的声音也变得飘渺起来 古雷尔之眼贴心地为白雾完成了倒计时 2017年2月19日 穿着一身衣服的人今天和我说了会话 他们对我说生命是脆弱的 世间最伟大的事情就是 牺牲自己 救赎他人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疼痛 但是所有人都会感激我 我会和电视里的明星一样 有不少人喜欢我嫉妒 2017年3月5日 我认识了一个护士姐姐 她和医生一样是好人 不会讨厌我也不会害怕 护士姐姐说 我可以尝试着和医生提一些要求的 比如有什么想吃的 想玩的 想看的故事 都可以跟医生提 只是 不知道为什么 姐姐看起来有些难过 什么样的人会同时拥有两种经历呢 我身边突然出现一道人影笑我一条 好吧 原来是我裂开了 白雾抵达诡异丛林北角后 看到了以利亚老师两天前留下的笔记 随着她翻开画有特殊骤印的那一页 白雾的意识也来到了 恶多丹德莱尔的记忆中 2017年2月19日 医生来了 2017年3月5日 我认识了一个护士姐姐 2017年3月6日 医生很诧异我为什么会提那些要求 想吃的 想玩的 想看的故事 这些好像都不是我该要的东西 但我想起姐姐的叮嘱没有回应她 不过今天医生心情的确不错 因为姐姐告诉我最近医院的声望很高 这里救治了不少器官残缺损坏的人 就像是电视里的明星一样 我听了也很高兴 但护士姐姐还是不高兴 因为医生拒绝了我的所有要求 2017年4月21日 连着很多天我都躺在手术床上 医生的脸色有些难看 因为我的生长速度好像太慢了 他们埋怨订单需求越来越大 那么多人等着我的救治 但我却自私地抗拒着 我很难过 很内疚 可我没有自私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生长了 要是我能够 要是我能够恢复得再快一点就好嘛 我不想医生们生气 2017年6月4日 我有些虚弱 我跟医生说有些恶 我不想躺在手术床上 可医生的表情很严厉 他问我 还有那么多人要救 如果担得下去 他们很快就会死去 我可能知道死亡的意思 或许就是陷入深度的睡眠 再也无法醒来 那太孤独了 我不想他们死 2017年7月7日 今天休息 但我很想离开这里 我好想念姐姐 好想跟她说话 可是我的牙齿和舌头被拔掉 我的眼睛也被摘掉 这些天我过于虚弱 要重新长出眼睛和牙齿 还需要一些时间 2018年5月9日 穿着医生衣服的人 今天和我说了会话 他们对我说 生命是脆弱的 世间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牺牲自己 去救赎他人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疼痛 但是所有人都会怠激我 我不会和那些怪物一样 被人们讨厌 2018年5月10日 我认识了一个护士姐姐 她和医生一样是好人 不会讨厌我也不会害怕我 护士姐姐说 我可以尝试着 和医生提一些要求 比如有什么想吃的想玩的 想看的故事 都可以跟医生提 只是姐姐看起来有些难过 她对我说 你要想起来 你要想起来 2018年5月11日 我感觉到 我好像真的忘记了一些东西 我对医生提出了疑惑 我好像忘掉了什么 可医生的脸色很难看很难看 匆忙地离开了 我一定是说错话 可是我忘掉了什么呢 我本该跟医生要些东西的 玩具 书籍 食物 但是现在医生好像生气了 我不能再找他要了 真的对不起 我又做错了事情 对不起 2018年5月14日 最近医生的心情不错 偶尔会和我说上两句话 她告诉我 我救了很多人 大家都很爱我 虽然每次都是这样的句子 但我还是很高兴 护士姐姐也告诉我 医院的实验项目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柳叶刀上很多资深医生认为 我的存在解决了 很多医学上的难题 只是医生很开心 但护士姐姐看起来好难过 2018年7月5日 连着很多天 我都躺在手术床上 医生的脸色有些难看 因为我的生长速度 好像太慢了 她埋怨订单需求 越来越大 那么多人等着我的救治 但我每次都不争气 我很难过很内疚 可我没有自私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生长了 要是我能够 要是我能够恢复得 再快一点就好了 我不想医生生气 只是医生为什么说每次呢 2019年1月10日 姐姐对我说很想和我过年 想带我吃东西 她说我救了那么多的人 不应该被关在 这冷冰冰的实验舱里 但我不觉得这里冷的 我问姐姐 我救的那些人 都还记得我吗 姐姐的表情很奇怪 明明是很高兴的事情 她却哭着点头 真开心 她们都记得我 她们都爱我 2019年1月11日 姐姐跟我告别了 很奇怪 明明还会再见到 我只是去做一个手术而已 2019年1月12日 我还是和以前一样问医生 他们会喜欢我吗 医生没有回应我 这次的手术倒落在了我的额头上 和以前不一样 不是取走了脏器 而是取走了我的脑子 我希望手术快点结束 因为姐姐很难过 我想安慰她 2019年1月13日 穿着医生衣服的人 今天和我说了会话 他们对我说生命是脆弱的 世间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牺牲自己 去救赎他人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疼痛 但是所有人都会感激我 我会和电视里的明星一样 有不少人喜欢我 记得我 不过仓室外好像有个护士 他好像在流眼泪 他在哭什么呢 我好像见过他 日志一般的记忆片段 在白雾的尸海里 不断拼凑出真相 这个拥有再生之力的孩子 身体一旦残缺破损 便会很快自愈 哪怕是丢失了脏器也一样 可对于那位医生而言 这个孩子就是一个 人体器官储存库 这一个恐怖的宰割 记忆清零 宰割 记忆清零的过程 这个孩子始终以为 自己是一个拯救世人的英雄 他也确实是一个英雄 至少在拯救他人 让他做得一直很好 只是他并都知道 从来没有人欢迎他 也从来没有人爱他 从来都没有过 他是一个拥有 绝对再生之力的孩子 哪怕是脑子被挖走了 也能恢复如初 可不幸的是 他被囚禁在了一所 世人的医院 自2017年开始 就被不断地摘出各种器官 每当恐怖持续到一定程度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万众 瞩目受人爱戴的英雄 但事实上 从来没有人欢迎他 没有人爱他 包括这位一直以来 照顾他的护士姐姐 直至2024年的夏天 这样的恐怖循环 才终于有了一个缺口 而这个缺口 来自白乌阅读的笔记中 记载的另外一个孩子 2018年3月3日 我再次回到了学校 老师很高兴 但我不喜欢他们的眼神 明明我已经痊愈 可他们的眼神里却有同情 这难道不该是我 看他们的目光吗 下午的时候 有一次年纪为单位的测验 并问我要不要参加省里的竞赛 我没有意见 至少到现在为止 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给这些人的人生 带来一些附加价值 2018年3月4日 今天依旧很无聊 中午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再次回到了医院 我躺在手术床上 有一个和我很像的 就躺在我的隔壁 他好像在叫我的名字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梦 2018年4月4日 梦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可每次我都只能看到一部分 这个梦就像是在指引我 寻找什么东西 我在学校天台的时候 被女生表白了 这大概是今天遇到的 最好玩的事情 这个女生一路上黏着我 我也如同父母老师 所教导的那样 礼貌地对待她 但我内心对她 却是非常厌恶的 我们很少说话 她喜欢我什么呢 大概是喜欢依附于我呢 这就能提高她的价值吗 甚至能改变她的阶层吗 可她不知道 在我眼里 她看起来就像一道食物 2018年4月6日 我又经历了一次手术 是因为多个器官衰竭 但我总感觉 这次手术过后 我便不再是我了 我也又做了那个梦 我已经渐渐习惯 每天我都会和她 一起躺在手术床上 她的心 肝 肺 皮 肾 肾 全部给了我 我甚至感觉到 我和她就是一体的 她真的存在吗 妈妈对我说 我身上的器官 来自不同的人 让我不要多想 我应该在意的是 好好读书 将来为这个家政 更多的钱 2018年4月22日 我越来越恶心她了 她看见垃圾桶边的野猫 会说 你好脏啊 皮肤都溃烂了 恶心啊 但她的朋友圈里会发很多前往猫咖的照片 路边的野狗她同样厌恶 但如果是别人家的柴犬 她甚至觉得比那些后进学生的命还值钱 她以为她成功地做了我女朋友 甚至有些药物扬威 她拿我当炫耀的谈资 这让我越发好奇 痴人 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2018年5月4日 梦里的场景越来越逼真 我仿佛看到了她的脸 那是一个跟我一样大的人 我们长得也很像 她在对我说 没有人喜欢她 没有人爱她 一切都是假的 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但一直以来 周围的人都很喜欢我 我表现得温顺 听话 成绩好 女人缘也不错 父亲挣了些钱 让我也不用为将来担忧 所有人都爱我 所有人都喜欢我 每个人都欢迎我 每个人表现得好像和我很要好 因为这样子 大概就能换取到一些利益吗 真的很讨厌她们 2018年5月9日 之前的梦我和她有说有笑 她偶尔会跟我抱怨 为什么大家都怕她 但今天 她不认识我了 她就像是什么也不记得了一样 在学校的时候 女人拉我到保健室接吻 我不小心咬破了她的嘴唇 血液一点点注入 那个时候 我忽然感觉到了世界的多彩 生命真是很神奇的东西 我仿佛听到了那些器官开口说话 她们在盛在鲜血 直到我被女人狠狠推开 她发狂地尖叫着 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像是见到了怪物 我以为这是什么难看的表情 不就是咬掉了你半片嘴唇吗 口口声声说喜欢我 这都不能忍受吗 2018年5月14日 父亲赔了不少钱 也责备了我 让他损失了不少钱 败坏了公司的名誉 甚至会影响公司的股票 可惜啊 只吃到了一点点 不过也不错 再也不用看到他将生命 分为三六九等的丑恶嘴脸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我的体内觉醒 我好像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2018年5月20日 今天真是一个有趣的日子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有趣的人 学校的老师给我安排了心理医生 他们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我只是压力太大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那并不是我的本性 而心理医生 也给了他们这样的回答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告诉我 他叫该尹 他对我说 丹德莱尔 我以后就叫你丹德莱尔好吧 你叫该尹 我叫丹德莱尔 真是奇怪的叫法 但好像也意外的有趣啊 他还说 你可不是什么乖孩子 你根本不是心理压力大 你只是很喜欢血肉的味道 对吗 他与女友接吻时 吞下了对方的半边嘴唇 可他最大的遗憾却是女友不够爱他 让他吃得太少 毕竟随着女友鲜血的一点点注入 他忽然觉得吃人才是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意义 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个家境好成绩高的孩子有问题 他们只给男孩请了一位心理医生 然而这名心理医生有个奇怪的名字 该尹 唯一从林中 白雾对该尹留下的笔迹的阅读还在继续 2018年5月22日 我爸妈给我的生日礼物收到了 是一辆同学们都梦寐以求的超跑 可我不喜欢 我越来越厌烦现在这种装乖孩子的日子 不过梦里的我又和那个人成了好朋友 但我有很强烈的预感 这个人不久又会莫名其妙地忘掉我 今天最美好的事发生在下午的时候 那个自称该尹的人忽然出现在了我家 他好像还是以心理医生的身份来的 爸爸妈妈非常高兴 可能他们也觉得我需要一点开导 让我惊讶的是该尹其实是来给我过生日的 他说一定要送我一件礼物 最后他带我到了车库里散步 打开了那个我本不喜欢的车尾箱 里面多了一只沾满鲜血的麻袋 而麻袋里传来了一个女人虚弱的乌叶声 他问我 喜欢这个礼物吗 太棒了 我感觉我体内的那个东西觉醒加快了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那道大餐 2019年9月19日 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该尹已经成为了我的导师 这期间我对他说了那个白发男孩的梦 他告诉我 这个梦是真实的 其实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梦 那个我正在帮这里的我承受痛苦 并且这整个世界对那个我有巨大的亏欠 而我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把世界亏欠他的 全部收回来 2020年1月4日 电视里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变音 在城市的外围还出现了一种名为恶朵的东西 我有些恐惧 但该尹给了我勇气 他告诉我 我是一个天生的烈士者 这整个世间的一切都是我的食物 恶朵是 人类也是 我非常想现在就去拯救另一个我 可是该尹告诉我 另外的我还对这个世界抱有善念 所以还不到时候 2022年3月4日 城市里里外外恶朵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但可惜人类拥有威力不错的武器 所以他们目前还没有太大的威胁 而该尹也带着我去狩猎过一些恶朵 一些人类 我不明白该尹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个阵营的 而该尹告诉我 我们只属于我们自己 如果恶朵为恶那就杀死恶朵 要是人类为恶那就杀死人类 可是 恶的标准又如何评判 2023年7月15日 吞噬了太多人与恶朵懂 身上的变化再也无法遮掩住了 红色的手臂吗 不对 好像不单单只有手臂 我询问该尹 我还算是一个人类吗 该尹对我说 有必要执着于人类吗 存活下来的人类都会被赶尽高塔 而只有我这样的形态 才能永久地留在外面 经常跑来对我说教的老师吓到了 他非常恐惧我现在模样 真是笑死我了 他的恐惧让父母也露出了真面目 所有人终于不再喜欢我 而是开始害怕我 看看他们内心恼羞成怒 不能再利用我的样子 却还要装作可怜害怕与担心的模样 他们想方设法地 要把我送去第九精神病院 我知道那里 一个专门关押怪物的地方 原来他们眼中的我已经是怪物了 可是 他们的嘴脸明明比我更加丑 我似乎理解这个世界了 2023年9月11日 我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戴面具的家伙 真是个凡人的家伙 他让原本达到了恐惧费点的城市又降下来 就因为他一个人 只是该尹对我说那个家伙非常麻烦 让我不要去招惹他 之前在所有人都要把我关进第九病院时 该尹就走了我 他还告诉我 等到那个该死的面具难死去 我们就能够出发去拯救另外的我 2024年7月14日 该尹说现在世界变异的速度太快 所有人都排着队想要登上传奇迹那座塔里 而现在依旧留在外面的 都是一些只能登死 至于面具难 那个家伙似乎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又或者潜伏在某个地方了 无所谓了 城市太乱 很多比我强大的多的怪物开始作乱了 他们游荡在这个城市 人类像无头苍蝇般四处逃散 我每天都能在附近的超市外 看到他们为了物资大打出手 听说也有机构开始建立地底避难所 不过该尹说 这整个世界最多还能再撑三四年 三四年后 除了高塔就很难再见活着的人类了 而想要在塔外生存 且不和那些食物住在一起 那我就只能尽快成为真正的恶毒 该尹也终于同意带我来这座市中心的医院了 之前不管我怎么与他说他都要阻止我 而我也终于见到了另外一个 医院关押他的仓室门早已打开 作为一个任人宰割贩卖的实验体 他唯一做出的举动是跑到能够接触到阳光的地方 他的哭泣没有声音 他就像是一个孩子 他为什么要哭呢 原来是没有人认识他 没有人爱他 没有人在意他 他心底以为自己是在救赎别人 他以为自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 但是 自始至终这座肮脏的医院里根本没有人理会他 甚至有人对他这个英雄充满了恶意 他嚷嚷着一个女人的名字 大概是这里的某个护士吧 很久以前他对我说过 这里有个温柔的护士姐姐 可该隐告诉我 这里从来都没有护士 从来都没有我 从我最开始第一次来做手术时 这所医院里 就不存在任何一个女人 日志般的记忆还在继续 到最后 白雾看到了身影模糊 仿佛镀上了一层雾的该影 还有因为不断吞噬他人身躯完全一边 呈现彻底腐烂状态的丹德莱尔 而他们也带走了另外一个丹德莱尔 至于后面发生了什么 白雾并不清楚 不过 事情的脉络也已经非常清晰了 当灾难来临时 善与恶便会奏唱一曲人性的交响 末日之下因利益至上还是道德永存 恶朵丹德莱尔为何既吃人也治病救人 丛林箱子内莫名多出的一个人类是谁 以利亚的老师该引如此大费周章的目的是什么 随着白雾对日记的阅读 他对这次诡异丛林之行的脉络也有了答案 700年前世界的变异 并不是因为突然出现大量恶朵而导致的灾难 而是从人们周遭习以为常的环境慢慢开始 伴随着人性的不断扭曲 逐渐铸救了今天这恐怖的塔外世界 并且从最初的那段时间 极少数天赋异禀的人就已经开始觉醒某些能力 比如那名至善的丹德莱尔 他获得了一个与恶朵完美 即便词条绝对再生相似的能力 无尽涅槃 一个独属于人类的第42号超级天赋序列 可惜这般强大的能力带给他的却是无尽的苦难 自有记录的2017年到最后的2024年 至善丹德莱尔都如同一个人体器官储存库把 一个至善的人生活在了最邪恶的环境里 没人欢迎他在意他更没人爱他 而那名所谓的黎明曙光护士姐姐 其实就像是第九精神病院红音的那把梳子 究竟是精神寄托还是阿P的精神胜利法并不重要 它存在的意义在于牢牢守护住了至善丹德莱尔的人性 以至到最后所有人抛弃他 使他也没有因此而怨念 至始至终 他都作为一名人类活到了现在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至恶丹德莱尔 一个生活在无数人梦寐以求环境下的公子 父母带给他庞大的财富资源人脉 自己也拥有成绩优秀能力超群的外子 可偏偏他却成为了最初一批走向恶朵的人类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他生活的环境导致了这个心智早熟的孩子变得拧屈 而以利亚老师该隐的出现更是加深了这一情况 想必如果当时教导他的不是该隐 而是真正的心理医生 也许这明治恶的丹德莱尔也不会堕落到这般地步 不会如此纯粹地憎恶人类 白物思索间也知道了倒数第二的谜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一个人同时拥有两种人生 并不是什么一体双生精神分裂 而是至善丹德莱尔的器官拯救了另一个孩子 那本写满诡异咒印残破的笔记是该隐的力量 他让两个丹德莱尔的生命互相连接彼此纠缠 而该隐留给白物最终的谜题也留在了日记后文 你好调查者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我想我们都认识到了人性的丑 我不妨给你额外赠送一个秘密 你一定很好奇杨镇秦林良玉三人 到底怎么来到这里的 其实很简单 我给了他们一点指引 看到这里白物心中有些震惊 他早了解到恶朵是无法前往高塔 只要出现就会被高塔的某种力量瞬间抹杀 该隐能给杨镇三人指引 也就意味着他不是恶朵可以自由出入高塔 不过这句话也透露出了该隐的真实想法 他最后的杀招不是丹德莱尔 也不是藏有秘密的杨镇三人 而是白物自身 上兵伐谋诸心为赏 该隐是要给白物出一道道德选择题 用白物作为人类的道德绑架白物 只是该隐并不知道 读了半天日记的白物其实内心一点也不沉重 只要我没有道德 任何人都别想绑架我 日记还剩最后一页 这一页肯定有着杨镇三人的秘密 白物毫不犹豫选择翻开 天赋序列 即便词条 这是两种相对应的力量 但前者其实要更强大 只是能够觉醒稀有序列的人很少 能够觉醒超级序列的人更少 现在的高塔人都觉得排列越靠前的序列越强 但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个例 其中某些特定数字的序列 如果能同时存在且相互靠近 就能够在这个扭曲世界形成某种特殊的组合 虽然它们都是低级序列 可一些恰当的组合 却比稀有序列有着更强的效力 这也很好理解 就像是洛洛力险记中的合击绝技 亦或是炉石云顶中的卡牌英雄羁绊之类的东西 而这放在该隐的日记中就是杨镇三人的秘密 序列777号悲喜轮盘 与序列666号撒旦之吻 他们彼此靠近即可触发序列联合效果 气韵攫取 这会在某个周期中 让这两个序列拥有者以外的人遭受无尽厄誉 而序列的拥有者 则会享受献祭他人带来的好处 读到这里白雾的内心也有些无语 作为一个前世死于罪犯流弹的飞球来说 普雷尔之眼的吐槽 恰逢其时地照出了他的内心 不过白雾也已经能猜到后续事情的发展 队长杨镇就是队伍里唯一知晓这一秘密的 也是唯一知道气韵攫取周期的人 这支队伍在该隐的受益或计谋下 得知了这片诡异从临藏着一件至高无上的宝 而且该隐也设计告诉杨镇 如果队伍里拥有气韵攫取这种组合序列 最终能够拿到宝物的必然不是他 这也就导致了今天发生的一切 至于日记中 该隐调侃般的让白雾猜测 那个序列666撒旦之吻的拥有者现在在哪 有了先前的经历和普雷尔之眼的背中 这个问题白雾不用猜 当然是被恶舵版的丹德莱尔吃掉 至于是老二还是老三就更不重要 只要结束了撒旦之吻和悲喜轮盘的联动就行了 而该隐的流言还没结束 白雾干脆抱着掌剑时的态度读了下去 此外 我得提及一下杨镇这五人犯下的种种恶物 曾经作为矿工的他们 就靠着这两种序列引发过大规模的矿买坍塌 每当杨镇决定执行某个任务的时候 他都会安排序列的拥有者先前往白色矿区吸取气韵 然后在周期结束是凭借夺取的气韵去完成任务 这种事情他干了可不止一次两次 杨镇在自由不拥兵群体中积攒的高声望就能证明 如果没有气韵背书 他也不过是个贪婪的普通人罢了 白雾心之该引说的没有什么问题 先前出狱杨镇时 他就想靠这件事从白雾手中拿到返回轮盘班救兵 那般看似毫无根底的自信可不像是装出来的 不过故事的结局显然证明气韵不是万能的 杨镇一行人身处在丹德莱尔的位中 即使运气再好也只能任由丹德莱尔戏弄 撒旦之吻的拥有者肯定不是梁玉猜的因为私事而死 至于是杨镇故意的还是丹德莱尔先动了手 该引并未在日记中提及 他只说自己做过不完全的统计 杨镇这一行害死的其他矿工至少两百余人 并且讽刺的是 高塔的所有采矿团队都认为他们是工作经验丰富 能够精准避开危险的老矿工 也因为他们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矿难里活下来 底层的自由雇佣兵们也认为他们是身手卓绝的老手 这让他的声望日益增高 日子越过越好 很遗憾 这个世界固然扭曲但却没有鬼 只有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激变的恶朵 而恶朵进不了高塔 那些死在塔外的人化身为恶朵 纵使他们有无穷无尽的怨念 也无法对杨镇等人造成任何伤害 所以杨镇如鱼得水的日子 永远不会有丝毫影响 只要他这次也能活着回到高塔 而秦琳和梁玉呢 你不会觉得他们是无辜的吧 他们确实不知道这些秘密 但作为一直以来邪恶行动的参与者 能够以不知者不怪的言论去洗净罪孽吗 你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你而死 你就真的无辜吗 所以 我想你也明白我要说的最后一道题目了吧 仍然是选择题 丹德莱尔的第二阶段即将完成 他与这片丛林融为一体后 大量的蔚叶将从地底涌出直至彻底淹没一切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依旧喜欢看猎物被蔚叶一点腐蚀的样子 我想你也已经见过那具被丹德莱尔灵性的骸骨了 而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在丹德莱尔卫的最西方 有一艘可以完全抵抗蔚叶腐蚀的船 那艘船最多只能乘坐四个人 你只需要不断地在巨木间跳跃就能靠近那艘船 当然你如果掉下去 丹德莱尔也将仔细灵性你为数不多的血肉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直接离开这里 想必这片丛林中也没什么人能留下你 而我就当你是选择让他们都死 丹德莱尔也会继续由我保管 还是说 你并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你打算带走杨振三人中的一个 两个 又或者三个吗 我期待你的选择 如果比硫酸强千万倍的磨酸 自地敌涌出 而你有一艘可以抵御他的四人小船 可你身边却还有四个人需要你去拯救 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这个道德选择提示该引留给白雾的最后难关 白雾阅读完该引的日记后陷入了沉思 四个人中杨振可谓恶贯满盈 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他确实该死 但如果今天杨振就此干脆利落地死去 那他将至少得到一个塔外探索的英雄身份 不明真相的人们回忆起这个人 就依然会是经验丰富待人和善的老矿部 雇佣兵们也会认为他是德高望重的精锐 而那些被他害死的数百矿民依旧无法含笑九权 或许只有五九所信奉的司法正义 才能够让杨振等人得到真正的制裁吧 可如果这样 他就必须活着离开诡异丛林 至于除了杨振外 秦林良玉两人作为帮凶 应不应该以无知无罪去评判白雾不想再过多考虑 因为哪怕自己选择了让杨振去死 也自始至终都没能逃出该影的算计 看似恰当的选择也不过是满足了幕后之人的计划 甚至该影都已经把所有答案告诉自己了 要么都不救 要么就其中一个两个或者三个 反正怎么做自己都可以离开这里 白雾甚至能够想到 先引轮盘的下一个场景时 该影一副胜利者的嘴脸百个装叉的姿势说道 你好调查者 你做了一个有趣但并不意外的选择 这可太让他恶心了 所以白雾有些范畴到底该怎么选 至于日记的真假其实也不难印证 也许给了别人还会生出一点阴谋论 但给了拥有普雷尔之眼的白雾来说 只要稍结合之前的备注就能猜个大概 万般思索下白雾转变了思考方向 开始分析这个素未谋面的初题人 从日记中说话的口吻来看 该影很符合白雾心中对伊利亚老师的形象 而如果该影是人类 那就意味着她也已经活了700年吗 背下了整个天赋序列周期表的白雾想到了一个可能 那就是该影和至善丹德莱尔一样拥有无尽涅盘 这会让她身体成长到巅峰年纪时不会继续衰老 同时也就获得了近乎永生的寿命 而且700余年的岁月可不短 该影是否还拥有其他的序列也未可知 而且看她的日记中的口吻 该影莫非还去过红色区域吗 这么说来 她和五九恐怕就是白雾到目前为止知晓的最高战略 思索中饶是白雾这种老油条也有些头疼 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 恶多化的至恶丹德莱尔正在完成某种阶段准变 一旦没能找到解决办法 自己也只能按着该影的路子走下去 此时普雷尔之眼的备注也在提醒白雾 看着眼中的备注框白雾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之前刚看到日记时备注曾提示她 两天前这个地方是有人布置过的 而且类似的提示在第九病院同样也有 这就有些奇怪了 牵引轮盘能够让人回到以前去过的场景 哪怕超过了编号的三天有效期也一样 可是白雾自己去的第一个场景第九病院 遇到该影安排的门徒 总不能是巧合吧 该影就像幽灵般时刻监视自己了 要知道几天前自己只是个被屠宰的乞丐 而且靠着超级序列普雷尔之眼 白雾自信能够避开任何监控监视牛鬼蛇神 从之前的日记内容看 从未谋面的该影似乎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最开始的目标莫非不是自己等等 第一个进入第九病院的是五九才对 是五九带对领着自己 特地选了看似是白色区域的第九精神病院 白雾烦躁中自言自语时豁然开朗 就像是一道光在脑海里穿过 不会错了 近些年来整个高塔最出名的战士便是五九 而该影作为人类 如果想要覆灭高塔 那就绝对绕不开五九 这一瞬间 白雾忽然感觉事情朝有趣的方向发展起来了 这么看来该影对白雾的态度 也就是平屉后的五九确实不像是敌对 更像是在测试五九甚至是想方设法的拉罗 所以该影的目的不在于难倒自己 而是测量出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 所以这道题才能让自己无论怎么答都能顺利离开 要知道五九本身是无法规避制恶丹德莱尔的探寻的 而如今五九八成就是被该影盯上 杨震、秦林、梁玉三人则被该影的谎言引到了这个区域 该影如何骗到了他们不重要 但根据洛卡德物质交换定律 这三人身上一定藏着找到或者了解该影的线索 好吧 看来自己想了半天 就这三个人的理由倒是又多了一个 不过结合之前的情况来看 那位顶着圣经里的恶人始祖名字的人只是欺骗了他们 这片区域没有什么宝藏 整个区域都是恶朵版丹德莱尔的位 这里最有价值的东西便是自己捡到的那枚戒指 会暂时爱上替他戴上戒指的人的戒指 爱上 白雾想到这一把搭上了面前的木箱 致恶丹德莱尔憎物人类极其纯粹 但他心底似乎也有一盏明灯 箱子里的人听到拍击声传出了声音 丹德莱尔 是你吗 与此同时白雾也打开了箱子 箱子里藏着的确实是一名人类 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 面相普通 就是那种邻家大蛮孩的感觉 即便带着惬意 也透着一股子天真善良的气息 见到了这少年的瞬间 白雾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完全忘了自己还戴着面具 因为他心底忽然有了答案 一直处于被动可不是他的习惯 偶尔也要主动发起攻势 你来我往的过程才有趣 少年七百年不曾见过日月星辰 孤独绝望与恐怖伴随着他的一生 可当有人想要带他摆脱困境时 他却表现得极度无助不愿离开 因为七百年来 他只能靠幻想给自己活下去的希望 但每一次的希望就必然伴随着失望 企图带他离开的白雾自然是知道这一点 他牵起普罗米修斯的手向着屋外走去 无法用言语诉说的情况下 往往行动就是最好的回答 让丹德莱尔停下 我就能带你回家 白雾攥着普罗米修斯补充了一句 可听闻此言的普罗米修斯却突然变得更加沮丧 没有用的 我哀求过那位该隐大人 我也希望丹德莱尔不要再憎恶人类了 但是丹德莱尔根本不听我的 我无法说服他 漫长岁月中 普罗米修斯也曾试着让丹德莱尔停止杀戮 可丹德莱尔非但没有停手还越发的疯狂 白雾不必询问也已猜到了其中的原因 该隐 这个恶人鼻祖没有辜负自己取下的名号 他一直哄骗着两个孩子 作为链接两个孩子的始作俑者 他完全可以不去传达普罗米修斯的真正意愿 反而变本加厉地去煽动丹德莱尔的恶意 同时欺骗一直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 最终让这个孩子放弃了对丹德莱尔的劝说 他甚至不需要去编造多少谎言 以至于丹德莱尔深信自己是在为普罗米修斯讨回公道 无尽的杀戮中自然成就了今天的劣势者 今天白雾自己可以实施策反的计谋 可以说是完全依赖了超级序列普雷尔之眼 这双眼睛给的信息虽然不全面 却也足够白雾将整个事件推导出来 没有普雷尔之眼 就无法察觉到丹德莱尔和普罗米修斯之间的关联 自然也就没有策反一说 想到这里白雾笑得更开心了些 虽然面具挡着普罗米修斯压哥看不到 有些话你得亲口对丹德莱尔说 你口中的那位大人也许并不诚实 心思单纯的普罗米修斯没有再继续抗拒 模拟着丛林的丹德莱尔未带 也有着代表白天的光芒 这也是普罗米修斯被带走的700年来第一次见光 一时间他有些难以适应 不过身怀超级序列的他 还是很快将视线里的一切 从黑暗变成了扭曲的丛林 此时一直等待白雾的阳阵 三人也马上围了管 他们迫不及待地询问着白雾有没有线索 先前丹德莱尔的转变已经完成 周遭的一切更加扭曲 他们的心态也回到了没有遇到白雾之前 不过白雾却没有理会他们的意思 因为现在的他不管将视线转向何处 普雷尔之眼都会给出一模一样的备注 丹德莱尔 西级即便恶朵 即便词条念力 稀有即便词条环境伪装 完美即便词条绝对再生和超巨大化 并便词条虚弱 虽然他比调皮鬼高一级 但并便限制了他的速度力量 所以他现在只能和调皮鬼打个平手 但如今你身边没有小矮子 我便你三个建议 回城 回城 显然当丹德莱尔和环境融为一体后 白雾目光所及所不即便都是丹德莱尔的躯体 不过白雾更好奇的是 丹德莱尔到底是跟谁战斗 他一阶段形态和二阶段形态都有着病变属性虚弱 这总不能是他自身就携带的属性吧 要知道但凡是个恶朵恢复的能力都会加强 可丹德莱尔身上的病变属性反倒像是一道永久伤口 再就是这种模拟病幻化如此庞大区域本身 还能瞬间杀掉所有猎物的超级恶朵居然才七级 那自己之前遇到的乖乖女孩 身负九级变异的红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念及于此白雾有些无奈 自己是真该想办法提升半生之力了 看看这一天天地遇到的都是些什么奇怪家伙 而提升半生之力主要取决于在塔外的时间 但同样是在塔外待上三天中途不返回高塔 可返回高塔效果差别会很大 这一点从普罗米修斯身上就能看住 这也是为什么底层那么多每天挖矿挖满四小时的矿工 数年如一日的工作半生之力却不满二阶的原因 而半生之力若能到四阶便是各种意义上的高手 往后再想突破 单纯靠不断出塔累积时间几乎没有意义 只有在塔外刷新自己的生存时长记录才能继续突破 杨震见白雾望着丛林发呆不理他 松一口气的同时只能按照性子换了话题 询问多出来的普罗米修斯是谁 白雾对这个问题同样没有解释的想法 抽出绳索扛起普罗米修斯攀上了高所的树冠 提醒其他人不要多问赶紧跟上塔 毕竟白雾还记得该影日记中提到的 丹德莱尔转变完成后 魏酸将从地底涌出 白雾虽然目前半生之力不高 但面对三个挂着塔外词条的家伙看起来还是敏捷很 杨震三人则除了茫然还是茫然 不过生死攸关间自己又没有任何办法 乖乖跟上白雾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他们见到了白雾也似乎找到了主星 至少刚刚还处于惊恐下的杨震也没在惊慌 与此同时 原本静谧的地面忽然开始沸腾 无色的腐蚀溶液如泉涌一般不断地喷涌而出 整片诡异丛林仿佛焕发了生机 奇怪的轰隆声不绝于耳 剧目也随着声音一阵摇晃 这一幕着实让杨震三人一惊 相对胆小的秦林更是吓得突然脚下一空 静止向树下落去 还好跟在他身后的梁玉 开着自己的感知能力 反应迅速伸手捞了秦林一把 被救的秦林挂在树干上有些颤抖 凭借胃酸独特的气味 他也能猜到地底涌出的正是先前的酸雨 杨震梁玉在救秦林的同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们再次惊骇地出声询问走在前面的白雾 啥都不知道可太让人难受了 白雾发现后面的状况也停下了脚 虽然后面三个人直接没了他也省心了 但自己先前所有的努力也算白忙活了 只能淡淡出声道 下面确实是你们先前见过的酸雨 小心点不要掉下去 我们现在要去西方 那里有一艘能抵挡酸雨的船带我们离开 严至于此几人再次出发 很快更有主见的杨震也回过了神 他能猜到白雾一定是在屋子里知道了什么秘密 所以才能提前预知到环境的变化 自己眼下必须跟紧白雾 他甚至有些艰辛 自己一行来到此地的目标 也就是那个负伤委托宝贝的线索就在那间黑屋里 只是如今他已经不可能回到黑屋去 这让他有些傲懒 两天前正是一名负伤发起了委托 用难以想象的超高价码找到杨震 让杨震通过已知的塔外续号带回一件宝贝 要知道这个委托单单定金就足够他潇洒几年了 可不曾想 当天晚上负伤突然暴毙在家中 任务自然也就终止了 杨震内心依旧惦记那件宝贝 负伤死了 任务对他来说却不曾结束 他必须趁着区域编号有效期内前往这个区域 反正负伤的死确实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真相什么的自然会有镇域军去调查 想到这杨震追上了白雾 他对自己这次的任务还是有些甘心 康斯坦丁 这个区域到底怎么回事 雨水为什么会从地上冒出来 然而白雾从他眼前一话而过 了解所有真相的 他自然不想再与这家伙多费口舌 杨震三人再次看着白雾扛着普罗米修斯离去 气氛可谓干大到了极点 在雇佣兵中名声颇大的他们哪见过这袋雨 可就在这时 好在前面的白雾身上突然一阵闪烁 幽兰的光芒覆盖了他的半边身 这是一只具有气急即便且无比巨大的恶毒 目光所及的一切都不过是他胃中的场景 但他却有着一个特殊的弱点 一名活了七百年却手无腹肌之力的少女 白雾发现这一事实后便说服了普罗米修斯 如今要做的是带上三个脱油瓶和制胜法宝 前往指定地点演一场大戏 可当惯了领头人的杨震此时却有些阴沉 且不说白雾从出了小屋就什么都不愿透露 他来此地要找的宝贝还可能被人杰族先登了 倒是白雾根本懒得理他 这些人确实在他的营救计划中 但如果对方做snack就怨不得他了 相对善良的秦林剑气氛突然尴尬 只能左右逢源试图转移话题 康斯坦丁大人 你背的一大包东西是什么呀 是什么能救我们的神秘道具吗 秦林的话音刚落 白雾身上陡然泛起一阵幽蓝的光芒 原本装着电饭包等许多奇怪东西的背包直接消失 秦林瞬间被这首物品瞬间消失数给震住 在他看来白雾一定是被他提醒后 想起了自己等人出于白雾时的场景 以为白雾不单是高阶感知者还是空间序列拥有者 至于一直装透明的梁玉 则带入了自身 认为白雾是六阶以上感知者使用了念力 前面的白雾也再次停下了脚步 他很佩服后面三人的脑补能力 毕竟他也断然没有想到 背起轮盘能让他非常合乎时机地装了一个B 因为真实情况是自己的背包他突然系灵了 一个出他履行必备的口袋 装进口袋的物体只要大小不超过口袋等身 就不会占用任何空间 但会有重量限制 20.5千克 不过别动歪心思 活物无法存放 继灵等级15秒 装着电饭包照相机的背包忽然变得轻盈无比 就在秦林说着白雾的一大包行囊的时候 连白雾也是对话框弹出来后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只是白雾还是不开心 他大老远从塔里跑出来当背锅侠 要继灵的明明是锅现在却又打偏了 上次是相机这次是背包 这让他对锅继灵的执念更深了些 同时也越发对秦林悲喜轮盘的幸运效果有了认识 这开口点一下就改写了现实的状况着实力 不过如果天赋序列666与777真的存在组合效果的话 那秦林的大部分运气也都是无数白雾堆出来的 这时身后的秦林突然惊呼出声 地上的酸雨越来越多了 怎么办 我们会不会被淹没呀 白雾无法定论毫不知情的秦林有没有罪 于是出声安慰了两句 我们现在在怪物的胃里 不要问那么多问题了 等回到高塔会有专用的问答场所 你们现在注意别掉下去就好 杨振并不知道问答场所就是调查军团审讯室 他听着还感觉很高端 不过下一秒他就抓住了回答中的另一个重点 怪物的胃 他们三人不由地抬头望向天空 所有人脸上都写着惊骇 如果这片区域真的是怪物的胃 那这怪物到底该有多巨大 随后奔行的过程里他们也不再说话 显然白雾的安慰起到了该有的震慑效果 开始重新评估白雾实力的同时只能门头赶路 白雾的注意力则全部放在了普罗米修斯身上 双生一魂两用 但七百年来的羁绊依旧让他们之间有着某种感应 如今靠着那本符号笔记器还在丹德兰尔体内 他们之间的感应就更加强烈了 现在的普罗米修斯一直在无声地念叨着什么 这些话语白雾听不见 不过丹德兰尔肯定可以听得到 这是独属于他们两者之间的博弈 也是检验白雾对普罗米修斯本性理解的时刻 而随着他们之间的沟通加深 整个丛林区域也变得更加扭曲 就像是位在收缩 地底涌出的卫酸也开始四处飞剑 哪怕是战力不错的杨震也逐渐烦躁 毕竟稍有不慎碰上一点卫酸就会起码掉层皮 他能感觉到死亡的气息正在逐渐靠近 但是越在关键时刻就越考验心态 下一秒杨震就被飞剑的卫酸逼着当了一次猴子 很快众人也因终究无法适应扭曲停下了脚步 杨震都不能自拨 秦林良玉就更别提了 走在前面的白雾也发现了这一点 马上让杨震三人来自己这边会合 他能猜到既然丹德莱尔的攻势已经开始 那么就绝不会只有这一点玩意 同时让秦林取出先前在木屋得到的雨伞 要知道这位酸原本是从天上落的才对 而事实也不出白雾所料 转眼间天空中也下起了瓢泼大雨 雨量之大 即便前面的几场雨加起来也无法与这场雨相比 原本可以抵挡酸雨的树冠也逐渐被渗透 那只雨伞也就成了众人最后的保障 与此同时 众人脚下的积水量也开始迅速的上升 白雾简单计算就能得出 以现在的这种上下包夹态势 最多不出十分钟大家都会被味酸所融化 不过与杨震三人不同的是白雾并不着急 在他看来这个区域越是变得古怪扭曲 就越说明丹德莱尔的情绪起伏正在加重 现在的普罗米修斯显得很痛苦 白雾轻拍他的肩膀说道 不要急 表达出你自己的意愿就好 丹德莱尔是你能够信任的伙伴 你只需要告诉他你真正的想法就好 丹德莱尔显然在试图劝阻普罗米修斯 白雾也不认为 自己的嘴盾会对一个被该隐腐蚀了700年的恶朵有用 以利亚只是一个认错了人的例外 要破局只有普罗米修斯才可以 现在的丹德莱尔激气愤怒 但也就像无穷无尽的暴雨给杨震等人带来折磨一样 他此刻也同样饱受折磨 不久前在该隐的安排里 白雾这个闯进来的调查者会做出一个选择 丹德莱尔满心期待 希望看到人类因为虚伟尔相互背叛 该隐也答应他 如果调查者愿意选择拯救另外一个自己 只要他们按既定的路线离开这片区域 那么不远的将来 他们都会以恶朵的身份重逢 如果调查者放弃拯救另外一个自己 反而转头选择拯救那些丑恶的人类 则代表着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该隐也承诺 他们两兄弟终究会以恶朵的身份永远地在一起 但现在丹德莱尔发现该隐骗了他 700年来 他一直以为自己做的事情 能够让自己心中的善良普罗米修斯开心 可如今普罗米修斯却亲口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错的 普罗米修斯从来都不快乐 他从来都不希望自己因为他伤害任何人 与此同时 诡异从林中的暴雨愈发猛烈 连那只雨伞也泛起了破碎尘光 丹德莱尔的愤怒化作了无穷无尽的暴雨 因为比起被该隐欺骗700年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自己满心考虑的普罗米修斯根本不愿他杀人 而这也意味着留给白乌一行员的时间不多了 虽然丹德莱尔原本无意杀死他们 但毕竟他们一直身处丹德莱尔的胃中 情绪波动巨大的丹德莱尔 可不会管自己肚子里的虫子 秦林是首先一直崩溃的 他望着雨伞掉落的晨光声音带着哭腔 队长 康斯坦丁大人 我们好像真的快死了 此话一出 杨振也在惊慌中绷不住 轮盘 趁着怪物还没有反应过来把轮盘给我 我带援军来救你们 白乌则让他们闭嘴转身安抚着普罗米修斯 整个淡定的画风与眼前的恶劣环境格格不入 就好像这里不是下着酸雨的怪异丛林 而是快乐加倍无拘无束的度假圣地 因为在白乌看来 这个区域已经算是彻底结束 所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普罗米修斯 白乌自己也绝对相信自己的推断 他甚至开始回不起了这次短暂的出他旅行 杨振恶贯满盈 良玉心怀鬼胎 总而言之除了秦林和自己外没有一个正常人 甚至秦林本身也不过是件任人摆布的工具吧 拿着自己的运气为别人做着嫁衣 毫不知情中背上了数百条人命 至于最不正常的两个人便是丹德莱尔和普罗米修斯了 这两个来自七百年前的主角把剧本带到了现在 上演着一场丑陋却又真情的大戏 丹德莱尔就不说了 一个不相信人类有爱的天生恶主 师长女友 父母 这些人在他看来都满怀恶意处处利用自己 而普罗米修斯呢 他确实是一个看起来无比纯真善良的孩子 但假设一个正常人经历他那般非人折磨后 又怎么可能依旧保持善良的天性呢 所以说 事实上普罗米修斯其实比丹德莱尔更加扭曲 他也许在脑子被挖开时就已经变得残缺了 一个不具备憎恨只一位善良的孩子又怎么称得上完人 白雾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就半斤八两 没有负面情绪的他到底是谁的木偶还未可知 现在的他通过普罗米修斯走进了梦境 普罗米修斯一边安慰丹德莱尔一边指向白雾 他希望丹德莱尔能明白自己并没有怪他 也希望丹德莱尔能找到真正温柔的人 就像现在这个愿意带走自己的白雾 可丹德莱尔并不希望普罗米修斯离开 毕竟他证实该隐是在化病后 他们两兄弟这一离别内将真的就可能是永烈 白雾则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他自然是没有插嘴的可能性的 他能做的就是给普罗米修斯一个正常人的未来 不管是跟在自己身边也好 还是托付给五九也罢 该引蛊惑了丹德莱尔七百年 这其中的时间也必然不会对普罗米修斯留情 但目前来说丹德莱尔几乎无法挽回 而普罗米修斯扭曲的扇必然好过扭曲的恶 丛林中的暴雨似乎越发的猛烈 听觉里只有哗啦啦的雨声作响 杨震此刻已经彻底无法忍耐 哪怕面对自己心中强大无比的康斯坦丁 他急躁地怒喝着 仿佛所有灾难都是康斯坦丁带给他的一般 可回应他的却是一声淒厉悲伤的呐喊 并不是来自开切尔旁风模式的白雾 而是一直看似沉默的普罗米修斯 丹德莱尔 我想以人类的身份活着 求求你了 让我走吧 我不想再被关在漆黑的屋子里 让我走吧 突如其来的声音再次熄灭了杨震的烦躁 他们三人一时间都忘了处境看向普罗米修斯 而这一声耐寒也带来的让他们意外的笑容 一道足以破灭所有黑暗的光 从层层雨云里穿射而出 天晴了 两个扭曲少年的拔河在这一刻奋出了胜负 生死力竭的那含仿佛凝聚了普罗米修斯700年的可疑 丛林的依旧扭曲预示着丹德莱尔有着无数负面情绪炸裂 但大雨还是停了 秦林茫然地看着天空 不解真相的他们自然不会理解这其中的博弈 在他们看来一切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 就像是悬在头顶的闸刀忽然间被一股力量拉了上去 杨震三人依旧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一时间只能无措地看着亭下的酸雨和下降的水位发呆 最先反应过来的倒还是梁玉 他不解地看着白雾一直护着普罗米修斯 在他看来如果说刚才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是这个看起来颇为温顺的少年 仿佛灵魂撕裂般地喊出了一句话 那句话语里饱含着渴求与悲怅 只是他不能确定少年是喊给谁听的 这片丛林真正的主人吗 还是那个带给他们无尽绝望的恐怖恶毒 想到这里 一直透明的梁玉忽然感觉这里并不是杨震说的那么简单 这个康斯坦丁也仿佛事先看过剧本一样 挤出藏身点找完后 就直接带着一行人飞奔去了木屋 一路上木地非常明确 他不明白白雾到底是怎么得到的信息 秦林则依旧单纯地有些傻气 他迷茫地收起雨伞询问白雾 康斯坦丁大人 我们这事的旧了吗 白雾还是没有说话 他牵起普罗米修斯的手轻声安慰着 随后一起转身望向了对面的巨木树杆 那边的巨木正在疯狂生长 但与其他巨木不同的是 这一棵树没有长出一片叶子 杨震三人不解忠也顺着他的视线望了过去 恐怖的气氛瞬间蔓延开来 三人原本沉下去的心又悬了起来 秦林更是在惊恐中后退了几步 差点就栽进了还未彻底干枯的酸雨中 白雾的面具下露出一丝笑容 他将普罗米修斯小心地护在了身后 随即又伸手打了个招呼 你好单得来 看来在放我们离开之前 你还有一些话想对我说是吗 普罗米修斯700年来对自由的渴望 换来了诡异丛林中从未有过的雨过天晴 但来自丹德莱尔的恶意似乎并未结束 当秦林以为自己等人终于得救时 一颗无业巨木自弟弟疯狂生长壮大 巨木中缓缓映出了一张脸 整个场景看过去就像是黑暗童话里的人脸树 白雾剑子并未慌乱 他小心地将普罗米修斯护在身后 丹德莱尔你可以带走 但为什么你不杀了那三个该死的家伙 长着脸的巨树可怕 而他说的话更可怕 杨振等人有一种被人按在死亡边缘反复摩擦的感觉 白雾文言很想纠正一下丹德莱尔 普罗米修斯现在已经被自己改了名了 但他仔细一想还是忍住了 抬头正是丹德莱尔说道 该隐给我的选择一共有八种结局 这三个人代表着恶 伪善 无知 可也正因为该隐很想看我怎么选 我才决定不去选 为什么 他们难道不该死吗 真相已经给你了 该隐说的就是对的 丹德莱尔画作的巨脸无法理解白雾的意思 归根结底还是他太憎恶人类了 面对丹德莱尔的激动白雾则依旧轻松 在该隐的结局里 如果算上普罗米修斯其实选择不止八种 但在白雾看来结局就只有八种 毕竟普雷尔之眼的确是很强大的武器 随后白雾白白手 口吻就像是在逗小孩子开心 好好好这就是真相 但就算是真相 他们该不该死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虽然事实也是我身处于一个黑暗的环境中 虽然高塔的底层每天都有人不明不白地死去 但我这个人并不喜欢把事情想得复杂 据述里的那张脸颇为困困 他的心中一直都秉承着杀人等于解决问题的理念 白雾则越扯越顺口 你一定在想杀死恶的留下扇子 难道不是最简单的选择对吗 可作为新时代的懒人 我们就应该选择走司法程序 你想想看 司法体系已经完善了几千年 你我大可放弃那些打打杀杀的想法 把问题丢给一套完整宫廷的刑法才是 这一刻的丹德莱仿佛有种面对该隐的感觉 因为该隐也能经常猜到他的想法 也经常用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理论与他交流 在他的眼中 白雾与该隐居然开始慢慢重合 事实证明该隐已经骗了 那我们又怎么证明这些人的经历是不是他编的 白雾的话语并未停下 扯了半天也算给丹德莱尔布杀杨振三人找了个理由 丹德莱尔没有继续反驳 事实上这也不可能是白雾的真实想法 末世的黑暗他已经领会好几天了 在白雾行中办案还要什么证据 弗雷尔只眼一看当场抓获当场枪毙才是证明 不过末世代表着下个新盛时代的开端 黑暗的社会风气也终究会有被人驱散的一天 如果人人都选择主观意愿来决定他人的罪了 那或许很江湖很快一恩仇 却必然会导致秩序大乱 底层便是这样久了导致秩序混乱 调查军团的人不愿意管 正欲军团的人只在乎贵族 只有五九出现算是多了一个想要改变这一切的你 白雾倒是没有五九那么伟大 他只是觉得活人的价值彼此人大 直接杀人的是迫不得已的时候 否则舆情于理都是很亏的一件事 两久之后丹德莱尔缓缓开口 如果你承诺的事情办不到 那我再见你是一定会吃掉你 白雾无所谓的点点头 他知道丹德莱尔所的说承诺便是普罗米修斯 照顾好普罗米修斯的同时也算是给他做个表率 向这个知恶之魂证明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恶人 随后白雾抬头看向丹德莱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普罗米修斯本来就是他要决定照顾的 而从内心上说白雾也希望丹德莱尔能够有所改变 丹德莱尔没有回应白雾的保证 他似乎也终于释怀了普罗米修斯的离开 我想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 你很特别 比盖英想象描述的还要特别 他一定还会找到你的 白雾文言再次吸睛附体 装作衣服我拿你当知己 你却不愿不我五十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会给我一些关于他的情报呢 你抢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老婆才能叫巧 朋友只能叫分享 再说了 你头上只是长得一片树冠 又没长牛角 白雾俩手一摊继续调侃 丹德莱尔顿时感觉自己更厌恶人类了 但他从来没有见过普罗米修斯这副样子 趁我没改主意之前 滚事吧 行行行 你是主人你说了算 白雾也没指望能从丹德莱尔身上得知该隐的情报 这次事件后 该隐和丹德莱尔之间会产生嫌弃 但他们的合作关系暂时无法瓦解 之前的表演也不过是希望丹德莱尔能够放心 不过见识过两的扭曲门徒的白雾 倒是对其他门徒也有了些许兴趣 丹德莱尔不再说话 杨振三人有些猛逼地打量的四周 刚才白雾与剧目丹德莱尔的交谈他们也能理解一点点 难以置信的同时也终于放下了提着的心 白雾则取出一枚返回轮盘给了普罗米修斯 同时自己也启动了另一枚轮盘 这一幕顿时又让杨振绷不住 可不敢出手的他只能着急地询问白雾 在他看来两伙人一伙用一个才是合理的 白雾头都没有回 我自然会找人救你们的 现在我和他先回去 你们三个就站在这里不要走动 当然你们也没法动了 话音刚落 无数藤蔓便自具树枝干中逞出 藤蔓上还沾染着一层用来麻痹生物的粘稠物 虽然并不致命 但在丹德莱尔的驱使下也让三人痛苦不堪 这一幕虽然白雾并未与丹德莱尔打招呼 可丹德莱尔原本就打算让白雾带走普罗米修斯后 自己便直接吃掉这三人 现在杨振想抢普罗米修斯的轮盘 白雾随便一点丹德莱自然会帮个小猫 放心吧 我跟你不一样 会遵守承诺派人来找你的 白雾满脸无所谓地补充了一句 杨振则满脸惊恐 他忽然想起了刚才白雾与丹德莱尔的对话 他能猜到这个康斯坦丁 必然知道了自己一行员的过去 也能猜到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宝藏 那个所谓的负伤或许也没有死 所有的一切都是与他无关也有关的局 此刻他瞪着康斯坦丁的V字笑脸 原本有些滑稽且代表正义的面具 硬在他的眼里就显得极为邪恶 丹德莱尔终于释怀了普罗米修斯的离开 七百余年的彼此相连彼此羁绊也有了新的开端 白雾掠时小姬让丹德莱尔帮忙困住杨镇三人后 也完全启动了返回轮盘近代传售 与往常一样 这次塔外旅行普雷尔之眼也给出了结语 当前区域探索度74% 恶惰剩余一只 该区域拼图碎片已被转移 我的评价是干得漂亮 小坏蛋内心的白月光被你拐走了 你可得好好栽培他 这可是一张SSR 白雾看着结语有些意外 不过转念一想好像也没什么错 一个具有超级序列无尽涅盘 且不用担心恶朵化 稍加训练即可成为无敌肉盾的潜力 怎么看都配得上SSR之一级别 再加上一枚塔外提好感的戒指 一个略感遗憾不能当房子住的背包 普雷尔之眼的评价高点也不算主观答案 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次出塔白雾 连四个小时都没待够 他现在的半生之力和出塔前的等级一样 依旧是一阶九段没有变化 这和他先前考虑的提升实力可大相径庭 最后就是被普雷尔之眼反复提到 但从未见过的拼图碎片 白雾明白既然每次都说那必然就很重要 自己却从未见过那也必然是该引此人转移了此物 如果自己继续使用牵引轮盘塔外探索 那基本就没有任何可能得到此物 而塔外的世界是随机且广袤的 哪怕是该引也必然只可能掌握一定区域的布局 只要自己不用牵引轮盘找这些门徒 那下次再有这般高的探索 就至少能出亏这个东西的面貌 而且该引留下的挑战看起来难度都不低 自己的嘴顿肯定不是每次都能达到理想效果 如此一看继续和该引死磕就不是明智之举 更重要的是不能按照该引的节奏来 打乱对方计划的同时 才能得到该引所不愿让自己得到的信息 白雾思考着以后的安排 而普罗米修斯则是在和丹德莱尔告别 好孩子和坏孩子都不怎么正常 也正因为不正常 才有了如今这种极其纯粹的感情 身为气急即便恶毒的丹德莱尔 在此刻首次幻化出了自己700年前的样子 他隐藏在茂密树棺的后面看着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也似有所感的望向那个方向 作为做出改变的一方 他一直出身安慰着丹德莱尔 两久之后丹德莱尔才愿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你要照顾好自己 如果有人敢欺负你的话你就回来 在这里我会保护你 就算是老实也不能伤你半分 普罗米修斯自然欣然答应 他们双方都能理解彼此的心情与情义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丹德莱尔没有在说话 也始终没有现身在普罗米修斯身边 至此白雾四人全部解救的结局也已经达成了 白雾没有打扰俩兄弟奇怪的道别方式 上次自己和红英的告别 也许在七队队友的眼里一样奇怪吧 只是在彻底消失前忍不住提醒了丹德莱尔一句 让他别在自己派人带走杨镇三人钱吃了糖 更不要把自己喊来的人给一锅端了 不说的话白雾心底还是有些担心的 好吧 丹德莱尔被这莫名的提醒搞得心情又不好了 也许能忍得住吧 也许与此同时 高塔底层简陋港口中盘的直播画面戛然而止 康斯坦丁排洛罗历险记第一季到此结束 白雾还不知道 他刚才的恶多未带旅行被叶卫明扭曲成了什么样子 而在叶卫明的企业集理解和神乎奇迹的口技加持下 刘成子只感觉到自己的小金库以后都不缺钱了 海后甚至有一种想要将其收入于堂的想法 观众们的胃口也被彻底拉到顶峰 不过突然中断也让大家的反馈一份填膺 这就没了吗 后续呢 什么时候更新下一集 以越速山 短小无力 另一边 白雾带普罗米修斯走大街上还引来了不少人的目光 他原本计划将普罗米修斯安顿在自己的住处 但回到高塔再次望向普罗米修斯时 弹出的备注却让白雾陷入了两难境地 普罗米修斯在塔内渡过无数个年头 可却不曾见过任何伙人 但现在他终于在你的帮助下 准备过上一名普通调查员的日子 虽然单得莱尔依旧会杀人 不过这与他再也没有关系 对了 小家伙身上藏着一个高塔第六层感兴趣的秘密 虽然你已经知道了 高塔第六层感兴趣的秘密 其实早在和五九等人第一次出塔后 白雾就猜到了这个秘密是什么 如今通过普罗米修斯 他也算得到了完全的验证 影霜 五九 普罗米修斯 这三个人都被备注了感兴趣的秘密 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拥有排在一百以内的超级序列 其中五九的天赋要比普罗米修斯的序列42更靠前 但白雾始终装作不知道也不曾提及自己的秘密 五九也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序列 白雾推测现有的调查任务还不足以让五九使用这个序列 也许五九只在那次残酷的24日生存战里用过 而影霜的备注多出了一个复仇者 加上一进入高塔 就连普雷尔只眼看到的内容都会改变 这其中诡异都代表着超级序列的特殊性 至此一个惊人但也不意外的结论就有了 高塔第六层或许在寻找拥有超级序列的人 加让先前13队长刘牧说的案子 这个神秘的第六层找到拥有者后 是将其处理掉 囚禁 剥夺 还是万分之一可能下的唯一重任 这就不是现在的白雾能猜到的 但末日已经降临700年 很显然白雾更倾向于前者 如果末世已经持续了700年 世界上的真正掌权者发现了能改变格局的人 是会将其唯一重任还是悄无声息的迫害呢 当白雾带着普罗米修斯返回高塔后 普雷尔直言给出的备注让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高塔第六层感兴趣的秘密 这个备注也曾出现在隐藏自己的吴九 和意图复仇高塔高层的影霜身上 想到这里白雾心中有了答案 身为塔外调查军团的王牌 一个未来的副团者 白雾确信 吴九能够掩盖住他与影霜的秘密 自然也能够掩盖住普罗米修斯的秘密 片刻后高塔二层 调查军团分布第七队队长办公室中 白雾带着普罗米修斯找到了吴九 忘了摘下面具的白雾首先遭到了吐槽 你这个造型 有点丑 不过看起来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你是披风面具带娃侠吗 吴九补起到来是一点也不含糊 这让白雾一阵无语 他还真没发现高冷的矮哥 有着非同一般的吐槽天赋 赶忙收起面具直奔主题 队长 我想让他加入我们调查军团 理由呢 吴九闻言瞬间变回了简洁干脆的气队队长 眉头微皱眼皮低垂 一副你要说不清楚今天必须是起的模样 也算了解吴九的白雾自然不以为然 但普罗米修斯见到了这个样子的吴九当即精神紧风 害怕地躲在了白雾后面 白雾只得先安慰了一番普罗米修斯 不然以普罗米修斯的阅历和过往的经历 想让他信任吴九加入军团融入社会都别想 随后白雾将普罗米修斯安顿在一旁关上了门 用普雷尔之眼确认过这间屋子没有监视监听设备后 独自走到了吴九的办公桌前 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直接说话 而是问吴九要一张纸和一支笔 将自己这次说塔直播的调查结果写出来 毕竟也只有他明白自己这次经历了什么带回了什么 吴九则淡定地看着白雾书写 这般神神秘秘的举动也引起了他的好奇 我在一片从林里找到了这个孩子 目测推测是一个代号该引的高塔人将其安置在塔外的 那里还有关于这个孩子的情报 情报里面提到了他能够无限再生 哪怕肢体脏气乃至头部被摘除也一样活下来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再次再生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某种序列能力 如果是 也许整个序列很靠近 出于谨慎我认为可以和队长说一下 稍加训练他会成为第七队的力气 白雾没有提及吴九的隐藏序列 也很巧妙地解释了普罗米修斯的能力 同时表达了对吴九的信任 他笃定吴九和自己一样 能够仅仅通过描述猜测出普罗米修斯的序列 吴九则在看两眼后划着了一只虎柴 很快将白雾留下自己的纸张烧毁殆尽 这件事你要保密 我知道了 白雾答应的同时演技也很到位 先是一愣 随即做出恍然的表情 继而一脸凝重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毫不浮夸 他也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吴九已经收到 并且吴九做法也印证了白雾的猜测 至少可以断定所有拥有超级序列的人都在隐藏自己 满怀报复的吴九也认为此事必须出手且对几方有利 那这背后的秘密就有意思 要知道高塔上层是对底层有着绝对掌控和实力碾压的 而调查军团作为上层某种意义上的英雀 如今却把第六层感兴趣的秘密屡屡结婚 不过很显然这个问题不是现在的白雾能了解他 他受惠思绪又装作不解的样子随口问他 对了队长 这个该隐自称是来自高塔的 我听的此人像是某个邪教组织的头目 你有听说过吗 吴九面对这个问题倒是没什么深意 略做思索就坦然告诉白雾自己也从未听过该隐 白雾看到吴九的模样只觉得有些遗憾 他能看出来吴九是真的不知道 而普罗米修斯对于该隐的线索也几乎为零 甚至在漫长的七百年中 他对该隐的声音容貌和自己在哪一层都不知道 这也就意味着白雾事实上对该隐依旧一无所知 白雾更警惕的同时也有些怅然 他无法想象七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中 究竟上演过多少如普罗米修斯这般恐怖的悲剧 再结合现在人人都避之不及的高塔第六层 是不是也意味着那里还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至高邪恶 所谓的正义究竟属于高塔还是扭曲的塔外 抑或是只存在于极个别人的心底吗 不知为何白雾莫名想到了万磁王 这个存在于自己前世影视作品中的变种人领袖 一个极端的变权主 一个出权不讲章法但原本能被认同的枭雄 日益激进中沦为了客观上的邪教 该隐难不成也是某种恶惰领袖吗 还是说是一个独属于这个世界环境的舵权主义 各种塔外档案的字里行间 白雾能够感受到门徒对该隐的崇敬 丹德莱尔甚至曾称呼其为主人 哪怕知道了该隐的骗局 也依旧会叫他老师继续服从安排 想来其他门徒也是如此 似乎是因为该隐给了他们承诺 会带领他们毁掉某座塔 那这座塔是否是自己身处的高塔 还是说还存在其他的塔 这一切要是硬猜的话范围还是太大了 现在白雾能做的就是暂时避开该隐 不去使用牵引轮盘的同时时刻警惕高塔上层 你叫什么名字 在白雾神由于乱七八糟的猜测时 五九已经懒得理他这个木偶来到了普罗米修斯身前 尽量舒缓表情 蹲下身子与普罗米修斯搭起了话 丹德莱 普罗米修斯 我叫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面对五九还是有些拘谨 但他也发现这个队长是白雾十分信赖的人 他能察觉到五九很强大 但与该隐的那种压迫感不同 这个队长给到他的是一种安全的感觉 五九不知道普罗米修斯的想法 随即皱着眉头说道 太拗口了 写在调查报告里有水字数的嫌疑 调查报告不得低于八百字 五九可不想让一个名字就占用五个字的篇幅 可是我喜欢这个名字大人 普罗米修斯则心思更单纯些 这个名字毕竟是拯救他的白雾起的 在你们的变装行动里 你可以继续用这个代号 但在调查军团的任务里不行 五九对这个问题似乎更加执着 哪怕原本还想着哄一哄这个单纯少年来着 在我这你的名字就叫白小语吧 白雾文言感觉有被冒犯的 他叫白雾 带回来的人叫白小语 那下一个是不是得叫白小峰 矮哥的起名水平有待提高啊 而五九也没给白雾争辩的机会 就这么定 另外记住 有任务会通知你 除了我的通知 所有人给你安排的任务一律不准接取 明白了吗 还有 白雾 你这个面具披风侠的身份最好不要暴露 白雾文言先答应一声 他从进入调查军团分布时 就一直保持着这身形头 中间虽然被拦阻 但五九的放行令很快传达了滚 虽然吸引了不少目光 但他并没有暴露自己 只是一段时间后底层就会传开 康斯坦丁和调查军团是一边的 这也利于白雾将来提高调查军团的声望 和自身的声望 而且现在有了便于储存衣物的机灵行囊 白雾在与康斯坦丁间切换身份倒也容易 只需要找个没人注意的地方就行 明白了 我这边能够帮你守住一些秘密 但另外一边 你得确信那个女孩子能信得不 白雾伸个懒腰点点头 他明白五九是说刘成子的事情 五九担心的确实有一定理由 不过宜人不用用人不移 刘成子既然说出了相机的秘密 白雾自然也算是将其当做了自己人 五九的话头也没停下 之前与你说的高塔镇御军有动作 据说高塔镇御军会派出最核心的智囊团来找我们麻烦 高塔第二层的人要远比底层少得多 但第二层的人最多只能算是三层以上贵族的仆从 而高塔镇御军就是专门为三层以上贵族服务的军团 五九白雾所在的调查军团分管底层和二层平民 原本与镇御军团是井水不放河水的 可之前白雾一天破解百案的事迹过于轰动 这也给二者带来了少有的交集与矛盾 返回高塔的白雾将重新命名后的白小宇托付五九后 五九也说起了这件需要白雾去处理的证实 白雾对此有些不解 自己为五九的理想天专家瓦和贵族镇御军有什么关系 五九对此也十分无奈 他表示第三层出了一个大案子 由于自家七对此前正好表现的办案效率过高 第五层的统治者传来的消息 让五九只派四人协助高塔镇御军调查这件案子 虽然五九也懂破案 但他明白解零还虚细灵远 自己那点本事放在白雾这个挂逼前根本不够看 而第三层的这个案子统治者们也很重视 与自己等人争斗的又是镇御军最核心的智囊团 五九只能选择戴上白雾 至于另外两个人选择是林吾柔和叶卫明 专门干这个的审讯组反而没带任何人 主要是怕被人家镇御军看出 自家审讯组的人不但没啥破案本 是全靠白雾输出 还把快递员送信员的工作干得飞起 白雾思考正是没注意到叶卫明这个名字 只觉得感情是自家调查军团 一直以来被称为下等军 镇御军的人一直不怎么看得起 现在自己出了大风头别人来踢管子了 想要借这次的疑难案件重新采调查军团意见 五九对白雾的理解表示赞同 但他还是提醒白雾不能轻视镇御军 毕竟虽然镇御军腐败问题比调查军团严重得多 但对方的人才可不比自己这边差 资源的倾斜早已注定这一切都不会公平 而且对方调查得早 已经掌握了不少案件信息 比起自己这边还啥都不知道可强太多了 总不能指望对方把这些案件信息透露给自己吧 因此这个事情是真的不好办 白雾听着五九的解释 也明白如果这个事情办杂了 那之前自己破百案的功绩就等于白费了 这基本算是镇御军与调查军的争宠之战 五九则接着笔划出了两个手指 表示白雾的一周假期还剩两天 这两天白雾依然可以自由活动 但两天后必须随五九前往第三层 白雾文言嘴角掀起一抹糊度 看来还来得及再出塔浪一次 浪完再回来收拾镇御军不迟 念及于此就要告别五九回家到了 可五九却再次喊住了他 递给白雾一本资料说自己给白雾安排了的血统 资料中正是鬼推磨事务所的叶卫明 告诉白雾找自己的女人就能见到徒弟 白雾知道五九说的自己的女人就是刘橙子 他很想反驳一句海后不是他的女人 但想了想觉得八成是会越抹越黑 于是干脆利落地放弃挣扎选择告别 结果就是白小语不甘了 他提醒白雾丹德莱尔的丛林中似乎还有三个倒霉蛋 完了可就骨灰都被扬了 白雾这才想起了自己离开时的承诺 赶忙又交代了一下杨振三人的事 五九一个脑袋两个大的听完陈述 要来了丹德莱尔丛林的塔外编号 而在另一边高塔底层橙子宝贝铺中 刘橙子正用他那双眼看着叶卫明 时不时几枚弄眼几下 阿明你觉得姐姐漂亮吗 漂亮 姐姐你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不过我亲爱的姐姐 麻烦宫前结一下 对面的叶卫明毫不为之所动 刘橙子也假装完全没听到叶卫明的后半句 直接撩起大长腿坐在了叶卫明的身前 点着叶卫明的额头说道 那姐姐做你女朋友好不好 好啊姐姐 不对 是女朋友姐姐 把男朋友的工钱结一下吧 刘橙子无语 他们二人的对话已经展开了五分钟 刘橙子打算将小男孩收入鱼堂 方便一只白嫖 可惜这回海后的魅力似乎打在了棉花上 叶卫明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他只想一心一意地搞钱 对钱的执着完全超乎了刘橙子的想象 不过海后的实力也不是盖的 刘橙子转眼就成功崴脚倒在了叶卫明的身上 既然硬性条件无法征服这个小屁孩 那就来点对方肯定没有经历过的 亲爱的阿明 我都是你女朋友了 哪有问女朋友要钱的 刘橙子压着叶卫明画着圈 这一招可谓百事百灵 从根本上来说他不是个随意的人 淡补于骂 总要先撒点儿料打个窝才行 只要上了多后面就一切都好说 可刘橙子还是低估了叶卫明的脑回路 这样啊 那橙子姐姐我们分手了 橙子老板麻烦把工钱给我结一下 刘橙子深呼吸三百次 强行压制愤怒缓缓起身 没关系 自己还有下一步的钓鱼计划 好吧阿明 不过姐姐见到你就感觉心砰砰跳 你一定是我前世的冤家吧 以后你要经常来找姐姐玩啊 这次不行那就下次 迟早能连本代理一起挣回来 可算盘打得飞起的刘橙子 下一秒就被叶卫明破防了 太好了姐姐 赔完服务我也接的 明码标价 但是比起配音得加钱 这回一代海后彻底躺平 得加钱三个字 可比杀了他还让人难受 他现在才发现自己居然看走了眼 不久前叶卫明慌慌张张跑进来 俨然一副身怀绝技 却又急于求口饭吃的样子 这种人在底层很常见 他们有一技之长 但却不能用于挖矿 而在底层正耳八经的职业少之右手 可现在叶卫明才算露出了财迷本质 当他让众人明白了他的不可替代 后立马开始要钱 明明最开始只是说事事不要钱 现在张口闭口全是工资 显然这个叶卫明一点也不单纯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极其精明的演技派 自始至终都拿捏了自己一代海后的弱点 好吧那我们就都别装了 刘成子放弃的同时也恢复了海后的本来样貌 开始和叶卫明商谈工资和长期合同的事情 他哪里知道叶卫明来自鬼推墨事务所 这个事务所人均守财奴 二人正在商讨合同细节的时候 白武也正在赶回城子宝贝库 更换了行头的他并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不过从行人的对话中 白武总觉得大家理解的康斯坦丁有些奇怪 而且杨振三人还成了大英雄吗 擦凭一己之力通关了七级恶朵盘踞的丛林 可所有的功绩却都为三个恶人做了嫁衣 当白武跟五九汇报完所有问题后 维加换回了调查军团服侍 想留橙子的宝贝铺赶去 但当他进入底层的简陋港口时 却发现自己扮演的康斯坦丁 名气要比想象中大得多 可众人对自己经历的事情却描述得非常奇怪 不但恶贯满盈的杨振成了独挡一面的大英雄 连带着秦林良玉这俩工具人也成了牺牲自己 自愿被拒束怪物困住拖延时间的团队楷模 而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给康斯坦丁和那个故人之子争取逃跑的时间 白武听着是真的很服气 他还不知道刘承子是找了谁编排了这奇怪故事 不过白武倒也算不上生气 毕竟故事里扮演救世主的还是他 而且这种剧情也正好给自己打了眼 他也知道木秀鱼临峰必摧之的道理 至于杨振三人的结局也不像观众们描述的那般 康斯坦丁最后带着大军救援救出了三名队友 而是五九得到白武给的塔外编号后 带着调查军团的人将三人一起打包回了审讯室 也就是白武提到的专门回答问题的屋子里被审讯 虽然故事的走向不会再利于披露杨振等人的恶名 但事实力比中这已经算是最合理的答案了 如果后续的调查证实了该隐的话 那自然就是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名气这种东西在末世中对将死之人不知一体 另外白武也特别叮嘱了让五九留着秦灵 这个悲喜轮盘的拥有者其实心也并不患 如果白痴也有罪的话那确实该千刀万捕 但事实上杨振所做的事情他大概率是不知情的 就从这点来说白武觉得留下他还是没什么心理压力的 而从实用角度来讲 将来出塔完全可以带上他让他戴罪立功 不说777被幸运带来的实际效力 光奈张开了光的嘴都能让困扰人类的寄灵效率大幅提高 白武思索中也很快抵达了流成子的宝贝坡 可室内的景象却让他不由停下了脚步 只见流成子和叶未明二人正为了合同炒的不可开交 一代海后成了菜市场的大妈 一个帅气小伙子扮演着听不懂人话的无赖 而白武的普雷尔之眼也给出了新的备注 小矮子老相好组织的接班人 一个看起来老实 实际上一肚子坏水的小机灵鬼 他可以胜任除了出塔战斗调查外的各种工作 你可以选择好好栽培栽培 在塔内他比你手里的SF2更好用 白武看着备注只觉得累了 一个流成子就已经是看着乖巧 其实心眼贼多了 没想到队长还特地跟他老婆给自己要了个叶未明 不曾想小小的高他底层 居然能同时培养出他们二位卧龙凤厨 卧龙凤厨得一可安天下 得两吃早一起完蛋 想到这白武直接上前打断了两人的争吵 直接拍板让流成子按先前说的价码签了得了 叶未明队突然的闯入者有些猛逼 流成子见到白武则是十分惊喜 虽然自己不能白嫖叶未明 但总的来说今日的收入可比往常高不少 赚钱本来就是白武与他合作直播的主要目的 眼见流成子这般姿态 叶未明也反映了过来 太好 您就是康斯坦丁大人本人吗 见到您真的太高兴了 叶未明表现得像是一个小迷地 白武对此却压根不为所动 且不说备注的提示 他也曾了解过五九加入调查军团前混过的鬼推墨事务所 那里各种杂活都接 形式风格契合底层人的思维 接地气 姿态低 不过很显然这一切都是逢场作戏 这个孩子作为嫂子未来的接班人 不可能会如他表现的这般单纯 不过既然这个孩子是送来让自己栽培的 白武淡然开口 你高兴得太早了 我叫白武不叫康斯坦丁 如果下次我再听到你称呼我为康斯坦丁 会直接开除你 叶未明文言大脑有些当机 虽然听的句句在里 但他总感觉话锋有些不对 自己亲爱的古大哥不是说心老板卢雅随和平易近人吗 怎么感觉被挖坑埋得不说还用压路鸡压平 他甚至从白武身上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压力 并不是来自那句下虎般的开出话语 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气场压制 这特么能叫儒雅随和吗 白武则在说完那句后再没理会叶未明 直接经过发呆的叶未明向刘橙子走去 栽培新人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 自己回来可是来办正事 不过不同的是刘老板是自己的合作伙伴不是徒弟 白武至少还是会简单说句辛苦的 在简单询问过收入和其他事项后 白武也直奔主题 你也知道人类往返一次塔外后 必须得过12小时才能再次前往塔外 所以在接下来的12小时里 就辛苦你带着叶未明做好下次直播的准备 这回流程子也有些猛逼 什么意思 这才刚刚回到塔内自己就得准备下策 见过偷懒不想出塔挖矿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急着出塔调查的 白武对这反应并不感到意外 他只是说自己这次出塔目的不在于探索而在于生存 简而言之就是自己至少把半生之力提高到二阶 这一点白武已经琢磨很久 毕竟人知鬼恐怖 唯想人心毒 塔外的恶多是鬼 鬼或许很凶残 但两天后自己前往高层可能会遭遇到更可怕的人类 白武甚至在想 自己会不会刚好遇到赌装的人 也就是不久前 将自己这具身体送往塔外的那些个神秘贵族 念及于此白武转头看向还在发呆的叶未明 矮哥应该给你打过招呼了 就那第三层的事情 叶未明文言更猛了 矮哥是谁 但下一秒他就反应了过来 矮哥就是古清玉 自己亲爱的古大哥古子哥 这让他着实有些忍俊不惊 之前直播的时候他还不觉得康斯坦丁有多厉害 但目前他觉得这个人简直太牛了 要知道五九在鬼推磨的时候 连这儿八经的原配老板娘都不敢说五九 刘成子则从二人的对话中发现了不对 马上好奇地探过了脑袋 什么第三层的事情 你们之前就认识吗 算是吧 以后我会到高塔 他就会跟着我做事 两天后我会和他一起前往第三层办一件案子 白雾没有隐瞒的意思 但他还以为刘成子可能会问案子的事情 结果女人的思维完全不同 你们要去第三层吗 真的吗 真的吗 太好了 那帮我买点东西吧 随后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找出了纸和笔 火速的案在桌子上写起了一份购物清单 白雾都被他这样子给整猛了 去个高塔第三层而已 又不是穿越回七百年前大采购 再说底层看起来好像也能买东西吧 写的东西都买不到 刘成子则一把将清单塞到了白雾手里 当然买不到 就算是偶尔有机会被上三层的人照去做工人 但也只是给予部分路线的通勤权 各种商店娱乐场所都是不让进的 白雾接过清单看了一眼 其中包括衣服包包鞋子香水口红围巾 再就是送给男人的腰带公文包领带等等 看得出来海后对于唐鲤鱼儿们的喜好还是很清楚的 他也忽然明白了底层为什么人口最多 但却没有任何加工厂之类的活干 刘成子的话也透露出了这个事实 那就是加工厂都在上三层 那些贵族完全掌控着各种资源 底层人用的基本都是上三层用剩下的 就比如衣服 都是上三层卖不出去了才留到底层来交易的 即使如此也会在底层卖出更贵的价格 恐怕除了满足生存的基础物资底层能够自己外 任何足以提高生活质量的物品都一样 底层人只配用他们丢掉的东西 想到这里白雾无声地笑了笑 越发对最早一批进入高塔的人厌恶起来 那些人的有多大的贪欲 才会想办法建立起这种堪比奴隶时代的社会制度 要知道七百年前的高塔世界和自己前世是没太大区别的 白雾甚至猜测着 也许第一批进入高塔的人直接就前往了最高层级 他们轻而易举地完成了阶级股 掌握了某种族意让他们统治底下层级的力量 毕竟只有发现自己拥有了足够的权力后 才会想办法开启这么落后的社会制度 刘成子见白雾发呆 明白白雾想法的他继续补充道 我们底层的人去了三层 要去相关的地方就得有相关地方的通行证 另外还必须佩戴上定位社名 刘成子和叶卫明其实都已经习以为然 白雾心里则再次有些异样的感受 但他形容不来 他只能一脸平静地夹着清单答应了刘成子 还有吗 能去高层的机会不多 我尽可能帮你多带点 装不下的吗 方便携带吗 大概重量不超过20.5千克就行 那我再给田狗也准备一点礼物吧 海后觉得自己太贴心了 笔划手指开始继续琢磨起来 12小时后 白雾再次戴上面具化身为康斯坦丁 缓步向传送石碑广场走去 开过鱼塘的都知道 送与孩子礼物就该是口红包包矿泉水 而如果是男生一句晚安就够了 但这对于千万急于堂主刘成子来说太负浅 当他得知白雾即将前往高塔三层后 马上为男朋友们写了一页清单让白雾代购 不仅万表手铐篮球鞋应有尽有 就算是田狗也会得到一卷宅男指寥表敬意 白雾对此只能怀着尽一点头答应 大致清楚这个世界的恐怖独裁制度后 他忽然也有些理解刘成子的生存之道 片刻后白雾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刘成子和叶未明的一些事情已经交代清楚 而他现在要做的是马上休息 11个小时后出发 做一个底层最常见的时间管理达人 事实上由于高塔传送必须是12小时的限制 虽然高塔曾集中在天花板的模拟下拥有昼夜 但绝大多数底层人其实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节奏 出塔 4小时后回来 吃饭睡觉12小时后出塔 4小时后回来 如此反复循环白雾想要快速变强拥有自保之力 就必须也贴合上这种频繁出塔的作息方式 毕竟即使他有着一定的能力优势适应塔外 可塔外会发生什么谁也猜不到 凌晨4点 白雾换上了康斯坦丁的衣服后前往了东部广场 他这次前往的区域是蓝色区域 没有使用该引流下的牵引轮盘 编号生成的瞬间白雾记下了编号 蓝色的光芒将其吞落 而在另一边 虽然是凌晨4点 刘成子和叶卫明也已经开始忙活下一场直播的准备 港口中段的巨大电视强亮起的一刻 人们再次看到了康斯坦丁的声音 但康斯坦丁的运气似乎不怎么好 因为一登场画面中就有三只形似鸵鸟一样的恶毒 观众们瞬间就兴奋了起来 终于可以看到吃人的戏码了 少部分康斯坦丁的粉丝则又担心又兴奋 可很快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画面里的白雾看了两眼鸵鸟就转向了别处 而鸵鸟也并未对白雾做出任何攻击动作 这一幕不光是底层平民觉的匪夷所思 阳台上同样关注直播的金主也极其诧异 他知道恶毒没有攻击就意味着白雾没有负面情绪 可在他看来 只有死人才能在突然见到恶毒的时候丝毫不惊慌 这让这个见过无数死亡的金主陷入了沉思 不过类似的先例道也不是没存在过 他思索一番后暂时放弃了刨根问题 毕竟对于真相来说赚钱才是更重要的 他马上叫来员工让他直播结束后约一下刘成子 自己先发现了这个苗子 早点投入更多说不定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 与此同时 塔外的白雾看着缓慢从自己身边路过的三只鸵鸟 这些鸵鸟比起正常的鸵鸟来说体型极为巨大的 它们也在摇晃着脑袋盯着白雾 像是在嗅某种气味 但又因为嗅不到而感觉到有些迟疑的样子 白雾的普雷尔之言已经给出了备注 二级即便恶朵 即便词条同心 它们可以共享视野 虽然以你的实力勉强能自保 但面对三只你可以提前想想一书怎么写 如果你没有代笔何止 那我建议你最好退远一点 备注的最后两句话白雾觉得有理 于是找了一辆废弃汽车慢慢后退靠了过去 没有负面情绪恶朵便无法感知 哪怕在很近的距离下它们也不会立刻攻击 但并不能排除过于靠近恶朵 不会用五官感知 火鸟离去后白雾便向着此地深处走了过去 很快它看到了一处标示牌 也终于知道自己来了一个怎么样的区域 穿是动物园 穿前面的字已经腐化消失 并不知道是个什么字 而在白雾看到这个名字的同时 火雷尔之眼也给出新备注 不是只有高塔才会有人类被当作牲畜和动物圈养的现实 塔外一样有这种地方 这里曾是一座动物园 但现在我们可以叫它人员 当前区域探索度0% 恶朵剩余744只 该区域末日拼图碎片尚未获得 我的评价是 我都提前做节语 你最好还是赶紧回城 白雾看到备注并未停下脚 不过他心底确实有些无语 自己先前去的白色区域堪比蓝色区域 现在自己来到蓝色区域 看备注的内容恐怕是堪比紫色区域了吧 这是什么体质 百分百空手加难度吗 有着744只恶朵的怪物乐园 这里就以白雾本来的目的挂机升级来说 确实是一个极其糟糕搞人心态的地方 不过上辈子的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来都来了 片刻后白雾捡到了一本被乱扔的旅游攻略图 他粗略看了看这个某川式动物园 大概是坐落在这座城市外的一处自然景区里 这家动物园的规模很大 大片森林覆盖 外围还有极其巨大的人工 与扭曲丛林不同 这里每个区域都被铁网隔开 而且时不时能见到一些老旧的建筑工人七夕 从建筑里给的备注反馈来看 里头都是各种动物 如果走进去必死无疑 白雾扫视着周围 尽可能地想要得到一些信息 它的两边都是草原与丛林 而他则走在一条蜿蜒盘旋的公路上 这里是草原动物生存的区域 他们关在铁网的另一侧 公开车路过的人们欣赏他们的姿态 小时候白雾也曾经和父亲一起去过动物园 他还记得父亲当时说过一段奇怪的话 我们认为自己比动物们高贵 所以可以随意吃动物 对于动物而言我们和神没有差别 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世界 所有的是神者都被关在了笼子里圈养起来 神根据他们的稀有度给予资源也将不同 但也许有一天 这种圈养会落到我们头上 当时很奇怪的话 在白雾如今想来竟然有些贴合现状 其实高塔不就是一个动物园吗 这里不也被备注成了人员吗 我们人类自认为要比动物们高贵得多 于是肆意吞噬圈养着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动物 但也许有一天 这种圈养终究会落到我们头上 这是白雾抵达这座某川 是动物园后莫名体会到的感受 他一边走着一边思考着这次探索的区域 刚来是普雷尔之眼的备注 就提醒他这里叫人员 动物园是人类管理圈养动物们 那所谓人员岂不就是动物们来管理人类了 正常来说 当年愿意留在动物园的员工是不会有700多个的 慢慢积累的恶朵扭曲会驱使人们逃离这里 那备注中的744只恶朵莫非全是动物吗 700年前的所有动物也都恶朵化了 白雾思索中想起了先前遇到的鸵鸟 对这个推断有些难以接受 但他也明白这其中必然还有着其他条件束缚 唯一能确定的是 这回自己是真的没法嘴顿通关了 白雾思索中再次想起了先前的那段话 准确地说是想起了把那段话留给自己的变态父亲 是的 白雾确定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变态 至少在白雾看来是这样 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他当初只是模仿父亲的神态 却轻而易举地就让伊利亚自惨 当时白雾甚至想过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有没有可能自己的父亲和该隐认识 高塔世界是不是就是前世700年后的景象 不过在白雾看来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特别是在自己上次独自与该隐交手之后 白雾不是看不起该隐 相反他认为该隐是个非常有趣的对手 但在他看来还是觉得该隐的段位比起父亲差太多了 而这个地方也没有经过该隐的布置 那就不会有那种被刻意留下的各种线索 白雾要想找到这片区域的拼图和真相 就必须进入各种场所搜寻线索 好吧 我只是来挂机升级的 还是不要去探索才对 白雾突然发现自己越琢磨越偏 马上在心底给自己插了面大旗 找了个寂静地方琢磨起了自己该去哪挂机 可突然天空中飞过一群突就 刺耳的声音让白雾下意识地皱眉抬起了头 他的视线中无法看清那些突就的细节 白雾只感觉看着这些突就像是看着一群战机飞过 而他眼中备注给的反馈也会有些耐人寻味 三级级别 稀有级别磁条机械化 喜欢成群结队游行的游食性动物 腐肉是700年前的老鸟们才吃的 作为新时代的新鸟 现在流行吃鸡油 与此同时 地面上看起来像是用来灌溉的装置忽然涌出了大量油液 而且所有的装置涌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位置就在白雾所在的这片区域的左侧 所以白雾也很清晰地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油味 这让白雾感到十分诧异 他一直以为那是动物园用来给动物消暑的喷磷装置 不过下一秒更让他诧异的景象就出现了 远处平坦的草原地带突然一阵尘烟翻滚大地震战 一副毛熊家的钢铁红流极形菌景象 临近时白雾也看清了来者 是一群草原里的草食系动物斑马与羚羊 斑马身上依旧有黑白的条纹 但白色部分的条纹带着某种金属光泽 黑色部分的条纹则能够看到有电流流动 羚羊的身体更是非常赛博朋克 那巨大的羚羊脚上仿佛肚了一层翡翠 眼睛散发着紫色的光韵 躯干的纹路就像是一块块精密的集成电路板 背上还带了俩热乎的蒸汽粉 白雾看清这华丽的一幕时也得到了备注 它们都是三级畸变的恶朵 稀有畸变磁条机械化 我想你已经听到了斑马体内发动机的轰鸣 看到了羚羊身上精细的电路构造 但它们可不是被谁制造出来的机器 而是确确实实活着的生物 现在白雾知道什么是机械化 与人类的恶朵机变不同 这些动物似乎成了半生命半机械体 经历着这第四个蓝色区域 它懂了些什么叫凝缺了 塔外有某种神秘力量让人类变异 它以前一直认为是某种光照 或是辐射导致了基因突变 但现在想想 显然自己还是把高塔世界理解得粗糙了 如果备注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真的 那就代表着恶朵化三个字 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复杂且恐怖 机械化的斑马与羚羊并没有注意到白雾 白雾就站在原来的位置静静地观察着 此次书塔还什么都没做 得到的信息就足够颠覆它太多理念了 毕竟这也是白雾第一次见到机械化的恶朵 而他曾在第九病院读到过很多关于恶朵的研究 那里的一切观点都是建立在基因层面的 恐怕医生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恶朵化最开始就与基因与血肉甚至事物的本质无关 想到这里 强烈的探索欲望让白雾有些按捺不住 机械化的情报最有可能就在这片区域 找到里面的情报 或许能够让自己更加了解恶朵的本质 这就像技术宅忽然看到一串神秘的代码 肌肉猛男大眼猛妹都难以转移他内心的兴奋 但我只是来挂机升级的 深呼吸三次后白雾压制了内心的欲望 心中内感鲜明的大气终究是占了一点上风 他马上转移视线开始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点 不管四小时一次的负面属性多可怕 只要自己待的地方隐蔽 没有任何负面情绪的自己就可以做到安然挂机 这是天然的升级优势 蜿蜒的公路似乎没有尽头 但好在这片景区地势陡峭 白雾走了三十分钟后 抵达了自己刚看到的缆车所在地 这些七百年前的装置 因为塔外世界的神秘力量 现在也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白雾虽然没办法通过缆车去我们高处 但留在这里规避那些动物还是没问题的 而且他也担心所见越多 也许越发无法压制内心的探索欲望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稳住挂机就好 没有恶度回来 这辆七百年前就被搜查了无数次的缆车 他至少要刷新自己的生存记录突破到二阶 感受一下王室所说的升阶石的玄妙感觉才行 不过白雾也没忘自己还在直播 他可不打算直播自己干坐着 那也太没营养了些 到时候返回高塔迎接自己可就是铺天盖地的骂名了 同一时间的简陋港口 直播也就因此而终止 这让那些见到了金属风恶朵的看客们十分不熟 他们虽然没看到血肉红飞的景象 但如此科幻的恶朵画风他们也是第一次见 配音式的夜未名人都麻了 无剧本配音已经算是独一份的技术 现在连画面都没了 总不能全凭猜测全靠想象吧 流程子则显得淡定许 了解白雾为人的他 猜到可能是白雾有些自己的事情要做 觉得等一会儿白雾就会重新开始 可一个小时后太野蛮了 合作上来的夜未名一起装起了墨 两个小时后流程子运动部署直逼十万家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白雾打的算盘是挂机 先前白雾跟他说过要升级 但没说升级就等于不能给人看 三个小时后一带海后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破防 上次因为白雾直播无聊没看 这次则是因为白雾干脆播都不播了 外面观众吵翻天了 金主大大也准备再次找他谈心了 倒是一旁的夜未名心情还算稳定 毕竟自个只是个打工的 而此时的他也发现了身后的不对 老板你快看 他开播了 说着的同时转身指向了直播屏幕 屏幕画面中正是看起来正在思考人生的白雾 此刻的白雾一脸迷惑 虽然面具遮挡着观众看不到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能看出他身形上的不自然 四小时到了 塔外阻碍词条战争可求 若宿主处于非战斗状态 那么每过十二分钟 将随机获取一个新的额外的塔外阻碍词条 这也就意味着只要白雾不和恶多干脚 每过十二分钟都将被这个世界善一巴掌 好吧 这是老天爷逼的呀 白雾心中的那面大气终究是蛇了 将塔外探索当旅游的白雾终究是迎来了滑铁路 当他在某川市动物园的缆车内挂机四小时后 雷打不动的塔外阻碍词条瞬间降临 战争可求 白雾看着普雷尔之眼给出的解释有些发猛 因为照这个描述就意味着 自己如果不处于被恶多追猎 或者正在与恶多交手的状态 原本每过四小时才会降临一次的负面属性 就会马上变成每十二分钟一次 对他来说这简直就像是两次欧皇体验后的超级反噬 先是来到了一个恶多七百多只的超级危险区域 现在又把他引以为傲的恶多绝缘体制给毕了 要知道以前白雾之所以不畏惧恶多能从容调查 除了普雷尔之眼的备注提醒 更多还是自己没有负面情绪恶多不会主动攻击 不过白雾也没有太多的傲慕 他本质上还是享受这种离谱困境北出的感觉 虽然自己荣获了五九当初待在塔外24天 都没有抽到的战争可求 但这次倒霉也可能是在为自己下次积累好运不适 想到这里白雾打开流程子的直播后走出了缆车 显然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这次塔外之旅 这片区域动物恶多化走向了机械的秘密 本来就是他最想了解的 之前的四小时白雾并未去留意规划探索的流程 现在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普雷尔之眼的方位锁定开始 如果明示黑暗这双眼睛不会给任何回答 这也意味着假如瞎了或者暂时致盲 普雷尔之眼的能力便无法使用 但只要目力还在 哪怕凝望虚空或者障碍物 备注有时候也会给一些信息 但具体如何从这些信息里分析出真正有用的物质 那就只能看眼睛主人的水平了 调整好状态后白雾望向了北方 北方是刚才路过的草食系动物们生存的草原 过安检的时候检测仪一直响 安检的姐姐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 可检查过了还是一直响 然后她问我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一只百川式动物园的食草兽 她说好家伙 难怪检测出了金属物质 早安铁废物 这条路过去你遇到的恶朵不会主动攻击你 他们虽然渴望油液 但不渴望血液 白雾望着这个方向迟移了片刻 这片草食动物的生存区域显然是安全的 不管是恶朵的等级还是备注北出的提醒 不过备注中也没有提到那里有没有有用的信息 也就百川式三个字填补了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白雾没有做出决定 目前的情况下选择这个北方队也不对 出塔探索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但如果一直不能找到线索 跑路就会变成唯一的选择 于是她扭头望向西方 沿着这条公路往回走你会前往动物园外围 那是一座公园 公园分为两个部分 游乐园和苦补 那是扭曲程度比动物园更夸张的区域 以你现在的实力挑战那里为时尚早 或者你可以试试 说不定你死了还能再穿越一次 白雾看着备注心中了然 自己所在的动物园是单独的一个区域 如果往回走绕过那三只鸵鸟 抵达了这个所谓的公园 大概就会进入真正的紫色区域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白雾在转头看向东方 南方的铁网出现了窟窿 导致里面的铁憨憨的跑了出来 他们占据了沿路半数的休息据点 白雾看着备注有些疑惑 马上转身望向南方对照 假如你身后是铁废物 那么这里边就是铁憨憨 他们虽然憨却很强大 机械化与机械化不能一概而论 他们的能源反应炉可以吸收油液 也可以吸收血肉 白雾无奈起身心思极准 这所谓的铁憨憨应该也包括 自己刚才看到的熊猫 强大的同时从南边跑到了东边 不过按照自己的路线 熊猫占据的据点应该要靠近北方一些 而现在所有的四个方向 都没给出什么太有用的信息 看来还需要自己去判断 或者说四个方向 都有一些值得一探的线索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但白雾必须得选择一条 效率最高的路线 片刻后白雾最终选择往东方去 也就是公路的另一端前景 毕竟相比之下 东方的备注提到了这边有很多据点 白雾想要找到线索 肯定不能去找羚羊谈心 文字信息只会存在于 人类曾聚集的地方 白雾目前所在区域的700米处 就有一处观景台 观景台看起来非常高大 中间有公游客休息的休息室 顶端还有一架望远镜 白雾小跑着刚刚接近观景台 他的视线里已经得到了反馈 既然决定来到东边这个观景大楼 我又又又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堆坏消息告诉我 好消息是 这里边的望远镜 是一件仅限于塔外能使用的寄灵物品 坏消息是你带不走 顺便作为良心天赋 我再附赠一个坏消息 得到的信息是 这碉堡一般的观景台里 藏着某只恶朵 不过对方正在睡觉 这算是个有利的局面 距离下一个负面属性降临 还有七分钟 白雾认为至少得的 去看看那架望远镜的效果 并且在这七分钟内 为了不让更多负面属性 落在自己身上 白雾也打算想个办法 脱离非战斗状态 他沿着台阶上前 缓慢推开了休息室的大门 此时的白雾就是刘备摔孩子 干什么都主打一个轻拿轻放 毕竟一个睡觉的铁憨憨 总比一个起床气铁憨憨好应付 一个有寒养的人 是不会打断别人的春梦的 白雾抵达百川市 动物园东侧观景台后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头 还在睡觉的犀牛 三级恶毒 即便磁条皮操肉厚 稀有即便磁条机械化 他正做梦 梦中的他在大草原上 欢快地奔跑着 前面有一只丰满的 意大利小奶牛 对他按送丘波 就像人类喜欢兽鸟 我们犀牛也会喜欢其他物种 白雾看着备注心领神会 距离塔外词条战争 可求发作还有五分钟 他自然不会选择节外生枝 绕开了这只犀牛后 开始快速搜索的这间屋子 可没走两步 他的脚下就传来了响动 弗雷尔之眼及时弹出备注 一张下下下集预告而已 世界虽然很大 但只要你不断前往塔外 你终究会遇到这个马戏班子 白雾捡起这本马戏团的 宣传手册看了看 手册上的色块脱落 而这第一层十分空旷 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向上走的螺旋台阶蜿蜒又漫长 路途的一面墙上白雾看到了一些紫铁 请不要投喂-35号-50号柴油和乙醇汽油 弗雷尔之眼则提醒他这句话来自2022年 这个备注有些没头没脑 但结合动物园如今的现状 白雾大概能猜到 2022年的动物园动物就已经变得机械化 可以投喂的就不再是食物 而是各种牛业 而大概2024年是高塔时代到来前 所以人类历史上最混乱时的前几年 各种异变就已经开始且被大众熟知了 让白雾感到荒诞的事 按照第九病院的报告来看 那时候城市外围已经开始出现不少了 可城市内的人们竟然还有人有闲情逛动物园 不过想想也是 这里面灰狼长得像钢铁加卢乳 这里面的犀牛比漂亮国的钢铁侠都炫口 恐怕没有哪个男孩子能抵挡这种诱惑 犀牛的憨声依旧均匀响亮 距离下一个负面属性降临还有四分钟 此时白雾走上了顶楼 他也看到了之前被备注反复提及的望远镜 弱点展望镜 和我相比他没有我这么知识渊度 但他比较专一起申请 所以只会给你一个提示 对手的弱点 白雾看到备注眼前一亮 弗雷尔之眼能给方方面面的信息 可问题就在于大多时候眼睛给的信息都是随机的 而这架望远镜只会给一个信息 所见事物的弱点 白雾调整着望远镜的角度发现的确没办法带走 就像是那枚戒指一样 有些东西很好用功能很逆天 但都局限于某个场景 而在望远镜的视角里 白雾很快发现了下一个据点 1500米外的确有一间屋子 工人方便的工用卫生间 白雾用自己的双眼透过弱点展望镜望过去 普雷尔之眼和展望镜双重效果叠在了一起 恶垛不需要排泄 这里的厕所也不再是厕所 算是成了另类的加油站 这里边藏着一个用处不大的序列 799号序列波段干扰 一只需要杀死那只恶垛 就有45%的概率获得该天赋 它的弱点是怕火 白雾欣喜的同时略的差异 怕火的是游戏生物吗 从备注和方才的近距离接触 白雾认为这些生物虽然因为恶垛化成了机械体 但它们还保留着动物或者说生物的习性 就好比那些不会攻击人的羚羊 白雾又各个地方看了看 望远镜给了一些生物的弱点 但可惜这些生物并不在它要前往的道路上 它略敢遗憾 这么好用的道具只能用这一次 时间还剩三分钟 白雾需要以一阶九段的半生之力 在三分钟内跑完1500米 然后立刻与那只怕火的恶垛进入战斗状态 那这就不怪白雾去做一件天怒牛愿的事情 它直接一跺脚跳过观景台的围栏一跃而下 这奋力地从它造成了巨大的生气 即便恶垛的正常物感被削弱了不少也必被惊醒 普雷尔之眼被白雾的举动惊叨 喋喋不休的同时希望白雾再考虑一下 可惜白雾已经下去 而在观景台的第一层 小犀牛正和牛夫人一起享受着牛头人的快乐 门外堪比小型手围的声响就突然传到了他的耳中 白雾安全落地 一阶九段的半生之力确实不高 但跳楼这种小事还是不在话下的 不过暴怒的犀牛不分年龄 哪怕脑子不够灵光 他也瞬间锁定了罪魁祸首 更重要的是梦中的牛夫人已经没了 可白雾不仅没有逃跑 反而趁着活动筋骨回头打烊起了这头犀牛 如果是正常的观景台在犀牛的冲撞下绝对已经崩溢 但现在的塔外世界不一样 某些建筑无久来了也得开启超级序列狂砍半小时 利用这一点规则白雾自然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而白雾这么做的原因自然也不是为了跳楼赶路 犀牛对他展开攻击的那一秒非战斗状态就算解除了 直到他与犀牛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后 才再次进入非战斗状态 脑海里的倒计时又从12分钟开始读秒 片刻后距离这间加油站性质的厕所只有十数米的距离 白雾安静地躲在角落仔细探查 那只藏在厕所里的恶朵露出了一条尾巴 显然藏在这个据点的是一条机械蛇 但看那科技感十足的灵点 白雾不由生出一种想要将其收藏作为手办的念头 刺激便衣恶朵 即便磁条腐蚀 机械干扰 稀有即便磁条机械化 一条亚马逊森然 但现在它长得跟钢铁海龙兽没有区别 石油却怕虎 白雾看到备注心中了然 看来天赋序列799波段干扰 所对应的机械词条就是机械干扰 白雾记得天赋序列周期表里 这个序列的描述还挺详细 施展这个序列的瞬间 能对大部分机械设备造成非破坏性干扰 简而言之就是监视器无法拍到 窃听器无法听到 任何机械物品都有一定概率会无法正常运作 在塔外这个能力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毕竟任何科技类物品本来就不能在塔外使用 但却白雾却对此志在必得 因为有了这个 他康斯坦丁的身份就能更好的掩饰 甚至在前往第三层的时候 白雾就能避开很多监控监视 可是事实就是 一边是如钢铁海龙兽一般的四级恶毒 一边则是一共只去过四次塔外的猛星 虽然知道这只森然跑 但想要点燃据点里的油液 白雾就得接近据点接近森然 那真要燃起来的话 白雾八成也跑不掉 甚至四级机变的森然没准跑得比他还快 14米的距离 白雾甚至能够听到据点里森然吐信的声音 思索了晕没一分钟 白雾确信除非自己拥有三阶的速度 否则必然不能这么做 而这里是一座油库 白雾意识到这个条件已经束缚了自己的思维 一直待在这里肯定无法得到何时答案 面积与此白雾没有再多想 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里 下一个据点是距离他2200米外的野外餐厅 负面属性倒计时可不会等他思考完再结束 这是一条堪比钢铁海龙兽的四街恶毒 可仅有一街的白雾却对恶毒的小命志在必得 只因恶毒身上有个十分鸡肋的天赋序列波段干扰 这个序列对塔外探索来说毫无用处 但对即将接受高塔上层刁难的白雾来说却极其合适 而如今怎么解决这只恶毒就成了白雾的心头病 显然自己冲过去直接干架是不可能的 利用其怕火的特性攻击一样很难全身而退 塔外此条战争可求降临还有八分钟 百般思索下白雾只能先选择前往下一个据点看看 而下一个据点距离他大概2200米 那是一间动物餐厅 白雾在负面属性到计时只有两个20秒时来到了这里 这间餐厅有两层高 也一样算是个观景区域 大概是一边喝酒吃饭一边欣赏大草原的景点 以前动物园有铁网包围的时候也算安全 如今铁网破开了一道口子 很多动物不但跑了出来还都变成了恶毒 这里也就完全成了动物的领地 白雾没有犹豫轻生走得进去 但还没等他来得及看清室内的陈生 来自普雷尔之眼的备注就充满了他的眼眶 如果我是你这时候就应该悄无声息地离开 毕竟你前方不远处就有一只大猫咪正在做着美梦 白雾向来不会把普雷尔之眼的虚假警刀当回事 这次也一样 他往餐厅内部走了几步就看到了所谓的猫咪 很显然这是一只恶毒化的机械雄狮 雄狮全身上下仿佛被某种未知的合金包 力爪散发着蓝色的光芒就像是激光刀一样 似乎能轻易斩断机械化恶毒的躯体 但也和其他生物一样并非绝对的机械覆盖 身上多少有一部分保留着生物形态 这只熊狮的鬃毛和尾巴看起来依旧和以往的狮子一样 五级变异恶毒 稀有即变瓷条机械化 金属克星 拔臂之后 一个男人做梦都想有的坐骑 骑着一只机械巨尸在街上 大概只有开高达的人可以和你媲美 白雾看到备注深感有礼 毕竟没有哪个男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会不去羡慕坐在机械暴龙兽肩膀上脚踏东京的太医 不过现在弥补一下好像也不算太晚 白雾手中光芒一身 背包里的一件物品被他取了出来 与此同时 高塔简陋港口中盘巨大电视墙下已经炸开了锅 那只机械巨尸威猛的身躯被呈现出时 就连负责配音的叶卫鸣都吓得哆嗦了起来 而康斯坦丁居然在一步一步地接近他 从之前的直播中观众们已经知道这些铁块都是活的 这只狮子简直满足了所有观众对机械兽所有的幻想 但是康斯坦丁胆子也太大了 大家都知道只要康斯坦丁有半点负面情绪 这个距离内恶多必然会惊醒 叶卫鸣已经不敢再去配音了 他关了麦克风迷茫地望向刘成子 一边的刘成子也有些无措 作死这种事在他看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但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刘成子也早已把白雾当作了自己少有的朋友 某种程度上比起他那些男朋友都更显在意 可如今他在高塔白雾则在塔外 提醒帮忙什么的自然都是废话 相信白雾是他唯一的选择 镜头里那只狮子的脑袋越来越大 因为白雾距离这只狮子已经越来越近 眼下的白雾就像是他前世里摸老虎淡淡拍照的王 主打的就是一个要钱不要命 但事实上白雾并不紧张 因为他这些天曾测试过不止一次 所有低阶恶多的感知都有极大的问题 他们是情绪感知的纠集雷达 可正常的无感却退化的不成样子 白雾一高人胆大 现在已经将手伸向那只狮子的棕毛 这一幕让所有观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只有白雾的内心很平静 他的手稳得不像话 自始至终没有抖一下 胆子大的让人觉得这是假的 可所有底层人都知道 底层可没有这么大的动物园 也更不存在这么炫酷的道具狮子 他在做什么 秀胆子吗 白雾当然没有秀自己的胆子 他只是在狮子的棕毛上打了一个结 而那个结上 被白雾挂上了一枚闪烁的戒指 这枚戒指其实用起来也有很大的风险 丹德莱尔最早使用这枚戒指的初衷 是为了普罗米修斯 也就是经历两次改名后 交给了五九的白小语 他的器官来自白小语 这让他对白小语有了病态的友情 他希望能够永生永世和白小语在一起 后来丹德莱尔将戒指 遗留在了那具骷髅旁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 当初白雾看到那具骷髅时 普雷尔只眼用了一个奇怪且暧昧的词汇 灵性 毕竟戒指的作用就很特殊 戴上戒指的人会暂时爱上其他戴上戒指的人 而在该隐的计划 最终也答应让他们生活在一起 只是很遗憾 白雾成了那个偷鸡的隔壁老白 总之人是白雾的戒指也是白雾的 现在这枚戒指成了白雾破局的关键 但白雾也没有绝对的榜 这只没有了下体的狮子 会不会做出一些奇怪的行为 他身为一个即将二阶的战士 是否经得起五级变异的恶斗者的 如今这只钢铁熊狮和隔壁那只小犀牛一样 戴上戒指的那一秒开始做起了类似的梦 七百年前他还是一只强大的草原霸主 虽然被铁网围着 但每天都有人类送肉吃 生活在这座动物园里 他要做的事情很少 吃了睡睡了吃 玩玩毛线球追着蝴蝶减减肥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 交配 到了交配的季节 他一天至少要被母狮子们摧残过五十多次 曾经他也幻想过铁网外的自由 但如今那些母狮已经不在 他又渴望其以前朴实无华且高速的生命 我亲爱的八娘子 八个娘子都不见了 血而代之的是一个人类 一个戴着奇怪面具的人类 雄狮有些生气 但他心底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这甜美的人类 下一秒雄狮睁开了眼睛 震耳欲聋的是吼脱口而出 这是一枚特殊的婚戒 不管你把它戴在谁的手上 戴上的人都会毫无保留地爱上 听到这里你的脑海里是不是有画面了 巧了我也是 但戒指的拥有者白雾 却把它戴在了一只雄狮的头上 这一刻雄狮美梦中的诗 娘子瞬间变成了白雾 雄狮醒了 就像是七百年的寒冬忽然结束 他眼中的白雾也变得异常甜美 甚至比起梦中的母狮更加让他着迷 震耳欲聋的是吼传来 白雾只感觉全身忽然动弹不得 整个人被恐怖的音波强制震重 像是大脑与身体失去了感应 直到十来秒后 他才再次感觉到肢体是属于自己的 但很显然雄狮的吼声并非是要吃了它 因为这兴奋的吼叫过后 雄狮并没有像以往面对其他洞一样 上去就是一套组合饲养联打 反而给白雾上了一层充满爱意的宝石 这可怜弱小的人类 本大爷就是叫了一声 他怎么就动不得了 机械雄狮的心中有些疑惑 他只觉得眼前的人类真的太可爱 下一秒雄狮便又将白雾扑了个满回 不能动什么 本大爷帮帮你 白雾人都麻了 白子雄狮稀有畸变词条麻痹之后的效果 他才刚刚适应 但好在雄狮还是能分得亲人和狮子的区别的 并没有对白雾做一些狮子和狮子之间的举动 不过他眼里白雾应该是一个女性 应该十分可爱 娇柔还甜美 短暂的几分钟轻易接触后 白雾终于安抚好了雄狮的情绪 他松了一口气 毕竟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肯定是有赌的成分的 但也算是赌对了 简单沟通后白雾成功坐在了雄狮的背上 战争可求时间在雄狮怒吼是已经刷新 那么接下来就是解决公厕那边的问题了 高塔底层简陋港口中断 康斯坦丁的第二次直播已经不需要叶卫明的配音了 这次节目效果可谓相当炸裂 毕竟康斯坦丁做了见众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看到了什么 这家伙不要命了吗 这是恶朵吗 还是说这是台湾某个文明留下的机器 他们无法想象恶朵为何不攻击康斯坦丁 之前对方捏手捏脚的靠近已经极度冲击了众人的三观 但现在这个人还骑在了雄狮的背上 巨大的机甲雄狮竟然成了那个人的坐骑 刘承子看着白雾的举动倒是松了一口气 甚至还觉得现在的白雾有点小帅 叶卫明虽然也觉得新老板很帅 但跟前相比的话老板还是不堪一击 他看着港口中断浩浩荡荡的人群 想着如果没有声音那么就无法带火直播 如果没有带火直播那么怎么才能让流量变现呢 凌晨四点开播的直播 在白雾中途休息了四小时后 目前正是人流量高峰期 叶卫明想到鬼推墨事务所办事第一要制 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最高原则 故由开始低头思考着新的财路 白雾不知道塔内的人看到他骑着狮子有多嗨 他反正是嗨不起来 他现在处于有利局面和不利局面中 有利局面是这只动物园的狮子就和枕边人一样 你拍拍他的背他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这只狮子也一样 白雾指了指方位他就欢快地奔了过去 但白雾也有一个不利局面 其实难想 现在狮子亢奋得不行 如果这个时候戒指摘下来 白雾不知道狮子会不会陡然间翻脸不认人咬碎自己 他思考着解决方案暂无头绪 总之目前猛烈的气流窜入口 前世的兰博基尼法拉利等各种超跑都弱爆了 有了这只机甲雄狮 白雾有把握这一路探索过程里想惹谁就惹谁 五级变异的恶朵已经算是蓝色区域的食物链高层 六级变异那就是伊利亚那种级别的变态 时间还有2分40秒 但五级变异的猫科动物速度快得惊人 极短的时间里 他们这对人狮组合就已经到达了游库 游库门口的森燃瞬间察觉到了人狮组合的到来 本来他们动物之间是不会随意交手的 但白雾受益下的雄狮敌意非常明显 二者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在三级变异前 恶朵的等级差距其实不算大 但三级恶朵要是进化到了四级实力会有较大提升 到了五级又更是质的飞跃 所以这一场狮子驳蛇的战斗注定不会持续太久 白雾自然也就放弃了离开雄狮背上的打算 目前只有一阶的他抓着雄狮的鬃毛荡起了鞦韆 森燃企图利用巨大的躯体卷住机甲雄狮 他也成功了 但同样雄狮也没有干探着 他巨大的爪子一掌拍在了森燃的躯干上 可在一声示吼之后 巨蛇的身体便僵硬了足足五秒 卷在雄狮身上的躯干也直接脱落 来自卫阶的差距瞬间显现 不只是巨蛇 白雾也一样 音波是无差别麻痹 这导致他显现从巨尸背上跌落下去 而在这五秒钟的时间 雄狮那如同激光刀一样的利爪先将森燃的钢铁外壳切开 而后便就像嚼辣条般把森燃扯成了好几顿 蛇身上最让人在意的自然是蛇胆 雄狮在分解森燃的同时也将其扯了出来 白雾则在看到森燃夜明珠一样的蛇胆是有些愣神 他很好奇机械生物的内部构造 这种仿佛某种机械核心一般的蛇胆散发着蓝色的光芒 给人以一种充满能量的感觉 可还没等白雾再看两眼 机甲熊狮想都没想直接吞噬了这颗蛇胆 轻微的电流瞬间在熊狮全身涌动 这只巨大的狮子看起来也更精神了些 白雾无奈 他望向机械巨蛇的残骸 那些机械化的躯体外壳在一点一点消散 可裸露出的却是属于生物的血肉 这时普雷尔之言给出了备注 机械生物可没有那么容易死 除非动力核心被损毁 恰如你所看到 好在它虽然死去却给了你一个用处不大的序列 波段干扰 白雾心中的大石落下 不管怎么说自己的目的打场了 就像是当初杀死以利亚一样 以利亚死于自杀等于死在了恶朵手上 巨蛇死在了熊狮手上也是死于恶朵之手 但最后判定都落在自己头上 可见这些奇怪的塔外规则 似乎并不仅仅是鼓励人们用武力击杀恶朵 借刀杀人 驱虎吞狼 都算是有效击杀 12分钟的倒计时重新开始 白雾走下狮子宽大坚硬的背 他决定去这间厕所的里面看看 既然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自探索 那为了找到那个指纹齐名不见齐形的末日碎片 以及机械化恶朵的记载 他便不能放过任何一处据点 他是一条想要报复人类的哈士奇 但他的做法不是拆架 而是拆掉他目之所及的一切生物 这般恐怖的存在 显然不是白雾这个锦翼街的渣渣能敌的 他只能返回刚打下来的厕所 躲避哈士奇的视线 外面的恐怖破坏还在继续 白雾的心中不由产生了一些疑问 这座700年前繁荣一时的动物园内 因机械而存活下来的动物足足有744只 可外面的这头哈士奇虽然移动速度不快 但700年的时间又能哪个鸡脚嘎拉没走 那这些动物恶朵又是怎么幸存到今天呢 要说像自己拐骗的这头熊尸般实力不错独霸一方 能在哈士奇到来十朵进不可破坏的建筑内也就算了 那些自己刚刚亲眼所见 片刻就倒了一大片的低阶恶朵又是怎么活下来 不管是哈士奇为什么复仇 还是末日拼图碎片的或许需要守护者认可 回想起刚才整理出的各种疑惑 白雾只感觉有些头大 此时外面的哈士奇慢慢走远了 他仿佛是在搜寻什么 又像是在漫无目的地游走 对那些低阶恶朵的机械内核毫无兴趣 白雾身边的狮子也终于找回了霸主风采 仰起高傲头颅后走出了厕所 仿佛刚才害怕地缩成一团的并不是他 显然对于这里的动物来说 害怕那只山岳般的二哈并不丢人 白雾也再次骑上了狮子的背 可当他只向巨大二哈离开的方向时 机甲狮子明显在抗拒 四条腿儿又不受控地抖了起来 看来戒指带来的感情还是不够强烈 亲爱的狮子老公都不愿意为了我犯险 白雾犯见一句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旺才离开 七百年来的恐惧让这里的所有动物都知道了一件事 那只狗绝对不能忍 它是整个动物园区域的主宰 白雾也不强迫 它的目光很快被另外一处东西吸引 在二哈踏足过的地方有一地的机械残骸 羚羊与麋鹿的身躯被踩了破碎 机械核心散落在一旁 看起来因为距离躯体过于遥远导致他们无法自我修复 这是一个近距离观测恶舵的机会 其中也有一些反常现象 那些动物没有像白雾杀死的森然一样蜕变回血肉躯体 白雾随即骑着熊狮向那边赶过去 由于哈士奇的出现 白雾接下来的探索也更加谨慎 七分钟后一人一狮子赶到了那边 可当白雾决定前往那些动物残骸处仔细看看时 却发现羚羊的身边多了一只猩猩 猩猩全身被褐色的诡异金属外壳包围 但依旧能够看到那夸张的肌肉纹路 这只猩猩扮演的似乎是救援者 在巨大的二哈肆虐完后就会找到这些被破坏的落难者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直接震撼了白雾的24K狗眼 他按耐着想要前去扑杀猩猩的狮子看完了整个过程 同时也直播完了这个过程 在这期间 猩猩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将羚羊的身躯拼合 背部弹出了很多就像是机械B一般的工具 对着羚羊就是一阵梦道 双眼里迸射出强烈火光 仿佛是在电焊间那些躯体残骸 需要一条流水线的过程 直接被他2000块的工资干完了 最后又找到散落的动力核心塞了进去 随着羚羊身上的纹路亮起 很快就慢慢站了起来 这时候白雾才明白为什么说机械生物难以死去 只要核心还在 只要还能拼接出来 那就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但这还没完 扮演完救命恩人的星星随着眸中光芒大方 马上就开始了辣眼操作 因为他是救援者不是慈善家 星星猛然扑抱住了羚羊 时不时发出兴奋的吼叫 就像是汽笛长暗时的喧嚣 呼噪的动作慢慢顺畅 似乎直接跨越了物种隔阂 开始交换游业 饶食两世为人的白雾一向淡定 也被这一幕雷的目瞪口呆不忍直视 人生中第一次观看机械大作的机会 直接摆在了面前 白雾脑海一阵混乱被过得深 好在他还记得恶朵是没有生殖系统 否则他真想直接掏出返回轮盘 结束旅行喜喜夜 钛合金螺旋突刺长枪强行插入USB接口可还行 这时普雷尔之眼弹出了背主 距离下次战争渴望的负面效果生效还有30秒 白雾这才回过神望向了自己的熊狮老公 这可不是自己主动不当然的 熊狮接到指令毫不犹豫化身舔狗 猛然间从百米外杀入了风俗战场 五级恶朵对三级恶朵 尤其对方处于一种猛逼状态 所以战斗结束得很快 白雾都没来得及走到附近 但这次近距离观察也给白雾带来了新的疑惑 他能从这一路走来的观察总结出 机械化和基因突变的恶朵是两种截然不同层面的变异 可这样一来是否就能合理怀疑 当年的末日降临其实有两股不同的势力交汇 这其中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残酷事实 片刻后白雾开始了大范围的搜索 他必须得让狮子找点试作 否则不排除被油液喷一脸的情况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白雾一共有两件事值得说到 第一件事是他的半生之力突破 第二件事则是他的第二个负面属性降临了 而负面属性的名称为怨念即生 日韩欧美俄罗斯 两世为人的白雾自诩月片无数 但眼前上映的机械片他还真没见过 他随即看向旁边的钢铁熊狮老公 仿佛看到了自己之后的下场 于是果断决定给熊狮找点别的事情做 与之前白雾去过的区域相比 这座动物园既然没有人存活 那么所有关于那只二哈的线索应该都藏在据点里 白雾确定接下来就是不断跑腿大范围搜索 也正因为有了机械熊狮 虽然动物园区域远比他之前接触的区域大 但探索起来也十分效率 很快白雾就迎来了他此行的第一个好消息 恭喜你升级了 现在你的力量已经到达了二阶三段 从战三渣进化成了战五渣 不过不要气馁 毕竟你的进步速度在调查军团的人看来已经是怪物 现在你快告诉我你想要提升的额外属性 两次机会 怎么直接二阶三段 白雾思索一番也找到了答案 是因为每个颜色区域的时间系数不一样 蓝色区域的四小时等于白色区域的八个小时 而白雾也由此发现了一件事 如果中途由白色区域转入蓝色区域 那么时间系数是不会变化的 比如之前在第九病院是白色进蓝色出 大多时候只有通过高塔的出口选择了蓝色区域 时间系数才会转变 紫色区域是蓝色区域的两倍 而传闻中极度扭曲的红色区域则该是紫色区域的四倍 但白雾虽然一高人胆大 却还不至于过早去触碰那些领域 至于技能点的选择白雾也早有打算 拥有普雷尔之眼外加近乎恶惰隐形的情绪残缺体质 白雾在感知上不需要怎么提升 而面对强大的对手 生命力代表的血条哪怕在后 最多就是被秒杀变成让人家在不一道 反过来生命恢复速度就不一样了 可以让白雾在非致命伤的情况下重整息骨 配合他独有的情绪特性算是相得益彰 最后力量那肯定是必备的 队长五九之所以偏刻是因为他还留有一个王牌天赋 不需要考虑速度之外的属性 综上考虑白雾准备走战坛路线 以后有其他考虑再说以后 除此之外 探索的这段时间里白雾的第二个塔外词条也降临了 怨念即生 能够通过五感感知到某样物品的怨念 哪怕内心清明之人也会产生大量负面情绪 网明白了说就是白雾能看到过 比如在乡下的某棵树上看到吊死的人 明明周围的人都没有看到 却就只有白雾可以看到 那些被怨气依附的物品一般是无法影响正常人的 除非像是红衣那样的精神力脉死存在 而如果感染了负面属性怨念即生就完全是另一个场景 白雾眼里的世界已经彻底扭曲 哪里还有什么拟太非洲草原 只有遍地的腐肉苍蝇 动物园也显得破败不堪 那些游走在草原上的动物们和他的狮子老公 全部变成了骸骨心态 白雾甚至能够看到他们死亡是经历的种种绝望 那些怨气充斥着整座动物园 就像是忽然间找到了一个足以逃离的缺口 在白雾感染了这个负面属性后 他们疯狂地惯弱 正常情况下感染者大概会被吓瘫痪过去 可惜白雾没有 在感染怨念即生之后 他还咧开嘴笑了笑 原本他还在想 这里没有该隐也就没办法通过文字进入恶朵的记忆 但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人与恶朵的悲喜终于相通 他们的吵闹声会让白雾了解到这座动物园的真相 而在六个小时的搜索中 白雾已经找到了许许多多的文字资料 这些文字断断续续只能整理出一部分 但现在白雾有了怨念即生 可以直接感受当年写下这些文字之人的绝望与憎恶 那只巨犬一直寻找的秘密就在其中 一个被掩埋了700年的秘密 该隐制造了门徒 那些门徒有着悲惨的过去 但末世的荒诞又哪里需要刻意的雕竹 白雾带着这些记录返回了望远镜所在的高台 他吩咐狮子替自己守好周围 带着好奇翻开了第一篇个人日记 呈现在白雾眼里的不再是该隐留下的记忆日子 而是一段影像 一段彩色的影像 末世尚未到来 城市外围有些混乱 但生活在城市内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世界的变化 这座动物园也一样 虽然坐落在城市外的景区却没有恶多骚扰 这段影像的主角是动物园的饲养员兼兽医 娄小平 他有一个女朋友叫咸香 但女友一直不怎么喜欢娄小平的工作 因为干得多拿的手 主要在于拿的手 他们之间常有争吵 但所谓争吵也只是女方单方面抱怨 好吧 单身狗白雾或许没能理解争吵的含义 毕竟他也没想到看个末世记忆影像还要吃狗粮 起初娄小平和咸香看起来还算恩爱 咸香不喜欢娄小平的工作是真的 除了钱少是多外 咸香总觉得娄小平的动物朋友抢了自己的男朋友 而影像的后半段事情发生了转折 咸香失业了 他坦可许久没有合适工作后找到了娄小平 希望娄小平能够帮他在动物园找个工作 这件事本身对娄小平来说不算什么 但咸香还有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弟弟也找不到工作 需要娄小平在动物园一起谋个工作 而娄小平爱动物园也爱女友 虽然觉得有些麻烦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此时两人仿佛一对能够互相扶持情侣 先前讨厌动物园工作的咸香也好像不再介意 他对娄小平的感情也似乎变得十分的真挚 虽然末世未知 但愿意在动物园继续待着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动物园员工确认很严重 于是动物园选择相信一直爱护动物的娄小平 没有试用也没怎么面试 咸香到了这里负责文职记录 而他的弟弟则负责看门治安检查门票 入职时他们三人在动物园门口留下了照片 似乎一切都还好 一切都和预想的差不多 而第一段影像的最后 娄小平是在帮着一匹斑马接生 他给动物园里的动物都起了名字 斑马叫沙兰 小斑马叫霍普 其他在影像中出现的动物也都有名字 从他们出生起就有 娄小平似乎很热衷于这个 他是一个十分阳光帅气的年轻人 最后的画面 娄小平露出灿烂的笑 他抱着刚刚出生霍普来到沙兰面前 仿佛世间还有希望 这段视频很快完结 白雾对动物园的过去依旧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狗呢 既然末日碎片的守护者是一只狗 为何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这只狗 白雾带着疑惑翻开的第二则纪录本 依旧是影像 在白雾的记忆里一种沧海桑田的节奏播放着 但这一次天地都显得灰蒙蒙的 娄小平的日子过得不怎么好 女友厌恶动物 女友的弟弟似乎打着这些动物的主意 谈恋爱的这几年他对女友十分宠爱 从来没有让他做过脏活泪物 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重话 但得知咸香的弟弟卖动物使他找到了咸香 可咸香的弟弟并不以为意 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一座塔消失另一座塔出现 咸香的弟弟说 已经有一部分很有权势的人前往了那座塔 有人断言城市外围的怪物出现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后来出现的那座高塔将是人类生存的方舟 但高塔里没有动物 那座高塔还没有封闭起来 人们还能通过渠道联系到那些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这些动物都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 不仅仅是活的 死的也一样 鹿绒 犀牛角 狐牙 猎豹皮毛 这个地方有太多的宝贝 摆脱贫穷的机会就在眼前 似乎整个动物园的所有人都被咸香姐弟给说动了 只有娄小平每天依旧很辛苦地开着车巡逻着整个草原 不顾危险检查着动物们的身体状况 并且在上头给的经费越发稀少的情况下 尽可能让一些动物不饿着 难道你不希望我姐进到塔里过好日子吗 咸香弟弟搬出了娄小平的软肋 这让他一时雨色 对了忘了和你说 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姐都一清二楚 咸香弟弟找回厂子后更加随意了 不仅如此 就连塔里的那位大佬也是我姐找人联系到的 所以你就别指望我姐教训我 还是好好担心下你自己把娄小平 咸香则一直端坐在宫卫上微笑着 似乎像是在看一场无聊的闹剧 笑容与当初热恋是一样甜美 末世来临之际 动物们依旧还是动物 但人已经未必是人 随着娄小平又不明所以的微笑生起 第二幕影像也迎来了结束 白雾在百川市动物园翻看着记录 记录中的娄小平竭力地保护着这些动物 但和动物园里其他人的欲望比起来 他的抵抗显得可怜又可笑 直觉告诉白雾这个娄小平便是巨大啊哈的主人 但第一段第二段影像却都没有狗的身影 那狗在这里面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白雾继续翻看下一段影像 如果说第二段影像万物色彩只是蒙上了一层暗板 那么第三段影像就彻底变成了黑白色 娄小平被关了起来 他就像那些动物一样被关在漆黑的屋子里 每天会有不同的人给娄小平送食物 咸香姐弟粮也在其中 但他们每次送饭的时候都像是喂狗一样 将食物扔在里头之后就匆匆地走开 他们最近倒卖动物赚了不少钱 根本不记得是谁让他们来到了动物园 娄小平起先还大骂着这群人不守规矩 可到后来他没有力气 那些人经常忘记送食物 这导致娄小平的体质越来越差 漆黑的屋子里不透风 各种污汇排泄散发着阵阵恶臭 这让娄小平也很快染上了疾病 他感觉到自己就快要死去 黑暗中 这个善良脆弱的人类发出崩溃般的哀嚎 他依然担心着那些动物 红是偶尔来送饭的时候 会讲述他们赚到了多少钱 会讲述城市的混乱 也会讲述根本没有人在意动物园里的一切 因为当时在城市外那些怪物制造出的恐慌下 动物园里的一切就会显得如此不知一体 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 他们反正都会死 死之前能为我们赚来些钱有什么不好 你守着这些畜生 这些畜生认你吗 这是娄小平听到最多劝慰的话 白物园以为影像的最后 娄小平也会在屋子里关着 但最后的画面 娄小平已经来到了草原上 天空不再是黑白色 娄小平仰着面躺在草原一动不动 白物猜测 娄小平遭遇了这样的非人对待 忽然从屋子里被放出来 恐怕是因为他已经恶多化了 他把那些人都杀了 人类的恶多化目前已只有两种 极度怨恨的情况下 以及注射恶多血液 娄小平至少是满足第一种 但看了第四段影像后 白物发现自己错了 第四段影像依旧是黑白的色调 娄小平被关了整整两个月 他在恶臭的屋子里身体开始溃烂 就像一块放在潮雨 季节一整个星期的奶酪 这具身体快要到极限了 而在娄小平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 动物园的动物们也开始发生变异 机械化的身躯让一切都显得荒诞怪异 就像是与动物园唯一爱他们的饲养员产生了共鸣 这一幕吓坏了所有人 咸香姐弟还有整个动物园 所有工作人员都不知所措 动物们太久没有食物 也太久见不到那个熟悉的人 他们的内心开始焦躁不安 这样的焦躁累积到一定程度后 动物们倒是比人类更先恶多化 只是不管怎么变异 不管看起来这些动物多么恐怖害人 似乎都还是和以前一样 只能在铁网内侧待着 即使他们表现出了异常的攻击欲望 可都无法冲破铁网 贪欲使人无知 无知者无畏 动物园的那群人发现动物们 无法突破铁网后 竟然没有离开 因为还有一些动物没有变异 在他们看来那都是钱 咸香的弟弟觉得 这座动物园里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居然拍了一张照片上 传到了网络上 这一举动让被关了两个月的 娄小平终于迎来了解脱 这张照片在网上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座许久没有人来的动物园 竟然迎来了大量的游客 如果继续任由人前来这座动物园 任由这些钢铁怪物吸引热度 那么娄小平的秘密早晚会被人发现 他太闹腾 必须处理掉 娄小平必须死 参与了动物偷盗贩卖案件的 所有人无暇不及猪队友 一番商议后决定先处理掉娄小平 怎么处理呢 如何处理才能让一个人 无缘无故的消失不留痕迹 引向的最后 娄小平坍倒在肉食者触摸的草原 血肉的气息不断引来了 那些曾经他未养过的动物 他的身体被抛进了铁网内侧 等待着他的将是难以忍受的割裂 娄小平还记得 那只雄狮叫火焰 那只雌狮叫艾尔莎 在火焰和艾尔莎旁边 还有几只或年幼或年长的狮子 在他们小的时候 娄小平抱过他们 娄小平流着血红色的泪水 整个影像也在这个时候变成一片星红 就像身去被撕裂 影像里的画面也被撕裂 何其绝望 所爱之人与同是好友为了利益一起背叛的 将他囚禁了整整两个月 曾经照料过的动物 白雾在最后为了食欲吃掉了他 但或许那个时候 他们只是认不出娄小平 毕竟他早已不再是几个月前 有着灿烂笑容的年轻人 白雾员以为视频到了这里就结束 但他忽然发现影像画面开始剧烈的荒读 铁网外传来的枪响与尖叫 该死 他怎么还活着 他都被咬得只剩下一个脑袋了 快开枪打死他 猎枪的枪声不断传来 影像的最后一幕 白雾看到了扭曲的人脸 还有密密麻麻的枪管 这一刻白雾恍然大雾 这只可怜的笨狗从始至终都跟在主人的旁边 自己看到的影像的确是描述娄小平这个可怜人的 但视角却来自于那只哈士奇 在街声搬马的时候 他就坐在主人娄小平的身边 看着娄小平灿烂的笑容 在娄小平被关进黑屋子的时候 他也一并被关了进去 甚至连同娄小平死亡的时候 他也一并被扔了进去 虽然影像里没有声音 但也许这只狗一直都在叫喊着 他太闹腾了必须处理掉娄小平 其一只陪伴在娄小平身边就不一样了 在这只狗最后的视野里 人类就是长满了枪管的怪物 所以他的身上也长满了枪管 看来最后一段影像应该是让这只狗认可我的线索 或许是让我找到那几个人的孩子 白雾此时暗自嘀咕着 很显然这是一只为主人复仇的狗 他内心憎恶吃了主人的动物 以及谋害了主人的人类 可当他打开第五幕的时候却彻底愣住 第五幕的内容很简单 简单到一句话就能说完 娄小平自杀了 就死在那间黑屋里面 娄小平不是已经被自己饲养的狮子们分尸了吗 怎么又在黑屋里自杀了呢 来人被他所饲养的狮子们吃了 可事实的真相却是他死于自杀 一个人怎么可能死两次呢 身处百川市动物园的白雾思考的线索 他搜集到的五幕影像已经全部看完了 其他的文献大多都是咸香姐弟或其他员工留下的 内容凌乱无法给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倒是游客们留下的直言片语中有那只狗的名字 小金 而在前面四幕影像中 基本讲述了与动物亲近的娄小平悲惨的经历 第四段影像中娄小平死于猛兽 但第五段影像却又颠覆前面的一切 不对 确切来说第五段影像颠覆的只是第四段的莫名 关于娄小平的死法 这或许是破局的关键 白雾皱着眉头回忆着整个世界 感受这些影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2分钟 这让白雾又感染了一个负面属性 弱水 这次他的运气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弱水顾名思义就是不善于游水的意思 在他看来狗和人肯定是关在一起的 自己所看到的视角应该是狗的视角 而既然是两段彼此颠覆的影像 那就是一个真一个假 但两段内容的怨气一样强烈 只是一个具备色彩一个不具备色彩 想到这里白雾脑瓜子一想发现了滑点 第二段影像的内容都是彩色的 而第三四段的内容都是黑白色的 我一直以为这是某种象征的情绪的东西 但现在看来错 这是两个不同事物的怨气 第二段影像来自娄小平 第三四段影像来自那只狗 第五段影像虽然黑暗的屋子里很难区别颜色 但还是可以看出那不是黑白的影像 所以那段影像也来自于某小平 想到这里某小平与狗的悲惨遭遇白雾已经知道了 他没有愤怒的情绪 可那双拳头却还是握得紧紧的 轰荡荡的感觉再次如潮水袭来 有时候他也会觉得自己或许才是一个怪物 一个无法与他人悲苦相通的怪物 某小平带着怨恨死去 可那三段影像里都还有着色彩 那代表着某小平对这个世界还有眷念 狗不一样 在主人某小平死后 狗眼里的世界彻底变成了黑白色 而在白雾察觉到真相的时候 依附在第一份第二份和第五份文献上的黑色气息 通过白雾的负面属性怨气寄生开始疯狂涌入他的身体 正常情况下白雾会吸收掉这些怨气 然后彻底恶毒化 但他吸引了这庞大的怨气却并未吸收 浓厚的怨气聚集在白雾的身上渐渐地有了一个轮廓 远远看去 他就像是当年动物园里的某个人 这一幕吓坏了狮子 戒指的效力已经结束 摘下后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再用 但先前白雾搜索的这些东西里有他未居又熟悉的气息 所以狮子并未袭击白雾也未离开 而现在的白雾怨气环绕 这让狮子彻底感觉到了畏惧 白雾看了一眼狮子又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后不由低语 你所怨恨的人都已经死去 这股怨气其实也早该消散 或许你只是还有一件事想去做吗 仿佛是在对着七百年前某个老好人说着话 白雾再次骑上了狮子 狮子竟也没有反抗 塔内底层港口中断的电视墙里 所有看客眼里的白雾已经成了一道如影子般的幽鬼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这个时候白雾取下手铐关掉了直播 机甲熊狮奔跑在草原上 七百年前的记忆逐渐显现 草原上原本有两只熊狮六只瓷尸 那一年他独自去草原的另一次玩耍 另一只熊狮还有六只瓷尸留了下来 而在他回来的时候就见到了难忘的一幕 七只狮子疯狂地撕咬着一只狗 那只狗明明血肉都被吞噬得差不多了 可基本就剩下一个脑袋的他却爬了起来 这一幕似乎也吓到了几个捕食者 枪声不断响起 但那只狗却就是死不了 他一缺一拐地离开 子弹在他的骨头上留下弹痕 可却无法阻拦他离去的身影 没有人知道他去向何处 几只狮子也不敢去追 机甲熊狮知道 那是娄小平最在乎的爱情 那只弱小的笨狗总是跟在娄小平的身边 他们一起吃一起住 形影不离 娄小平呢 很久之前动物园里就在无娄小平 而后来当那只狗再回来的时候 整个动物园已经无法逃离 所有生物都像是困在了这片区域里 曾经的伙伴一个个死去 当年肯试过那只狗的狮子们早已经化为了尘土 此时此刻白雾也通过怨念寄生见证的这段记忆 这也更加让他确定了自己的答案 他已经从甜美的人类变成了当年的那个人 数个小时过去 那如同山岳般的巨大身影还在动物园里游荡 他象征着这间动物园里所有生物不可消除的恐惧 只有一人一时在追赶着 巨犬就像是行尸走肉般速度极为缓慢 再次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枪管 白雾能想象到这只狗眼里当时的画面多么扭曲恐怖 那些曾经好像主人朋友的人 全部变成了面目猙獰的恶骨 巨犬并未感觉到白雾在他身后 如今的他过于巨大 一切与之相比都过于渺小 他的脑袋还在 但也和他的身躯一样空荡荡的没有分别 七百年来 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这片动物园里 从此端走到彼端 反反复复 无休无止从未停下 狮子也知道 这只巨大的狗从不回头 它会像扫荡者一样扫平所有视线里的生物 但却不会回头去对付那些漏网之鱼 可就在方才 这只巨大的骨犬忽然停住 小精 白雾的呼喊响撤在草原上 短短的两个字 竟让那座山一样的毁灭者硬生生地停住 前方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巡视 可这只七百年来 让整个动物园站立的怪物第一次回头了 这一幕下的机甲雄狮险些内核爆炸 而白雾却跳下了机甲雄狮的背 一步步靠近了那只狗 来人被他所饲养的狮子们吃了 可事实的真相却是他死于自杀 一个人怎么可能死两次 身处百川市动物园的白雾思考的线索 他搜集到的五目影像已经全部看完了 其他的文献大多都是贤乡姐弟或其他员工留下的 内容凌乱无法给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倒是游客们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有那只狗的名字 小金 而在前面四目影像中 基本讲述了与动物亲近的娄小平悲惨的经历 第四段影像中娄小平死于猛兽 但第五段影像却又颠覆前面的一切 不对 确切来说第五段影像颠覆的只是第四段的末名 关于娄小平的死法 这或许是破局的关键 白雾皱着眉头回忆着整个世界 感受这些影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2分钟 这让白雾又感染了一个负面属性 弱水 这次他的运气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弱水顾名思义就是不善于游水的意思 所以在无水的区域几乎构不成威胁 因此白雾并不慌张 在他看来狗和人肯定是关在一起的 自己所看到的视角应该是狗的视角 而既然是两段彼此颠覆的影像 那就是一个真一个假 但两段内容的怨气一样强烈 只是一个具备色彩一个不具备色彩 想到这里白雾脑瓜子一想发现了滑点 第二段影像的内容都是彩色的 而第三四段的内容都是黑白色的 我一直以为这是某种象征的情绪的东西 但现在看来错了 这是两个不同事物的怨气 第二段影像来自娄小平 第三四段影像来自那只狗 第五段影像虽然黑暗的屋子里很难区别颜色 但还是可以看出那不是黑白的影像 所以那段影像也来自于娄小平 想到这里娄小平与狗的悲惨遭遇白雾已经知道了 他没有愤怒的情绪 可那双拳头却还是握得紧紧 轰荡荡的感觉再次如潮水袭来 有时候他也会觉得自己或许才是一个怪物 一个无法与他人悲苦相通的怪物 娄小平带着怨恨死去 可那三段影像里都还有着色彩 那代表着娄小平对这个世界还有眷念 狗不一样 在主人娄小平死后 狗眼里的世界彻底变成了黑白色 而在白雾察觉到真相的时候 依附在第一份第二份和第五份文献上的黑色气息 通过白雾的负面属性怨气寄生开始疯狂涌入他的身体 正常情况下白雾会吸收掉这些怨气 然后彻底恶毒化 但他吸引了这庞大的怨气却并未吸收 浓厚的怨气聚集在白雾的身上渐渐地有了一个轮廓 远远看去 他就像是当年动物园里的某个人 这一幕吓坏了狮子 戒指的效力已经结束 摘下后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再用 但先前白雾搜索的这些东西里有他未居又熟悉的气息 所以狮子并未袭击白雾也未离开 而现在的白雾怨气环绕 这让狮子彻底感觉到了畏惧 白雾看了一眼狮子又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后不由低语 你所怨恨的人都已经死去 这股怨气其实也早该消散 或许你只是还有一件事想去做吗 仿佛是在对着七百年前某个老好人说着话 白雾再次骑上了狮子 狮子竟也没有反抗 塔内底层港口中断的电视墙里 所有看客眼里的白雾已经成了一道如影子般的幽默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这个时候白雾取下手铐关掉了直播 机甲熊狮奔跑在草原上 他独自去草原的另一艘玩耍 另一只熊狮还有六只雌尸流了下来 而在他回来的时候就见到了难忘的一幕 七只狮子疯狂地撕咬着一只狗 那只狗明明血肉都被吞噬得差不多了 可基本就剩下一个脑袋的他却爬了起来 这一幕似乎也吓到了几个捕食者 枪声不断响起 但那只狗却就是死不了 他一缺一管地离开 子弹在他的骨头上留下弹痕 可却无法阻拦他离去的身影 没有人知道他去向何处 几只狮子也不敢去追 机甲熊狮知道 那是娄小平最在乎的爱情 那只弱小的笨狗总是跟在娄小平的身边 他们一起吃一起住 形影不离 娄小平呢 很久之前动物园里就在无娄小平 而后来当那只狗再回来的时候 整个动物园已经无法逃离 所有生物都像是困在了这片区域里 曾经的伙伴一个个死去 当年肯试过那只狗的狮子们早已经化为了尘土 此时此刻白雾也通过怨念寄生见证的这段记忆 这也更加让他确定了自己的答案 他已经从甜美的人类变成了当年的那个人 数个小时过去 那如同山岳般的巨大身影还在动物园里游荡 他象征着这间动物园里所有生物不可消除的恐惧 只有一人一时在追赶着 巨犬就像是行尸走肉般速度极为缓慢 再次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枪管 白雾能想象到这只狗眼里当时的画面多么扭曲恐怖 那些曾经好像主人朋友的人 全部变成了面目猙獰的恶骨 巨犬并未感觉到白雾在他身后 如今的他不余巨大 一切与之相比都过于渺小 他的脑袋还在 但也和他的身躯一样空荡荡的没有分别 七百年来 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这片动物园里 从此端走到彼端 反反复复 无休无止从未停下 狮子也知道 这只巨大的狗从不回头 他会像扫荡者一样扫平所有视线里的生物 但却不会回头去对付那些漏网之鱼 可就在方才 这只巨大的骨犬忽然停住 小精 白雾的呼喊响撤在草原上 短短的两个字 竟让那座山一样的毁灭者硬生生地停住 前方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巡视 可这只七百年来 让整个动物园站立的怪物第一次回头 这一幕下的机甲雄狮险些内核爆炸 而白雾却跳下了机甲雄狮的北 一步步靠近了那只狗 全身在世全靠演技 老戏骨白雾既成功折服以利亚丹德莱尔后 再次亲自对上了塔外的大宝 而这次他要面对的是一只如山岳般的哈士奇 此时的大敌因为巨大而哈地掉头而晃动 白雾的步子却依旧很稳 仿佛迎面向他走来的不再是山川般的海谷怪物 而是一只在熟悉不过的小狗 在怨气的影响下 周遭的场景慢慢变化 白雾看了看四周 他已经身处在了那个漆黑而逼着的屋子里 不仅仅是人鱼狗的排泄物 还有腐肉的气息 下一秒黑屋里的真相终于呈现 三天前 小金发出虚弱的叫声 看着早已死去的主人 他舔视着娄小平的手掌 仿佛是在呼唤着他 就像两个月前的每天里 他都会这样唤醒娄小平 三天后 屋子里的腐肉气息传来 即将死去的小金为了活下去 开始吞噬娄小平的尸体 这一切就和白雾猜的一样 娄小平死于自杀 但娄小平的尸体是被小金吃掉的 白雾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适 他以前看过一篇研究 关于主人死后与宠物关在一起 宠物会不会吃掉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在于会不会吃 而是在于多久会吃 因为这个问题的前提在于 宠物没有别的食物来源 主人先死而他处于饥饿状态 大多数宠物并不会犹豫太久 但狗会迟一阵子 可最晚也就两天的时间 小金已经饿了很久 这两个月来他吃的食物都来自娄小平 所以娄小平死后的三天 就没有人管这只狗 他就快要饿死而摆在眼前的是主人的尸体 白雾知道并不是小金不爱他的主 只是默示来临 在人性的贪欲下 娄小平的女友与同事 制造了这个绝望的环境 黑屋里白雾扮演的便是娄小平的尸体 此时的他代替娄小平醒了过来 他的声音在黑屋中轻轻响起 其实那个时候小金你已经死了对了 在被火焰还有埃尔沙他们撕咬的时候 你已经死了 只是怨恨与愧就让你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 你吃掉了自己唯一的朋友 你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 希望我就躺在你的身边和你一样 是被那群人 那些动物害死的 这些年你一定很内疚的 脑海里不断地想着 如果主人不是被自己吃掉就好了 我是和你一起死于那些狮子就好了 外界的机甲熊士不知道白雾做了什么 他眼里那个人类和那只怪物似乎都定格住 而草原里其他所有的机械生物也都抬起了头 他们仿佛感受到了某种气息的消散 走出了自己的藏身处望向了白雾所在方向 幻境中的白雾注视着小金继续劝问 我原谅你了小金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啊好孩子 如果没有连累你进来 你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错的不是你 那只奄奄一息的狗第一次抬头看向了白雾 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七百年前某个平静的午后 那个时候末日尚未降临 白雾所代表的那个人还有着灿烂的笑容 错的是那些把你我逼入绝境的人 白雾将过去的一切定下了结论 他知道自己对小金的劝慰起了作用 哪怕这一切只是怨气让当年的场景再现 是啊 有些人不会明白狗对人的感情有多纯粹 如果不是虚弱到极致 狗又怎么会吃掉自己的主人呢 人类一子而是不也一样都来自生物的闻了 饿瓢便也有几个人类的内心会有愧症 至少不会像小金一样 如行尸走肉一般游荡了七百年 七百年来他的思绪一直都锁在这间黑屋子里 娄小平死 留下了浓烈的怨气 这些怨气来自于贤乡姐弟同时这些谋害他的人 但当这些人死后他的怨气不曾消散 而是一直在等待着一个传递者 他渴望让自己的爱犬从内疚中解脱出来 这只剧犬啊 临死前的一幕让他对这个世界带有极大的恨意 这股怨气让他激变成了一个超越该隐门徒的巨大怪物 但这也使得他比娄小平更凄惨 七百年来饱受精神上的折磨 那个他最好的朋友被他吃掉 狗与人都不是该隐的熟 只是来自于七百年前末世降临时的人心险恶 白雾能感觉到 如果自己也有情感 李其使徒他或许会更怜悯这对主 黑屋里白雾温柔地抚摸着那只狗 小金我不怪你的 我从来没有 谢谢你为我报仇 这些年真的辛苦你了 我该早一点告诉你的 草原上 那座让所有恶都畏惧了七百年的怪物再一点点的削弱 直到最后那些枪管化作了铁粉 与恐怖的海骨一道灰飞烟灭 白雾的意识也从黑屋里清醒过来回到了现实 机械身躯终于倒塌 那颗巨大而猙獰的头颅竟然流露出七百年前的憨傻 隐约间白雾仿佛听到了小金的叫喊声 或许是在表达喜悦 或许是在表达感谢 至此白雾知道这个区域算是通关了 虽然还没有打开返回轮盘 但备注已经弹了准 真不错 你即将得到塔外探索以来第一块末日碎片 作为一个没有感情的攻略者 前面就是前所未有的丰厚奖励 咱们还是赶紧去捡箱子吧 末世降临 人性的复杂总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扭曲故事 娄小平与哈士奇小金的过去虽然沉重 但白雾也能预感到将来自己会遇到更多 从他最初开局就被当作困兽丢在急温区域 再到遇见甘愿奉献自己的红鹰 被该隐僻优为致死的弃子使徒以利亚 以及延续了七百年的悲剧致恶之善甘德莱 白雾新知自己如今选择加紧提升实力是对的 现在这片巨大草原的冒险算是结束 那么剩下的就该是尽力完成自己的挂机生计大业 不过在此之前要先找到普雷尔之眼提到的末日碎片 白雾环顾四周找到了机甲雄狮 狮子不知何时趴在了地上 眼中带着浓烈的警惕与畏惧 婚恋戒指的效力过去后 他眼里的白雾自然不再是甜美的人类 但如今白雾竟悄无声息地让山一样的怪物消失 在狮子眼里白雾似乎是更可怕的存在 他庆幸自己没有做出什么不正常的举动 比如柴油喷脸什么的 白雾也不在乎狮子在想什么 他也能感觉到狮子被自己镇住 于是很自然地骑上狮子的被取回了那枚戒指 戒指基本一个场景只能用一次 轰俗来说就是技能CD比较长 随即命令狮子找到了小金消失的最终地点 小金已经完全消散 而所谓的末日碎片 就是一块形状怪异仿佛眼睛一样的小物件 从纹路上看化的好像就是人类的眼睛 普雷尔之言很快为他示意 你得到了一块末日拼图碎片 该区域系列一共有眼耳口鼻四块 及其四块后在这四个区域里 你将会获得四种增益 负面属性无效化 恶多进化 物理规则正常化以及聆听恶多之声 碎片的能力不仅仅是这些 眼耳口鼻四个碎片是一个整体 而这个整体又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随着你搜集的碎片增多 你会解锁越来越多的功能 且影响区域越来越大 不过现在你只能在这片草原上 使用恶多进化的能力 而作为眼睛碎片持有者 你会得到草原上所有恶多的尊敬 你将无法与它们进入战斗状态 内容出乎意料的多 而且白雾觉得被坑了 碎片持有者能够获得 该区域恶多们的敬畏是好事 但现在这情况不是坑人吗 白雾感染了战争可求 现在给他来一个 无法与该区域恶多进入战斗状态 挂机计划算是泡汤了 但这个区域却成了 它的一个稳定链级场所 负面属性无效化 恶多进化物理规则正常化 如果集气四个 我就意味着四个区域 会变成可以生存的区域 白雾没有着急做出决定 脑海思考着关于碎片的信息 看来碎片应该具备套装效果 单独的碎片 可以在单独区域具备单一功能 但不断搜集碎片 会让碎片产生连锁反应 具备更多且范围更广的能力 这是否意味着 找其所有碎片人类 就可以回到塔外生存了 想到这里白雾看了一眼狮子 想着对狮子施展这个进化能力 但最终它又停住了 狮子对它的态度 已经到了有些恭敬的程度 所谓进化恶多 就是恶多回到以前的模样 白雾摇了摇头 如果真的把狮子还原成以前的样子 恐怕狮子在这个地方 连一个小时都活不下去 至于带回一只狮子回塔内 虽然狮子做起狠拉风 但太招摇了 如今的白雾从根本上来说 也是招不保息 要是这里都是人类恶多 白雾或许可以进化完整个区域 然后跟五九大老婆通通 去找个机会带它们回去 至于普雷尔之眼 提到的四个区域白雾也有答案 他刚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 忘了四个方向 眼睛提示相邻区域 是更为扭曲的废弃游乐场和鬼屋 如果加上先前看到的马戏团海报 那么所谓的眼儿口鼻 对应四个区域就正好了 现在白雾拿到了眼睛 眼睛是眼儿口鼻的一部分 而眼儿口鼻可能又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琢磨清楚了碎片的意义 白雾把心思放在了自己的挂机升级上 只要我使用牵引轮盘记录下这个区域 我就能够随时来这里挂机 虽然还会感染负面属性 但至少该区域恶多不会攻击我 这个想法很不错 只是白雾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牵引轮盘是能跨越三天规则回到以前的区域 但却必须按顺序前进 举个例子 该隐使用牵引轮盘引导白雾前往他去过的区域 白雾也可以使用牵引轮盘回到自己想去的区域 但这之前他必须先前往该隐安排的那些区域 也就是说牵引轮盘记录过的区域 必须再次前往才会消除 无法跳过该隐留下的去白雾现在想去的 但德莱尔卫代旅行里 我并没有按照该隐计划的选择 所以很难想象在下一个区域里 该隐会否吩咐门徒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我必须更强大一些再去面对门徒 白雾想到这里打定了主意 但他并未想过要回高塔 而是选择继续挂机 每12分钟感染一次负面属性 无久曾经挂过100多条负面属性 这样也好 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感受一下 队长当初体验过的刺激 某种程度来说他也算是一个疯子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 白雾开始测试自己的身体极限 每次负面属性降临前30秒 他就会打开返回轮盘 如果发现自己还能动意识还清晰 那就关闭轮盘继续挂机 如果发现自己不能动 就任由轮盘带自己回去 靠着这个办法 他开始认真感受他外的种种负面属性 最开始是重力失衡 白雾觉得没啥意思 就是身体会误以为自己处于失重或者超重状态 但他很快就建立了新的平衡感 白雾将其和之前感受过的混乱一并归类为 白雾吧 意思就是如果感染了这种负面属性等于没感染 接着他又感染了卫光 阳光直接能够灼烧皮肤 但他穿着宽大的风衣 将裸露的地方藏在披风里就不再有任何问题 于是白雾把卫光归类为白点了 再接着白雾感染了一系列的属性 永远饥饿 敌我不分 吃缓 元素过敏 性欲激增 邪恶狂热 不说话就会死等等负面属性 但只有吃缓白雾归类为有效属性 饥饿很好压制 敌我不分只是会把战友与敌人的样子混淆 重新建立一个判断依据就好 元素过敏和胃光一样身体不接触这些元素就行 至于性欲激增的话 白雾承认 作为一个健康正常的男人 他使海里感知到这个属性的时候稍微有点慌 但他又想了想 截至目前能让他有幸冲动的女人没有出现 便马上觉得索然无味了 总之种种属性降临白雾认为都是白怼 但事实上这些属性任何一个都很致命 而白雾最后还是被赶回了高塔 因为他刷到了一个目前来说无法处理的棒 鲜血渴望 这是比战争渴望更强的负面属性 如果六分钟不造成杀戮生命值会持续流失 白雾终于没辙了 他在每十二分钟一个负面属性的情况下坚持了七个小时 如果换成四小时一个负面属性 白雾就约等于坚持了五天 而额外增加的七小时生存记录 让白雾的半生之力也提升到了二阶九段 虽然面对门徒与碎片守护者他依旧弱小 但在高塔内他已经算是身手一流 毕竟是第一次挂机 不能按照矮哥的规格要求自己 第二只眼跳出来做出了总结 当前区域探索度45.5% 恶多剩余702只 该区域末日拼图碎片也已获得 我的评价是意外之喜 关联区域的其他守护者考验的可不仅仅是你的脑力 下次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白雾没有多想关联区域守护者的事情 毕竟进入动物园时留给他的时间就不多了 现在高塔镇域军团应该已经找上门了吧 炸了炸了 一带海后流橙子的道心又炸了 就在身处动物园的白雾还在和塔外刺条硬钢时 他在塔妹的住所已经挤满了人 五九带着林无柔夜未明叫来的流橙子 最终目的自然是关于第三层镇域军的那件案子 但在此之前流橙子可就得先受罪了 之前白雾在动物园主动让娄小平的怨念附身 为了不暴露秘密便在找二哈前关闭了直播 可他忘了这一做法会给流橙子带来怎样的麻烦 金主那边还好 各种奇特的恶斗已经赚足了观众们的眼球 但身为白雾队长的五九不一样 他不反对白雾直播赚取收益声望 可他对白雾这个好苗子本身更是看重了 现在直播关了白雾人却一直没回来 于是乎过去的四小时中流橙子一直在被五九审问 除此之外调查军团的审讯组也被调动 流橙子上到入土的爹妈 吓到66个各行各业的男朋友全被摸牌了个遍 五九知道流橙子是白雾的生意合作伙伴 也知道白雾看人自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但五九做事却又是另一个风格 他不相信陌生人 所以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让陌生人变成自己人 这也是他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之一 终于在四小时后 在流橙子即将被审问到崩溃前 五九递出了橄榄枝 邀请流橙子加入调查军团七分对后勤组 流橙子能拒绝吗 当然可以 五九可是心怀正义的旗帜 但对于海后来说 调查军团就是个充满的优质男性 和经常出塔带宝贝的后宫生成库 拒绝 怎么拒绝 为什么拒绝 根本拒绝不了 所以在白雾关掉直播的几个小时后 底子干净且加入欲望强烈的流橙子 成了调查军团的人 五九对这一结果很满意 这下就能顺理成章地让其汇报白雾的情况 此件事了 流橙子才注意到了另一新面孔林无柔 他发现林无柔是真的帅 这种中性小鲜肉虽然会被很多人酸娘泡什么的 但既然是调查军团的那就说明很能打 于是马上上前搭讪 小哥哥你长得真好看 滚一边去 丑女人 林无柔很冷淡地吐了一句 流橙子自然不丑 否则也不可能当海后 但林无柔眼里凡是没有自己好看的都叫丑女人 海后哑口无言 继叶未明这个才奴后 他又遇到了一个能一句话让他不知道说什么的奇男子 至于叶未明 他根本没在搭理流橙子这个临时老板 满脑子想着的都是赚钱项目 流量变现的问题还在困扰着他 三个优质男性都像是女人绝缘体 再想到白雾好像也是一样 流橙子忽然觉得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句话是对的 他只觉得海后前途昏暗一片 好在不多是白雾回来了 他已经换好了正常调查军团的衣服 可看着屋子里多出了四个人他皱起眉头 你们四个在我家是要打麻将吗 你可算回来了 我告诉你今天的直播效果很炸裂 机甲与猛兽海骨与怪物 可算是满足了观众们对塔外的幻想 流橙子终于找到了能说话的对象 白雾见到流橙子也在 他猜测队长已经给流橙子做了些思想工作 小哥哥 是我跟你先说话 明明是我先说的 流橙子怒了 这里就没有一个正常的懂关注女孩子的男人吗 白雾则还是点点头 好的 队长 是关于上层案件的事情了 五九文言不再沉默 指了指桌案开始讲正事 留下流橙子在风中凋零 文件已经披下了 你与小叶子还有无柔的手续办好了 目前开放的权限是赐贵族权限 就是你们可以享受第三层的所有娱乐社事与场所 享受购物权限与所有公共场所进入权限 但花费会比珍贵族高25% 白雾没有说话 倒是流橙子啊了一声 那还是不要带东西了小哥哥 太不划算了 此前流橙子的购物清单上写了不少三层才有的东西 但一听到价格要高出25% 他又觉得那些东西不怎么香了 打着能让女人疯狂 所以反向打着能让女人理智 白雾依然没有搭理流橙子的意思 但也对这个权限问题有些许好奇 留下网上的是穷人 穷人去了富人的地方买东西要花比富人更多的钱 也就是说穷得更穷富得更富贵 五九也知道白雾在想什么 可惜他对此也已经麻木 自己要改变的事情太多 相比起来这种地位差距与骑士优先级还不是最高的 我也没有特别要叮嘱的 别惹事 五九最终没有辩解什么 只是告诫了白雾一声 赐贵族权限的人如果与贵族发生冲突 如果仲裁的话就好比古代的一品大元和百姓对质公堂 任何人做仲裁者都不敢百分百说自己不会偏托 包整怒闸臣是美还是多亏了公主那个猪对 林乌柔见场面沉闷便取笑道 我们是和郑玉军合作 郑玉军虽然总体实力不如我们 但前来交接的人至少也是二阶水准 三层的那些店铺保安也都是一阶五段网上 队长 他一个一阶三段 就算想惹事也没那个能耐 白雾一见林妹妹发话顿时乐了 林妹妹说的对 但我已经二阶九段了 林乌柔原本又要阴阳怪气 但猛然反应过来不对劲 一双美眸停在了白雾身上 你说什么 你在开玩笑吗 五九的眼离也有几分惊差 这么说下次出塔白雾兴许就能到三阶一段 三阶放在整个调查军团都是及格线 这也值得开玩笑吗 如果不是因为挂上了战争可求和鲜血渴望 我还可以待更久 白雾说的是实话 但林乌柔听着就有点不是滋味了 毕竟他从第一次出塔到禁忌三阶 用了整整半年 白雾这家伙才拿到哪 队长谈谈案子 这次去第三层到底是一个什么案子 白雾没有继续打击林乌柔 话锋一转说回了正事 次贵族权限很荒诞 但现在无论是他还是五九都没办法改变这些 五九点点头 这件案子比我想象中还要麻烦一点 是一宗绑架案 案件发生在第三层 但人质本身来自第四层管理者层级 可据说其父母来自第五层 也就是说 一个第五层统治者的孩子被绑架了 持续了七百年的末世居然还有封人院 而且是在贵族聚集的高塔第三层 之前白雾向五九询问郑玉军先前给到的案子 可五九的介绍却让他创伤应激都快犯 被绑架的是第五层统治者的女儿 原本身处这个世界仅存的一座疯人院中 按说这种超级贵族看护众多 可不久前却莫名消失在了高塔 不仅让同为末世精英的郑玉军团束手无策 还令统治者不顾颜面下放到了调查军团 再加上白雾自己到这个世界的所见所感 他本能的就能想到某个人才挤挤的地方 歌坛是阿卡姆疯人院 尤其得知该隐痕有可能在塔里时 他觉得塔内如果真有这种地方也不稀奇 但愿没那么离谱吧 白雾嘟囔了一句 再满是疯子的末世有做运营的疯人院就足够离谱 五九没有注意到白雾的一样继续解释 我对上层层级也不怎么了解 但我知道不少五层人的子女住在第四层 而这个人是疯了后去了三层疯人院的 那关于这个女疯子有什么情报呢 白雾回过神询问道 得从郑玉军那里逃 五九有些无奈 言下之意就是没有情报 白雾从五九神情上看出了一些名堂 我们表面上是帮助郑玉军破案 但实际上是在于郑玉军比是对吗 那我们现在知道多少情报 五九听到这个问题更哑呼 疯人院的位置 目标失踪的时间是一周前 白雾也有点傻眼 这不就是刘牧审白雾傻也不知道吗 那疯人院有监控录像吗 有 五九说的是有却是在摇头 两天前郑玉军销毁了录像 他们手里有备份但怕是不肯给我们 这种事情这些年发生过不少 上头似乎也有意打压我们 白雾文言没有纠结这种不顾局面的手段 随即换了个方向询问五九 有没有可能从郑玉军方面下手 不管是偷还是偏 五九则还是摇头 情报在第四层 我们根本连前往第四层的机会都没有 大多时候他们办案也在第四层 白雾问到这里算清楚了这是一个什么案件 兴致几乎和自己在动物园一样噩梦开局 现场已经是一周后的现场 能查出的消息很有限 而知晓部分线索的同行基本是不添乱就万行 同时目标横跨三四五层 可自己等人调查范围却只能在第三层 而从郑玉军的活动轨迹来看 线索或许在第四层更多 稳输的局我们不能推脱掉吗 白雾真想选择摆烂 这案子根本没办法查 拒绝不了 而且我相信 五九倒是很镇定 一句话把压力全丢给了白雾 白雾看向五九 他很想吐槽一句矮哥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要带上林妹妹 尹霜应该脑子更好使吧 在白雾看来业未明业务能力不错 说不定还有些用处 队长是武力和门面担当 可林无柔的用处他还真没想到 五九不等林无柔发飙 很果断地给了白雾答案 无柔骂人很厉害 而郑玉军 欠骂 白雾猛逼 五九这个回答如此朴实 他着实没想到 他倒是记得队长说过林妹妹嘴 对自己人已算是非常照顾 如果是对外人那张嘴更毒十倍 看来有个喷子队友挺好 假如对手足够讨厌 那还真是重要的角色 白雾已经有点期待了 其实局面不利更能让他这个变态亢复 次日 升往高塔第三层的巨大升降梯上 大约有二十来人 有的是前往第三层的商人 他们不是底层居民 只是在底层置办了些产业 这些人基本是一脸掉样 鲜明对比的就是一些 蹲在角落低着头的底层奴隶了 他们去三层权限少得可怜 不过就是被征用做一些脏活类伍 白雾等人穿着调查军团的衣服 与两伙人又有不同 九百米的升降要耗费一定时间 白雾选择继续向五九请教心中的疑问 塔外调查军团负责完命出塔调查 这也使得调查军团的战斗力 普遍比高塔阵域军高 但这样两支军队的战斗力也就适合了 高塔阵域军就没有危机意识了 白雾没有把话说透 但五九听出了话里的意思 两军都是来自第五层的编制 一支军队享受下等人待遇 一支军队享受贵族待遇 可下等人却掌握着更强的武力 这种情况下就不怕某一天忽然变天吗 五九没有隐瞒什么 表示镇域军的中层与基层实力 确实不如调查军团 但总体力量其实不输的 他们和我们的结构很相似 一样拥有16个分队 每个分队内的编制也大同小异 可比队员我们强 但比顶尖战力镇域军一直压制我们调查军 五九解释后 林无柔接过了话 高塔镇域军团每年都会和我们举办延误 16个队伍各自选出最强的一人 与对方的16支队伍里最强角色对决 结果是我们调查军团有11支队伍落败 他们的分队长都是一些半生之力在五阶六阶 且序列都在两三百甚至一百多这个范围的 这些人随便另一个出来都是怪物 而且最可怕的是 我们对他们几乎毫无了解 每年的两军阎武他们也都会有不少新面孔 这些新面孔同样是个个变态 他们的人才不仅比我们调查军团还要夸张 在队长继任前调查军团还没人能够拿到阎武第一 不过这两年阎武都是队长拿到第一 林吾柔很得意 自己的队长强大到阵域军高层也无人能对付 不过白武还是能够感觉到林吾柔信息里的几处一顶 高塔阵域军拥有不少顶级高手 这些高手按照林吾柔的说法半生之力是五阶起 如果仅仅是这样调查军团也不差 但最关键的是他们的序列领先了调查军团不少 前者是基础作战能力后者是战斗技能 如果差距过大胜负也就很明显 也就五九这种八阶四段的怪物这两年找回了一些颜面 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 阵域军为何会拥有这么多稀有序列的高手 第五层甚至第六层有着某种颠覆性的东西吗 想到这里 白武不由回忆起了之前刘牧所说的那个人 那个拥有超级序列却在高层失踪的人 这个世界的人工作007却还感恩戴德 不仅认为这是老板给他们的福报 还深感能有工作机会是高人一等 如果人们不愿接受那赶驴般的工作机会 那么很快就会沦为底层的矿工 每天出塔与那些吃人的恶朵抢算 而早已知晓高塔面貌的白武虽然有心理准备 可当他随五九抵达高塔第三层时 心底还是五味杂陈 仅是一眼白武就感受到了贵族区域下两层的巨大差距 在他看来底层的科技落后自己前世100年不夸张 而高塔第三层恐怕至少要超越前世100年 这还只是整个第三层的边缘 相比起来这里的商铺与写字楼还算比较少 继续往中心走才会见到第三层最为繁华的样子 而在另一个角落的边缘便是工业区 那里才是大量底层人聚集的地方 其他人早已见惯 五九叫了一辆计程车准备直接前往第三层的疯人院 三层的司机大多见谈 但当他看到众人调查军团衣服时 顿时没了聊天欲望 再瞄一眼大家身份牌上显眼的次贵族 晦气两个字已经写在了脸上 而白雾一行这次的目的地封人院是通俗教法 事实上这里叫做高塔精神康复中心 建筑规格远在寻常的三栋建筑之上 毕竟整个高塔非正常人类的安放处只有这里 封人院外颇为冷清安静 但仔细听白雾就能听到里面传来的一些奇怪声音 他的普雷尔之眼弹出背主 一肩放在塔外能够立马击变的病院 这里可不仅仅是病人不正常 毕竟人类从历史上得到的最大教训 就是人类从不会吸取教训 白雾猜测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古队吗 几日不见又长高了呢 就在白雾分析着利弊式旁边传出声音打断了他 说这句话的是个看着一脸嘲讽的光头 身着一袭郑郁军的服饰 要不是挂着的黑眼圈和欠揍的表情倒也有几分儒雅 五九看了一眼来人没有表示 就像没听出来别人嘲笑他身高似的 但一旁的林无柔可不会让人言语上气负队长 几日不见丁队的头发又茂密了呢 不过丁队大概是头发多了导致眼神不好 现在又把头发给剃了 说完还甩了甩开一头袖子 真羡慕丁队又可以不用洗头了 瞧这位冲的白雾文言也露出笑容 看来林妹妹确实够毒的 矮冷男神五九确实早有预料 丁队名叫丁泰生 是郑郁军团的一个队长 此时他的脸立马沉了下来 但却并未继续出声 反而是丁泰生身后一名下巴尖细的泡面头跳了出来 姓林的救你也敢侮辱我们队长 到底是一群二层的蛮子 就会人身攻击 什么人身攻击 我刚才没说人吗 霍泡面你这头发多久没写 林乌柔不依不饶 泡面头自然不叫霍泡面 他真名叫霍亭 在郑郁军里也算是一号人物 此时五九打断了他 但一向不苟言笑的他此时神情看着颇为血液 我们是来查案子的 权限也都有 你们如果有案情线索可以分享 但如果只是来找查的可以走了 原本打算冷嘲热讽一番的郑郁军二人也安静下 丁泰生见五九发话走到了前面 你以为你们能查到什么 这次邀请你们来只是戏弄你们而已 我承认你打架还算厉害 但破案你跟我们比差得太远了 调查军团都是一群没脑子的莽夫 我相信这次案件调查会让上头的大人认识到这件事 底层那种地方破案子去打成招不就行了 我看你们就是想业绩想疯了 五九还是如常的表情 但脸上的血液不在 因为这也是事实 对方嚣张在于第三层的天时地利人和他们都站紧 而且还提前掌握了部分线索 销毁了可以留给调查军团的线索 这种情况自然会认为稳操胜权 并且调查军团只有他们四个 对方可觉不止这两个 这二人出现在这里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击五九 毕竟这是唯一一个能让郑玉军吃饼 可知道大家难处的白雾 却突然走到了丁太生的面前 将头贴近言语轻松地说道 以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代表着你已经结婚 这戒指有些年头了吧 丁队的领带有些歪 看来丁夫人不怎么帮你整理啊 其实上班不一定要戴戒指 估摸着丁队对丁夫人还是很尊敬嘛 让人羡慕的爱情嘛 可你身上却有两种不同的香水味 我以前也认识一个光头 很喜欢寻欢作乐 但人家长得像周杰伦 丁队你妈就有点寒战了 看看这脖子后这零点九四里 你的吻痕都没清理干净 你可真不小心 既然黑眼圈都有了 那就要做个干净利落的时间刺客 可不能留下痕迹 不过这嘴可真行 丁队还挺会享受的 虽然不知道周杰伦说谁 但白雾一番话说的丁太生更是汗毛竖起 脸上竟闪过了一丝窘迫 这段话自然是在警告丁太生 表明这是一个怕老婆 老婆地位比自己更高潜 还存在出轨嫌疑的人 推理略显牵强 但句句说在了丁太生的软肋上 因为普雷尔直言给了白雾一段有趣的信息 他家里有一辆三百斤的坦克 备注只有这一句 但足够白雾推理很多信息了 丁太生完全无法想到 为什么此人看了自己一眼 就能知道这么多信息 他只觉得冷汗已经从额头溢出 白雾则继续发难 要是让尊夫人知道丁队时常做慈善 为小妹妹扶贫 他会怎么想 我这个人嘴巴不太严 很多是藏不住 一些秘密经常是三天下来 就能让整个底层的人知道 不过如果丁队你对我们客气 以后的工作配合点 我或许也就不去说什么了 毕竟我也没证据 但要是尊夫人多疑你日子可不好过了 是吧 说吧拍拍丁太生已经僵硬的肩膀 招呼五九零五柔 还有夜未鸣向疯人院走去 虽说是地狱开局 但来都来了总得进去看看 从末世回来的都知道 圣母白莲花一般活不过第一集 只有疯子和变态才能如鱼得水 可在高塔末世却有着另一番风景 这里不仅有着一旧零零七的上班族 连精神病都有妥善安置的疯人院 院内甚至还布置着颇有韵味的凉亭 仿佛这里不是疯人院 而是某个贵族庄园 白雾看着这一幕也有些诧异 这可比塔外的地久病院好了不知多少倍 他忽然有些理解 郑玉君丁生太二人的桀骜 同样的境遇给到底层人 恐怕胆到塔外为恶多都有人嫌累 五九和林无柔夜未明三人跟在白雾身后 此处的事物对他们来说并不稀奇 但很快众人就都停下了脚步 一道高墙出现在了白雾一行人前方 这个结构很奇怪的高墙将一片区域完全为主 看起来倒更像是一所重型监狱 白雾抬头的同事偏向五九 这间疯人院背景很深吧 似乎里头囚禁了不少人 五九文言也没有避伪 假如你身居高位 你的某个政敌或者某个特殊的弃子不方便杀 那么可以把他们定义为疯子 关进一个出不来的疯人院 所以这间医院里有不少大人物对吗 白雾想到了前世某个名为克格伯的组织 还有圣伊丽莎白和前额叶斋除 应该说是曾经的大人物 五九不知道白雾在想什么 平静地招呼众人继续向前 要进入高墙内部只有从一道封闭的铁门触境 这也是整个疯人院唯一的出入口 众人出示证件后等待内部验证 白雾的视线再次转回到高墙上 一道后达6.2米的高墙 就算你极度愤怒也贯穿不了这堵墙 备注没有形容墙多高而是描述了多厚 跳脱的画风让白雾有一种在塔外调查的感觉 他的念头转动很快 如果这间疯人院的防御规格如此高 那么那位大人物的女儿被人绑走 就必然绕不开这堵高墙与铁门 有点意思了 这是五九轻声说道 现在开始我们都处在监控当中了 白雾文言并不在意 正好可以检验一下天赋序列波段干扰的作用 不然动物园的那头森然就死得太冤了 被监视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 只要演技够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白雾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显得流利流气的 与往日的扮相大不相同 五九有些不解地皱起眉头 虽然白雾刚才震住了丁泰生 但当时白雾的表现好像也是一副痞子姿态 穿过了刀墙后又是一座约莫篮球场大小的院子 有人在亭子里下棋 但棋盘上连一枚棋子都没有 那两人却煞有其事地一直笔笔画画 白雾看向这些人 一个医生都没找到 而且这些人不是装疯 是真的疯了 此时迎面便走来了一名医生 毫不客气地质问众人 你们是哪一栋的病人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们 五九正要解释 白雾却立马摆了白手制止住五九 走上前一脸啼笑看着那名医生 正多喜你给我滚进去 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偷主任的衣服 一名护士突然从旁走出客 止住了这名医生 面色显得颇为不耐烦 五九这才反映过来这是一名病人 似乎是透了医生的衣服 看来疯人院里的真疯子倒是不守 抱歉医生有事出去了 病人刚才胡闹 你们有什么事吗 护士把病人安顿好后 略显疲惫地来到众人面前 调查军团的 我们负责调查燕小姐失踪的案子 白雾抢在五九前面站了出来 真大呀 他眼神轻浮地盯着这位护士的某处 他以前歇息的地方在第六楼 直接领着众人向楼内走去 然而白雾见此却显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真翘 这次他把目光聚集在了护士的下半身 像急了一个老色胚 直至众人到了六楼护士 因为其他事情离开后 白雾依然露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嘟囔 谁不喜欢穿着白丝的护士呢 尼亚的惊虫上脑了尸部 此时的林无柔终于忍不住质问了一句 旁边的叶卫明却好像有些懂了 身处别人地盘的白雾没有理会林无柔 林妹妹比较单纯他是知道的 而且这种来自队友的比喻能增加一些真实性 至于五九和小叶子应该已经猜到了他的用意 于是白雾开始观察第六层的结构 这里一共有22间房 大22间房里只有三间房住着病人 分别是4号和17号19号房 而值得一提的是 那个叫艳久的被绑架目标的房间是18号 也就是说原本这层楼有四个人 三个人是住在一起的 只有最后一个人离这三人比较远 目标有邻居是好事情 虽然没有了监控录像 我们或许可以从邻居手里问出情报 林无柔首先尝试给出一点建议 叶未明比较同意这个看法 刚才那位护士姐姐或许也知道一些事情 只要询问病人与工作人员 一定能查到些蛛丝马迹吧 五九则一副原方你怎么看的表情望向白雾 此时的他干脆忘了自己才是队长的事实 白雾则还是那副痞子神态 我说一件事你们大概就能明白 为什么郑玉军会任由我们调查这间疯人院 其实刚才我们在底楼看见的那名叫郑多喜的医生 是真的医生 而刚才接待我们的护士才是病人假冒的 时间回到众人还在楼下时 当白雾看向这栋楼与郑多喜的时候 他的普雷尔之眼弹出了这么一句话 这栋楼里没有正常人 曾经有一个后来也疯了 那个人就在你面前 正被一个资深护士卡斯空拖走 一座完美的牢房不一定处立铜墙铁壁 但一定会提供犯人无法离开的理由 白雾向五九三人表明自己的发现后 五九三人都有些难以置信 拖走医生的护士不是护士 被拖走的医生才是真的医生 林无柔的小脑袋刮一下 跳过过程直接问白雾答案 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吗 白雾心知在庄下去有意的小船就该翻了 点头的同时向众人警示 高墙存在的目的就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 而此地所有医生的工作地点都在墙外区域 他们或许可以通过监控看到墙内的景象 但真出了什么状况根本敢不及 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有医生照料 这里也就不适合关押一些曾经的大人物 白雾则来到17号房的门口敲了敲门 虽然不认为能够问出什么消息 但多少还是得试试 这间屋子里住着一个你以为是同类 但实际上只是得了一响证的人 他的第一句话将让你头皮发麻 假如你情绪健全的话 奇怪的备注 这次连白雾也没有看得 而随着门打开 白雾看见了一个瘦得跟隐君子般的人瞪着自己 你也来自700年前吧 你也是穿越者对不对 这句话还真就让白雾整个人一致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对方 尽管方才内心有些波澜 但通过备注里的信息他已经大概知晓 那个人还在喋喋不休 我刚来到这个地方就穿越到了这个疯子身上 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我是疯子 但你知道我不是疯子的 但我离开这里 我知道怎么回去 白雾的表情始终停静 尤其看到病房里摆了一堆三层书店的尸体刊物 书名就能看到穿越二字 他确信这个人不是穿越者 只是一个病入膏肓以为自己是穿越者的疯子 这一次反倒是五九三人比白雾先意识到这人是纯疯 没有指望的三人招呼白雾一声就要离开 但白雾却拒绝他们看向病人 好的我会带你出去 但传送门的线索你找到了吗 这句话听得林无柔直翻白眼 毕竟脑细胞对他来说有些多余 五九思索中拦下了林无柔 你相信我是穿越的吗 病人听到后突然狂醒 太好了 我就知道时空协会不会忘记我 白雾也是细经附体 小点声 还好这里都是自己人 要是被人听到了 他们一定又以为你在发疯 说完还一脸警惕地看了看周围 但我们得先找到时空之门 时空之门其实就在你隔壁的屋子里 这间屋子里曾经住着一个女人 她是穿越者协会副会长的女朋友 可现在她失踪了 我们必须找到她 郑玉君敢直接把两个疯子安排在目标隔壁 说明这两个疯子肯定难以交流 然而有些人就是会自动过滤掉 他们不想听的消息 比如精神病 比如杠精 所以如果不按照对方的思路来讲 也许就无法交流 至于穿越者协会时空之门 白雾纯属归程 能不能跟对方呼应上 她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那糟了呀 没想到马林女士失踪了 没有她我们回不去的呀 另一边的精神病人想象力 连名字都自动挠不出来了 那可不 你知道些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白雾化身于谦专业跑根 病人点头开始讲述 穿越协会附会场夫人马林的事迹 听着很无患 比如马林女士的故乡在19世纪的丹麦 因为一起和事故不得不穿越回18世纪 但这个过程里 数值输入错误导致来到了现在 白雾也很有耐心 配合着这位穿越者认认真真的当跑根 最后也总结了几条信息 所谓的马林夫人的确失踪于一周前 这之前她会经常找人说话 还喜欢画画和写日记 最重要的一点是 马林夫人很严肃很悲伤 从来不会笑 目标画多但又从来不笑 而且喜欢画画和写日记 但不用想 画道和日记绝对在第四层镇域军的手里 安抚了这位穿越者白雾又敲开了19号的门 就和以往一样 他知道信息量最大的地方应该在燕九的屋子 但白雾习惯先把支线做完再做主线 然而燕九的第二个邻居并没有耽误白雾太久 因为这个人只会说一句阿爸阿爸 不过备注却也破天荒地没有调侃这个人 一个让人尊敬的战士 曾经在塔外完成过多起营救任务 出身底层的他一直想要住进三层 现在他如愿以偿了 只是不再有人记得他 他曾经的功劳也归于镇域军 他的神志也被一群疯子带走了 白雾沉默了两秒半 这间医院这种黑暗的秘密其实不少 白雾甚至预感到 目标燕九也许本身就是某个高层的丑门 他打开了燕九的屋子开始搜寻线 燕九的屋子里摆放整齐 但进来的第一眼白雾就知道 这间屋子里已经没有了 可以任期发挥的文字线索 就这些吗 这能知道的什么鬼东西 林无柔看到这里也绷不住 毕竟燕九的屋子里基本一眼能够看见 床 被褥 抱枕 还有几个白雾看着像是 前世人气玩偶魔改后的娃娃 与此同时 高塔第三层镇域军分部三分队队长办公室内 先前被白雾接了老底的丁太生 正与对面的人交谈着 五九不敢对我们动手 只要案子比他先破我们就赢了 但问题在于 五九这次带来的新人应该是个破案高手 老丁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先把这个人处理掉吗 如果你拥有干扰任何机械设备的能力 你是会选择去核官的手下来把大 还是希望世人能在镜头前见证你的雄风 而这对酷爱大兄的白雾不是个选择题 因为他现在只想勾引监视自己的男人 为此 自从他走进这座疯人院就一改常态装起了老色批 哪怕送别了不是护士的美女护士后也是一样 身处此行目标燕九的房间时 时不时的就会拿起燕九遗留的物品秀一秀 与这颇具少女气息的粉色色调房间格格不入 当然在此期间 他的天赋序列波段干扰也一直处于特别的开启状态 另一边的镇玉军分部三分队队长办公室内 丁太生政与对面的人查看着封人院监控 时不时的搓使两句希望对方能除掉白雾 但对面的人却有些不知可恨 反而对着监控画面流露出了一丝微笑 此人名叫明彻 镇玉军三分队的队长 八面玲珑的他破案不算厉害 但做生意却是一把好手 被誉为高手里最会做生意 生意场里战斗力最高的 从白雾等人进入高墙起 就已经进入了他的监视范 明彻一刻不停地观察着白雾四人的举 尤其在病院的第六层 不仅仅是监控还有监听 但让明彻略微不解的是监听好像失效 吴九等人一开口就是电流杂音 仿佛被某种信号干扰阻合 不过通过监控画面明彻能明显感觉到 丁泰生口中的这个新面孔 是几个人的思维主导者 也就是四人里的智囊 老丁 再厉害的侦探没有证据与线索 也只能甘望 而且这个人应该是刚加入调查军团部局 如果他真的业务能力不错 那不妨对政下要把他挖到我们镇玉军这边来 丁泰生闻眼眼睛一亮 是 如果这个人是自己人 就不担心他到处乱说什么 但他马上又变得有些犹豫 可我们对他不熟啊 人都有弱点都有爱好 投其所好便好 明彻看着监控中老色P模样的白雾 信心满满 天赋序列波段干扰的效果 会以数据形式给白雾反馈 也因此白雾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波段干扰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不过关键性的台词 白雾还是希望对方听到 此时就在明彻和丁泰生 都在观望监控画面的时候 嘈杂的电流音忽然消失 白雾与吴九等人的声音 又能断断续续地听见 怎么样 屏幕里吴九看着白雾一番折腾后询问 白雾点点头 还行 雖然后面的声音听不到 但从五九零五柔频频点头的程度来看 明彻猜测这个人大概率真的有了眉目 这怎么可能 屋子里明明就剩下些燕小姐用过的普通东西 我们的人反复确认过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尽管领教过白雾的时候 但丁泰生还是被那句有眉目了给震撼到 看来调查军团来了个聪明的家伙 第四层那边的进展如何 明彻露出微笑 不明所以的他自然也回答不了丁泰生的问题 话头一转问起了其他事情 我们截获了燕小姐的笔记画 之前已经找人分析过 从日记里的内容来看燕小姐和某个人接触 这个人在疯人院拥有相当的权限 丁泰生对明彻很恭敬 他是15分队的队长 明彻是3分队的队长 与调查军团的编号并没有特殊规律不同 郑玉军编号越靠前的队伍地位越高 这倒也说得通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老丁你仔细查一查这个人吧 明彻看向屏幕里正在跟五九交代事情的白雾 我第一时间就去查 他是看不上的 但真实的原因并不是丁泰生做事开窍 他只是怕白雾乱声张某些事情 所以想查一查白雾 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疯人院六楼燕酒房间 白雾触碰燕酒物品的同时 他眸中的备注也在不断弹出 一床被子 在漆黑寒冷的夜晚 他可以为你带来少许温暖 不过我相信你更愿意掀开他扑向他的主 毕竟这凉薄的社会里只有 还有一点温度 一张没有什么探索价值的床 请挪开视线寻找有意义的目标 如果一定要我给信息 这张床底下藏不下了我 熊本熊没有小弟弟 但却了胡子真奇怪 一个没有口袋的哆啦 梦是没有灵魂 一个方便他夹在大腿上的抱枕人不如枕 这一圈看下 白雾发现还真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虽然存在这些东西本身能说明一些问题 比如燕酒的一部分特质 但对案件没有帮助 白雾梳理着线索 钓鱼只是他临时想到 对方会不会上钩还不确定 所以最重要的还得是自己找到破案关键 他扫射着房间 书架 上面的书籍都有简介 你甚至可以翻开看里面的内容 所以不需要我给备注 普雷尔直言给的信息依旧没有什么用 但这些书籍却颇有意思 泽拉荒原老兵生存讲述 高塔兵王狩猎记 恶垛解剖手册 99个塔外生存技巧 塔外情绪调节技巧 微笑与幸运等等 这些书全部和出塔有关 当然也有和恶垛有关的 那本恶垛解剖手册的作者是林无柔 他来对方很想出塔 或者说本身在为出塔做准备吗 白雾看了这些书的排列 确信没有什么密码暗语之类的东西 最后他看了探镜 书装台上的镜子画着一道弧线 白雾很好奇这道弧线是什么 而当他坐上书装台的座椅就反应了过 这应该是画了一张嘴 弧线代表嘴角上扬 书架上还有一本格格不入的书微笑与幸运 那是这一本讲管控情绪的书 其中也不乏一些微笑 能带来好运气的鸡汤言乐 他原以为这是出塔前的情绪调节 但此刻白雾忽然想起了 隔壁的穿越者告诉自己 目标从来不笑 一个从来不笑的人 在镜子上画了一个笑着的嘴角 然后书架里有关于微笑的书籍 这个女孩子莫非在学习如何微笑 但他为何不找隔壁的穿越者和阿爸呢 或者是他性格比较古怪 在拥有完美的笑容之前 不会对人展示笑容吗 顺着这一层在推测的话 燕酒莫非是喜悦的情绪缺失吗 若真是如此 踏出塔的危险程度就远比其他人更高 他自己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可为什么还是想出塔 白雾思索的同时联想着整个病院的情况 不通过高墙就无法离开 而高墙内部没有正常人 这一点至少院方是知道 如果我是院方 那么里头的人不管怎么闹他 我都不会开门让他们走出高墙 白雾忽然有了些许名误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撤掉了波段担扰 吴九也恰好问到怎么样 案子难度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 我有了一点雷幕 这句话白雾当然是说给监控者们听的 对方会不会上钩 白雾不知道 反正多傲一个假人设给敌人也不是坏事 白雾也知道 镇域军团必然会安排人调查自己 这一点他和吴九确认不 委推墨事务所已经把一切打点好 在底层他们比镇域军和调查军更有效率 该做的事情做完后 白雾打算去第六层的第三个不正常人屋子里看 这个人和燕酒阿巴穿越者三人隔开 应该有一点特殊之处 但就在此时 白雾与吴九都听到了来自楼下的尖叫声 有恶毒 快来人 众所周知 高塔是700年末世中人类最后的庇护所 其中的人类可以从底层的石碑广场传送离开 而不管是什么等级的恶毒 只要进入高塔就会直接被某种力量消 可现在身处高塔三层的白雾却听到了尖叫声 有恶毒快来人 高塔怎么可能有恶毒呢 身为调查军队长的吴九也是一领 只是听着楼下病人撕心裂肺的叫声 白雾等人还是决定前往楼下一看 吴九的实力本身大半就在他的速度上 决定动身的下一秒就已经出现在了楼下 而当白雾等人感到现场失去一阵汗影 看到的第一夜 他还真以为自己看到了某个恶毒 这个人的脸就像是照了哈哈镜一样 不协调的五腕 头很大很大 一米四的个子让吴九终于不再是最矮的那个 没有嘲笑他人长相的意思 但白雾也能理解被吓到的病人 这的确是一个能把精神病都吓到的容貌 白雾一行包括先下来的吴九都没多做动物 虽然有些意外 可总比尝试崩溃强的多 渐渐有医生赶来 这些医生自然都是病人 只能说每个精神病人的症状都不一样 这些看起来很正常的就穿上了医生的外壳 白雾再一次感受到了这间疯人院的混乱 他确定厌久和这里的人被关进来就永远也出不去 就好比这个丑陋如恶朵的侏儒 普雷尔之眼让他看到了事实 当美丽的事物看久 人们就会对丑到猎奇的东西感兴趣 他曾经因为过于丑而被贵族们拿来当网红用 一个月能榨取不少塔丝 但榨干架之后由于不好处理 便宣称他疯了 虽然还没有彻底疯 不过也快 白雾随便用眼看看这里的病 至少半数都有着贵族与高层的丑闻 走吧这里没事 我们先回住所 眼见诸如被其他病友抓走 白雾摇了摇头后 冲吴久等人说了句 林无柔一向自尺研制过人 但他看到那个矮子眼里的委屈与惶恐时 并没有流露出对丑恶事物的厌恶 而是平静地追上白雾问起了绑架案情 白雾自然不会说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 只是表示最关键的线索应该在高墙出入口 但猜测已经被郑玉军取走 那老板要不要我去问我 就算资料被取走 但负责人肯定还记得一些奇怪的 叶未明很聪明 及时补上了白雾的话 不过白雾却摇了摇头 目标厌久下场反正就了 要么还留在高塔里也就是第三层 要么已经出塔 两个结果都可以验证 如果是出塔队长最好联系调查军团的审核人 询问有没有人带着一名身高在1米65左右 体重约目50公斤的女人离开过 一行人一边离开一边听着白雾解释 艳久的身高体重数据虽然普雷尔之言给不出来 但白雾可以通过镜子上口红的方位 和那个曾经被夹在大腿上的抱枕大小去推断 吴久已经习惯白雾的断案能力 没有询问白雾是怎么知道的这类废物 只问了句没有出塔该怎么做 我更倾向于没有出塔 因为出塔的话 升降梯和审核员这两处地方都会留下痕迹 不过也不排除劫持者身份 克舒 而如果没有出塔的话 那线索就确实在高塔镇域军那里 或许这些病人也会提供到一些信息 但我们不急着破案的话可以再等等 吴久看着白雾摇头晃脑的样子有些不紧 不急着破案再等等是什么意思 等什么 在高塔镇域军看来 打压队长打压调查军团的颜面比案件还重要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又打压队长又能破案 他们不会放过 说完白雾已经走出了电梯 我先离开了 听说这里的娱乐场所都是底层里挑的最漂亮的 我有个朋友想让我帮他看看 你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你自己 此话一出林无柔顿时怒 可惜只是无能狂怒 看破不说破马林妹妹 这几天你们三人最好在一起 如果可以你们就留在疯人院里 至少留一个人时刻盯着 白雾耸耸间一脸疲态地离开 初步调查已经结束 要有更多的线索就要绕开镇域军从院方入手 但这疯人院可没有正经一声 白雾的确有了点雷雾 但还是想碰碰运气 离开疯人院后不久便用普雷尔之眼扫尸了一圈 发现有人跟踪自己白雾笑 于而上钩了 他倒是不担心自己在光天化日下被干的 一来半生之力二阶九段其实已经算是一名高手 二来镇域军的人没有那么少 而在白雾离开后不久 五九忽然想起来第六层还有一个病人没有调查 他跟着白雾倒是学到了一件事 见人说人话见疯人就说疯人话 想着不能只依靠白雾 于是五九吩咐叶未明去调查医院的一些病人 自己和林无柔则前往了第六层 在五九看来第六层这个病人很奇怪 他的脚步声刚传去石里头的人就开始求救 我不是疯子救救我 这种话语就像他们在一个正常病院一般 此刻五九不知道的是 如果不是刚才那个丑得惊人的病人引发了一起事物 白雾也应该先去见见这个病人 然后白雾就会收到警告提示 但现在白雾不在这 同五九一同前来的林无柔皱起眉头 他也才发现门居然是锁 随即看了五九一眼 争得同意后越过五九走向了房门 可就在门锁打开的瞬间 林无柔直接连人带门就撞在了走廊外侧的墙上 墙体都在撞击下瞬间布满了裂痕 总算来救我 果然有个小矮 我真的能在这里见到你 方才门内惶恐细微声音的主人竟是一个庞然大雾 如果白雾在这里 一定会忍不住吐槽对方这夸张的造型 租头 肌肉炸裂 大块头 镣铐 这几个标签足以表明此人的威胁 五九皱起眉头看了一眼涂口血的林无柔 能一击重伤一名武劫高手 五九忽然想到了什么 看来你是冲我来的了 当然 有人可是专门花了大价钱让我来杀你 巨汉似乎非常开心 五九则显得有些意外 自己居然也会遇到刺客了 镇玉军还是贵族或者上层的安排吗 又或者是哪个某个未知势力 我猜你不会告诉我雇佣你杀我的人是谁 另外 我还挺难杀 五九神色如常 思索着这个人和艳九失踪案的关联 但他对你可是非常了解 你的速度很快可力量欠缺 也许你曾经横行一时 不过小矮 我的序列刚好克制你 无柔 还能动的话把监控毁掉 五九没在废话往前走立 我赶时间 开始你的表演吧 都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高手的宝刀难出窍 五九身为高塔名面上的第一高手 哪怕是死要面子的镇玉军 也无人愿与其交锋 可如今他却遇到了一名刺客 不仅声称对五九的弱点非常清楚 还拥有多种能够完全克制五九的序列 这让五九感到有些意外 雇佣刺客的人没见过猪跑 还没吃过猪肉 不过自己赶时间调查艳九失踪案 倒是真的 念及于此便让已经受伤的林无柔毁掉监控 自己则一步上前挡在了刺客巨汉身前 然而就是这一步跨出 他立刻便感觉到一股恐怖的重力施加在了身上 对面巨汉见此凝笑着出声 调查军团的王牌 与刘木并称为调查军团的剑语盾 特点是快到让人反应不及的速度 但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 你的速度已经没有了 五九活动几下点了点头 但并未说什么多余的话 他身后的林无柔此事也踢开了自己身上的蹄 招呼了五九医生便张开了随身携带的那排刀具 一把弧度极为夸张的刀被林无柔抽了出来 胡刃扔出 以一种怪异的轨迹将所有监控一个个斩密 与此同时的郑玉军那边 三分队队长明彻看着画面忽然消失略显遗憾 这是我们的人马 一旁的15分队队长丁太生疑获出生 他直觉认为这是郑玉军要截杀五九 明彻对这株脑子习以为常 所以也没有露出厌恶的神色 五九的身份不一般 我们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对付他 而且能一拳伤到林无柔的必然是队长级别的人物 我可不认得这么一个人 明彻猜到了某个组织 不过这一切和他没关系 他抱着看戏的心态等待五九与巨汉之间奋出胜负 虽然看不到了大好在还能听到声音 疯人院内 巨汉剑五九不回答也向前走了两步 靠着天赋序列第256号疾异 你才能够拥有异于常人的速度 但面对五 你大概连动都无法动 地面没有裂开 也不见身上的异物破裂 但五九的确感觉到一种在超重力环境下的感觉 他感受的同时心底有些许明误 序列第406号幻影重力 序列第324号邪恶凝视 这两个序列的确是很克制我的序列 忽悠你的人到底是谁 幻影重力 施术者能让重术者感觉到身处超重力环境中 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重力附加 只是自我意识里认为自己在承受超重力 不过这并不是简单的幻术 就算意识到了这是幻术也没办法破解 神经会改变身体的应对状态 调整肌肉去抗衡这股不存在的重力 这种来自大脑层面的决策 五九的自我意识也无法更改 简而言之这像是一种催眠 可即便意识到也无法醒来 而邪恶凝视就更简单了 发动序列期间被目光锁定着 速度力量 生命恢复力都会大幅度削弱 不过这也是极为损耗的精力的能力 因为精力消耗过于严重 往往只能凝视数秒钟 但这巨汗似乎有些不对劲 五九感觉到他仿佛出于某种异常亢奋的状态 此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去死吧 巨汗终于不再观望 确信五九无法动弹后发动绝杀一拳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竟然覆盖了一层钢铁一般的壳 序列第755号钢铁武装 能够让身体防御力和攻击力得到提升 皮肤坚硬如体 这巨大的体型配合钢铁武装一拳下去足以致命 五九的身影微微挪开 以非常极限的距离堪堪避开了这一拳 一个三序列者 而且有两个是稀有序列 且在此之前你注射了调查军团才有的镇定药剂 现在是药剂反噬期间 我大概有了点没目 但我希望你最好能够自己坦白 否则死在这里等于浪费了你一身的本事 巨汉一拳打空心中惊疑 五九为何还能动 他的确如五九所言注射了镇定药剂 就是白雾曾得到过的那个 让人五分钟内进入闲准模式 五分钟后进入暴躁模式的好东西 所以他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三分钟一过要力失去效应 一直开启邪恶凝视的反噬会让他直接昏迷 因此巨汉没有回应五九 而是疯狂地出拳 只是每一拳都被五九用最小的动作幅度精准地避开 五九脸上的表情还是那么镇静 标配的债主脸 再继续开启序列会对你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前辈 前辈二字让巨汉身影一致 但紧接着又是一顿乱全炮轰 空气中传来全风呼啸的恐怖声音 但并没有任何肢体接触的声音传来 五九的速度因为动作幅度太小看着并不快 可就是这种不快的速度让这大块头连摸都摸不到 另一边 明队 似乎是五九站上风嘛 丁泰生听着声音推断后问了一句 把似乎去掉 明车的连也变得严肃起来 可为什么呀 他不是应该动不了吗 为何感觉好像那名巨汉连碰都没有碰到他 他到底有多强 明车是三分队队长 郑玉军编号越靠前的队伍越强大 某种意义来说 他也是郑玉军队长级别里名次靠前的强者 在往年的演武上 明车也与五九交手过 惨败 对于五九的评价 即便是二哥也得说一句深不可测 全风呼啸的声音传来 明车已经知道了结局 截至目前为止 从第五层下来的那些年轻强者们都没有五九强大 我们极度怀疑五九体内有另一个序列 但很遗憾 我们没有证据 而且自打那个绝对溶解的人去了六层变查无音讯后 我们和调查军团都默认了一个规则 什么规则 丁泰生到底是靠着老婆当上了分队者 有些事情还不知道 如此愚蠢的同事也没有让明车生气 他耐心地解释 不管是我们还是调查军团 如果怀疑目标体内有着超级序列 也就是前一百序列 都不准调查不准外传 一旦发现外传要想尽办法将传闻压制住 明车望向丁泰生 目光显得非常认真 老丁你也得记住 我们和这群建民军团的人怎么斗都可以 但这件事我们必须达成一致 当年那个拥有序列前一百的人被抓去了第六层 从此再也没有下来 而镇域军的人总是能从第五层领来一些年轻天才 这看起来似乎有猫腻 可调查军团的总团长与镇域军团的总团长都知道 这两件事其实并无关联 序列前一百的拥有者都是极为宝贵的战领 在这一点上他们达成共识 不可彼此出卖不可以此为由进行弹劾与检举 为的就是让真正的天才不再无缘无故地消失 哪怕死在塔外都好过人间蒸发 明车作为三分队队长得知一个消息 就连第五层的人也不知道第六层有什么 红之者们对于第六层的态度其实分为两种派别 不过也不好说 也许五九只是藏了一个很普通但很好用的天赋 谁知道 明车把话题转回到战斗上 从五九那生前被让他也猜到了这个巨汉是谁 隶属于哪个组织 另一边由于镇定要的反噬使得巨汉的情绪波动极大 而五九微幅度一动下汉都没出一滴 他的声音挑拟 在我担任七分队队长前两年 调查军团与镇域军团最优秀的一部分干部集体失踪 但后来我们得知 你们可能去了第四层 一个名为塔神会的组织 是你们会长要杀我吧 末世之下 惶惶不安的不仅是底层的平民 那些管理者贵族们一样会有某些忧患 但与平民生死无人问不同的是 贵族们往往会是他人眼中的肥羊 这个时候各式各样的教会便会应遇而生 当五九对巨汉说出塔神会这个名称时 巨汉的情绪马上就变得更加激动 五九叹了口气 身影则更加飘 塔神会在第四层算是一个神秘与名气并存的组织 他们信奉第六层存在着庇佑人类的神明 并通过会长的种种神迹 让人相信这些浮夸的言论 不少人听过他的名号 诞生以来已经网楼了不少高手 但更深一步的情报却无从得知 有多少财力如何 高手几人 会长是谁 都不清楚 不可能 你为什么还能动 终于意识到了五九的恐怖速度后 巨汉流露出了茫然 他的邪恶凝视与幻影重力似乎完全无效 前辈你曾经是调查军团的高手 我会留你活口 五九话里话外都很谦虚 你的确是非常克制我 就好比水的确克火 但这不代表你装着一杯水 就能灭掉燎原火石 空气中闪过几道残影 林无柔甚至没有看清楚 怎么回事巨汉便跪倒在地 五九的后半句话缓缓传来 你拥有三种序列且力量惊人 从你的速度力量来看 半生之力接近六阶 是不可多得的高手 为塔神会这种神棍组织 效力未免可惜了些 小矮子你懂什么 会长乃赞是神子 岂是你可以议论的 巨汉暴起又是一顿 打在空气上的拳击 五九摇了摇头 看来目前是问不出 什么有用的东西 打定日后再审 他下一秒从巨汉身边跳过 巨汉勃梗间传去了一声闷响 五九体内的确还藏着 一个强大的序列 觉醒于他的24日生存战略 那时他曾经遇到了 一只难以匹敌的恶朵 那只恶朵完全可以杀死他 但最终没有这么做 五九被折磨了六天后 恶朵便离开了 但前六天 五九并没有觉醒另外一个序列 面对恶朵他算是经历了惨败 而此后的战斗里 他也没有遇到需要使用 那个序列才能应对的敌人 那只折磨过他的恶朵 自然值得他全力应战 但塔外的世界何其浩瀚 五九甚至觉得 这辈子不会再遇到那只恶朵 至于几乎细耍 这位前调查军团分队场的秘密 则在于序列进阶 在天赋序列表上的部分 天赋会有进阶效果 白武当初也看到 普雷尔之眼就有提示 但效果显示未知 事实上大多序列的 进阶效果也都显示是未知 因为要进入进阶状态 需要的是机缘与实力基础 五九的天赋序列256号 基因显然是进阶了 而他的效果是增加80%减速抗性 时缓时化 超重力等该承受的五九 每一样都会承受 但其中关于速度削减的部分 他会产生超强的抗性 这边身处疯人院的五九 遇到了人生第一次刺杀 另一边的白武也在被人跟踪着 不过白武不在意 他一路晃晃荡荡 来到了一间名为蓝色浪漫的酒吧 要扮演一个老色批 自然得前往某些场所 但第三层的人不像底层那么不遮掩 有些地方表面上是酒吧 表面上是洗头洗脚按摩的 实际上则是人类最高使命研究中心 当然 前世只对各种案件感兴趣的白武 是不具备寻找这类场所的嗅觉的 他也是通过备注来确定 这些场所是否有隐藏服务的 喝酒是不可能喝酒 这辈子都不想喝酒 抽烟烫头又不会 只有酒吧里的小姐姐才能让我快乐 快找了一桌坐下 大白天来酒吧的人不多 不过在这个层级分明的世界 服务行业总少不了狗眼看人低 白武身上那个大大的赐贵族 就让经理觉得晦气 但当白武掏出了十来张面额最大的塔斯后 他立马变得温顺可爱甚至是谄媚 接下来的时间 白武便在两个来自高塔二层 穿着暴露的名媛的拥促下 享受着小酒喝着 小妖搂着的快乐 在这间装修风格和前世的摸把 颇为相似的地方 等待着郑玉军的人前来 丰人院里一直被监视 而监视的目的在于掌握病人的情况 以及确保调查军团的调查进度 后者极为重要 郑玉军当然不希望调查军团率先找到厌警的下落 可调查军团的这个生面孔始终是个变数 好在稍有观察力的人就会发现 这人好色 封锁线索是打击调查军团的一步棋 而更好的办法是收买调查者 不多时 随着一对射人心魄的大长腿踏入白武所在的包间 白武终于等到了前来招案的郑玉军成员 此人的颜值 白武必须承认比自己还好看 甚至有一种高塔黎明的感觉 而在这人身后 是戴着郑玉军帽子的一名低着头的女 你好 我叫明彻 前来与白武交流之人率先打了声招呼 你们是谁 白武洋装不知 不过让他惊讶的是普雷尔之言给到的反馈 他也从中得知了前来之人的身份 高塔郑玉军三分队队长 有郑玉军贵公子的美名 是整个郑玉军里最会做生意的人 不过此人与曹贼无异 喜好人妻 李人明彻 是高塔郑玉军第三分队队长 白先生 我想与你谈谈加入我郑玉军这件事 明彻直奔主题 他的笑容让人不自觉地觉得亲切 效率还挺快 这么快就把我查了个底朝天 白武文言笑了笑 我们各位旗主没什么好谈的 白兄弟这话就见外 大家一个负责外一个负责内 都是为了高塔服务 怎么叫各位旗主 不过郑玉军和调查军之间 确实一直有些误会 为了消除误会我带来了一些礼物 明彻拍了拍摄 此时站在明彻身后的女人 摘掉了帽子 退去了披在身上的郑玉军服饰 抬起头露出了 让白武也略有惊艳的容颜 当然 这里面有几分是装的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 那一队能打倒情义三千的胸脯四两 是真的把白武都给看得眼睛直了 这是一枚扭扣恰当的谭飞 白武当即痛心疾首 队长对不住 我也想痛恨郑玉军 但他们给的实在太大 两个妹子青色漂亮还主动 可白武却说他们太受活差不好使 转头就拥上了明彻 为他带来的有肉人妻 明彻见此顿时放心了不少 不只是因为白武表现出了 与他相同的喜好 更主要是证明了白武是真的好色 他作为郑玉军最会做生意的人 谨慎与耐心是他最重要的强项 先前虽然从监控中看到了 白武在封人院的种种表现 但这依然不够 亲眼见证的观察才能让他安心 白武自然也饰演得入目三分 尤其是他通过普雷尔之言 已经知道了对方所好 随后明彻与白武喝了几杯 许诺带白武去几个高端场所 哄得颇为期待后 放下酒杯着手起了下一步的交易 这也是明彻这个生意人最擅长的套路 先前他直奔主题要拉拢白武 表现了对白武的重视 紧接着又安排了白武这个人 设无法拒绝的美女 接下来要验证的就是白武对于案情的榜 毕竟世间所有交易的关键 不在于等价交换 而在于投气所好 这一点明彻运用的极其熟练 白兄弟 这次案件咱们两家其实也是协助 不知你调查下来发现了什么 白武看起来还是犹豫了一两秒的 但很快做出了选择 主要是压得有点不堪重负 目标厌久 身高应该在1米65 体重应该在49公斤 性子比较调皮 叶猫子 但是不能笑 他经常对着镜子做表情管理 因为不知怎么笑 所以学起来面部表情很僵硬 他不止一次通过监视器 或者直接对疯人院里的某个病人 表达过想要出塔的想法 试图和你们聊一些关于恶毒的事情 可惜你们懒得搭理 只是找来了一些书打了他 明彻内心极其诧异 监控录像没有 这年轻人只是进去看了 几眼镜能得出这么多线索 而白武丝毫不在意公开这些情报 毕竟都是些无用的情报 但对方既然这么喜欢 自以为是的先入为主 只需要说一部分 对方定会认为 他掌握了某些关键线索 他的情绪管控有很大问题 属于绝对不能出塔的那种 可他失踪后 你们却调查过封人院的出入记录 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就像是凭空消失一般 而你们在他留下的文字记录里 发现了他早就想逃离封人院 甚至记录过一些塔外的情况 但你们还是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也试图破译那些信息 最终却一无所获 说完这些后 白武亲了一口名册带来的女 惹得女人一脸娇羞欲惧还迎 随后白武色咪咪的继续笑 其实你们方向错了 我倒是有了一些线索 但还需要一些佐证 如果明队愿意把燕酒留下的资料给我看看 咱们交换一些线索 或许这个案子就破了 明册文言顿时眼含金光 那这些线索白兄弟会不会告诉五九 白武听到这句话也是心中窃笑 不过不是见明册上都 而是发现郑玉军都习惯了五九这个绰号 看来他不用羡慕队长的强大 这是队长拿身高换来的 暂时还没有 原本打算找其线索再一口气破案 不过明对你找来了那线索 就等于送上门来了 白武目光完位 上下七首的动作没停 破案就像听图 有时候我们不用听完 就能想象出原本的图案 但有时候少一块都不行 这次是后者 以我对燕酒小姐的了解 她或许留下了一个关键信息 只要我能查阅她留下的资料 就有把握一天破案 另一边的明册文言压住心里的激动 如果能打击调查军团还能破案 那对她来说可谓两全其美 白兄弟我是个生意人 讲究诚信和实在 如果你愿意第一时间帮助我们镇域军破案 我可以帮你把次贵族的次字摘掉 白武装作一惊的模样很是真实 毕竟这也的确是值得惊讶的事情 她没想到明册竟然有如此大的权力 直接提拔底层居民的权限等级 可不是一般贵族队长能做到 这要是明册后面发现被她摆了一道 那以后也会有不少的麻烦 白武此刻也比较了一下 明册此人有着极具亲和力的明星脸 很会做生意同时对下属也绝不吝啬 哪怕这一切是装的 只要装的人人都信那也是本事 这是一个值得结交甚至值得讨好的人 但白武心里莫名还是觉得矮哥更可爱 随即点点头假意应成 好说好说 我还想跟着明队多长长见识 明册笑了 又和白武聊起了女人 中间偶尔聊两句案情 白武也会食不食挤牙膏一样挤一点东西 但始终一副我还有底牌的姿态调着明册 明册也不着急 她越是与白武交流越发觉得这是个人才 所以倒也不想自己的功力痕迹太明显 最后竟然起了结交的心思 待到几瓶酒下去后 明册告诉了白武一个地址 让白武好好休息一天 处理好五酒那边的事情不要引起他们怀疑后 明月按照地址去找他 离开的身影尽显得颇为不实 此时明册带来的女人也知道该他上场 懒过白武就要行造人伪业 这下倒是把白武搞得一时无从 在白武看来鱼儿已经上钩 丢的枪炮敌人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 所以做戏做全套这件事还是算了吧 希望明册再次聪明反被聪明误把 片刻后白武走在酒吧后门小巷 他思索中准备先回封人院 有几处地方他还得再确认一下 可还没等白武走出小巷 一阵莫名的危机感就萦绕在了他的心头 原本在进入酒吧前他就知道有人跟踪自己 那是明册的人 但随着与明册谈妥后这批人已经撤走 而此刻白武发现 街道上还有一个人盯着自己 对方的右臂遍布着某种纹身 一脸凶神恶煞的表情丝毫不掩饰恶 与明册那伙人不同 完全不介意自己被发现 眼睛更是直勾勾地看着白武 没有任何闪躲 不要盯着他的眼睛 白武的普雷尔之眼突然弹出背注 以前背注也会提示白武不要怎么走 但都是调侃的语气 可这次白武能感觉到 其中是极其认真的警告 但已经来不及了 白武只感觉全身无法动弹 二阶九段的实力足以算是个高手 但凝视跟踪者的目光后 他一点力气也用不上来 双腿就像是灌了签一样沉重 尤其还有一股难以承受的重力压制在他身上 白武倒在了地上 其实他还可以坚持一阵子 可趴着明显更舒服 更重要的是可以示弱 那个人拿着手机一脸冷漠地将白武扛起 白武感觉到附加在身上的重力感还在 但虚弱感却已经彻底了 同时感受着对方坚硬如铁的手臂 白武脑海里各种念头飞速转动 可最终白武决定放弃抵抗 找到获误了夫人 怪人正在与某人通话 白武很冷静 他预感到自己很快就会晕死过去 在自己彻底闭上眼睛之前 他挣扎着将最后的目光落在了怪人的手机上 电话的笔端连着某个教会的高层 算是一个和你颇有渊源的组织 你的冒险之旅便是始于这个组织 你最好想办法逃掉 我得给你一个提醒 嘴炮对这些教徒没有任何意义 好好想想 你还有哪些底牌 不然我可真得无法人送黑法人了 不要盯着他的眼睛 这是普雷尔之眼第二次警告白武 但与第一次醒来开启新人生不同 高塔第三层某处位置空间 白武悠悠醒来 他并不感到意外 只是眩晕的感觉让他依旧昏沉 可此地空气里泥漫着的血腥味和轻微的腐乱臭味 还是让白武意识快速清醒 不过他也没有马上起身观察周围 而是依旧保持着昏睡的姿态 直至确认周遭没有危险 没有人后才揉了揉脸 好重的血腥味 略显潮湿的地面 天花板上好像掉着什么东西 这里是屠宰间吗 白武克服眩晕感的同时快速整理着周遭信息 他前世的一些猪肉铺子就会有挂钩挂住猪肉 但下一秒他就觉察到了不对 这个世界连米饭都没有 人类的食物都统一成营养餐了 怎么会有屠宰场呢 白武马上仔细观察四周 一切就和他想象的一样 挂钩上挂着的是一具巨动的僵硬的尸体 尸体有男有女 每两具间隔至少1.5米 但这间屋子不小 所以尸体至少有十几台 这俨然不是屠宰间而是屠宰场 或者贴切点说是地狱一角 无数尸体通过吊钩倒挂在天花板上 每个尸体的神情都显得痛苦不堪 整个屠宰场仿佛人间炼狱又像是恶魔的厨房 尸体的备注也全部一样 部分尸体会死在塔外被恶朵吞噬 但如果没有被吞噬 教徒们就会想办法收回尸体 他们认为这些尸体是被塔神眷顾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 如果是侥幸活下来的户物 他们会认为这是塔神赐予他们的礼物 而他们不担心软病毒 软病毒 人类吞噬人类会有可能感染这种东西 所以备注的意思是我会被吃掉吗 白武很快理解了普雷尔之眼的意思 只是要吃掉我的到底是谁 这个时候没有出现铁锅盾自己的情况 显然对方是一个颇注重一世代 这种人往往身份不低 这倒是一个利好局面 白武回想着之前袭击自己的那个人 唯一的纹身太惹眼 他原以为和该隐有些关系 但仔细想想不太对 该隐的主要目的在于吴九 如果他真的要在塔内和吴九动手 不至于等到现在 所以该隐是在测试吴九 想要在塔外与吴九较量 是赌庄 白武心底找到了答案 他昏迷前的备注早已暗示过 同时他也注意到备注里提到了教徒 看来赌庄也隶属于某个宗教性质的组织 白武进入第三层前就想过提防赌庄 只是他断然没想到 赌庄的人居然比镇狱军还要猖狂 敢直接在大街上截略 尤其对方竟然拥有如此可怕的序力 但牵扯到宗教就不奇怪 一些狂热教徒的行为不能按照正常逻辑推论 漠视有宗教很寻常 以前白武认为只有孱弱的人才会信奉宗教 但后来历史书上的答案给了他一巴掌 作为赌庄运营这么久以来唯一失败的格力 白武的表现并没有让赌庄的人气急败坏 在他们看来 这就是塔神显灵赠予他们的最好食材 所以想要吃掉自己之人的答案也有了 赌庄的高层 也就是某个神秘教会的高层 白武观察了一阵子确认没有监控设备后 回到了自己先前昏迷的地方 他知道 如果逃不出去 那下场最好也是被吊在这间屋子里慢慢腐烂 他也没有选择找什么逃生通道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人家让他先跑二里低都行 不过他脑海的思绪并未断 我处在昏迷当中他们就放任我在这 目前我能感知到这屋子里没有人 说明他们不担心我会跑出去 或者说守门人的实力很强 很有可能就是把我打晕的人 而且我身体还处在麻痹中 应该是被类似邪恶凝视这样的序列给压制 看来武力对抗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对方现在没有杀我 无论是为了仪式感还是想要审讯我 这都是我唯一的逃脱机会 备注提到的嘴炮对这些教徒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这群人算是被洗脑过的 讲道理没用 白武想到这里摸索了下口袋 看样子我还没被搜身 这也证明这件事的确和该隐没关系 否则戒指他一定会想办法拿回去 随后白武又把戒指揣了回去 给那怪人戴戒指可不现实 他回忆着自己的底牌 除却种种不能战斗的道具 便只剩下一个东西 超级序列滔铁 白武又想起了以利亚那个可怜的疯子 但具体要怎么执行呢 滔铁在资料上的介绍很模糊 能够通过吞噬对手获得部分特性 但即便拥有了滔铁 白武不曾使用过也不知道滔铁的效果 要吞噬多少才能触发 会获得对手何种能力 吞噬效果是否能力甘建议 被吞者会否失去能力 这些白武都不知道 而且对方的真实实力如何都是未知数 能确定的只有一点 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失败那就给摸个完结洒花 想到这里白武一阵头疼 一次普通的三层之旅 居然有多方势力牵扯进来 艳久没找到个鹿牛鬼蛇神道先来了 而且该隐至今还没有出手 他如果知道吴酒来第三层 想必是不会错过机会的 这场忽然降临的灾难让白武意识到 也许是得走出舒适区 去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 只是反复模拟推演了很多次 白武也没有绝对把握能活下来 他最终结论也只有走一步看一 与此同时 屠宰场深处传来的脚步声 白武心里清楚 如果前来猎视自己的是一名超级高手 那么他注定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除非矮哥从天而降 否则在绝对实力下 他的一切给牌都没有效果 声音停下 前来之人正是劫掠白武的那名怪人 块头不大 但浑身肌肉弓是颇有一种少林武僧的感觉 单从外形上看就很唬人 尤其先前对方一个照面就把自己打倒 实力差距太大 这一瞬间白武已经发现这局无解 之前在小巷中时 白武能察觉对方最少展现了三种天赋序列 攻防一体的钢铁武装 强大控制的邪恶凝视和幻影重力 这三种能力加持下 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胜存 而对面那怪人仿佛听到了白武的心声 于是从某具悬挂着的尸体下方抽出了一把电锯 备注也事事弹出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道具 有人喜欢用菜刀做料理 但你面前的教徒很显然喜欢用电锯 很快你的全身上下都会被他锯个稀巴烂 男人不仅将杀手反杀 还接通了他上头打来的电话 最后还猜出了组织头目的天赋序列 原来序列101军团 可以将自身序列扩散给他人 使他人在一定时间内拥有自己的序列 而那些接受序列扩散的人 在序列消失后会损失部分半生之力等级 损失的其中一部分将会转移到军团主人的身上 而且接受军团序列的人 有微弱的几率永久拥有序列 白武猜测 那个曾在下水道暗杀我的人 就是永久拥有了钢铁武装 而这个塔神会的会长 是一个嘴炮能力不输给我的家伙 我甚至能够脑补出一套这样的说辞 只需要支付一点小小的代价 就能拥有比别人多好几个序列的强大力量 在别人还在努力提升半生之力 寻求天赋觉醒的时候 你们却已经拥有了好几个序列 甚至还有几率永久获得了 百丽儿无一害不是吗 我把天赋序列租给你们 让你们短时间变得强大 而你们则在还给我序列的时候 顺带偿还一些半生之力作为利息 这时电话那头的女人说道 你刚刚说 想要加入我们塔神会吗 白雾说道 当然 我对塔神会憧憬已久 实际上她连塔神会的名字 都是从普雷尔之眼那里得知的 从名字上 她感觉这教会或许和一些高塔的传说有关 回去必须查阅关于高塔的书籍 兴许能知道六层的线索 哪怕只是人们的虚幻想象 然后继续说道 我的确让赌装损失了一些钱 但你想想 我也可以为赌装挣更多的钱 兴想只要加入教会 就能知道教会的所在 可以利用教会为自己做事情 也可以直接安排调查军团将其铲除 电话这头安静许久后 女人终于给出了答复 你能够活下来的确出乎我的意念 但若想服务于塔神 你还得接受试炼 我会安排人联系你 至于是什么试炼 我也不清楚 白雾笑了笑 好的 我很期待试炼的到来 其实他并不在乎什么试炼 至少在目前已经稳住了对方 等破了厌久的案子再来处理塔神会 夫人并没有挂断电话 他还有一些疑惑 你为何知道会长的序列 白雾回答道 这个很简单 你们的人绑走我的时候 使用了极为靠前的序列 但刚才被我反杀的时候 临死他都没有使用序列 我只能怀疑他的序列消失了 一个人序列不会无缘无故消失 除非那些序列本就不属于他 看见电话那头沉默 白雾又继续说道 我该离开了 尊敬的夫人 有机会我很想见见你 我打赌您一定很漂亮 顺便再问一句 应该可以直接离开对吧 你人很冷淡 你是可以走了 但你最好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 会长要你死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 这个手机你可以收着 我会再联络你 挂断通话后 白雾推开了铁门 发现这里并非真正的屠宰场 而是一处工厂 上面的牌子还写着 红远高塔生产基地 白雾直接往外走了出去 而那些工人似乎都已经习以为常 统统都无视了他 显然这个塔神 会比白雾想象中还要可怕 无久解决了塔神会派来的杀手后 联系了13分队队长刘木 并把遇袭的事情经过告诉我 你的能力比较克制那名调查军团的前辈 押送他回去的事就辛苦你了 刘木很爽快 没问题 你都叫我来帮忙了 我能不答应吗 不过 这塔神会为什么对你出手 他们不怕挑起和调查军团之间的纷争吗 无久表示 目前无法弄清他们的真正目的 也不知道和燕九的失踪案是否有关系 竟是些麻烦的家伙 这些比较好脑子的事情 还是交给白雾处理吧 刘木当即兴奋起来 还真是 话说回来 我怎么没看到白雾那小子 这个时候 他估计和郑玉军的人打成一片了 林无柔不以为然 那可不好说 那家伙或许正沉迷你 乐不思蜀呢 话音刚落 门口突然传来白雾的声音 林妹妹你这么想我 我可会伤心的 很快白雾身上的血迹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白雾 你怎么浑身是血 怎么会伤成这样 无久急忙走了过来 塔神会吗 白雾说道 这么说队长你们也遇到他们了 那还真是巧啊 我在大街上被赌装的人给绑架 差点就在屠宰场里被人声切了 还好我之前半生之力提升了 要不然真就舌在那了 无久有些自责 是我失职了 既然我遇到了袭击 我也该想到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秩序 会对你也进行偷袭 没想到赌装竟然也是塔神会的事 白雾没有埋怨无久 却不怪你 其实我也同样诧异塔神会的疯狂 随后他向刘木打了声招 可刘木一开口就是 白小子跳槽吗 白雾摇头 还是算了吧 不过郑玉军现在对塔神会是什么态度 刘木想了想说道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塔神会很神秘 高塔郑玉军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他们的据点在第四层 那是一个郑玉军行动起来 也有颇多顾虑的地方 白雾心中暗道 看来这次遇袭其实就是一个面试 我能活下来就算是出事通过 而完成了所谓的试炼 便算是复事通过 这事无久说道 其实你若前往底层反而更安全 底层过于混乱 反倒是塔神会难以渗透的地方 既然你成功躲过了这一劫 那就不提这个 你和郑玉军谈妥了吗 白雾点头 是的 明彻应该是相信我 刘木顿时一乱 那个明彻吗 无久说道 郑玉军里面 明彻这个人算是灰色地带混 他做事还算有张 而且对下属颇为照亮 你跟着能得到不少好处 听到这话 白雾立马表明了忠心 队长 我是七队的人 我是不会跟着明彻的 可无久却说 但你可以与他多来往 这对你以后晋升层级有帮助 我可以默认你两边间谍的关系 白雾诧异地看着无久 心想矮阁这后门也开得太大了吧 无久瞄了他一眼 一个人贪财好色很正常 这样的人才更有亲和力 如果要改变高塔的秩序 源头不在于底层 去休息吧 今晚你就住我隔壁 还有你得换过一套新的制服 另外 明天你最好直接把锅甩给郑玉军 白雾暗暗吐槽 矮阁这是彻底把我当老色批了呀 不过能说出这番话 算是对自己彻底交心了 郑玉军一离开自己就遇袭 刚好可以借此发挥 指责郑玉军合作无诚意 先君子后小人 为了消除误会 明车说不定会进一步的提供线索 并且暗中派人保护自己 一举两得 看来矮阁还是很聪明的嘛 这是一副失踪者在失踪前精心描绘的油画 用放大镜观察 还能看见里面刻画的每一支恶毒 就在刚刚白雾遇袭后的第二天 他根据房卡上面的地址来到明车的住者 明车为他倒上一杯酒 昨晚白兄弟遇袭的事情我听说了 事后也第一时间调查过 证实了和高塔封人院袭击无酒的事同一活动 都是来自一个让人头疼的组织 塔神会 不过请白兄弟放心 我保证这件事郑玉军没有参与其中 同时从今日起 我会安排一些郑玉军的高手保护你的安全 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白雾挤出笑脸 既然明对都这么说了 那我之后的小命就拜托你了 看见白雾爽快把酒水干了 明车开口说道 事不宜迟 白兄弟跟我来一趟书房 燕酒留下的资料我都让人整理好了 你跟过来看看吧 随后明车带路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 就是这里了 除了燕酒的资料 还有各种档案都在这里 你大可随意查阅 虽然有文档啊日记本之类的 不过乍一看他留下的东西里最匪夷所思的东西 毫无疑问是这幅画 白雾的目光停留在油画上立马出现了提示 很少有人能将自己所想象的东西完美地呈现出来 这张画很值钱 如果小画家死了会更值钱 如果有一天你们前往黑色区域 找到了画中的景象 那它的价值又得再提高一些 他询问明车 画得太细致了 有放大镜吗 明车从怀里翻了一下 有的 然后将放大镜地点的白雾 很快那座塔下面黑压压一片的黑点 在放大后竟然是一只只吃人的恶朵 显然是燕酒根据书里面的内容会画出来的 这微雕的画工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白雾心中思索 聚集在人类无数次想要寻找到高塔的真正位置 是否700年来他们已经找到过很多次 只是每次传送到这个区域 都会被怪物们吞噬掉 不过仔细一想 黑色区域的边境 恐怕也是红色区域级别的 虽然不排除这种猜想 有接近真相的可能性 但这画面说到底只是燕酒对塔外的猜想 乃至幻想 想到这里 白雾扭头询问明车 我很好奇 贵族的子女会接受教育吗 明车一论 当然 从第三层开始 只要你有足够的财力 你可以保证子女学到一些高塔时代之前的课程 白雾对此更加好奇 明对 这可不是学校能教出来的 这是真正的天才 这样的天才被关在疯人院 到底是为什么 明车声音淡漠了三分 白兄弟 有些事情不该问 而且 真的很遗憾 这件事我也确实不清楚 白雾见状也不再多问 继续仔细观察油画 我知道了 还是先看看画吧 心想高塔的存在如此笔直 看着像是某种参照物 那间屋子里唯一留有的线索 便是他画在镜子上的弧线 但从他画作上表现的功力来看 那道弧线不至于那么的懂 难道是刻意为之的吗 顺着这一层思路 白雾回忆起镜子里 那道弧线的轨迹 便以高塔为参照物 继续往下看去 很快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按照弧线轨迹 他找到了几个截然不同的恶朵 这些恶朵的手里 都戴着戒指 但都戴在不同的手指上 男人在失踪者留下的油画上 发现了线索 他找到了几个戴着戒指的恶朵 而且都戴在不同的手指上 随后白雾又回头询问明车 除了这幅画 燕九小姐还留下了哪些资料 明车带他来到一旁的书桌上 都在这 内容我们都看不出什么线索 有劳白兄弟了 白雾翻阅了几本资料 发现全都是随笔和速写 直到他看见了最后一本 日记里一些关于第四层的事情 已经被选择性删除 留下的 几乎都是燕九在疯人院的经历 里头倒是记载了一些 关于和疯人院的 不同精神患者们交流的方法 但这方法白雾确信 这只是燕九留下的幌子 他发现在很久之前 燕九就和一个奇怪的病人一起聊天 而这个病人就是 矮个玉席的那间病房的原主人 日记里写着一段话 恶朵对比人类更加自由 总有一天恶朵会找到进入高塔的方法 摧毁这座塔将人类解救出去 既然恶朵才能在新世界生存 那么变为恶朵不就好了 这番话让白雾第一时间想起该隐 如果他潜伏在疯人院里 似乎也非常合理 假设是该隐带走了燕九 那么燕九最有可能在的地方就是塔外 而画中戴在手上的戒指 不同手指对应不同的数字 所以那是一个区域编号 那么前往这个编号的区域就能够找到它 可问题在于 这个编号三天就会失效 燕九已经失踪了不止三天 编号也许早已失效 那它留下这个线索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使用牵引轮平 的确可以前往这个区域 只不过轮盘必须按照顺序前往 我只能先把该隐安排的区域都通关 才能前往这个区域 真要这么做的话 等我到那的时候 燕九怕是都变成恶朵了 可是白雾很快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思路是错的 我进入了误区 我感觉到已经走到了真相面前 只要撩开最后一层青纱便解开谜题 我得再回忆回忆细节 首先这个女孩子情绪很可能有问题 属于一旦离开高塔就很有可能变成恶朵的 而她在某个疯子的捕获下 或许很想变成恶朵 但从日志上的话来看 她对这个人抱有怀疑 而且她在镜子上留下那个笑脸符号 是为了让人注意到油画上的这个数字编号 但如果是求救的话 为什么要这么隐晦呢 贵族 贵族 难不成和更上层大人物的丑闻有关吗 又或者燕九身上藏着某个秘密 足以让她永远无法离开封人院 但求救 自然要越直白越好 所以这不是求救 或许是一个委托吗 在案件之中 扣着另一起案件吗 燕九 或许和塔外某个区域有些渊源 但是在不用牵引轮盘的情况下 如何前往一个编号失效的区域呢 如果编号未曾失效 那又意味是什么 这时明车在不知不觉间走了过来 白兄弟 如何 可有什么线索 白雾说道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没有琢磨明白 但我大概知道了燕九小姐的下落 明车顿时喜出望外 太好了 那她去了哪里 白雾如实回答 她在塔外 明车愣住 这岂不是案子没法破 白雾继续说道 不一定 案子能不能破 还要最终确认一下 明车接着问下去 确认什么 怎么确认 白雾指着油画解释 这幅画里藏着塔外区域编号 假如这个区域还能去 那么很大概率 我能找到燕九小姐的线索 但这个区域 很有可能是蓝色区域 甚至更危险的区域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很强的帮手 五九是目前最为合适的 明车身为队长很快反应过来 这幅画已经有一阵子 你是通过这幅画找到了编号 不等她说出口 白雾立刻解释 我知道明对的一果 区域编号或许早已失效 我们根本无法进入 但我不能现在就解答 这个问题 我只能假设这个编号并没有失效 明车跟不上白雾的思维 假设是什么意思 我没怎么听懂 可白雾没有继续解释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要出塔 至少要去试一试 如果这段编号是有效的 那这个案子我一定能过 如果无效 说明我判断错了 明车很诧异 塔外凶险 你就一定有把握能够回来吗 白雾脸上挤出笑容 没把握 不过出塔调查这种类伙 我们调查军团不做 还会有谁做呢 此话一出 明车对这个好色之徒瞬间改观 原本以为此人 只是和我有一些共同的爱好 以及聪明的头脑 但从现在看来 他还颇有胆色 斟酌了一番后 明车说道 我是一个生意人 不能出塔 我只能祈祷一件事 白兄弟你能活着回来 而且 比调查军团的人先找到线索 我已经是你为自己人了 白雾指了指脑袋 我也想跟着明队做事 带上五九这个蟒夫 只为了多一个保镖 他脑子不好使了 明车脸上洋溢着笑容 白雾的话他并不认同 但他承认五九的确没有白雾聪明 在离开了明车的庄园后 白雾联络五九来到了高塔底层的东念广场 这时刘牧发来的通讯 那编号就算是真的 超过三天肯定失效了呀 五九却说 我相信白雾的判断 林无荣还有夜未明 那我已经安排好了 让他们协助你工作 刘牧满脸的不情愿 你真是烂摊子一桩紧接一桩的 五九最后提醒了一举 刘牧小心卡神会 刘牧嫌他啰嗦 行了行了 丰人院这边交给我吧 挂断通话后 白雾问道 队长 如果我们查到了燕九的下落 但是却也因此知道了 第五层某个大人物的丑闻会怎么样 五九神色如常地说道 我会怎么样 第五层又叫统治者层级 你或许会得罪其中一个大人物 但你必然也会得到另一个大人物的青睐 听闻此言 白雾瞬间懂了 原来是制衡之术啊 五九继续说道 我们和郑玉军看似势不两立 但郑玉军的上头和我们调查军团的上头 又都有共同的敌人 这次既然有人让调查这个案子 就说明不管郑玉军还是调查军 都会竭尽所能查到真相 况且真要出什么问题 也轮不到你一个调查员单子 我会顶着 就在二人谈话之间 石碑上开始涌现出白光 显然编号还没有视像 可意外的是 原本白色的石碑 竟被一股紫色的光芒村墨 显然他们输入的编号是属于紫色区域 因此就算在白色石碑上进行传送 也会将它们送到特定区域 短暂眩运过后 当白雾再次睁眼就听到了一段声音 各位旅客 我们的飞机因为受到航路气流的影响 有较为明显的颠簸 请您坐在座位上 系好安全带 洗手间将暂停使用 谢谢您的配合 男人第一次坐飞机就被整舱的恶舵包围起来 然而这是一架永不坠落的航班 距离飞机爆炸也只剩下三分钟 普雷尔之眼发出提示 你正处于三万英尺的高空上 如果你落下去 那么你会从紫色区域落入红色区域 白雾心底吐槽 全员恶舵就算了 三分钟后飞机还要爆炸吗 且不说能不能从飞机上逃离 即便逃离 下面的陆地也是一片红色区域 这还真叫开局乘坐死亡航班 他扫了几眼周围的恶舵 普雷尔之眼弹出对话框 作为一个经济舱的恶舵 他注定不会太有钱 就像他身处紫色区域 却只是一个三级变异的恶舵一样 他生前最喜欢看的是汽车杂志 现在他和这些杂志相依为命了700年 期间一共发生了1045种结局 白雾立马注意到关键信息 1045种结局等于什么意思 另外矮哥和燕九呢 他们在另外两个舱呢 还是说在公务舱和头等舱 想到这里他解开了安全带 却不料引起一旁恶舵的注意 虽然白雾没有负面情绪 但他做出了一些违反场景的动作 几乎同时 所有恶舵都扭头望向了白雾 三级变异恶舵和二阶九段的你 目前处于55开的水平 祝你好运 很快一旁的恶舵发起了袭击 白雾迅速脱离了原先的位置 心想恶舵与恶舵在一起 最大的可能性是互相厮杀 除非他们之间有着某种默契 比如共同服务于某个更强的恶舵 如果不会互相厮杀 又无法离开固定区域 难不成他们都有善的在飞机里待了700年吗 不过看起来也的确不像是有过互相厮杀的痕迹 再说我才刚到这里 飞行了700年的飞机就要爆炸吗 三分钟能搜索出什么 显然不对劲 一定还有某个能说得通的重大线索没有找到 三分钟太短 不能在这里耗下去 随后他取出返回轮盘 正想要启动返回高塔的时候 却看见五九提刀杀了进来 很快几道刀光快速闪过 那些围堵在门口的恶舵门瞬间被切得肢体分离 但奇怪的是 返回轮盘上面的灯光却突然熄灭 普雷尔之眼发出提示 返回轮盘 这是逃跑的唯一方法 恶舵们会很羡慕你 因为他们无法离开这片区域 当然就算落地了 基于我对红色区域的认知 你们大概也是无法使用返回轮盘的 白雾这才切身体会到什么叫物理规则拟曲 高度积变的区域甚至会出现时空紊乱 飞机在空中飘荡了700年的诡异情况 是因为空间层面的规则发生了一遍 而这些一遍 也导致返回轮盘与高塔的空间关联受到了干扰 但是接下来怎么做 一整飞机的恶舵 地点是封闭的高空环境 返回轮盘也无法使用 好像死定了 这是一架开了700年的飞机 而且在三分钟之后就会爆炸 白雾才当传送过来就发现这是一个死局 一整架飞机的恶舵 封闭的高空环境 返回的传送轮盘也无法使用 显然这已经死定 一股前所未有的一样感觉在他的内心涌现 正巧这时一只恶舵突然袭击了过来 白雾迅速起身躲避 还以为是自己产生了负面情绪 我是在害怕死亡吗 可当他看了一眼数值为零的万表时 才知道自己仍然没有产生恐惧 这难道是所谓的挫败感吗 一分钟即将过去 距离爆炸倒计时也不过一百来秒 返回轮盘受到干扰无法返回 除非找到该区域的末日拼图碎片 而且还必须祈祷这碎片能让物理规则正常化 白雾低声叹了口气 甚至放弃了反抗 准备任由恶舵撕咬自己 可就在这时 一道刀光从仓室的另一端如电如光的横扫而来 十来之恶朵在这恐怖的一刀之下瞬间伸手分离 五九缓缓收回长刀 脸色如长的问候白雾 你没大碍吧 此刻距离爆炸还剩30秒 五九说道 启动返回轮盘 那边的仓室里有几个不太好杀的恶毒 白雾表示很遗憾 队长 我们现在深处时空紊乱的区域 返回轮盘失效了 跳机也许会有一线生机 但九成可能性会落到更危险的区域 听闻此言 五九很果决的对一侧机舱斩出数十道刀刃 那我们就跳机 然而窗壁与刀刃接触的声音极为鬼畜 似乎被某种规则保护着不受破坏 白雾猛然想起来 糟糕 这是区域 区域场景无法被破坏 此刻距离爆炸还剩20秒 白雾连忙大喊 去舱门 场景无法被破坏 但本身就可以打开的东西 或许可以逃离 五九没有犹豫 身上更是红光大作 拖动着刀身如同一道赤红色的闪电 一瞬间越过了长长的走廊 白雾只感觉到一阵刚风划过 这就是那些悬而又悬的意 斩切之意吗 很快五九就来到了舱门前 他发现舱门已经被锁住 必须要通过密码来开始 眼下是生死一线之间 五九万表的数值也达到了未曾见过的29点 白雾看见这个数值 心中十分敬佩 他连忙上前操作 我来试试 在距离爆炸不到5秒的时间里 白雾在密码舰上噼里啪啦的一碰快按 在倒计时剩下一秒的时候 他猛然屏住 队长 内轴里还有一层锁 只有前往机长驾驶室才能启动 五九嘴角微微动了动 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但一切已经来不及 舱室里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火浪顿时将两人吞噬 能够将所有恶毒与整个场景摧毁的苦福利 瞬间席卷了一切 与此同时 在高塔第三层名册的住所名誉庄内 他一脸惊疑地询问丁泰生 那串编号没有失效吗 他们真的去了紫色区域吗 丁泰生也很惊讶 不会错的 我可以跟您保证 我收到消息后 特意前往东部广场确认了 现在距离他们前往塔外 已经过了将近20分钟 明车有些动容 20分钟吗 紫色区域 就算是那个矮子 也不敢保证绝对生存下来吧 可为什么燕九画作里 会留下一串紫色区域编号呢 这串编号又为什么没有失效呢 燕九身上藏着什么秘密 也算是少了一个劲敌 明车却不以为然 老丁 这话我只能同意一半 吴九很讨厌 数次折了郑玉军的面子 但他并不是郑玉军的心肃大患 因为吴九被弃品性约束 做不出一些阴险的勾当 如果他就这么死了 此前还依旧是两军第一战力 那就代表高塔损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强者 另外吴九这个人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死掉 派人时刻盯着 已曾一有消息立刻联系 丁泰生哈腰点头 我知道了 明车有一种不好的预论 刘牧那群人要是知道吴九死 肯定会闹出一些乱子 但如果吴九没死 他和白雾真的在紫色区域里找到了燕九 那恐怕燕九身上藏着的秘密 也足以闹出不小的动静 男人第一次坐飞机就遇到了爆炸 再生死一刻 即便天生没有共情能力的白雾 也终于出现了波动 检测情绪的腕表上出现数值一 此时普雷尔直言给出提示 没有幽默感的家伙 你并没有那么多选择 人生也不是游戏 距离下一次爆炸 还有六分钟 伴随着万表数值清零 白雾再次清醒睁开了双眼 我还没死 不等他惊讶 普雷尔直言再次发出提示 你可得快些想办法 找到末日碎片 虽然你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慢慢寻找 但你的伙伴未必能撑得住 爆炸不会带走他的生命 但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东西 结合之前备注的信息 白雾大概懂了 这架飞机注定会爆炸 而且还是一个循环式的场景 幸好自己的记忆没有清空的迹象 但这次位置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头等舱了 或许每次爆炸之后会有不同的开局 正当白雾想要离开座位的时候 一个通体绿色的恶朵挡住了他的去路 并且仰天挨好了起来 完美积变刺条 恐怖绿光 他的初恋叫白姐 前妻叫王静 就在这架飞机所在的航空公司做工具 他有个兄弟叫喉龙涛 有个远方亲戚叫阿斌 曾经的单位门房大爷姓琴 在得知了飞机上藏有炸弹的时候 他终于怨气爆发 直接变成了一只五级恶毒 面对五级机变恶毒 白雾甚至连防御都做不到 就被那重量级的拳头直接打飞 且不说那恐怖绿光到底什么名堂 单凭一拳就让白雾直接吐息 更加悲催的是 打斗声引起了周围恶毒的注意 就像是闻到血肉丧尸一样 拳都包围了上来 白雾也没办法 只能趁着意识还算清醒 使出压箱底的绝活 队长救我 这四个字喊出的瞬间 矮哥并没有如天神般从天而降 反倒被那恶毒一爪子割裂了胸膛 白雾第一次感觉到如此无奈 完蛋了 矮哥再不来 我甚至撑不到飞机爆炸 与此同时 在经济舱的这边 五九也终于苏醒 但那种疼痛的感觉还在 他睁眼的瞬间就看见一只恶毒 在他脸上伸出堪称巴掌大的舌头舔来舔去 五九仍然一脸的淡定 手中长刀快速划过 那颗恶毒的脑袋就当场飞上了弹空 他开始环步四周 想不明白飞机刚刚已经发生爆炸 而且死亡的过程很真实 但为什么自己再次出现在机舱内 难不成这里是地狱吗 五九不像白雾 虽然胆子很大也足够冷静 但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有 时移了片刻 他才想到了一个解释 难不成刚才的爆炸是某种幻术吗 他一边思索一边凭借肉体记忆 在斩杀四周的低级恶毒 一切动作都成了条件反射 可就在这时 他听见了白雾的求救声 队长救我 白雾被五级疾变恶毒当场处决 看见这一幕的五九当即发起了疼 检测情绪的腕表达到了惊人的115点 就在刚刚 白雾使用序列76滔铁 凭借一张嘴咬死了那些低阶的恶毒 原本想通过吞噬血肉来续灭 可当他想起以利亚的模样 又立马吐掉了出来 看来这个家伙 我还是搞不定呢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默默在心里面打出GG 与此同时 五九回到速度更加迅猛 一路从经济舱杀到了头等舱 途中的恶毒更是被切得七零八落 可当他看见白雾的时候 却本能地愣住了 因为那只高阶恶毒已经挥出利爪 即便开启序列急影也已经赶不及了 白雾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 队长啊 下次别犹豫了 很快那利爪落下 白雾的鲜血顿势四见 目睹这一切的五九瞬间红了眼 极致的愤怒让他万表直接跳到了115点 尽管在过去的岁月里 他经历过在塔外痛施下属的情况 可白雾却不一样 五九是真心将他荡成了接班人 随着五九的暴走切入 那些再次围起来的恶毒门 纷纷施展了鸡变刺激 可五九快得不可思议 在绝对的速度与力量面前 恶毒门甚至摸不到他就已经结束了 然而那只杀了白雾的五级鸡变恶 竟然感觉到了久违的恐惧 他立马对五九使用了完美鸡变刺激 恐怖绿光 只见五九身上迅速被一层绿光包裹 但是很快五九的身影净跳拖出那团绿光 似乎影响不到五九一心半点 就已经让他突破了上来 五九的这一刀比之而霸了 仿佛一道绝对的分割线 将那只五级鸡变恶毒的手臂切断 紧接着又继续拔刀 斩出了无数刀刀刃似乎也仍然不够紧气 不多时那只恶毒在承受了二十多刀之后 也终于失去了生计 看见这破碎的鸡仓和挥洒一地的血液 五九缓缓将长刀收回 他脸上的愤怒似乎也有了一丝谎 但很快现场发生变化 白雾和那些恶毒的尸体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满地的鲜血 他恢复了昔热的冷暖 回头望向刚刚一路杀过来的舱门 与此同时飞机爆炸的时间也到 眼见火势席卷而来 五九此刻也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的吗 很快整架飞机再次空中炸毁 火浪瞬间吞噬了一切 男人在一架飞机上陷入了无限回荡 但这次他被五级鸡变恶朵击杀之后 随机重开在了洗手间 幸好恶朵不用饿死 总算不用再经历开局就要惨死 不过白雾才当醒来就感到一阵肝傲 上次出于求生本能对那些恶朵使用滔铁 只是吸收了血肉中的精华回血 并没有吞噬血肉 因此也并未获得天赋蓄励 可是白雾自从杀了那个电锯男之后 身体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普雷尔之眼发出提示 简而言之 肌肉线条变得更加明显 颜值加一 白雾对着镜子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仍然帅气 要是身上变成那浩克一样绿油油的 那我宁愿死在这飞机上 他观察了一下这间屋子 心想之前观察浩克的时候 备注提到了是飞机藏有炸弹 成为压垮绿巨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找到炸弹且将其拆除 是不是就能解开这片区域的谜题 这是普雷尔之眼给出提示 无论你想怎么拆弹 炸弹都不在这个厕所里 不过你可以尝试在这里方便一下 体验一把物理意义上的一泻千里 你的时间依然是六分钟 赶紧开始干活吧 看完备注信息 白雾放弃了搜索这里 同时也听见了外面的恶垛们 似乎正在跑动 看来矮哥也醒了 果然我的猜测是对的 不局限于爆炸的死亡 只要是死在这个场景里 随着爆炸结束都会再次重启 现在最有可能的是 这些恶垛经历了700年的相爱相杀 他们已经同仇敌开了 而作为人类是更美味的食物 所以接下来很多个回合里 他们都会想办法吃掉我和矮哥 如今在这一周末六分钟的时间里 我只打算做一件事 就是联系上矮哥 我猜矮哥或许还不清楚状况 解释清楚这一切只需要一分钟 但现在让恶垛们集中 前往矮哥所在的区域 同样需要一些时间 大概需要两分钟 以我目前的实例 接触紫色区域根本是吃人说梦 但有矮哥在 起码能隔绝恶垛 算是暂时削弱了紫色区域的影响 就在这时 白雾又听到了飞机里的播报 各位旅客 我们的飞机因为受到航路气流的影响 有较为明显的颠簸 请您坐在座位上 系好安全带 洗手间将暂停使用 谢谢您的佩可 白雾推开门就看见遍地的事 还真是惨烈 也不知道如果是小可怜在这 对付这些恶垛又会是怎么一个场景 他顺着左侧方向望去 就看见五九一人正在和浩克周旋 心想即便是矮哥 要对付这些五级恶垛也要耗费点工夫 随后他朝五九招手 队长 我在这里 五九立马寻声望去 站住 别动 他的声音飘渺 在狭窄的机舱内随时都可能出现五九的声音 完了完了 五九即便竭力压制内心的情绪 但随着一次次的死亡回答 万表上的数值也无法降下 就在刚刚 白雾重开后找到了五九 看见他正在快速清理飞机上的恶垛 只见那五级即便恶垛用爪子朝五九轰扫了去 而五九则是向后弯下 顺势一脚将那浩克的下腹踢去 然后把刀迅速越过了他的身体 瞬间将其人手分离 处理完机舱内的恶垛 五九连忙询问白雾是否一切安好 白雾点头 没事 我就长话短说了 队长应该也发现了 这是一片轮回区域 时间从爆炸前六分钟到爆炸进行循环 期间我们如果遭遇死亡 可以因为循环而活过来 五九整理了一下衣垫 无意中露出35点的万表数值 所以你即便死了 也不会真的死是吗 白雾看见他的万表有些惊艳 因为超过75点 等于用高音喇叭在对恶垛挑衅 而超过175则随时有可能变成恶垛 随后他回答道 是的 但我们经历的区域 有两种时间规则独立运行 这个区域时空紊乱 更准确的来说 是原有的时间里加了一条回路 将主时间比喻为长河 副时间比喻为回行针 我们在回行针里不断返回原点 但在主时间的长河里 我们也同样在往前走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耽误一分钟 在飞机里我们注定会回到这一分钟前 但对于高塔内那些人来说 他们会实实在在的多等一分钟 五九脸上冷淡依旧 那你有没有离开的办法 白雾说道 有 不过只是我的一个猜词 这架飞机里藏着一枚炸弹 找到他 并让其无法引爆 应该就能结束循环 五九边走边说 要多久能够找到 白雾摇头 现在不好说 反正这一局 大概率我们还得死 然而此时在机舱内的恶多们又再次向他们靠近 白雾叹气 时间太短了 我先去驾驶舱看吧 队长先在这里守一下了 下一局队长你一醒来就来掩护我 说完便匆匆离去 五九说道 知道了 不要浪费时间 其实五九有一件事没有告诉白雾 他已经在竭力压制内心的情绪了 但奇怪的是 万表树枝怎么也下不去 明明感觉自己不该这么焦虑 但他就是无法压制这股情绪 好在情绪也算是火力吸引 加油吧白雾 你是我们能离开这里的唯一希望 此刻白雾大概就像透明人一样 可以自由地调查线索 他直接来到了驾驶舱 果然 虽然遭遇气流 但飞机却没有遇到明显编读 此时一个长着海星头和一个长着海绵头的恶多 露出凶狠的神情正在驾驶着飞机 他们在成为今天这副模样前 曾经去过一片红色区域 那是一片海域 在那个位置潜水的人都变成了恶多 不过在进入飞机前 他们还是人类的样子 普雷尔之言给出的信息很有限 也许我之前的思路是错的 关键不在于飞机 而在于飞机上的恶多 乘坐这架飞机的 似乎都有着成为恶多的可能性 虽然700年来不断死亡 是个人都会变成恶多 但这里不太一样 从普雷尔之言给到的信息来看 他们并非是熬不住700年才变成的恶多 这架飞机里的恶多们 并没有经历太久 就成为了恶多 这些乘客是特殊的 他们不是随机的聚在一起 仿佛是有人将他们召集在了一起 但是 目的是什么呢 时间不多了 我可不想用对人头的玩法 必须要在最短时间找到答案 是谁做的 出于什么原因 又是什么时候 这些乘客又是什么呢 很快飞机再次发生了爆炸 愚蠢的探险者又一次葬送了信息 那么下一次 他会不会和聪明的眼睛一起找到答案 男人第一次坐飞机 就遇上了死亡航班 在经历了几次爆炸的循环过后 他再次苏醒就看见队长五九在附近 显然这次他们随机地点相距不远 白雾看见五九的万表数值变成了四十五点 说明情绪下限还在叠加 矮哥大态撑不住几次龙本了 如果他的情绪数值超过一百七十五点 我不单是少了一个神队友 还多了一个神级敌人 没有了矮哥的帮助 开局一旦位置不利 我可活不过一分钟 从现在开始 每一次死亡必须都得有所收获才行 于是他开口询问 队长 前面几次循环的厮杀里 你有没有注意到某些行为奇怪的恶毒 五九仔细想了想 没有 我击杀了应该有一半的恶毒 有几只比较难杀 还有几少数没有袭击我的 白雾立马追问 对 就是那些没有袭击你的 你记得大概方位吗 五九继续思考 应该是在一号经济舱 白雾说道 那我们得先过去一号舱 说完他回头瞄了一眼那只恶毒 他已经被小矮子切得吸水 见一下个回合再看看一眼 白雾心想 如果将目标从环境改为恶毒 那么哪些恶毒行为最反常 这些恶毒就最有可能藏着某些秘密 想到这里 他让队长尽量不要杀死这些恶毒 五九只感到一阵无语 随后一只兽骨灵循 人生乌鸦头 背后还长着红色羽翼的恶毒走过来 他中过三次彩票 但一次过期 一次被抢 还有一次弄丢 之后也有过数次彩票中了前六位 却没有中最后一位的情况 他和相恋八年的女友结婚 高兴得满世界嚷嚷 结果生下来的孩子皮肤是黑色的 有三次被雷劈中 却没有直接带走他 有六次引发火灾 却就是没有烧死他 人生的大起大落让他濒临崩溃 三级变异 稀有机变词条 十打九空 让五九不能杀恶毒 还要保护白雾 这无疑是增加了他的工作难度 于是五九直接把刀斩断了那只恶毒的翅膀 与此同时 一只恶毒从白雾身后偷袭而来 白雾回头扫了一眼 那只恶毒的详细信息谈了准 一名作家 他写书九年 一共发表了十五本作品 但十四本被人剽窃了创业 而且剽窃者的销量不破 有趣的是 他自己的书却无人问津 直到有一次他被抄袭他的人 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抄袭 万念据亏钱 他接到了一封度假邀请案 上面写着人生的所有终极烦恼 都将在旅途里被扔掉 三级变异 七变词条 斩铁 恶臭气体 五九及时出现挡在了前方 你继续前进观察 防卫的工作就交给我 很快白雾就跑进了经济二仓 避之满身毒液的恶垛挡住了他的去 人以类聚这句话并不绝对正确 因为人类被感情这种丑陋的东西束缚着 所以这个做经济舱的家伙 会认识一个能够给借出五千万的富二代 末世降临 避难所的机票只有富二代 他哭哭哀求那个正处在悲痛中的富二代 最后的一句话是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于是 他抢走了那张机票 那名富二代坠崖死亡 但命里无时莫强去 得知飞机即将爆炸 他心态崩了 白雾来到经济二舱被一只身上 带有腐蚀性血液的恶垛拦住了去 他从对方的信息面板上看出 这架飞机里的乘客都是有问题 矮隔身上的情绪下陷越来越高 我原以为飞机里的人都是经历了爆炸 慢慢变成恶垛了 但现在看完 死亡后会叠加负面情绪下陷 这个设定其实是针对高塔人的 而他们也并非高塔人 这些恶垛应该都来自700年前 因为高塔里前往紫色区域的人屈之可数 这个编号没有失效 也就说明截至三天前 不曾有高塔人踏足过这 所以这些飞机上的乘客 都是700年前的土著 而以往普雷尔之眼 会先提到恶垛的战斗属性 其次才会介绍其他方面 但这次反过来了 说明侧重点不在于恶垛的战斗属性 而在于他们的经历 这些人都对生活抱有极大的怨念 而且有人在观察着他们 就像是在搜集实验数据 将他们统一存放 至于这趟旅行的终点 不出意外就是高塔 那么这架飞机失事 是在高塔诞生之后 人人都想前往高塔这个避难所 但当时的人口基数 注定能登船的人很少 所以这次航班的主人 特意给了这些可怜人一个机会吗 如果说高塔外围是黑色区域 那么这架飞机里法是最安全的 但跳机会前往红色区域 如果顺利抵达 则会前往黑色区域 而正常情况是直接爆炸 这是实打实的死亡航班 那么爆炸是航班主人安排的吗 如果航班主人的目的 在于引来一群具备成为恶垛诱因的人 那么为什么要炸死他们呢 这显然不对劲 我遗漏了一个地方 这些人的确具备成为恶垛的诱因 但天底下比他们惨的人比比皆是 那些更惨的人也没见变成恶垛 而且航班主人也不可能按照凄惨程度排名 找来350个悲惨的乘客 他又不是全知全能 所以这群人只不过是一群比较惨的普通人吧 他们更像是临时用来凑数的 只需要符合一个低门槛的惨就行了 普雷尔之眼提到了一个点 他们都是因为得知飞机要爆炸而最终崩溃 太牵强 作为理由不够充分 就好比那个作家被抄袭者反污蔑抄袭 忽然得知飞机要爆炸 电视的情绪反而能起到一定缓通作用 所以一定还存在一个能够放大这些人怨念的东西 末日拼图碎片 只要不是该隐布置的场景 一般来说都有一个碎片守护者 或许线索在碎片持有者身上 想到这里 白雾大声呐喊 队长 不用留手了 他们身上的线索我搜集的差不多了 吴九脸上瞬间多了一丝凶狠 眼中更是闪过一丝红锚 很快他的刀是骤然间狂暴汹涌起来 在狭窄的机舱内迅疾如风 眨眼间就将机舱内的恶朵全部切成碎炸 一旦放开手脚杀戮 局势便直接大逆转 这个舱室的恶朵都清理了 走吧 我们去一号经济舱吧 白雾点头 普雷尔之言忍不住感慨 矮哥这个大嘴真的太粗了 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万表纪灵了 别人家的万表数值都是随便波动 谁不想再塔外一脚油门下去 负面情绪直接标个180 G0等级 3S 白雾还没弄清楚这万表的G0属性 内心就忽然有一种要被坑的胆子 果不其然 那万表数值居然疯狂跳动 一会儿就标到了150多 紧接着白雾的身体也开始一变 手上长出了一只眼睛 五九回头看了一眼白雾 也跟着惊讶起来 你到底怎么一回事 只见白雾手臂上张开一只巨大的眼睛 似乎在警惕着四周的环境 此时白雾的万表数值已经达到294 他无奈地笑了笑 我想我可能出了点小问题